齐家暗中掌控东北地下世界的话语权 与山口族常年有着生意往来 为此 当曾经的松井家族和山口族核心成员人物之一的松井兄爷打电话 告知日本武学第一天才柳川人要来到华夏挑战舞者 并且点名要挑战秦峰 让齐家负责柳川人等人的华夏之行后 齐东升无法拒绝 但如同齐荣华之前所说 齐东升虽然答应下来 但为了避免引火焚身 并不打算让齐家人亲自出面 而是让他人代替齐家接待柳川人一行 同时帮着柳川人送战书 而如今秦峰强势收拾了周涛 扣留了满江 要满子彪给一个说法 这让齐东升改变了计划 同意了齐荣华的选择借刀杀人 因为他认可齐荣华所说的理由 我想了想 这事还是不要我不出面的好 让满子彪出面吧 这样一来的话 如果出现意外 那个柳川人不提行风 我们还有灰神的余地 齐荣华领命后 犹豫了一下 又说出建议 这件事具体由你负责 至于怎么实施 你来拿方案 方案确定后 我来把关 好的 齐荣华再次点头 然后退出书房 离开齐东升的住处 齐荣华并没有立刻给满子彪打电话 而是回到自己的住处 独自待在书房中 用了足足四小时 才拿出了一个详细的方案 于午饭过后 将方案交给齐东升审核 最终得到同意 下午两点 在满子彪焦虑的等待中 齐荣华拨通了他的电话 小王爷 王爷怎么说 满子彪迫不及待地问道 王爷只没为你出头 听到齐荣华的话 满子彪不由一正 过去的四个小时 他一直在想 齐家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最终认为 齐家把他当成弃子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在他看来 秦枫虽然失去了靠山和秦家支持 跌下神坛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真要铁了心和齐家死磕 齐家未必能招架得住 何况 秦枫还有一身可怕的武力 小王爷 惊讶过后 满子彪回过神 恢复冷静 暗中猜测 齐家愿意为自己出头 多半因为齐荣华与这件事的牵扯 生怕秦峰一追到底 最终牵扯到齐家 但他想不通 齐家凭什么和秦峰叫板呢 借刀杀人 借助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柳川仁之手 杀死清风 齐荣华揭开谜底 再次听到齐荣华的话 满子彪心中一动 他负责齐家与山口组的所有灰色生意 也包括与山口组的人接洽谈判等等 当日 宋静雄也的电话是打到他这里的 由他向齐家汇报 并给宋静雄也回了话 他很清楚 齐家为了避免得罪秦峰 防止引火烧身 虽然答应了宋静雄也的请求 但也是决定派外人去负责 接待柳川仁等人 小王爷 你的意思是 王爷决定有我们的人 负责接待日本武者 满子彪问道 是的 齐荣华给出肯定的答复 冷笑道 这样一来 杀死秦峰的凶手是日本武者 我们连帮凶都算不上 他的家人 朋友 即便对我们不满 也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开战 而在外人眼中 我们选择与秦峰死磕 保住了颜面和威信 也救了你儿子 给面前的事情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小王爷和王爷高见 满子彪心中佩服 送上一记马屁 但小王爷 如果那个秦峰不应战 或者那个所谓的 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不敌秦峰 怎么办 你担心的事情 不会发生 我会安排好一切 你等我通知 然后 按照我的部署实施 秦峰华 胸有成竹 好的 小王爷 感觉到秦峰华 眼影中的自信 满子彪放下心来 不再多问 结束通话 秦峰华将自己的计划 以邮件的形式 发给满子彪 让满子彪 按照计划实施 当晚八点 日本北海道 柳川家族祖宅 来自日本各地的武者 前来为柳川人送行 他们之中 有年轻一代的强者 也有一宗之主的上任 他们都知道 柳川人将于明天 前往华夏 进行挑战的事 而且 上任中期境界的日本 北辰一刀柳掌门 北辰海 将与柳川人一同前往 柳川家族 是日本古武家族之一 后来凭借强大的武力 保驾护航 进军商界 在商界颇有建树 时至今日 主要以商界为主 武道为府 柳川人从小学习 家族武学 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 最终凭借着柳川家族的声望 和其个人的天赋 败入北辰一刀流 成为北辰海的弟子 柳川人 加入北辰一刀流后 很快便凭借武学天赋 进步神速 成为该族们 年轻一代第一人 然后成为日本武学 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并且 有幸跟随着号称 日本武神的 公本武也 戏武三年 公本武也 是日本古武道大师 公本武藏的后人 完美继承了 公本家族的 双刀流绝学 早已迈入上人巅峰 据说 有望踏入传说中的境界 因为柳川人 从小修炼的是一刀流 外加已经败入 北辰一刀流 故而 公本武也 没有受他为徒 也没有传授二刀流 只是传授其武道心得 和修炼感悟 柳川人 在跟随 公本武也学习的三年中 对武道的领悟 更加深刻 实力是更上一层楼 牢牢占据 暗榜第一的位置 成为全球武学界 最有希望在三十岁以下 突破上任 创造奇迹的武学天才 是整个日本武学的骄傲 正因为这一切 柳川人的出征 才会引起 整个日本武学的震动 各方武者 通通前来送行 送行宴一直持续 到了夜晚十点 各方武者 才一次离开 柳川人 则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因为即将开启 华夏的挑战之路 柳川人 整个晚上都没有喝酒 房间里 妻子松景英 等候多时 看到柳川人进门 连忙起来迎接 柳川君 那些武者都走了吗 嗯 柳川人点点头 脱掉墨基 穿着雪白的袜子 走到松景英子面前 盘腿而坐 柳川君 我晚上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那个叫 秦峰的华夏人 不应战怎么办 松景英子见状 也按照日本人 特有的方式 跪在对面 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你的顾虑 我也想到了 华夏那边 也做出了提醒 并且提出了建议 我对此 做出了应对措施 柳川人政策道 什么应对措施 苏锦英子问 我已经让人对外宣布 将前往华夏挑战 华夏武者 第一个挑战 华夏秦峰 柳川人笑道 那秦峰被誉为 华夏武学界 年轻一代第一人 而且缔造了 中人击杀 上人的传说 如今 我向外界宣布挑战 若是他不接受 我的挑战 将会成为 华夏武学界的耻辱 以他的性格 多半不会当缩头乌龟 如果他真的要 当缩头乌龟的话 那我就先杀 其他的华夏武者 杀到他应战为止 柳川君 谢谢你为我 所做的一切 松敬英子文言 彻底放下心来 然后开口道信 英子 你不必客气 原本我就要挑战他 何况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为你做这些 是应该的 柳川君 能成为你的未婚妻 是我的荣幸 松敬英子脸蛋一红 然后挪动身子 凑到柳川人面前 媚眼如丝地说道 时间不早了 让我来服侍你吧 我马上要进行挑战了 比悟之前 不宜进行男女之事 等我回来吧 柳川人摇摇头 他虽然早已和松敬英子 偷是进过 但他是一个超级自律的人 为了防止体内的惊奇流失 在过去这些年中 他每年碰松敬英子的次数 不超过十次 松敬英子点头 他虽然恨不得立刻 享受雨水之欢 但听到柳川人的话后 决定等他回来之后 再好好伺候 英子 我会将华夏秦峰的人头 当作定亲礼 送给你父亲 柳川人摸了摸 送紧英子的脑袋 一脸意气风发 到时候 我会成为全球武学界 第一个在三十岁之下 成为上任的污者 也会排进神堡 柳川英子满脸崇拜和羡慕 第四百四十五级 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暗榜第一强者柳川人 将挑战华夏武学界 并已向暗榜第三的 华夏秦峰下达战书 2018年2月15日 大年三十这一天 柳川人向秦峰下达战书 并要挑战华夏武学界的消息 像飓风一般的 传遍了华夏和日本武学界 也传遍了全球武学界 引发震动 而任后 日本武学界一直被 华夏武学压制 在过去八十年中 从不敢叫板 如今柳川人代表 日本武学界出征华夏 挑战华夏武者 这只要为日本武学界 学耻证明吗 柳川人名列暗榜第一 并且是全球武学界 最有希望 在三十岁前 突破上任的武者之一 华夏秦峰 虽然名列暗榜第三 但却缔造了暗尽武者 击杀华晋宗师的传说 且年仅二十四岁 是最有希望 在三十岁前突破 华晋宗师的武者 如果华夏秦峰应战 这一战 将成为全球武学界 数年来最激烈的一战 堪称全球武学界 年轻一代最强者的争锋 精彩程度不亚于武道大会 一时间 全球武学界纷纷议论 各国武者对于这一战 十分期待 与此同时 暗网论坛炸了锅 有关这一战的帖子 层出不穷 柳川人突然出战 指明点信要挑战华夏秦峰 是担心 华夏秦峰成长起来以后 威胁他的地位吗 华夏秦峰缔造了 暗尽武者击杀华晋宗师的传说 柳川人却主动挑战 肯定也有击败华晋宗师的实力 我看好柳川人身出 当日 鸿门雷厥虽突破华晋 但无法发挥出华晋的真正实力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算不上华晋宗师 否则华夏秦峰也不会排在暗榜第三 而柳川人牢牢占据了暗榜第一 很有可能可以击杀上人 甚至他自己已经突破上人境界了 如果华夏秦峰应战 柳川人必胜 暗网论坛中 发帖者除了讨论柳川人 为何要挑战秦峰之外 更多的是判断 预测这一战的结果 几乎是一边倒地认为 如果秦峰应战 那么柳川人是必胜的 与此同时 全球各大知名的博彩公司 也纷纷开出了赔率 总共两项 第一项是 关于秦峰是否应战的赔率 其中 秦峰应战赔率只有1.1 而秦峰拒绝的赔率高达2.8 第二项是 如果秦峰应战 双方获胜的赔率 其中 秦峰胜出的赔率高达2.6 而柳川人胜出的赔率只有1.3 显然 博彩公司如同暗网那些发帖者 回帖者一样 极度看好柳川人胜出 沈天祥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 陪着沈天祥吃饭的南京红二当家未宪 测试得知消息之后 亲自登陆暗网 浏览相关帖子 同时 也对各大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 一清二楚 大哥 这无论是暗网论坛 还是各大博彩公司 一致看好日本武学天才柳川人胜出 如此看来 那性情的小畜生若是应战的话 必死无疑呀 嘿嘿嘿嘿 还是大哥有远见 知道想上那个小畜生的人排队 我们都用不着出手 大哥二哥 万一性情的小畜生不应战呢 南京红的另一名核心骨干 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肯定会应战 沈天祥一脸自信 为什么 那名骨干再次问道 随着花音落下 包括魏县在内 南京红其他骨干 也都是纷纷将目光投向沈天祥 他击杀雷爵 缔造了全球武学界的传说 成为华校武学界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柳川人代表日本武学界征服华校 华校武学界不可能退缩 也绝对不允许姓秦的小畜生退缩 何况 以那个小畜生的狂妄性格 怎么会退缩 沈天祥脸上泛起冰冷而讥讽的笑容 另外 你们不要忘了 那个小畜生曾经是华夏军人 军人爱国 他怎能容忍日本人骑在头上撒尿 大哥高见 听到沈天祥的分析 包括魏县在内 所有南京红核心骨干都认为说得在理 纷纷开口称赞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躲得过初一 躲不了十五 沈天祥冷冷一笑 感觉仿佛已经听到了秦峰的死讯一般 与此同时 幽灵组织欧洲秘密基地 该死的 这个柳川人还真会找时间 大厅中 海地有些郁闷地抱怨道 郁闷是因为他知道 已经突破化尽的幽灵 此次来到欧洲 是为了击杀欧洲某位 名列战神榜末尾的初级战神 从而进入排行榜 原本在他看来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幽灵一定会震动全球武学界和地下世界 也会成为全球世界和武学界的传奇人物 然而不等他出手 柳川人也要挑战秦峰 引发了全球武学界和地下世界的震动 等于是抢了幽灵的风头 首领 你是想马上执行这次任务呢 还是将这次任务延后 抱怨过后 海帝宠幽灵请示 言后 幽灵很干脆地给出答复 只见他皱起眉头说 相比完成这个任务 进入神宝而言 我更在意柳川人和秦峰的比武 您是担心柳川人会击杀华夏秦峰 海帝不但是幽灵组织的情报负责人 还是幽灵的心腹和女人 对于幽灵的了解远胜他人 他猜出了幽灵的心思 然后补充道 根据暗网论坛和各大博彩公司 开出的赔率来看 如果华夏秦峰应战的话 获胜的概率不超过三成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华夏秦峰并没有真正击杀华境宗师的实力 当日 鸿门雷爵无法发挥出华境宗师应有的战力 你错了 幽灵摇了头 华夏秦峰要比你想象中的厉害 你不要忘了 当日他可是碾压击败鸿门雷爵 也就是说 即便雷爵发挥出华境初期的实力 也会被他击杀 而这也是我选择闭关修炼的原因 海地文言先是一阵 然后有些疑惑到 首领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华夏秦峰获胜的概率很大 你还在担心什么 柳川仍是一个真正的武学天才 有天赋 肯努力 而且极其自律 他和我一样 一直都在强行压制境界 幽灵皱着眉头说道 如今 他选择挑战华夏武学界 固然有为松井家族和日本学持的原因 但更大的原因在于 他对自己实力有着绝对的信心 换句话说 如今的他 可以和我前不久一样 随时突破华境 也就是日本武学界上的上人境界 而且 真正的战力 会靠于一般的华金出其宗室 这样一来的话 华夏秦峰必败了 海地下意识地说道 秦峰啊秦峰 我为了堂堂振振打败你 这名比你强 已经忍辱负重了这么久 如果你真的死在了柳川仁寿中 那会让我失望 也会成为华夏军方的耻辱 幽灵没有理会海地 而是站起身走到床边 望着遥远的东方 目光中充斥着刻骨铭心的恨意 第四百四十六计 春节来临 举国欢庆 年三十儿前几天 华夏人民如同往常一样 进行着震惊世界的人类迁徙 火车站 机场 科运总站 各种交通枢纽人满为患 屡屡创造 旅客量高峰 年三十儿 万家灯火亮起 各地都洋溢着春节的气息 除了迫不得已坚守工作岗位的人之外 其余的人几乎都回家吃年夜饭 然后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 看春晚聊天 或者是打牌赌钱 当然 这只是普通人家 对于帝王之家的杨家而言 过年是家族人员难得团聚的日子 同样也是召开家族会议的日子 往年 身为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的杨坤 是唯一有资格参加家族会议的 第四代成员 但今年他却失去了这个资格 杨国焘没有让他出席会议 除此之外 杨坤今年也没有做到 长辈所做的煮饭桌吃饭 而是和杨家其他年轻一代坐在一起 杨坤明白 他因为败给秦峰 让杨家家主杨国焘很不满 对他的支持大大减少 这一切也让杨坤很郁闷 当长辈们开会时 他没有留下来与年轻一代聊天 而是直接离开了杨家四合院 在寒冷的冬夜中 漫无目的地走着 来到长安街 来到了红墙大院之外 他停下脚步 抬头看着那代表着权力的紫禁之巅 悄然地握紧拳 眼中充斥着野心 还有无法言喻的恨意 在他看来 如果没有秦峰 如果没有再次败在秦峰手中 导致红顶俱乐部被除名 以他的能力和杨家的鼎力支持 绝对有望冲击紫禁之巅 而且是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那一战他败给了秦峰 试图在了跟头不说 他失去了杨家家主杨国焘的支持 让他在前途上看起来有些惨淡 这让他对秦峰的恨意上升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 恨不得立刻拎把刀去把秦峰乱刀捅死 随后 不等杨坤收回目光 他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在忙吗 是叶子妃的来电 接通电话后 叶子妃率先开口 先是询问杨坤是否方便 作为他的未婚妻 叶子妃很清楚 自己的男人从不如仕途之后 每年都会在大年三十 参加杨家的家族会议 不吗 你说 杨坤说道 杨坤的回答 和流露出的失落 让叶子妃心中一动 瞬间猜到了什么 但没敢提 刚刚接到消息 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要挑战华夏武学界 已经向秦峰下了战书 哦 杨坤一正 原本失落糟糕的心情略有好转 具体怎么回事 根据我所了解的信息是 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柳川人 是松井家族 松井英子的未婚夫 前段时间 秦峰在昆山羞辱松井英子的弟弟等 一干日本车手 乃至整个日本 坑了松井家族 我猜测柳川人此次来华夏挑战秦峰 应该是为了复仇而来 叶子妃说出了自己掌握的信息 然后做出判断 你的意思 那个柳川人 有把握杀了秦峰 杨坤心中一动 是的 根据全球知名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 秦峰胜出的概率不足三成 只要他选择应战 多半会被柳川人击杀 以他的性子 肯定会应战 蹦得越欢 摔得越惨 他的死血 会是我这个春节最好的礼物 我会让人密切关注这件事情 一旦有最新的进展 第一时间跟你说 好 杨坤点点头 然后结束通话 原路返回杨家大院 虽然他目前跌入谷底 而且失了事 但秦峰的下场比他更早 甚至要丧命了 这让他的心情转好起来 与此同时 李家四合院 李雪燕 因为态度坚决地 拒绝了取消婚约的事 并且已要退出李家为威胁 直接惹恼了李家家主李渊广 同样在李家失了处 然而李雪燕 没有像杨坤那样感到失落 反而 他早早回到家中 独自喝着红酒 看着春晚 时不时和秦峰聊上两句 那叫一个惬意 直到他得知 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柳川人 向秦峰下达战书之后 这种状态 才被打破 他没有第一时间 去询问秦峰这件事 而是先动用各种资源和消息渠道 去调查这件事 最后 才拨通秦峰的电话 原本我想着零点再给你打电话的 但是我刚得知了一个特别紧急 重要的事情 你是说日本人要来挑战华夏武学界 并对我下战书的事吧 哦 你已经知道了 也对 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 那只有一种可能 你关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方式 但你没有 我也是刚得知不久 你准备怎么办 依我看 日本人这次来者不善 多半是为了报上次的仇 而那个所谓的日本武学天才 据说已经霸占了暗榜第一 好几年了 武力值很强的 你居然知道暗榜 听到秦峰的话 李许燕心中的担忧 荡然无存 秦峰的关注点不在事件本身 那么表明 完全没有将柳川人的挑战 放在眼中 不要忘了 我现在在国外 而且与各方势力都有交集 消息渠道还是灵通的 知道暗榜 可没有什么稀奇的 心中不再担忧后 李许燕的语气变得轻松起来 我还知道 你名列暗榜第三 不过看上去 你马上要取代暗榜第一了 从内心深处而言 我只想陪陈阿姨好好活年 不想在这个时候迎战 这一战 不单关系到你个人 而且还关系到 整个华夏武协界的荣誉 甚至关系到 华夏人民的尊严 你不可能拒绝挑战的 是的 这一战 我无法拒绝 但这一次挑战 不会像表面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 我已经让人去调查 其中的猫腻了 如果我所料数十的话 不但日本人 要把命留在华夏 东北 也要变天 秦峰沉声说着 眯起眼睛 眼中沙翼凛然 李许燕的脸色一变 二后明白 有人触到了秦峰的眉头 这比挑战的本身更严重 第四百四十七集 因为柳川人 对秦峰下了挑战书 全球武学界 和地下世界沸腾 爱网论坛 也创流量新高 各种议论不断 组组持续了一晚上 然而 直到大年初一 无论是华夏武学界 还是秦峰 都没有对柳川人的挑战 做出任何回应 华夏秦峰 至今未对柳川人的战书 做出回应 他这是怕了吗 华夏秦峰 必然是自知 不是柳川人的对手 于是选择沉默 不敢应战 华夏秦峰 是华夏武学界 年轻一代的王者 他不出生 华夏武学界也不敢回应 他将成为华夏武学界的耻辱 真没有想到 日本武学界 在沉寂几十年之后 凭借柳川人一分战书 便令了华夏武学界失声 这是日本武学界的荣耀 还是华夏武学界的悲哀 为秦峰和华夏武学界的沉默 全球各地的舞者 以及暗网论坛 开始出现这样的声音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声音越来越大 也得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当天中午十二点 一架由日本东京飞来的客机 准时降落在槟城国际机场 由于是初一 旅客很少 但头等舱还是坐满了 准确地说 头等舱被柳川人 北辰海 还有柳川人的四名属下包了 其中 柳川人穿着一件白色和服 搭配着白袜子 脚下是一双木鸡 和服的料子很单薄 不要说是在室外 即便是在机舱中 普通人穿上都会觉得冷 为此 机舱里的空姐和后排的旅客 从柳川人登机后 便一直关注柳川人 暗暗猜测 柳川人到底会不会冷呢 除了服饰奇葩 柳川人更加吸引别人注意的是 他手中的一把刀 刀柄是暗红色的 刀鞘是黑色的 上面绣着图案 顶部有一团绿色 看上去颇为精致 同样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根据柳川人 一行上报的信息 该刀是一件艺术品 所以被允许带上飞机 而此刻 若是有日本舞者 乃至他国的舞者在场 一定会认出 他手中这把刀 鬼丸 国钢 是日本知名的宝刀之一 该刀为太刀 刃长78.2 弯曲度3.2 除了柳川人之外 北辰海和柳川人的四名手下 都穿着黑色武士服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看不出薄厚 远没有他那般吸引人的目光 飞机停稳之后 身处头等舱的柳川人 北辰海六人率先下机 然后在机场大厅 同样引起关注 或者说围观更为撇切一些 甚至有人试图拿出手机拍照 结果被他的四名手下 怒目相瞪 吓得连忙收起手机 因为他们的目光中 蕴含着凌厉的杀意 那杀意是用鲜血堆积出来的 远不是普通人可以接受的 大厅门口 满字镖带着人前来迎接 他穿着一件貂皮大衣 留着光头和山羊湖 像起了当年名镇东北的左山貂 他身材魁梧 长相彪悍 外家身旁有几名手下陪同 吓得同样接机的人们 纷纷像是躲避魔鬼一般 躲得远远的 不敢靠近 柳川少爷 北辰大师 你们好 我是满字镖 王爷让我来接你们 并负责你们在华夏这些天的 所有衣食住行 以及挑战比赛的安排 柳川人等六人走出 满字镖主动带人迎上去 微笑着打招呼 用的是日语 虽然不算纯正 但足以让他们明白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酒店 我们先乘车去酒店吧 华夏情风应战了吗 柳川人语气虽然平淡 但漠视的目光 让人不敢直视 柳川少爷 还没有 身为东北地下世界 明面上的掌舵者 满字镖有着一颗 坚强的大心脏 喜怒 不形于色 他虽然在柳川人身上 感受到了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和刺骨的含义 但是毫不畏惧地迎上他们的目光 轻轻地摇摇头 华夏武学界呢 柳川人问道 华夏武学界也没有出声表态 满字镖再次开口回答 松井家族说 你们这边提议 让柳川少爷下战说 这样一来 那华夏情风势必会应战 为什么 结果不是这样 随着满字镖的话音落下 一名柳川人的手下开了口 语气中充斥着不满 估计是被柳川少爷吓到了 不敢贸然应战 但最终肯定会应战 满字镖对于柳川人手下的态度很不爽 但想到还指望着柳川人击杀秦风 从而救回自己儿子 便没有发作 反而一脸微笑地说道 没关系 他不应战 我便先杀其他人 柳川人冷冷一笑 浑身充斥着可怕的杀意 从明天开始 我将按照华夏武学界 暗境巅峰舞者名单 挨个挑战 一天杀一人 杀得华夏情风 出来应战为止 少爷 华夏情风都不敢应战 其他的暗境巅峰舞者 就更不敢了吧 那名之前开口的柳川人的手下 提醒道 那我杀华景初期的舞者 柳川人脸上的冷笑更浓了 恶然听到柳川人的话 满自彪先是一惊 然后心中狂喜 因为柳川人的话 证实了他的猜测 柳川人有击杀化尽 出其宗室的实力 同时也笑出了他的担忧 秦峰若是迎战 必死无疑 就在满自彪亲自接机 然后带着柳川人等人 前往酒店的同时 身在陈家寨 始终没有出声表态的秦峰 接到了华夏武术协会会长 柳宗胜的电话 小峰 新春快乐 刘宗胜没好意思直奔主题 而是客气的拜年 刘老 新春快乐 秦峰心知肚明 但没有主动提起 而是客道回应 那个小峰啊 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柳川人 要挑战咱们华夏武学界 并且向你下战书的事情 你知道吗 眼看着秦峰穿着明白装糊涂 柳宗胜只好硬着头皮 率先提及此事 如今 全球各地的武学界 都认为华夏武学界怂了 而华夏武学界各大宗师门派 都致电柳宗胜 希望柳宗胜代表华夏武学界表个态 只要柳宗胜表态 各大门派均愿派人应战 在这样的情形下 柳宗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最后扛不住了 这才主动给秦峰打电话 想知道秦峰的态度和选择 然后再做决定 柳老 我知道这是 秦峰不再装傻 很干脆地承认 小峰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或者说 你对这件事的态度是什么 柳宗胜再次开口 他没有摆出武术协会会长 和武学界前辈的架子 也没有用华夏武学界的荣誉 绑架秦峰 而是很尊重地 询问秦峰的态度 放心吧 柳老 我会迎战 但我要在此之前 确认一些事情 秦峰知道柳宗胜想听什么 索性不再拐弯抹角 直接表明了他自己的态度 柳宗胜闻言 常常松了口气 然后主观地认为 秦峰对这一战 并没有把握 想收集柳川忍的详细资料 便开口说道 小峰 我知道 即将到来的这一战 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你没有贸然出生应战 是想详细收集柳川忍的资料 我们对柳川忍关注已久 包括他的成长经历 武功特点 性格分析等等 资料很详细 稍后我让人发给你 刘老 你误会了 我确认的事情 虽然和挑战有关 但不是你所说的这些 秦峰打断了柳宗胜的话 哦 如此说来 你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 柳宗胜心中一动 有些期待地问道 这世上 没有我杀不了的话 竟出其无辙 秦峰间接给出答复 与其平静 但言语间充斥着 无与伦比的自信 柳宗胜彻底傻了眼 等回过神的时候 秦峰已经挂断电话 因为秦峰的手机提示 有一个电话打进来 是龙女的来电 师傅 我按照您的指示 调查了相关事情 基本已经明确了 龙女直奔主题 飞快地说道 第一 柳川人的确和松井家族有关 他是松井英子的未婚夫 而松井英子 是松井熊野的女儿 松井川的姐姐 第二 柳川人突然对您发起挑战 抛开您和松井家族 乃至整个日本的冤仇之外 一切如您所猜测的一样 与满次标有关 满次标曾多次与日本方面联系 并且亲自前往机场接机 第三 满次标虽然表面上 是东北地下世界的龙头 但实则 真正掌控东北地下世界的是齐家 满次标只是一个傀儡 齐家 秦峰赵起没 龙女说的第三条 她并不知情 也没有往这方面想 嗯 齐家曾是满族中的贵族 在满人之中影响力很大 是真正的东北亡 龙女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语气有些复杂 另外 齐家有一个人 跟猛哥有瓜哥 猛子的父亲在齐家 秦峰心中一动 当下猜到了什么 表情一变 甚至连声音都陡然提高 嗯 龙女轻声回应道 猛哥的父亲叫陈荣华 他于二十年前离开陈家站 入坠齐家 娶了齐家家主齐东升的女儿 并且生了一个孩子叫齐舵 这一次 秦峰沉默了 他轻不自禁地握紧双拳 眼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龙女 按照你所说 想借助日本人的手干掉我的士齐家 准确地说 是猛子的父亲陈荣华 而并非满字标 几秒钟后 秦峰再次开口问道 语气低沉得可怕 师父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 当您对满字标的儿子动手后 满字标和齐荣华通过几次电话 龙女开口回应 脸色也有些难看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冷血 阴暗的畜生 龙女 辛苦你了 秦峰说着逛的电话 迅速平复心情 做完这一切 他又拿出手机 拨通骆青柯的电话 罕见地 用了几乎命令的口吻说道 秦峰 以我的名义 向外界传递一个声音 什么 我在陈家寨 给日本人挖好了墓地 欢迎他们来送此 第四百四十八集 我在陈家寨 给日本人挖好了墓地 欢迎他们来送此 当天中午 骆青柯便按照秦峰的提示 以秦峰的名义 向外界出声 回应柳川人的挑战 就当全球武学界 和地下世界认为 秦峰认怂不敢回应的时候 秦峰突然强势回应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甚至用一时机器千层浪来形容 都不为过 原本以为华夏秦峰 当所徒乌归了 却没有想到 他这般强势的回应 华夏秦峰 这是虚张称势 捍卫自己和华夏武学界的尊严 还是真的有把握 战胜柳川人 我认为 华夏秦峰这是在虚张声势 除非他突破化境境界 才有把握击杀柳川人 但他只有24岁 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华夏秦峰 有实力击杀柳川人 毕竟他已经有过 以弱甚强的经历 而且屡次缔造传说 谁敢保证 他这一次就不能缔造传说 谁又能保证 他无法在24岁突破化境 一时间 全球武学界和地下世界炸了锅 议论 护怼的声音落一步去 主要集中在 秦峰是否像回应那般 有实力击杀柳川人 其中 绝大部分人认为 秦峰没有实力 表现得这么强势 只是为了捍卫尊严 也有少部分人看好秦峰 再次创造 以弱胜强的传说 击杀柳川人后 取而代之 霸占暗榜第一的位置 这一切让名不见经传的 陈家寨 被全球武学界 和地下世界瞩目 不少人都想前往 华夏东北 这个不潜儿的小孙寨 亲眼见证 堪称武学界年轻 第一代最强者的争锋 与此同时 下榻槟城 相隔里拉酒店的柳川人 北辰海和柳川人的 四名手下 也在第一时间 得知了回应 狂妄的华夏人 他会为自己的狂妄话语 付出惨痛代价 没错 柳川少爷 势必会强势将他击杀 我真的很想知道 当柳川少爷 强势将那个狂妄的 华夏武者击杀后 华夏武学界 会有怎样的反应 笑笑得越厉害 这名内心越恐惧 我敢保证 柳川少爷 十招之内便可击杀他 不 最多武者 当得知秦峰的强势后 柳川人的四名手下 却是很不爽 聚在一起 发表着各自的看法 与此同时 住在总统套房的柳川人 却很平静 他的表现 让日本武学界赫赫有名的 北辰一刀流掌门 北辰海 很是满意 你没有受到那个狂妄的 华夏武者 言语的影响 我很欣慰 北辰海当面赞扬了柳川人 师父 我肯定不会和一个 注定要死的人 争口舌之力 我会用我的刀 让他永远地闭上嘴巴 柳川人冷冷笑道 到时候 他会成为华夏武学界的耻辱 和全球武学界的笑柄 你的想法很对 北辰海点头 对我而言 他的人头可以当成我 送给英子和岳父大人的礼物 他的意义仅限于此 柳川人一脸狂傲和不屑 否则 他都没有被我下诊书的资格 我可是为了击杀 华夏武学界的画景宗师而来 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北辰海笑着点头 柳川人是他的徒弟 不到三十岁便突破了上任境界 真正战力可以击杀华晋中期宗师 如果柳川人击杀了华夏华晋中期的宗师 势必会震惊全球武学界 成为全球武学界年轻一代天才中最耀眼的那颗星 届时 他这个当师傅的脸上也有光啊 对了 我已经让人调查了 陈家寨距离这里不远 你准备什么时候 去斩杀那个叫秦峰的华夏武者 北辰海又问道 我已经安排人联系那个叫满兹彪的黑老大了 让他安排汽车 下午就出发 柳川人说出了安排 然后哼了一声 哼 我可不想在他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随着柳川人的话音落下 总统套房的房门被人敲响 柳川人站起身 快步走到门口 打开房门 赫然看到一名手下 与一名魁梧的华夏大汉站在门口 魁梧大汉是满子彪的左膀右臂 姓王明雄 曾在大山中击杀过一头熊瞎子 有着堪比明镜后期舞者的实力 强大的武力值 让满子彪对他刮目相看 多次破格提拔 如今 已经是东北地下世界的大佬 若爷 他是满子彪的首相 劝诚负责我们接下来的一切安排 柳川人那名手下 率先开口汇报 柳川少爷 满爷已经告知了我你们的安排 我已经安排好了汽车 随时可以出发前往丹江 王雄也开了口 他用的是日语 听起来有些别讲 但还是能够让柳川人听懂 这里到丹江需要五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从丹江到陈家寨 还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您看是直接前往陈家寨 还是先到丹江休息一晚 明早再去陈家寨 柳川人 不用急于一时 明早再去击杀那个华夏武者 今晚你到地方后好好休息调整一下 不得柳川人回话 北辰海便开口提议道 好的师傅 听您的 让那个华夏武者再多活一晚 柳川人点头 同意了北辰海的意见 他虽然恨不得立刻斩杀秦峰 但也知道周车劳顿之后不易动武 除此之外 若是急于求战的话 容易让心态失衡 无法发挥真正的实力 几秒钟后 柳川人 北辰海等六人便下楼乘车 离开槟城 前往丹江 华夏秦峰 好好享受你生命最后的时光 明早我会前往陈家寨 斩下你的头颅 同一时间 柳川人对外界发声 既在宣布与秦峰比武的时间 同时也在强势回应秦峰之前的言论 随着柳川人的回应传出 那些原本前往陈家寨目睹这一站的外国武者 地下世界情报人员 纷纷放弃了这个打算 时间根本来不及 而包括华夏武学协会会长柳宗盛在内的不少 华夏武学宗师 纷纷赶往陈家寨 准备见证这关于华夏武学界荣誉的一站 与此同时 华夏地下世界也是闻风而动 包括洛清科 西南王贾德纲在内的一些大佬们 纷纷亲自前往陈家寨 而像是南清红 南澳河甲 南港蒋家等等其他一些势力 则是派人前往关站 试图第一时间得到结果 除此之外 包括李雪燕 王阿蒙 叶虎在内 新凤的一些亲朋好友 也是纷纷前往陈家寨 准备观看关系到秦峰生死的比武 这一天 偏远不起眼的陈家寨被世界瞩目 将迎来史上最热闹和最重要的一天 这一切 只因为秦峰将比武地点定在陈家寨 对他而言 击杀柳川人只是第一步 在他的计划中 陈家寨不仅会成为柳川人的墓地 也会成为某些人的噩梦 第449集 大年初二 当远方的天空吐出鱼杜白的时候 秦峰如同往常一样准时醒来 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间 赫然看到厨房亮着灯 陈芳正在厨房里忙碌着 如同秦峰第一天见到他是一样 今天的陈芳 头发依然随意地扎着 穿着那件破旧的花棉袄和棉裤 脚下是一双破旧的黑色棉布鞋 虽然陈静寄给陈芳很多钱 张仙人此次来也给陈芳买了好几身衣服 但陈芳只是试了试 一直没有穿 用他自己的话说 又不出门 穿什么新衣服呀 这是一个朴实贤惠和自强的女人 她不懂大城市的繁华 也不懂贵妇的珠光宝器 只懂干农活 摘草药 洗衣做饭 将儿女抚养成人 望着陈芳那忙碌的身影 想到陈芳华的所作所为 秦峰只觉得心中有些发动 恨不得立刻将陈芳华抓到这里 给陈芳沉静母女二人 磕头认错 风啊 你起来了 陈芳看到秦峰走进来 笑道 馒头最多再有半个小时就出笼了 稀饭也在煮了 你稍微等等就能吃了 阿姨 不急 我就是过来看看 秦峰摇了摇头 我帮你烧火吧 不用不用 我一个人能行 你出去拽你的 一会儿回来吃饭就行 陈芳连忙拒绝 好吧 秦峰闻眼 看到陈芳那坚定的模样 也不强求 转身走出厨房 走出院门 开始沿着陈家寨的土路沉走 片刻之后 秦峰来到村委 周炳权的小洋楼格外眨眼 楼内是一片漆黑 陈狗生和满江二人 都已经离开了 当齐家决定借刀杀人 要借助柳川人之手 击杀秦峰之后 满子彪便给满江打电话 让他偷偷离去 秦峰并不知道具体细节 只知道陈狗生和满江 已经走了 但并不在意 因为他相信 过了今天 陈狗生也好 满江也罢 甚至是满子彪和齐家人 都会屁颠屁颠地 滚到陈家寨 秦峰沿着陈家寨 溜达了一圈 浑身发热 来到村头的一个土坡上 开始练拳 当第一缕朝霞 贯穿东方天际时 秦峰停止练拳 潘西坐在山头 迎着第一缕朝霞 利用那套神秘的呼吸法 进行吐纳 太阳出声 万物出世 阴阳交替 这是一天的冥想吐纳的最佳时迹 几分钟后 当陈灰布满天际时 秦峰停止吐息 您有种要突破的感觉 这段时间的经历 对我的内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起到了洗涤内心 和解开内心枷锁的作用 五道一指得到了提升 水到渠成的要突破花锦了 秦峰喃喃自语 然后强行压制 并没有立刻突破 花锦 这堪称舞者最大的一道天剑 跨过去便成为宗师 登上武学领域的巅峰 受人敬仰 而对暗锦巅峰的舞者而言 突破化锦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做好准备 心无杂念 一股作气 直接突破 否则很有可能会冲击失败 除此之外 有些舞者在突破过程中 还有可能出现走火入魔的情况 最终一身武功丧失 从此沦为废人 对秦峰而言 他即便不突破 也足以击杀柳川人 自然不愿在此比武之前 着急突破 而是准备比武结束之后 调整状态 一鼓作气地跨过画进门槛 秦峰回到陈静家的时候 陈芳已经将稀饭 馒头 咸菜端上饭桌 陈静和张欣然 两人也都起来了 张欣然自从 做出改变的决定之后 就改掉了懒睡的毛病 无论是上学 还是放假期间 每天坚持早起 和陈静一样健身 不过 因为陈家寨的气温 实在太低 张欣然很不适应 过而这几天 都没有陈恋 今天 小日本就要来了 你做好应战的准备了吗 早饭过后 张欣然趁陈芳和陈静去洗碗 收拾厨房的空档 冲秦峰问道 因为怕陈芳担心 秦峰至今没有给陈芳说 教训周涛 满江等人的事 也没有说柳川人要挑战自己的事 同时也让陈静和张欣然 守口如瓶 还需要准备吗 秦峰笑着反问 听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张欣然笑了笑 彻底放下心来 然后去厨房帮忙 九点钟的时候 两辆大巴来到陈家寨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围观 秦峰马上出门 前往村头 他不希望陈芳看到自己生死搏杀的场景 秦峰前脚刚走 张欣然和陈静两人便跟在后面 然而 当秦峰张欣然和陈静三人 尚未来到村子的时候 便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们看到来人 来人总共是39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女人 李雪燕 他穿着一件白色羽绒服 戴着一顶棉帽子和一双黑色手套 踩着一双雪地靴 走在人群的最前方 跟在他后面的是王阿蒙 叶虎和赵德龙 跟在三人后面的 则是其他的35名大院子弟 当初他们因为一个电话 得知秦峰归来 起居东海 再次拧成一股绳 轻心协力地 与红顶俱乐部掰万策 最终让红顶俱乐部除名 让杨家太子杨坤 跌下神坛 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前不久 当秦云山撒手人寰 离开人间 秦峰与秦家长辈决裂 失去秦家的支持时 叶虎曾经提议 过年在燕京大聚一次 得到所有人的积极响应 但被秦峰拒绝了 今天 他们得知秦峰 要与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进行生死决战之后 他们都来了 三十八个人 一个都不少 老大 随着秦峰停下脚步 以王阿蒙夜虎 赵德龙为首的 三十八名大院子弟 纷纷挺直身子 他们再次喊出了 老大两个字 倘若当年 我没有喊他们 是他们主动要来的 随着王阿蒙等人的声音落下 李雪燕开口解释 我和阿蒙在群里说 要来看你和小鬼子比武 其他兄弟姐妹们都要来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了 夜虎也开了口 说出缘由 这里没有好酒好肉 也没有住的地方 秦峰威威一笑 却笑红了眼睛 因为完全被感动充斥 虽然当秦云山离世 他与秦建国等人决裂之后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 当年的兄弟姐妹们 为自己站台 但今天 兄弟姐妹们还是来了 他们担心他的安危 同时用这种方式 告诉他和所有人 即便他失去了秦云山的庇护 失去了秦家的支持 他还是他们的老大 没事老大 等你打败小鬼子 我们都担定是 包下一家酒店给你清宫 王阿猛笑着说道 就是有王总掏钱 还怕没有好酒好肉吗 叶虎笑着附和 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我兄弟家很小 这么多人 别说坐 站都站不下 玩笑过后 秦峰想了想到 这样吧 我们去车上等着 好 对于秦峰的建议 众人都毫无意义 天课之后 当秦峰与李雪燕等人 走到两辆大巴车的时候 一辆路湖揽胜 飞快地驶来 最终停在大巴车前 陈灰下 洛青柯穿着一身黑色长袍 因着宝剑走下汽车 秦峰见状 连忙下车走过去 秦大师 我来观战 看看小鬼子 能在您的手里撑起招 洛青柯说明来意 对秦峰信心十足 外面冷 现在车里等吧 秦峰没有感谢 也没有拒绝 而是好意心灵 洛青柯点点头 钻进汽车 秦峰刚要返回大巴 又一辆路湖揽胜时来 很快 汽车驶到秦峰身边停下 贾德刚将自己 包裹得跟个粽子似的 慢腾腾地走下车 娘的 东北这天气 简直要冻死人呢 贾德刚下车后 一边搓手 一边发着牢骚 然后对秦峰道 小峰啊 大过年的 哥哥特地从西南 赶到天寒地导的东北 看你比武 你可得赢得漂亮一些啊 让我们华夏人 脸上有光啊 贾哥谢谢 秦峰道谢 小峰 你我都不是矫情的人 你不说矫情的话 我也不说 贾德刚文言 收敛笑容 凝视着秦峰 鼻子一句道 我贾德刚欣赏张柏雄的意 更欣赏你的重情重义 很多人都认为你这次要栽 但我贾胖子不信 所以我来了 我要看你比武 然后给那些有眼无珠的人 一记无声的耳光 贾哥有心了 秦峰拱手 然后又看到一辆 考斯特面包车时来 对贾德刚道 贾哥 天气冷 你去车里等着吧 好 贾德刚知道 今天要来的人很多 秦峰要招呼的人也不少 于是 不再耽误秦峰的时间 半分钟 那辆考斯特面包车 在前方停了下来 身为华夏武术协会会长的 柳宗胜坐下车 他在少林主持 功名大师 武当掌门张田师 八卦掌门赵无道 东北最大武学门派 少北全掌门 及东龙省武术协会会长的 陪同下 一同朝秦峰走来 夏丰 我跟诸位大师 来给你诸位 很快的 异性人在秦峰面前停下脚 柳宗胜笑着说道 谢谢刘会长和诸位大师 夏丰啊 谢就不必了 这一战 关系到整个 华夏武学界的荣誉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柳宗胜摆了摆手 受脸笑容 一字一句道 而你要做的是 全力以赴的应战 让那个柳传人有来无回 告诉日本 乃至全球武学界 华夏武学界 不可辱 我已经给他挖好了目的 秦峰说着 将目光投向前方 前方又有车来了 前后总共十几辆车 盛世浩大 为首的一辆车中 日本武学第一天才柳川人 与其师父北尘海 坐在后排 握着日本神刀之一的 鬼丸国刚 望着前方的秦峰 眼中杀机有动 比武尚未开始 他便杀意爆棚 第四百五十几 与此同时 无论是柳宗胜等人 还是坐在大巴车里的 李雪燕等人 或者是坐在 陆湖懒胜里的 骆青柯和贾德纲 不愿而同地将目光 投向前方 注视着 十几辆汽车 朝着陈家寨的村口 驶来 除此之外 那些围观秦峰等人的 陈家寨村民们 也是看着前方 驶来的车队 心中完全被一个 疑惑充斥 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外人 来到陈家寨 随后 在住人的注视中 车队后面的汽车 先后加速超车 超越了柳川人 北辰海等六人乘坐的 两辆丰田商务车 他们之中 有来自各地的 地下世界成员 也有来自各地 武学门派的成员 他们都知道 柳川人住在丹江 过而先赶到酒店 等柳川人等人 出发之后才出发 这样避免早遭到 陈家寨后白等 而此后 他们与柳川人 一起到了陈家寨 也看到了秦峰 自然要与柳川人分开 从而告诉众人 他们和柳川人等人 没有关系 只是纯来观战的 随后 一辆又一辆汽车 停在前方 来自各地的 地下世界成员 和武者们 纷纷走下车 走向了秦峰等人 所站的地方 与此同时 李雪燕带着 王阿蒙 叶虎 赵德龙等 大院弟子下车 贾德纲和洛青柯 也纷纷走下车 他们不愿而同地 站在秦峰的身后 与秦峰一同等待着 柳川人的到来 闹出这么大阵势 这些人都是来见证 他被杀的吗 前方的丰田 埃尔法商务车 缓缓减速 靠边停车 坐在后排的柳川人 看到秦峰身后 站了这么多人 忍不住冷笑起来 他以终人的实力 击杀了突破上人的 鸿门雷爵 缔造了武学界的传奇 成为华夏武学界 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而且这一战关系到 华夏武学界的荣誉 关注度自然不低 北尘海同样看着秦峰 目光挨个儿 从柳宗盛的人身上扫过 你没看到 华夏武学界的巨头 几乎都来了吗 除此之外 还有你要挑战的 华锦宗师之一的 华夏烧北群掌门也在 那正好省事了 免得我还要去找他 今天一起把他们宰了 想必到时候 那几个华夏武学界巨头的表情 一定会很精彩 柳川人脸上冷笑更浓 他此次来华夏 除了要击杀秦峰之外 还要突破上任 然后击杀华夏武学界的 华锦中期宗师 彻底羞辱华夏武学界 那是肯定的 北尘海点头 一脸期待 恨不得比武立刻开始 柳川少爷 北尘大使 我就不下去了 汽车挺稳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王雄开了口 他按照满字标的命令 带着柳川人等人来到这里 却不想下车 因为他怕 他怕被当成勾结日本人的汉奸 那你在车上等着接我们 时间不会很久 比武很快就会结束 柳川人冷冷地说道 与此同时 一名柳川人的手下 从后面那辆丰田阿尔法中走下 快步走到柳川人等人乘坐的阿尔法旁边 拉开车门 弯腰站在一旁 迎接柳川人和北尘海下车 柳川人率先拎着宝刀 回完国刚下车 与北尘海一同带着四名手下 静止朝着秦峰走去 他在行走的过程中 目光死死地锁定秦峰 眼中只有秦峰一人 完全将其他人当成空气 眼看柳川人北尘海六人走向秦峰 所有人都知道 比武马上又开始了 不少人纷纷拿出手机 开始拍摄视频 更有人直接进行现场直播 很快 在众人的注视中 柳川人北尘海等六人 走到了秦峰的对面 距离秦峰三米的地方站定 其中 柳川人目光如刀一般锁定着秦峰 那感觉 无论秦峰逃到天涯海角 也要将秦峰击杀 而身为日本武学界的知名人物 北尘一刀柳掌门的北尘海 则是对着柳宗盛几人打招呼 柳会长 空明大士 长大士 赵大士 我们又见面了 他用的是纯正的中文 他曾经多次来到华夏历练 不但懂中文 而且对华夏武学是极为了解 他也见过柳宗盛的人 北尘大士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徒弟 柳宗盛不冷不热地回应 看似在赞誉柳川人 实则在讽刺柳川人挑衅华夏武学界 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行为 北尘海听出了弦外之音 但却选择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再废话 直奔主题 柳大士 我徒弟柳川人 向华夏清风下了生死战书 华夏清风选择应战 接下来 两人将在这里比武 生死各有甜蜜 还望诸位大师 遵守武师道的精神 不要插手两人的比武 这个规矩 华夏武学界还是懂的 柳宗盛面无表情地回应 既然双方没有疑问了 那就开始吧 这一次 不等北尘海再说什么 柳川人开了口 他一副迫不及待地看着秦风 用日语说道 华夏清风 比武场地是在这里吗 柳川少爷说 随着柳川人的话音落下 一名柳川人的手下 要将柳川人的话翻译成中文 然而 不等后面的话说出口 秦风眯起眼睛 盯着柳川人直接打断 你这是急着送死吗 送死 或许是没有想到秦风会说日语 柳川人先是一正 而后怒急返笑道 我是想快点杀了你 然后在这里突破上任 斩杀少比拳掌门 乔武斗 我相信 身为上任中期境界的乔武斗大师 一定不会当缩头乌龟 对吧 花音落下 柳川人则是将目光投向翻译 听到柳川人翻译的话语 无论是身为华夏武学界代表的少林枯明大师 武当张田师 八卦门赵无道 还是洛青柯和贾德纲 甚至是那些来自各地的地下世界的成员和舞者 他们的脸色通通都变了 他们都知道 画景和暗镜的区别 天壤之变 他们虽然怀疑过柳川人可以缔造传说 在三十岁以下突破上任 但听到柳川人亲口说出来 还是被惊到了 何况按照柳川人所说 他在突破后就有把握 越击斩杀化尽中期的 少北拳掌门乔武斗 看来这一战 新风凶多吉少啊 除非他能在柳川人 突破上任之前结束比武 击杀柳川人 惊讶变色的同时 包括空明大师 武当张天师和八卦掌门赵无道在内 他们心中都如是想着 而柳宗盛和李雪燕 陈静张信然和王阿蒙等人 都没有变色 前者听秦峰说过 可以杀世间一切画尽初期的舞者 即便是柳川人突破伤人 也无济于事 至于李雪燕等人 他们对于秦峰有着莫名的信任 坚信秦峰不会败 狂妄 与此同时 邵北拳掌门乔武斗 脸色一变 愤怒地盯着柳川人 身为邵北拳的掌门 画锦中期宗师 他在华夏乃至全球武学界 都有一席之地 此刻听到柳川人当面挑衅 扬扬要斩杀他 哪里能忍啊 乔大使 何必要跟一个将死之人生气呢 秦峰对着乔武斗微微一笑 用一种看向死人的目光 看着柳川人 你最好现在就突破上人境界 否则 你可能连出手的机会都不会有 第四百五十一集 恶然听到秦峰的话 除了柳宗盛和李雪燕 陈静 张欣然 以及王阿蒙等大院弟子之外 其他人全部呆住了 如果说之前柳川人的话 只是让他们感到惊讶的话 那么此刻秦峰的话 彻底让他们震惊了 一直以来 外界都在流传 柳川人其实很早之前 便能够打破魔咒 突破上人境界 缔造武学界的传说 但他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 一直强行压制 不让自己突破 让自己将中人境界 修炼到了极致 而刚才 柳川人说出的那句话 足以证明 他不但有绝对的把握突破上人 而且可以在突破后 立刻动用上人力量 甚至可以做到越级挑战 这一切 让包括少林主持 空明大师 武当掌门张天石 八卦门赵无道 在内很多人都认为 秦峰是凶多吉少了 唯有在柳川人突破之前 击杀他 才有机会获胜 结果 秦峰非但没有打算 趁着柳川人突破前动手 反而要让柳川人突破之后 再比武 这给他们带去的震撼 何想而知啊 震撼的不光是他们 还有北尘海和那名 懂中文的柳川人的手下 除此之外 因为很多人都是 拿着手机进行直播 这一幕也被上传到网上 被许许多多 关注这一战的 全球地下世界成员和舞者 看到了 他们心中的震撼 完全不比现场的人少 如果柳川人 所说的事实时 京风凭什么如此狂悟 震撼之余 无论是现场的人 还是网上关注的人 心中完全被这样一个 疑惑所占据 如果柳川人说的是事实 那秦峰凭什么这么狂妄啊 他说什么 与此同时 柳川人察觉到不对劲 一脸冰冷地 问向旁边的翻译 柳 柳川少爷 他说 柳川人那名手下 还没有从秦峰 带给他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 突然听到柳川人的询问 先是一正 而后 犹豫了一下 还是原原本本地 将秦峰的话转达 只是表情有些恐惧 声音有些发颤 生怕柳川人 迁怒于他 杀你还用突破 上任境界 这是我听到 最可笑的一句话 尔盘想起手下的翻译 柳川人再次怒急返校 但身上的杀意更加恐怖 秦峰不再废话 脚下一晃 瞬间掠出人群 三下五除二 登上了村口前方的 一个小山坡 同境界一战 空手对决 十招之内 杀你 看到这一幕 柳川人明白 秦峰要在山坡上比武 便将手中的宝刀 鬼丸国纲 递给师父北辰海 然后脚下一蹬 脚脚点地 如同离弦的剑一般 掠上山坡 与秦峰相距十米而站 冷冷道 话音落下 一股可怕的杀意 宛如火山一般爆发 从他的身上涌现 杀意如刀一般 锁定秦峰 不得不说 身为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柳川人在武学领域的造诣很高 他在瞬间 便进入了许多舞者 梦寐以求的 望我境界 眼中只有秦峰一人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斩杀秦峰 回应他的 是一道破空声 声响人线 秦峰脚下一灯 肉身的力量和暗劲迸发 整个人弹射而出 仿佛缩地成翠一般 十米距离 眨眼击倒 这一刻 除了柳宗盛空明大师 张天师赵武道 乔武斗和北辰海之外 其他人完全看不清他的身影 这一幕 让柳宗盛空明大师赵武道 三人心中很惊讶 他们都曾经目睹过秦峰 与雷爵交战 对秦峰的实力 是有了解的 而此时此刻 通过速度来看 他们发现 秦峰的实力 又有精进 是的 他的实力 确实有提升 当日 踏战雷爵 多少是有想借助雷爵一战 刺激自己 突破化尽的念头在里面 或而保留实力 直到雷爵 突破化尽之后 才拿出真正的实力 一招击败雷爵 而前不久 他认清了自己 知道自己迟迟无法突破 化尽境界 是因为自己的尽和气 已经超越了极限 乃至连化尽初期的宗师 都比不上 但神 即五道意志 未超越极限 无法与尽其匹配 而这段时间的经历 尤其是秦山的离世 让他的内心 遭受到了一次重创 也是一次洗礼 让他彻底解除了心中的枷锁 磨练他的五道意志 实力也在不知不觉间 提升了 今天早晨 他在迎着第一缕招侠的时候 察觉到自己要突破 只是强行压制下去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他不必再借助于柳川人的一战 刺激自己 于是不再隐藏实力 他要做到 如之前所说那样 如果柳川人不突破伤人 他便要打得柳川人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柳宗盛等几名武学宗师 惊讶的同时 柳川人心中 涌现出危险的感觉 浑身紧绷 毛孔封闭 暗尽有动 已不变有万变 就在这时 破空声再次响起 秦峰宛如鬼魅一般 凭空出现在柳川人身前 抡起右手 顺势一巴掌 抽向柳川人 这一巴掌 秦峰没有动用那套神秘的呼吸法 也没有动用任何武技 只是单纯的一巴掌 但蕴含着可怕的肉身力量和暗劲 威力绝伦 该死 面对秦峰如此侮辱人的攻击方式 柳川人心中怒骂 左臂竖起 护主面门和头部 同时右手抡起 划手为刀 准备在抵挡秦峰这一巴掌的同时 一记手刀 斩杀秦峰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旋即 闷响传出 秦峰一巴掌 抽在柳川人的手臂上 暗尽瞬间迸发 宛如两把武器撞在一起 碰撞过后 柳川人只觉得手臂 像是被一把巨大的铁锤砸中一般 发麻 生疼 可怕的反振力 通过手臂传扁全身 令得体内的气血 一阵翻涌 双脚无法站稳 身子摇晃 根本无法斩出手刀 与此同时 破空声再响 秦峰又甩出一巴掌 依旧是右手 依旧抽象柳川人的左脸 依旧没有动用任何的武器 但速度快如闪电 完全不给柳川人闪躲的机会 柳川人借战斗本能 再次调动按进 聚集左臂 进行抵挡 砰的一声 闷响再次响起 秦峰再次抽中柳川人的左臂 这一次 柳川人的左臂虎口裂开 鲜血横流 可怕的反振力 令得他双脚离地 横飞而出 直接飞下山坡 两巴掌 秦峰在没有动用神秘呼吸法 和武器的前提下 直接将柳川人抽下山坡 这个结果 惊得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 也惊得网上所有观看 这一站直播的 地下世界成员和舞者们 傻了眼 尚且连外人都如此 何况当事人柳川人啊 柳川人身子在空中一个翻滚 然后落在山坡下方 脚下地面开裂 留下两个深深的脚印 手腕的鲜血 洒落在他的白色武士服上 鲜艳刺眼 陈徽下 他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地 盯着山头上的秦峰 那感觉仿佛在问 你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啊 就你这种垃圾 也敢挑战华夏武学界 山头上 秦峰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目光中充斥着不屑 这一战 他不但要斩杀柳川人 还要打得他 怀疑人生 第四百五十二集 山丘之上 秦峰那不顾一气的姿态 强使而侮辱的话语 被现场观战的人们 都看自眼中 听在耳中 同时也通过影像和声音 上传到网络 像是在网络上 投入了一颗重磅炸弹 立得网络上 炸开了锅 天哪 柳川人不是暗榜第一吗 他怎么会被华夏秦峰 两巴掌之间 冲下了山坡 所谓的暗榜第一 在华夏秦峰面前 如此不堪一击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谁能告诉我 华夏秦峰到底有多强 难道 他已经突破战神化尽了吗 一时间 在网络上 关注这一战的人们 无论是武者 还是地下世界成员 都惊呼不已 尚且连他们都如此 何况现场的人呢 老大为我 两辆大巴车前 蛙猛挥动着肉糊糊的拳头 兴奋的大吼大叫 感觉仿佛刚才那两巴掌 将日本武学技天才 第一抽飞的是自己一般 老大为我 蛙猛这一带头 夜虎赵龙等大院弟子 也纷纷开口呐喊欢呼 干死小鬼子 与此同时 陈家寨的村民们 也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纷纷振臂大吼 在上个世纪那场战争中 陈家寨曾遭日军攻击 村民死伤惨重 四处逃命 堪称灾难 这一切让陈家寨的村民 对日本人十分仇恨 如今看到秦峰两巴掌 抽飞日本武士 怎么能不激动不兴奋呢 少年主持空明大师 武当派掌门张天使八卦门 掌门赵无情和少北权掌门 乔武斗 虽然没有像王阿盟等人那样欢呼 但在震惊过后 纷纷在心中惊叹秦峰的实力之强 同时也升起了一股自豪感 因为秦峰是华夏的舞者 是华夏武学界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 这一战 秦峰既是为自己 也是为华夏武学二战 不光是他们 就连柳宗盛也是惊讶自豪 虽然秦峰已经向他透了地儿 但是看到秦峰如此强势的抽飞柳川人 身为华夏武术协会会长的他 依然是难掩心中激动 另一边 贾德纲也是激动的直措手 而洛清科激动之余 则是一脸崇拜的看着秦峰 张显然沉浸两人的手紧紧拉在一起 小脸上充斥着激动和兴奋 唯有李雪燕一脸平静 他站在人群最前方 用一种欣赏的目光 看着山顶上 那个值得自己堵上一辈子的男人 就像在欣赏一场演出 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忧 就在王阿盟等大院弟子和陈家寨的村民们 激动欢呼的同时 北辰海和柳川人的四名手下 脸色都不好看 原本他们以为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 却没有想到比武刚开始 柳川人便遭到当头一棒 被秦峰用极具羞辱的方式抽下山头 不过 他们想到柳川人还没有发挥真正的实力 甚至连宝刀鬼玩国钢都未曾动用 他们又镇定下来 你以为你赢定了吗 比武才刚开始 与此同时 柳川人气得面部肌肉有些扭曲 他愤怒而恶毒地盯着秦峰 一字一句地说道 师父 拿刀来 话音落下 他对着北辰海大吼一声 苏的一声 北辰海手腕一抖 鬼玩国钢画足一道黑影射向柳川人 柳川人大手一挥 稳稳地接住刀 身上的杀意更加恐怖 他从小到大修炼的都是刀法 对他而言 刀是第二生命 就如同枪队战士一样 有刀和无刀 实力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喂 小日本 你他妈不说空手对决 十招之内击杀我老大吗 怎么他妈的开始用刀了 你还他妈的要脸吗 看到这一幕 蛙蒙蛮是嘲讽的大喊起来 用的是日语 耳畔想起蛙蒙的话 无论是北辰海和柳川人的四名手下 还是柳川人自己脸色都不好看 柳川人之前说出大话 此刻要用宝刀鬼玩国钢 等于是自打耳光 我说过 如果你不突破上任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说到做到 就在这时 秦峰再次开口 他看到柳川人手握鬼玩国钢之后 没有丝毫畏惧 也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凝重 而是如同之前一样 强势而不屑 话音落下 秦峰脚下一弹 肉身力量和暗锦 集中于脚下爆发 借着反弹之力 再次掠向柳川人 速度快若闪电 他再次主动出击 完全不打算 给柳川人出手的机会 柳川人正因为 王阿猛的话而恼火 尚未进入望望和对敌状态 便察觉到了 自己被一股冷冽的杀意锁定 进风呼啸 一道黑影扑面而来 速度之快 让他无法拔刀 甚至无法闪躲 人道长道 秦峰瞬间杀到 右手一抡 又是一巴掌 抽向柳川人 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滋味 让柳川人近乎抓狂 然而 抓狂归抓狂 愤怒中的他 保持冷静 左臂再次竖起 抵挡秦峰抽过来的巴掌 握着宝刀的右手 手腕一抖 宝刀顺势一次 刺向秦峰 继手有功 柳川人一刀刺出 刀鞘滑落 射向秦峰 露出半截刀柄 寒光闪烁 刺人眼睛 下一刻 闷响传出 秦峰一巴掌 抽中柳川人的左臂 令得柳川人的左臂弯曲 身子晃动 与此同时 秦峰的左手 瞬间挥出 如同探囊曲雾一般 抓住刺骨来的鬼丸国刚 用力一按 直接将刀鞘按了下去 森白泛红的刀刃 重新冒入刀鞘 发出枪的一声脆响 一击得手 秦峰不坐停留 右脚肩步上前 双脚发力 扭腰抖晃 浑身紧绷如弓 右肩抖然撞向柳川人 发力于脚跟 行于腰脊 抱于肩头 晃膀撞天倒 跺脚振九周 动如崩弓 发若炸雷 八级拳 贴山靠 这一刻 秦峰动用武技 而且是八级拳的绝学 贴山靠 半以醒气 以使利益相合 内外合一 这一撞 若是撞中柳川人 可怕的暗劲 会如同大海的波涛一样 连绵不断 一浪高过一浪 直透体内 伤及五脏六腹 让柳川人 似翻江倒海般的难以忍受 遭受内伤 柳川人心头一紧 知道这一撞的威力 不敢硬扛 几乎是凭借战斗本能 猛地退步 抽身 惊险地躲过这一撞 与此同时 伴随着一声催响 宝刀猛然出鞘 柳川人手握刀柄 却来不及出刀 秦峰手持刀鞘 猛然一挥 宛如一挤鞭子 迅猛地 抽向柳川人的手腕 这一击 秦峰与之前的铁山靠 无缝衔接 可谓是快之右快 完全出乎了柳川人的预料 啪的一声催响 秦峰用刀鞘 抽中柳川人的手腕 令得柳川人的手腕 剧烈一通 皮沾肉开 血肉模糊 锋利的鬼弯国钢宝刀 瞬间从手中脱落 柳川人脸色大扁 强忍疼痛 顺势要抓取落地的宝刀 就在这时 秦峰手腕一抖 手中的刀鞘 呼啸而出 宛如一道黑色光芒 射向柳川人 柳川人脸色发白 不敢再去抓掉落的宝刀 而是身子猛然厚仰 几乎成四十五度角 做出了一个类似 华夏武学的 金刚铁板桥的姿势 黑色刀鞘 几乎是擦着他的面门 呼啸而过 令得他几乎屏住呼吸 旋即 柳川人不等秦峰再次动手 顺势一个后攻番 落地之后 借着反弹之力 抽身暴退 在地面上 留下了数个清晰的脚印 与此同时 鬼丸国刚 摔在硬邦邦的地面上 发出一声脆响 那声音 宛如魔鬼的嚎叫 袭击着柳川人的心神 那声音 更像是一记耳光 抽在了他的脸上 柳川人站在那里 望着落地的宝刀 一脸茫然 丢刀 这是刀客最大的尸入 这一刻 他简直被钦锋打得 怀疑人生了 第453集 陈辉此眼 柳川人宛如木桩一般 站在雪地中 迎着陈辉 望着秦峰的身影 感到那么的不真实 他早已将暗禁炼至极致 是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暗榜第一强者 更是达破魔咒 在三十岁之前 突破了上任境界 他自认为自己 才是真正的上任之下无敌 甚至可以以中人的境界 击败上任 然而此刻 面对只是相当于 中人境界的秦峰 他先是被巴掌抽飞羞辱 然后被秦峰 打掉了手中的宝刀 这一切 对他的打击难以想象 以至于他的脸上 在无半点之前的狂妄嚣张 有的只是茫然不解 这 这他们怎么可能啊 老大威武 老大无敌 小鬼子 就你这屌样 也想挑战华夏武学界 滚回去吃奶去吧 他滚不回去了 老大已经给他挖好了墓地 早点安葬早日投胎 下辈子 记得做人低调点 不要这么嚣张 尤其是面对你华夏爷爷的时候 乖顺一些 仿佛为了回应他似的 挖猛等人再次欢呼起来 感觉比大冬天吃了火锅 还要爽 简直爽到了骨子里 真的难以相信 暗尽巅峰的他 竟然拥有这般战力 是啊 哪怕是画尽初期的宗师清智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在挖猛等人欢呼的同时 邵北拳掌门 乔武斗 忍不住惊叹 另得一旁的八卦门掌门 赵无道附和 柳宗盛 空明大使和张天使三人 虽然未开口 但也同时表示赞同 秦峰所展现出来的战力 完全惊到他们了 他们自认为 若是时光回溯 回到他们 暗尽巅峰的时候 也绝对不是秦峰的对手 甚至都没有把握 可以战胜柳川忍 怎么会这样 与此同时 柳川忍的四名手下 不约儿童的喃喃自语 像是在问着彼此 又像是在扪心自问 这一刻 他们统统傻了眼 他们都是柳川家族 收养培养的武者 见证了柳川忍的成长 见证了他在日本武学界 年轻一代无敌 见证了他登顶暗榜名震全球 而今天 他们也见证了柳川忍 被人打到怀疑人生 武道一纸崩塌 这带给他们的震撼 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如果不是阿尔盘传来 王阿蒙等人 震耳欲聋的喊声 他们甚至有种 身处梦境的感觉 柳川忍 他已经将终人 修炼到了 超越极限的地步 所以 才会轻松击败你 这时 北尘海开了口 身为日本武学界的知名宗师之一 他一生习武 研究武学领域 眼力很高 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联盟大声提醒 不要灰心 更不要怀疑你的实力 突破商人境界 击杀他 你是全球武学界 年轻一代 第一个突破商人的 尽信 你自己无敌于年轻一代 超越极限吗 刘传人如梦惊醒 表情不在恍惚 而是逐渐冷静 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武道意志 和无敌之心 不得不说 你的强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可以将终人境界 修炼到超越极限的地步 这一点 就连我都没有做到 放眼全球除了你之外 也不会有其他人做到 这是你的骄傲 也是狂妄的资本 刘传人冷冷地盯着 山头上的秦峰 一字一句道 但是 你的演出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 你不会再有任何机会 小枫啊 他要突破商人境界了 保险起见 不要给他突破的机会 直接将他扼杀 结束比赛 少北拳掌门 乔武斗开了口 他虽然对秦峰 展现出的战力很惊讶 但他也知道 话题和暗尽的区别 担心柳川人突破上任之后 秦峰会不敌 那样一来 可谓是大义士惊中 得不偿失 是啊 小枫 乔大师说的在理 对于小鬼子 不用讲什么仁义道德 早杀早了事 让他早死鸟朝天 贾德纲也开了口 他也担心柳川人突破上任后 形势会发生变化 乔大师 贾哥 多谢关心 我心里有数 战头之上 秦峰先是拱手 对乔武斗和贾德纲道谢 然后居高临下地 看着柳川人 依然是一脸的不屑 不就是要突破上任境界吗 我一开始就给过你机会 现在依然可以给你机会 等你突破了上任境界 我再打得你五道一致崩塌 彻底怀疑人生 然后让你在绝望中死去 愚蠢的家伙 你以为我突破上任境界后 会和当初的鸿门雷厥一样 听到秦峰强势而侮辱的话 刘川人怒急返向 等我突破上任境界 你会发现你是多么的弱小 你的废话太多了 不要考验我的耐心 秦峰冷声回应 柳川人闻言 生怕秦峰改变主意 不再废话 直接当众闭上眼 静心宁神 要当众突破上任境界 北辰海一直浑身紧绷 做好随时出手营救的准备 看到秦峰没有趁着他 突破的时候出手 暗中松了口气 同时冷笑 认为秦峰这是在找死 北辰海身边 柳川人的四名手下 同样一脸冷笑 在他们看来 只要柳川人突破上任 势必会轻松击杀秦峰 华夏秦峰太大了 如果换作我是他 肯定会立即将柳川人击杀 不再给柳川人 不再给柳川人 与柳川人 与柳川人的击杀秦峰 他会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 最终惨死在柳川人手中 没错 按照北辰海所说 华夏秦峰虽然将暗境 修炼到了超越极限的地步 但柳川人也修炼到了极限 而他压制中人境界那么多年 若是突破 很有可能会发挥出 上任初期的全部势力 否则也不会在比武之前 说出要挑战 击杀华夏 邵比拳宗师的话 现场的观众 都和秦峰一样 忍着柳川人突破 而网络上不少舞者 地下世界的成员 纷纷对秦峰的决定 发表看法 认为这是一个 自大而愚蠢的决定 好在他太自大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 无论是身在 丹江五星级酒店里的满字标 还是身在齐家庄园的 齐东升和齐荣华 他们都在密切地关注这一战 他们之前都被秦峰 所展现出来的战力 而惊骇到了 同时也对比武的局势 感到担忧 一旦柳川人落败 他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以秦峰的情势风格 绝对不会轻松饶过他们 而此刻 秦峰自大的让柳川人 突破上任境界 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因为 他们和网络上那些舞者 地下世界成员一样 认为等柳川人突破上任之后 秦峰将再无机会杀死柳川人 相反 势必会被击杀 约末半分钟后 在现场观战众人和网络上那些舞者地下成员的注视中 柳川人陡然睁开双眼 目光如电 眼神骇人 让人不敢直视 与此同时 他体内的气血翻腾 一股远比之前强大而可怕的气息在他身上涌现 以他的身体为原心 朝四周弥漫 他成功地突破了上任境界 刘川人再一次开口 脉入上任境界的他心中充斥着无敌的信念 脸上一再露出狂妄到不可一世的姿态 望向秦峰的目光充满了不屑和戏怒 上来 临死 山头之上 秦峰开了口 只有寥寥四字 第四百五十四季 柳川人都突破上任了 华夏秦峰凭什么还敢这么强势 而盼想起秦峰的话 望着秦峰那强势的姿态 无论是现场观战的北辰海 以及柳川人的四名手下 还是网上那些关注这一战的舞者和地下世界成员 他们军事一正 心中完全被这样一个疑惑所充斥 这柳川人都突破上任了 华夏秦峰凭什么还敢这么强势 与此同时 无论是柳宗盛的华夏舞学宗师 还是秦峰的亲朋好友 甚至是陈家寨的村民 在秦峰喊出那四个字后 心中都莫名的有一种热血澎湃的感觉 要死的人是你 柳川人表情猙獰 怒吼一声 脚下一晃 急速掠向山坡 一直以来 他都在强行压制境界 不但将中人境界练到极致 而且突破上任之后 可以做到无缝衔接 完全发挥出上任的实力 此刻 他体内气血旺盛 气势攀升至巅峰 战役和沙役爆棚 宛如一把出鞘的宝刀 给人一种锋利的感觉 而随着他成功突破上任 肉身力量和内进品质 都有了质的飞跃 速度明显比之前更快了 比之前秦峰的速度也毫不逊色 山头之上 秦峰覆手而立 宛如一把钢枪一般 暗中催动着那套神秘的呼吸法 体内的气与劲 完美的结合 状态已经调整到最佳 准备动用最强实力 击杀流传人 死 掠上山坡之后 流传人没有去捡落地的跑刀 而是迅速扑向秦峰 划手为刀 斩出一记手刀 流传人一出手 便是北陈一刀流中有名的批斩 之前 他不但毫无出手机会 而且被秦峰打得宝刀脱手 实在是今生最大的耻辱 此刻 他突破到上任 不但要主动攻法 而且要空手击杀秦峰 细刷耻辱 流传人一记手刀斩出 划进在手掌涌动 直接将空气切开了一道口子 宛如卷起一股刀锋 灵力的刀锋 扑面扫向秦峰 但根本无法接近秦峰的身体 直接被震开 发出了一阵密集的琵琶声 流传人的手刀 如风而至 劈向秦峰面门 这一刻 流传人虽然用的是手刀 但手掌布满了暗尽 比普通人真正劈出一刀 还要恐怖 不要说是血肉之躯 哪怕是一块岩石 也能劈成粉碎 秦峰不闪不躲 体内气血瞬间沸腾 暗尽疯狂有之有拳 一拳轰向扑面 斩来的手刀 炮拳 这一拳 他动用了行义拳中 五行拳的炮拳 五行拳 是行义拳最基本的拳法 包括 劈拳 钻拳 崩拳 炮拳 横拳 是以华夏传统文化的 五行学说来命名的拳术 以五行学说 结合拳式 把拳式招法 扇凡就剑 再结合人体中医理论 所说的拳理和攻防技法 炮拳熟火 刚进猛烈 气势逼人 是五行拳中 最为凶猛的拳法 针尖对脉盲 他要和柳川仁 硬碰硬 眼看秦峰 竟然要硬碰硬 柳川仁脸上露出了 残忍而讥讽的笑容 那感觉仿佛已经看到了 秦峰被自己一记手刀 劈碎拳头的一幕 然而很快他脸上的笑容 便凝固了 砰的一声 随着一声闷响 秦峰的右拳 狠狠地砸中了柳川仁的手刀 双方内紧迸发 剧烈地碰撞抵消 而后迅速分开 柳川仁右手一阵升腾发马 恐怖的力道 震得他连续后退三步 每一步都势打力尘 将地面踩得裂开 留下清晰的脚印 体内气血一阵翻涌 而秦峰则是双脚如钉子一般钉在地上 脚下踩了一个深深的脚印 脚面抹入地面 整个人纹丝不动 你明明这是中人境界 怎么可能这么强 难道你用的是 某种强大秘法武器 柳川仁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 嚣张狂妄的表情也被震惊取代 他瞪大眼睛 看着依然站在原地的秦峰 无法接受自己在突破上人境界后 与秦峰硬碰硬 落入下风这个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 柳川仁的猜测也不算错 一方面 形一拳是华夏武学界最知名的拳法之一 博大精深 修炼到极致威力绝伦 另一方面秦峰从小修炼那套神秘的呼吸法 催动呼吸之后 内进与气完美结合 远非其他舞者可比 华夏武学博大精深 岂是你能懂的 秦峰自然不会解释这些 他抱和一声 转手为弓 脚下一弹 直扑向柳川仁 纵跳一扑 脱宝称熊 虎扑 这一刻秦峰动用的是 形艺拳中以刚梦著称的虎形 整个人如同一头猛虎扑向猎物 虎形一步仗舞 几乎是瞬间 秦峰便扑杀到了柳川仁的身前 浑身力量从臀向上踢 自背上达于顶 由顶而下注于两臂双手 双手成爪状 挽入一对胡爪 抓向柳川仁 柳川仁如梦惊醒 有了刚才的教训后 他不敢仓促硬拼 而是脚下一晃 臭神暴退 躲开秦峰这一抓 一记不中 秦峰不作停留 趁热打铁 摇身一变 如同一条出海的狂龙 迅速的追击柳川仁 龙形 风从虎 云从龙 龙形与虎形 是行艺拳中 最为强大的两种行艺 一前一后 一生一降 轮回相接 是整个行艺拳的精髓 而行艺拳则强调 敢打必胜 有往直前的战斗意识 主张快速突然 以我为主 交手时 先发制人 称其无备而攻之 出其不意而机之 这一刻 秦峰从虎形 变成龙形追击 不但展现了 行艺拳的精髓 而且也将行艺拳的战术思想 展现得淋漓尽致 完全扭转战局 成为了攻伐一方 气势暴涨 流川人 硬拼落入下风 五刀一指 和无敌的信念动摇 刚才又仓促闪躲 此刻面对秦峰的追击 未战仙气 依然想躲避 但奈何 秦峰的速度太快了 让他躲无可躲 只好挥起一击手刀 劈向秦峰 啪的一声闻响 秦峰右手顺势挥出 宛如巨龙探爪 一下将流川人的手刀拍开 而后 左手同样画爪 迅猛地 抓向流川人的天灵盖 危险 流川人心头一紧 左臂连忙竖起 横挡在前方 硬扛了秦峰这一击 秦峰一把抓在了 柳川人的手臂上 五指 灌入内进 剑硬似铁 直接在柳川人的手臂上 流下了五道清晰的血液 柳川人顾不上 手臂上的疼痛和伤势 趁机侧上而出 避开锋芒 秦峰是如影而至 继续追击 完全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你退 我进 你守我攻 接下来 秦峰宛如一头 人形暴龙一般 追击着柳川人凶猛攻击 双方人影交错 顷刻间 交手数十次 柳川人完全被秦峰压制 身上挨了好几下 虽不致命 但伤得也不轻 形势完全一边倒 柳川人突破上任境界后 依然被秦峰吊打 看到柳川人被秦峰吊打 柳川人的四名首相 统统傻了眼 在他们看来 柳川人突破上任之后 斩杀秦峰如同小孩子 过家家一般容易 结果 与他们想的恰好相反 这简直让他们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即便将安静 修炼到了超越极限的地步 也不应该强到这般地步 北辰海也是一脸目瞪口呆 身为柳川人的师父 他对于柳川人的实力 是一清二楚 知道柳川人 一旦突破上任初期 可以完全防御出 上任初期的实力 而且远比普通的 上任初期宗师强大 甚至凭借北辰一刀流的绝杀 可以击杀一般的 上任中期宗师 若非如此 柳川人也不敢 冒人跑到滑下来应战 此时此刻 柳川人依然不敌秦峰 完全被秦峰调打 落败只是时间问题 他 他真的只是暗静舞者吗 网络上 那些关于这一战的舞者 和地下世界成员 也纷纷惊得神目瞪口呆 几乎不敢相信 秦峰只是暗静舞者 这个事实 其中 满字标 齐东升 齐荣华三人 眼珠子瞪圆了 他们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 生怕错过某个重要细节 信是直接提到了嗓子眼上 他们心中的紧张 比起北辰海和柳川人的 四名手下而言 一点也不少 他们要借助柳川人的手 除掉秦峰 那就是和柳川人 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换句话说 柳川人如果战死 他们接下来 是要迎接秦峰的怒火的 他的战力 好像又提升了 与此同时 陈家寨村口 邵北拳掌门乔武斗 也是一脸惊讶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此刻秦峰的气息 比之前更为强大 攻击的威力 也变强了不少 他之前未曾动用武功招式 此刻动用行一拳 战力自然飙升 不过 依然让人心惊啊 若是换个普通的画镜 出其武者 恐怕已经死在他的拳下了 八卦门的掌门 赵无道说道 是啊 即便行一门掌门 宋青云生前 论战力也比不上他 对行一拳的领悟 恐怕也要逊色于他 他真乃我华夏武学界的奇才 武当山的掌门张天师 也忍不住感叹 虽然他已经见证过 秦峰击杀雷决的传奇 但此刻依旧被秦峰的表现惊艳到了 这一战 已无悬念啊 呼名大师 说出自己的判断 秦峰已经彻底占据上风 打得柳川人只有招架之力 没有还手的余地啊 是的 若他动用当日对付鸿门雷决的杀招 那日本武者已经死了 刘宗盛点头感叹道 小枫没有速战速决 是想用这一战 向全球武学界弘扬华夏武学 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随着一声闷响 柳川人被秦峰一脚踢中跌下山头摔在地上 口中连土两口鲜血 俨然已经受了内伤 到此为止 送你进墓地 秦峰身向一闪 再次扑向柳川人 他要结束这一战了 而盼想起秦峰的话 再看到秦峰再次扑向柳川人 几乎所有关注这一战的人 心中都涌现出这样一个念头 要结束了吗 其中 北尘海双拳悄然紧握 眼中闪烁不定 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最终他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死死地盯着柳川人 赫然看到 柳川人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与此同时 秦峰扑杀而至 准备一拳打爆他的脑袋 就在这时 一道破空声陡然响起 柳川人手腕一抖 一枚手里剑 从袖筒中呼啸而出 射向扑面而来的秦峰 关键时刻 柳川人动用暗器 想偷袭 然而 秦峰仿佛早已料到柳川人 会动用暗器 狂奔中的身子骤然降速 顺势一侧 令得呼啸而来的手里剑射空 死 同一时间 一直处于下风 且受伤的柳川人 借着秦峰躲避手里剑的时机 转手为攻 瞬间扑向秦峰 身子腾空而起 体内内进疯狂涌动 全部涌至右手 右手划手为刀 对着秦峰当头披下 凌空一刀斩 北辰一刀流沙爪 不得不说 身为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的柳川人 有着丰富的搏杀经验 对战机的把握 堪称倔强 他之前虽然硬直被吊打 而且受伤不清 但因为没有合适时机 始终没有动用沙爪 直到此时此刻 他找准机会 欲要一刀劈杀秦峰 这一击是他蓄谋已久的一击 这一击他将进气神三者完美的融合 就在柳川人动用杀招打出最强一击的同时 北辰海暗自松了口气 紧握的双拳悄然松开 嘴角泛起冷笑 身为北辰一刀流的掌门 他很清楚凌空一刀斩的威力 这是倾尽全力的一刀 也是决定胜负的一刀 更是一刀流的精髓 可以说北辰一刀流的武学 主要就在这一刀上 在他看来 秦峰刚刚仓促躲开手里 见根本无法避开柳川人这一刀 更无法抵抗 与此同时 柳宗省空明大师张天师 赵无道和乔武斗等人的瞳孔 也是瞬间放大 脸上的轻松表情瞬间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凝重 他们都是武学宗师 眼力很好 认出了柳川人用的是 凌空一刀斩 同时也看出柳川人 动用杀招时的时机 堪称完美 下一刻 所有人一动不动的注视中 来不及多闪的秦峰 双脚如钉子一般 钉在地上 右手抡起 直接一拳轰出 砰的一声 闷向传出 柳川人的手 被秦峰一拳砸住 尽力相撞 荡起了一股进风 可怕的反阵力 直接将他震得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秦峰的双脚 直接没入地面 地面上裂开了 一道又一道的口子 密密麻麻 管住猪网一般 这一击 秦峰虽然是仓促出手 但依然强势地使用了 硬碰硬的方式 挡住了柳川人的杀招 将他轰飞出去 这 这他妈的怎么可能 柳川人近乎傻眼了 他无法相信 自己的杀招 竟然会被秦峰一拳化解 这可能吗 秦峰身子一弹 急速略向柳川人 要在柳川人落地之时 将之斩杀 就在这时 北辰海眼神灵力 整个人弹射而出 急速冲向秦峰 他在赛前提醒柳宗盛的人 要遵守五十道精神 不得插手干预这场比赛 此刻 却出尔反尔 要违背约定 出手阻拦秦峰击杀柳川人 第456集 当北辰海看到弟子柳川人 处心积虑的杀招 被秦峰破解之后 他便知道 这一战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接下来秦峰势必会将柳川人击杀 如同他的预料一般 秦峰完全不准备给柳川人机会 他急速略向腾空而飞的柳川人 要在他落地之前将其击杀 这千军一发之际 北辰海出了手 他要出尔反尔 违背约定 救下柳川人 因为柳川人是日本武学界 如今的领军人物 也是日本武学界的未来 只要不死 日后必然会扛起日本武学界的大旗 届时将是柳川人的荣耀 也是北辰一刀流的荣耀 为此他这个当师傅的 哪怕背上骂名 被华夏武学界乃至全球武学界唾弃 成为日本武学界的耻辱 也要救下柳川人 北辰海突然出手 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而且速度快若闪电 等柳宗圣等几名花 向武学宗师反应过来时 已经来不及出手阻拦了 住手 阁下 你违约了 你怎能如此出尔反尔 虽然来不及出手 但柳宗圣等几名武学宗师 还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他们一边开口大贺 一边急速冲向北辰海 生怕北辰海 不但救下柳川人 还要对秦峰动手 一道幻影一闪而过 北辰海已经冲到柳川人 落地的前方 防止秦峰下手 你什么意思 秦峰健壮停下脚步 眯着眼睛盯着北辰海 随着秦峰话音落下 柳川人飘然落地 他对于北辰海的举动 感到十分震惊 而后猜到了北辰海 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用意 表情很难看 心情很复杂 身为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柳川人不想输掉比武 他也不想自己的师父插手 干预比武 因为这不但会成为他的耻辱 很大程度上 也彰显了柳川人的无能 但同时他也不想死 这场比武到此为止 我们认输 北辰海面无表情地开口 脸上找不出哪怕一点尴尬 仿佛这么做 就是天经地义的 北辰海大师 这场比武 是贵派弟子柳川人 率先下战术 按照战术内容 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比武双方各凭本事 生死各有天命 就在这时 柳宗圣空明大师张天师赵无道和乔武斗等人 也赶到了 其中柳宗圣皱着眉看着北辰海盗 除此之外 你在赛前也曾说过 我们双方要遵守五十道精神 不得插手 干预这场比武 你现在这么做 不但违背了战术约定 也违背了你自己说的话 小日本 你他们还要脸吗 小日本 做人不能这么无耻 随着柳宗圣的话音落下 无论是王阿盟等人 还是陈家寨的村民 就是一脸愤怒的 瞪视着北辰海 恨不得冲上去 全欧他 北辰海真是无耻啊 居然出手干预比赛 没错 他简直丢进了日本武学界的脸面 我敢断定 以华夏清风以往的行事风格 绝对不会放过柳川人 现场有好几名华夏武学宗士 北辰海想要耍赖都没有机会 与此同时 网上也掀起了惊涛巨浪 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一战的最终结果 却没想到 北辰海突然出手干预 打断比武 这一切 让他们先是很震惊 二后纷纷议论起来 抱歉 刘大师 诸伟大师 我们认输 立即退出华夏 并且保证 北辰一刀流的武者 今后永远不踏入华夏半步 丘在王阿盟等人群情激愤 网上关注这一战的人议论纷纷的同时 北辰海再次开口 再次说出 认输二字 并立下承诺 这一刻 他将姿态摆得很低了 生怕自己的举动 会激怒柳宗盛等人 如果柳宗盛等人 不允许他阻止这场比武的话 他根本无法救下柳川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柳川人被秦峰击杀 生死之战 其实一句认输就可以结束了 如果今天是我实力不及 你是否还会出面阻止这场比武 阻止你的徒弟击杀我 这一次 不等柳宗盛等人开口 秦峰开了口 语气很不善 他望向北辰海的目光充斥着怒意 如同他所说 如果他的实力不如柳川人 此刻已经被杀了 面对秦峰的质问 北辰海自知李亏 无言以对 何况 你之前特地说明 比武双方要遵守武士道精神 不得插手 干预此次比武 而你却出尔反尔 违背约定 这是认为我秦峰好欺负吗 还是觉得华夏武学界 可以任你羞辱 秦峰再次开口 声音洪亮 语气森冷如冰 秦峰 你放心吧 有我们在这里 还轮不到小日本撒影 你尽管出手 我倒是要看看 他怎么拦你 随着话音落下 乔武斗开了口 原本他就因为柳川人 不知天高地后 扬言要挑战击沙唐 而感到愤怒 如今又看到了 北辰海的恶心嘴脸 彻底怒了 那感觉仿佛只要 北辰海敢继续阻拦 他便要出手 没错 华夏 不是你可以放肆的地方 八卦门掌门找到 目光悠悠地盯着北辰海 冷冷地说道 你若再继续阻拦 我不介意 请叫阁下绝学 如果阁下不知好歹 我愿一只手 让您灵教一下 华夏武当功夫 武当派掌门张天师 一脸冷笑 他和空明大师 是华夏武学界的 泰山北斗 自然不允许 北辰海撒影 若阁下相领教 少林绝学 老纳随时欢迎 空明大师也在表态 话语虽然平和 但平和中 透露着一股强势 只要北辰海执迷不悟 他也会出手 北辰海大师 请你三思 不要冲动 否则后果 无法预料 柳宗圣最后表态 完全支持 空明大师等人的话 警告意味很明显 接连听到 华夏武学界 几名宗士的话语 北辰海的脸色 非常难看 眉头死死地皱在一起 想说什么 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很清楚 如果真的动了手 这几人中 他除了有把握 击败悄无斗之外 遇到任何一个人 那都是死 毫无悬念 与此同时 他又不想眼睁睁地 看着柳川人 被侵风击杀 清风阁下 请你饶我弟子 柳川人一命 可好 最终 北辰海将目光 投向秦风 用恳请的语气 询问秦风 你们在春节之际 叫嚣挑战 华夏武学界 并对我下生死战书 还扬言 要挑战击杀 乔武斗大使 你弟子不敌之后 你先是插手 干预比武 如今却又让我 放你弟子一条生路 你觉得可能吗 秦风眯着眼睛 沙翼凛然道 我说过 我已在陈家寨 挖好了墓地 既然你如此 欺辱我华夏武学界 那我不介意 一目葬两吃 第四百五十七集 耳畔想起秦风的话 感受到秦风身上的冰冷杀意 无论是北辰海还是柳川人 脸色均是一变 按照秦风所说 他非但不会放柳川人生路 而且还要将北辰海一同载掉 老大为我 干死小日本 小日本太无耻 一个都不要放过 喊声再次响起 原本气愤的挖猛等人 和陈家寨的村民 听到秦风的话后 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振臂大吼 感觉恨不得立刻让秦风动手 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华夏秦风果然要出手 有仇必报 这很秦风 但我没有想到 他居然还要干掉北辰海 柳川人死定了 但北辰海只是插手打断比赛 在场的华夏宗师 未必会因为华夏秦风一句话 就动手杀了北辰海吧 与此同时 网络上也瞬间引起了新一轮的热议 人们在感叹秦风强势的同时 也在怀疑秦风的话 北辰海不会死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杨奎叶子妃 幽灵 诸葛明月 沈天祥 满字标 齐东升 齐如华等人 他们对于北辰海是否会死 一点都没有兴趣 他们只知道 按照目前的形势 秦风肯定不会死 这让杨奎叶子妃 诸葛明月 沈天祥 此人很失望 而幽灵则是很满意这个结果 秦风今日不死 他就能亲手干掉秦风 至于满字标 启东升 启荣华三人 均是一副吃了详的表情 心中充斥着恐慌 他们想借助柳川人 干掉秦风的计划失败了 接下来 按照秦风的行事风格 势必会新账旧账 跟他们一起算 同一时间 陈家在村口 柳宗盛等武学宗师 纷纷彼此对视一眼 均是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身为华夏武学界代表的他们 理应为秦风出头 给北辰海一个教训和惩罚 但北辰海只是插手打断比武 并未对秦风动手啊 这样的情形下 若是他们出手击杀北辰海 那多少是有些小题大做 以强凌弱的意思 传出去了 那对华夏武学界的生意可不好 而且很有可能因为这件事 彻底和日本武学界竖敌 小风 为难的同时 柳宗盛斟酌了一下 试图开口 劝秦风收回刚才的话 然而 不等柳宗盛把话说完 秦风开口打断 刘会长 诸位大师 感谢你们刚才为我所做的一切 他先是拱手 向柳宗盛给人道谢 小风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 刘宗盛再次开了口 刘会长 我知道你和诸位大师在担心什么 秦风再次打断柳宗盛的话 语出惊人道 我并非想让诸位大师出手击杀北辰海 而是 要亲自出手 听到秦风的话 柳宗盛等几名武学宗师 都呆住了 他们都以为秦风是要让他们出手击杀北辰海 自己杀柳川人 没想到秦风是要亲自杀北辰海师徒二人 毕竟那北辰海可是日本北辰一刀流的掌门呢 突破上任境界多年 早已是上任中期境界 而且征战一生 有着丰富的搏杀经验 完全不是一般的上任中期宗师可比 即便是放眼全球 北辰海也是上任中期宗师中最顶尖的存在 秦风虽然展现出了极强的实力 但在他们看来 秦风要跨越两个境界击杀北辰海 几乎是不现实的 老大物 王阿猛又要再次呐喊助威 结果被李雪燕皱眉打断 那个北辰海是日本武学宗师当中很厉害的存在 以秦风目前的实力未必是对手 不要急着瞎喊 看看他要干什么 呃 第一学院张喜燃沉静骆轻科乃至贾德纲也在想这个问题 上帝啊 华夏秦风这是疯了吗 他竟然要亲自对北辰海柳川忍师徒二人动手 华夏秦风太自当了 他虽然已经经验了全球武学界 但要凭借一己之力挑战北辰海柳川忍师徒二人 这是找死 没错 北辰海升为北辰一刀流掌门 实力生不可测 华夏秦风绝对不是对手 与此同时 秦风的话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全球各地那些关注事态发展的武者和地下世界成员再次热议起来 一致认为秦风太自大了 这就是在找死呀 而满自彪 齐东升 齐荣华赛人 听到秦风的话 有种从地狱回到天堂般的感觉 纷纷松了口气 心中的担忧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他们和网络上那些武者地下成员一样 都认为秦风要挑战北辰海 那是鸡蛋碰石头 必死无疑 小风 柳宗盛再次开口 谈准备劝说秦风改变主意 毕竟秦风只是给他透了底 可杀世界上一切化尽初期宗室 而北辰海是化尽中期宗室最顶端的存在 你这是要挑战我吗 柳宗盛的话被再次打断了 这一次是北辰海开口打断的 他生怕柳宗盛的话会影响到秦风 让秦风改变主意 虽然这有些滑稽 但我接受你的挑战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怎么击杀我 击杀我们师徒 你真是口气比狡气还大 柳川仁也开了口 他心中的担忧和委屈 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绩效 绩效秦风自不量力 在他看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秦风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接下来要与北辰海一战 势必会被北辰海击杀 那样一来他就可以免死了 听到北辰海柳川仁师徒的话 柳宗盛等几名武学宗师 脸色有些难看 军事担忧的看着秦风 这一刻就连他们都觉得 秦风太自大太鲁莽 不但将大好的局面拱手相让 而且还把自己逼近绝境 你很快就会知道 秦风没有再对柳宗盛的人 提出什么解释 而是冷冷地看了一眼被深海 然后脚下一晃 身形一闪 就此掠上山头 他要干什么 看到这一幕 无论是现场的人 还是网络上关注这一战的人 都充满了好奇 下一刻 在他们的注视中 秦风用实际行动做出回答 山头上 他盘险而坐 迎着朝阳 眼观鼻鼻观心 迅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随后他闭上眼睛 用精神感知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渐渐的 秦风的心中的所有念头 全部消失 内心一片平静 世间的一切尘消都离他远去 唯有他自己和天地共存 紧接着 秦风体内的气血瞬间翻腾 精纯的暗戒 如同奔腾的江水一般 在体内涌动 精神力 遍布身体的每一处角落 每一块血肉 每一个细胞 让气 静 神三者 开始融合 浑身的气息 节节攀升 他 这是要突破化镜 看到秦风的举动 感受到秦风体内的气血翻腾 柳宗省等几名武学宗师 瞬间知道答案了 不光是他们 北尘海柳川仁两人 也看出了秦风的打算 但并未放在心上 在他们看来 秦风即便是突破化镜 那也改变不了结果 最终还是要死在北尘海的手中的 他即便幸运地突破化镜 也无法发挥出化镜初期的实力 根本无法战胜北尘海 同一时间 网络上有武者也看出了秦风的心思 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就在这时 秦风陡然睁开眼睛 气 晋 神 三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气息前所未有的强大 二十四岁的他 迈过了武者最大的天界 突破化镜 成为武学宗师 缔造了横骨未有的传说 第四百五十八级 望着秦风那锋利的目光 感受着秦风那沸腾的气血和强大的气息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秦风成功突破了化镜 他不但如同柳川人一样 打破了三十岁下不能突破化镜的魔咒 而且创造了二十四岁突破化镜的传说 二十四岁化镜宗师 秦大师真是为武而生 人群众 骆青柯忍不住喃喃自语 望向秦风的目光充斥着激动和崇拜 身为武者 他很清楚化镜对于武者的意义是什么 也知道秦风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困难和惊实骇俗 他为秦风成功突破化镜而激动 也对秦风的成就毫不掩饰内心的崇拜 他创造了历史 缔造了传说 不远处 身为邵北拳掌门的乔武斗 惊叹不已 他四十岁才突破化镜 四十八岁突破化镜中期 然后武学修为便止步不前 是啊 这是前五古人的壮举传说 他是真正的武学奇才 旁边的八卦门掌门赵无道 点头覆盒 然后略显担忧地弹了口气 如果他不是一时冲动 要挑战北辰一刀流掌门北辰海的话 今天的一切对他而言堪称完美 是的 他虽突破了化镜 但短时间很难真正发挥出化镜初期的实力 想战胜北辰海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武当派掌门张天师也叹了口气 秦丰突破所用的时间 要比柳川人更多 看起来比柳川人更艰难 柳川人是一蹴而就的 几乎是一瞬间便完成了所有突破 必然是已经试验过很多次 而且成功了 只是有强行压制境界 所以可以完美的展现 化镜初期实力 阿弥陀佛 年少太轻狂啊 昆明大师双手合适 他对清风能够战胜 击杀北辰海 不是太看好 暗暗门叹了口气 你们不要忘了 他可是将暗静 修炼到了超越极限的地步 而且截止目前 他都未曾动用 击杀鸿门雷厥时的杀招 柳宗盛也开了口 当他看到秦风突破画镜 再联想到秦风当初的透顶 便不像昆明大师的人那么悲观 而是一脸期待地看着秦风 我倒是认为 他可以击杀北辰海 如同柳宗盛一样 当看到秦风成功突破画镜后 李雪燕 陈静 张歇然 和其他大院弟子 都对秦风抱有着绝对的信心 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而这种信任 除了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情感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秦风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 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王校秦风 24岁突破画镜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惜 如果他不是一时冲动 要挑战北辰海的话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将来很有可能成为 这个地球上战力最强的人 这世上没有如果 他刚突破画镜 想击杀北辰海 几乎不可能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与此同时 网络上那些 关注这一站的人们 看到秦风重新睁开双眼 通过直播 听到了柳宗盛等人的交谈 也知道了 秦风突破画镜的事实 不约而同地议论起来 除了秦风的敌人外 几乎所有人都对秦风的成就 而感到震惊 同时也为秦风 很有可能要死在 北辰海手中而感到惋惜 对于这一切 秦风并不知情 也不关心 山头上 秦风成功突破画镜之后 依旧攀行而坐 仔细感应着 突破后的变化 首先 他察觉到 浑身毛孔中 派出了一些污垢 浑身臭红红的 这是最直接的变化 其次 他察觉到体内的气血 比以前旺盛很多 内进也变得精准不少 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几乎不分彼此 最后 他的精神 遍布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对内进的操控 可以用随心所欲来形容 只要一个念头 内进便会遍布 前身的任何一个角落 华夏秦风 你不是要挑战我师父吗 怎么突破上任后 还不挑战呢 就在秦风 仔细感知突破后的 一系列变化的同时 柳川人一脸冷笑地开了口 目光中充斥着 嫉妒和仇视 他之前被秦风调大羞辱 而且如果不是 被珍海及时出手 他已经被秦风击杀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 秦风又以24岁的年纪 成功突破画镜 刷新了画镜宗师的年龄 开创了新的历史 完全盖过了 他之前突破上任的锋芒 这一切 让今天的他 彻底成为绿叶 为了衬托秦风的存在 这一切 让他对秦风恨之入骨 恨不得立刻看到 秦风死在自己面前 你既然急着进墓地 那我满足你的愿望 随着柳川人的花言落下 秦风缓缓站起来 目光如电一般 扫向柳川人 杀一死死地锁定着柳川人 像是在柳川人的脖子上 架了一把刀似的 让他有种生命 随时都会被收割的感觉 这种感觉 让柳川人有些心惊肉跳 但他看着 挡在自己面前的北辰海后 又放下了心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杀我们师徒二人 先送你上路 秦风说着 脚下一晃 几乎瞬间便从山头上下来 速度比之前要快了不少 看到秦风的举动 察觉到秦风的速度 已经巨幅地提高 北辰海眉头一皱 但还是对于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 冷笑不已 想杀我徒弟可以 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 卧槽 北辰鬼孙子 就算秦风要挑战你 也是他和你的徒弟 比我在前 你却说要先过你这一关 所人不能太无耻 北辰海这一开口 不等秦风回应 王阿蒙等人便更怒了 在他们看来 用无耻两字 都不能形容北辰海了 北辰海大师 他们说的没错 秦风虽说要挑战你 但他和你徒弟 刘川仁的比武在先 等他们的比武结束 你再迎战 刘宗盛皱着眉头 看向北辰海 如果不是秦风 已经宣布要挑战他 他真想一巴掌 将北辰海派飞 刘大师 他已经扬言 要击杀我们师徒二人 谁在前谁在后都一样 不是吗 北辰海冷冷一笑 抓着秦风的话柄 照出了秦风话语中的漏洞 从而让他掀出手 更显得大意凛然 柳宗盛嘴巴微张 却无言以对 只是恼火地听着北辰海 我要杀他 你阻挡不了 就在这时 秦风再次开口 声音红亮 气质如红 话音落 人影现 他身形一扇 几乎瞬间便出现在 在北辰海柳川忍师徒二人的身前 右手顺势挥出 甩出一巴掌 抽向柳川忍的脑袋 这是秦风突破化尽后的第一击 而且暗中催动了特殊的呼吸法 速度快到极致 几乎让柳川忍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陈回想 柳川忍像是被吓傻了似的 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一杆 柳川忍没有及时反应 北辰海却是反应迅速 他一声大吼一记手刀 披向秦风的脑袋 要让秦风投鼠忌气 将秦风逼退 然而 面对北辰海的手刀 秦风没有守守闪躲 而是猛地竖起作臂 护住头部 耳光响亮 掀起四箭 柳川忍的脑袋 像是被铁锤砸中的西瓜似的 瞬间炸裂 滚烫的鲜血夹杂着血肉 脑僵蹦剑 秦风当着北辰海的面 强势出手 抽爆了柳川忍的脑袋 他只用了一巴掌 虽然秦风突破画镜之后 实力大涨 但柳川忍同样也突破了上任 以他的实力 即便无法躲避秦风的攻击 也可以抵挡挣扎 也不至于被一斤秒杀 他之所以被秦风一巴掌 就抽爆脑袋 一方面是因为秦风出手实在太突然了 完全没有一点征兆 更重要的是 柳川忍压根没有想过 秦风会当着其师父北辰海的面杀他 毕竟 只要秦风敢这么做 那北辰海势必会出手 届时秦风一心而用 肯定无法抵挡北辰海的攻击 会惨死当场 他错了 也对了 错是低估了秦风的强势与果决 对时判断出了其师父北辰海对秦风出了手 砰的一声 就在秦风一巴掌抽碎柳川人脑袋的同时 北辰海一记手刀 狠狠踢中秦风的手 震着秦风侧飞而出 连腿六步 在地上留下了六个清晰的脚印 他稳住身形 体内气血有些翻滚 手臂被震得发麻 微微震颤 虎口裂开 又鲜血流淌 他一心而用 对柳川人下手的同时 抵挡住了北辰海的攻击 无法用最强的战力抵挡 结果受伤 但伤势很轻 并不致命 甚至对战力没有任何影响 而柳川人的脑袋 已经成了一滩血肉 死去的尸体直挺挺地 趴在地上 将地面染得通红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包括李雪燕 张欣然 陈静 王阿蒙等大院弟子 他们虽然对秦峰抱有绝对信心 但也没有想到 秦峰竟然会冒着被北辰海出手击杀的风险 当着他的面 杀了他的徒弟 一巴掌将柳川人的脑袋抽碎 老大牛逼 老大牛逼 震惊过后 众人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 他们一个个只觉得热血冲顶 情不自禁地震臂大吼 杀得好 杀得好 站在四周的陈家寨村民看到秦峰一巴掌抽碎柳川人的脑袋后 也觉得十分不紧 一个个念头通打得大叫 我的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火下秦峰当着北辰海的面 一巴掌抽碎了柳川人的脑袋 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谁能告诉我 他需要强到什么地步 才能做到这一点 看来我们都远远低估了华夏清风 从他刚才出手来看 他完全可以发挥出画境初期的实力 而且远远比一般的画境初期武者更强 没错 如果不是这样 他根本不可能一巴掌抽爆柳川人的脑袋 也无法抵挡着北辰海凌厉的攻击 不光是现场热血沸腾 网络上关注这一战的武者和地下世界成员 再次炸锅了 他们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 激动而颤抖地 在各个直播平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与此同时 满字标启东生启荣华 在人看到柳川人的尸体 和秦峰安然无恙地站在镜头后 内心均是剧烈的一阵 眼睛瞪得滚圆 仿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看来我们都低估他了 虽然我想不通 他刚刚突破化劲 为何会抢到这般地步 但他完全由于北辰海一战 乃至击杀北辰海的实力 画面中 乔武斗在镇惊中喃喃自语 他被秦峰展现出的实力惊到了 不光是他 柳宗圣空明大师张天师赵无道四人 也是如此 他们只是震惊地看着柳川人的尸体 没有开口 似乎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此刻的心情 少爷 柳川人 同时 柳川人的四名手下 这才回过神 脸色发白地冲向柳川人 而北辰海则是迅速蹲下身子 抱起柳川人的尸体 脸上充断着悲愤 柳川人不但是日本武学界的第一天才 还是他的弟子呀 更是他的骄傲 他为能有柳川人这样的弟子而感到骄傲 而就在刚才 他这辈子为之骄傲的柳川人 被秦峰当着他的面击杀 这让他心痛不已 更让他悲愤难当 看好他的尸体 北辰海将柳川人的尸体 交给四名手下 猛的将目光投向秦峰 像是厉鬼要索命似的 阴森而恐怖 今天我要把你剁碎了喂狗 北辰老狗 刚才你都未能杀我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杀我 秦峰稳住体内翻滚的血气 任由虎口陷下流淌 他冷漠地盯着北辰海 强势依旧 一目葬两时 说到做到 你马上就回去给你徒弟陪葬 死 听到秦峰的话 北辰海是怒火冲天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他大吼一声 以声注视 身形一闪 几乎瞬间便扑杀到秦峰身前 手刀再次斩出 对着秦峰当头披下 与之前秦峰出手 击杀柳川人时 仓促出手不同 这一击 北辰海不但主动攻伐 而且是寒怒出手 动用了全部实力 手刀斩出 空气直接被切开 卷起了一道风笼 罩住秦峰 刀锋胡笑 但无法靠近秦峰半尺 纷纷被震开 面对北辰海全力出手 秦峰不躲不闪 而是催动神秘呼吸 心中一动 浑身内进疯狂 涌向右臂 传至右拳 他迎着呼叫斩来的手刀 一拳轰出 依旧是行一拳炮拳 依旧是硬碰硬 这一幕 宛如之前秦峰与柳川人的 对战时的翻版 都是炮拳队手刀 之前秦峰已暗尽巅峰 一拳轰飞相当于 华晋初期的柳川人 此刻秦峰突然破华晋 硬扛相当于华晋 中期最顶尖存在的北辰海 又当如何呢 砰的一声 下一刻 北辰海的手刀狠狠地 劈在了秦峰的拳头上 恐怖的内劲迸发 宛如气浪一般席卷 与秦峰赋予拳头表面的内劲 疯狂碰撞 空气直接炸裂 荡起了一股气流 习卷四方 吹得两人的衣服 啪啪作响 手刀和铁拳剧烈碰撞后 纷纷弹开 而后剩余的内劲 涌入秦峰和北辰海的体内 秦峰浑身一震 体内气血再次翻滚 整个人不受控制的 后退三步 每一步都将地面惨得裂开 北辰海也被震得后退一步 整只脚没入地面 三步 一步 这一次碰撞 秦峰落入下风 然而即便如此 依然让现场和网络上 关注这一站的所有人 目瞪口呆 毕竟 秦峰只是刚刚突破划进 而北辰海是全球划进 中期宗师中最顶尖的存在 尚且连观战的人都如此 何况北辰海本身 他的脸上涌现出了 一抹无法掩饰的震惊 虽然秦峰刚才当着他的面 击杀了他徒弟 但多少有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的原因 若是他全力戒备 或者说全力出手 秦峰在击杀柳川人的同时 势必会被他击伤 甚至击杀 而此时此刻 当他动用全部实力之后 秦峰与他硬碰硬的前提下 只是比他多退两步 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伤势 这一切给他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以至于动摇了他必杀秦峰的信心 不过 他到底是北辰一刀流的掌门 日本武学界的知名宗师 征战一生 有着丰富的搏杀经验和强大的心脏 他几乎瞬间调整心态 脸上的震惊表情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冰冷 虽然秦峰的战力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甚至差点颠覆他对武学的认知 但武者搏杀 一点点距离便可以无限放大 最终成为落败的缘由 何况在他看来 秦峰年纪轻轻 论生死搏杀经验和战斗本能 完全无法和他相比 小枫 你用拳法应对刀法很吃亏 会剑法吗 如果会的话 用剑法应战 就在这时 武当派掌门张天使开口提醒 身为武当掌门 一代剑术大师 他很清楚 拳法以钢猛著称 气势如虹 而刀法剑法 则以灵力诡异著称 让人防不胜防 而且化手为刀和剑的话 那是比拳头内劲更为集中 穿透力更强 好的 张大师 接下来 我便用武当剑法 取他拱命 秦峰点头 接受了张天使的建议 张天使委言 不由一正 几乎不敢相信 秦峰居然会武当剑法 搜的一声 就在张天使愣神的瞬间 秦峰武功招式 陡然一变 手分阴阳 身藏八卦 不踏九宫 如同蛟龙出水一般 朝着北尘海 扑杀而去 青龙出海 势难党 波云见日 定乾坤 犀牛望月显灵机 白元攀枝 藏奥妙 武当剑法 太义 玄门剑 继行一拳之后 秦峰要动用武当派镇山之宝 斩杀北尘海 第四百六十集 太义玄门剑 是武当剑法中的佼佼者 由武当派祖师张三丰所创 该剑法以 披挂撩刺 点拨挑等为主 风格独特 以五眼道 明剑力 近剑性 人剑合一 自古为武当山的镇山之宝 秦峰之法 秦峰也知道 用拳法应对刀法 确实吃亏 但刚才 他想检测一下 北尘海的真实实力 已然达到目的 为此 听到张天使的提醒 便直接动用太义玄门剑 你以为你是权能 眼看秦峰改变招式 动用剑法 主动向自己攻法 北尘海心中怒火更盛 认为秦峰这是在故意折辱他 因为任何一门知名武功 都很博大精深 上手艺精炼难 礼物精髓更难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五九大都市只修炼一门武功 直到将一门武功 练到极致之后 才会考虑练其他的武功 而且基本都是在其所修炼的 武功类别之内 很少有跨类别修炼武功 甚至修炼到极致的 而所谓类别 就是指拳法 刀法 剑法 枪法 和棍法 等等 在北尘海看来 秦峰今年二十多岁 刚才展现的拳法 已经算是大师级水准了 想跨类别 再将名震滑下 那只全球武学界的武当剑法 练到大师水平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吗 秦峰动用特殊呼吸法 肉身力量和内劲 汇聚于足底 速度快到极致 几乎眨眼间 便来到了北尘海的身前 人道剑出 秦峰脚尖点地 整个人几乎腾空而起 于地面呈直线 右手画剑 一剑 四向北尘海的猴杰 紫燕穿林 这一刻 秦峰宛如一只燕子 要穿越浓密的树林 不但速度极快 而且攻击角度刁钻 一击之剑 恍若清风不现剑 万变之中 人即剑 剑即人 人剑合一 行家一出手 变之有没有 秦峰这一手 便让柳宗盛等人看出 秦峰已经将太义宣门剑 练到了大师级水准 不光是他 北尘海也是第一时间 察觉到这一点 心中有些诧异 但并不惊慌 直接划手为刀 一刀劈出 砰的一声 下一刻 秦峰与北尘海两人的手掌 撞在一起 宛如真实的刀剑相撞 声势惊人 以撞击点为原刑 周围的空气纷纷炸裂 形成一股狂暴的气流 直接吹散了地面上的积血 秦峰再一次被弹开 但这一次 他主动攻法 而且用的是剑法 攻击力比之前 有所提升 只是倒退了一步 倒退之后 秦峰的身子 如同被压搓的弹簧一般 弹向北尘海 又是一剑斩出 直接斩向北尘海的脖颈 可谓是强势到了极点 完全不给北尘海 喘息和转人手为攻的机会 北尘海心底窝祸 但没有因为怒火而失去方向 反而异常冷静 他的右脚后拉半步 身子如同陀螺式的一转 宛如灵活的野猫一般 轻松地躲过秦峰斩出的手剑 然后反射就是一剂手刀 斩向秦峰 回旋斩 许多武功都有回旋一击 比如 太乙玄门剑中的回身取宝 枪法中的回马枪 刀法中的回旋斩 回旋斩不算是北尘一刀流中 威力最强大的杀招 但出招突然 快入闪电 极为适合反击 让人防不胜防 秦峰仿佛早料到他会有这一手 身子猛然一蹲 令得北尘海的手刀转空 然后 右脚弹射而出 向北尘海的下盘扫去 秦峰 刚才还在用太乙玄门剑 此刻 躲避开攻击之后 展开反击时 却用上了腿上功夫 弹腿 这门功夫 虽然带了一个腿字 但实则是拳法 八下五学界 一直有南拳北腿之称 这里的南拳指的就是红拳 而北腿就是弹腿 必称弹腿 秦峰突然变招 让北尘海猝不及防 他心中有惊 反应已经来不及了 几乎是凭借战斗本能 迅速后撤一步 惊险地躲过了秦峰这一扫腿 不得不说 身为划锦中期宗室的顶尖存在 北尘海的战斗本能很可怕 否则 他即便不会被秦峰扫断腿 也会导致失去重心 那样一来 等待他的 可能就是秦峰的杀招 必死无疑 然而 尽管北尘海凭借出色的战斗本能 躲开了秦峰的这一剂扫腿 但后撤那一步 有些惊慌仓促 重心还是有那么一次的失衡 导致他不能立刻发动反击 就在这时 秦峰迅速起身 一个剑步上前逼近北尘海 右腿再次迅速猛然踢出 踢向北尘海的头部 鞭腿 这是腿法中有名的鞭腿 顾名思义如同鞭子般抽出 速度快 力道大 极其霸道 北尘海重心稳定下来 秦峰的鞭腿如风而至 令他来不及闪躲 只能竖起右臂 护住头部 砰的一声闷响 秦峰一脚踢中北尘海的手臂 内劲汹涌澎湃 虽然碰撞之后被化解 没有伤到北尘海 但仍然令他身子一晃 几乎失去重心 趁此机会 秦峰功夫再变 再次划手为剑 一剑刺向北尘海的眉心 天边摘日 这一集 秦峰动用的是 他以悬门剑中 比较狠辣的招式 欲要一剑将北尘海刺杀 北尘海失去重心 脚下不稳 根本无法闪躲 只好划手为刀 斜着劈向秦峰 刺来的手剑 这次 他没有想硬碰硬 只想改变秦峰 初剑的方向 两人的手再次一撞 秦峰的手掌 被劈得歪细 但攻势不见 几乎是擦着 北尘海的太阳穴而过 五指同利剑一般 直接刺穿了 北尘海的耳朵 鲜血四剑 北尘海的左耳 被内径震碎 沦为血末 北尘海受伤了 这一击 他虽然化解危机 但依旧被秦峰刺中 失去了一只耳朵 这不是他 习武以来第一次受伤 却是最耻辱的一次 也是第一次 丢掉身体上的零件 没有时间注意伤势 北尘海连忙抽身暴退 准备暂时避开锋芒 让秦峰结束这一波攻击 然而 秦峰是一击得手 气势如虹 趁热打铁 完全不给北尘海 喘息的机会 整个人如影随之 始终纠缠着北尘海 拳法 腿法 剑法 秦峰的攻击如同潮水一般 一波接一波 连绵不绝 变化多端 诡异难防 打得北尘海 只有招架之力 几乎没有 转手为攻的机会 连续的攻击 让秦峰的气势 攀升到了顶点 而北尘海的气势 则是一落前掌 脸上再也找不到 与之相配的自信和张狂 有的只是凝重和惊骇 这一刻 他如同之前的柳川人一样 被秦峰气势上面压 完全吊着打 第461集 北尘海被秦峰吊打 对于这个结果 无论是现场观众 还是通过网络 关注这一战的舞者 和地下世界成员 都没有想到 毕竟比武刚开始 两人硬碰硬 是秦峰落入下风的 而此刻 行驶完全颠倒 怎 怎么会这样 一名柳川人的手下 忍不住开口 冲同伴问道 没有回答 其他三名手下 都是机械地 抬着柳川人的尸体 茫然地看着秦峰 像是狂风暴雨般 打击北尘海的场景 华夏秦峰 竟然压着北尘海抱的 他这是要逆天吗 按照目前的形势下去 北尘海这一战必败 最终会被华夏秦峰击杀 上帝作战 华夏秦峰 绝对是我见过最有武学天赋的武者 没错 他不断地在创造奇迹 简直就是为武而生 我敢保证 如果他不出现意外 一直成长下去的话 一定会成为这个星球的最强者 谁能告诉我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还只是出击战神啊 而北尘海 可是终极战神中最顶尖的存在 名列神榜前五十啊 这他摸的简直让难以置信 关注这一战的武者 地下世界成员 也都被这一幕震呆了 而后再次热议起来 纷纷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 原本在我之前 我已经惊讶的够多了 但是不得不承认啊 我再次被他惊到了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武者 可以将多种武功修炼到极致的 而且是横跨拳法 剑法两个类别 少北拳掌门 乔武斗再次开口 脸上充斥着惊讶 还有疑惑 他到底 是成何人呢 话一落下 乔武斗将目光投向张天使 秦锋动用的是武当派的 振派学学 太义宣门剑 他是武学界百年难得一剑的奇才 完全是畏武而生 几十年前 华夏曾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尸臣那个人 张天使开了口 但没有明说 你是说 叶凡 八卦门掌门召武道文言 心中一动 说出一个名字 肯定是他 空明大师也开了口 用肯定的语气说道 叶帆和他一样 是百年不遇的爵士天才 从小习武 各大门派争抢 结果他踏遍华夏武学界的知名门派 学习了多种武功 并且最终将那些武功 练到了大师级的水准 如果他没有被国家招安 进入六扇门的话 在武学领域的成就会更高 势必会成为全球武学第一人 刘宗盛想到当年叶帆的风采 叹了口气 可惜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折磨 这一战 秦峰获胜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神榜那些人知道 秦峰是他教出来的徒弟 不知道 会不会后悔 说到最后 刘宗盛看着越战越勇的秦峰 忍不住冷哼一声 怨气失足 当年的京市一战 让叶帆跌落神坛 沦为废人 同样也让华夏武学界承受了屈辱 华夏武学界 没有为了给叶帆报仇 而清朝出动 与那些神榜强者死磕 山头之上 北深海承受了秦峰数十次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后 最终因为反应慢了半拍 被秦峰一脚踢中肩头 倒飞而出 跌落山头 山坡上 他的左肩几乎乍立 血肉模糊 看上去十分惨烈 除此之外 他因为一直在抵挡 闪躲秦峰的攻击 外加受伤 导致体内气息外泻 体内气血翻滚 失去了一条手臂 外加体内气血不稳 他的战力大打折扣 趁你病 要你命 秦峰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他身形一闪 直接从山头掠下 再次对着北辰海 扑上而去 下一刻 不等秦峰掠至北辰海的身边 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山坡上 北辰海手腕一抖 三枚手里剑 从绣筒中呼啸而出 成品子形 撤向秦峰 速度极快 完全挡住了秦峰的路 秦峰仿佛早有预料 速度骤减 然后再次加速 斜线一弹 宛如灵活的野猫一般 躲过了北辰海的暗器攻击 趁此机会 北辰海一个鲤鱼打停 洗身 身形一闪 迅速掠向不远处的 宝刀 鬼丸国刚 不好 他要剪刀 看到这一幕 柳宗盛心中一动 连忙大声提醒秦峰 然而 已经晚了 北辰海利用暗器 除了阻止秦峰近身 更是为了剪刀 在柳宗盛开口的同时 他已经抄起了地上的 鬼丸国刚 小枫 接剑 张天使劲壮 连忙开口 要将手中的宝剑丢给秦峰 花下杂咒 你的死期到了 北辰海爆喝一声 声如闷雷乍响 直接压住了张天使的声音 同时完全不给张天使丢剑的时间 直接扑向秦峰 怒吼过后 北辰海体内的气血不但稳住 而且再次沸腾 原本萎靡的气势 如同火山爆发一般陡然喷出 浑身散发着可怕的沙翼 那沙翼和鬼丸国刚形成了共鸣 以至于鬼丸国刚竟然都在冥想 只是瞬间 他便进入了刀客 梦寐以求的人刀合一状态 人和刀的沙翼叠在一起 恐怖如此 不得不说 刀对于刀客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一般而言 刀客手中是否有刀 那战力差别是很大的 北辰海是刀法大师 而鬼丸国刚是日本最知名的宝刀之一 风力无比 燃血无数 此刻 北辰海手握宝刀 不但弥补了因为受伤而导致的战力受损 而且坚定了武道意志 重生了无敌的信念 气势攀升到顶峰 比起未受伤时更加的可怕强大 危险 面对这一刻的北辰海 秦峰第一次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但并没有惊慌失措 而是保持着绝对的冷静 他站在原地 暗自催动神秘呼吸 意念遍布全身每一个角落 将状态提升到最佳 等待着北辰海临近 已不变又万变 三十米 二十米 十米 四 弹指间 北辰海宛如一阵狂风 掠到秦峰身前 大吼一声 面部肌肉扭曲 表情猙獰 目光充斥着恨意和杀意 宛如来自地狱的魔鬼 要锁秦峰的命 怒吼出 宝刀斩 他借着狂奔之势 以生主威 以威助势 气势达到人生的顶峰 手中宝刀轰然斩出 宛如一道白光 对着秦峰 当头披下 北辰一刀斩 这一刻 北辰海手握宝刀鬼丸国刚 动用了北辰一刀流的杀招 北辰海一刀斩出 内经灌入鬼丸国刚的刀刃 刀刃铿枪作响 锁过之处 空气完全炸裂 卷起一道气流 成刀状朝着秦峰席卷而去 这一刀 北辰海挥出了刀气 这一刀是他寒怒一击 这一刀是他人生中 最强大 最恐怖的一刀 刀气扑面而来 秦峰感受到一股森浪的寒意 浑身因为刺痛而紧绷 眼睛被刺得无法睁开 这一刻 他不但被刀气笼罩 也被北辰海身上 所散发出的恐怖杀意 和灵力的刀意笼罩 只觉得漫天都是刀影 无论怎么闪躲 都躲不开这一刀 要结束了吗 与此同时 无论是现场 还是网络上 关注这一站的人们 全部都安静下来 瞪大眼睛屏住呼吸 死死地盯着这一幕 心中充斥着这样的念头 要结束了吗 旋起 就当北辰海手中的鬼弯国纲 即将斩中秦峰的时候 秦峰动了 面对北辰海的必杀一刀 他放弃了用眼睛去看 放弃了用精神去感应 放空内心 瞬间进入忘我状态 完全凭借战斗本能 做出躲避的动作 山头上 他身子微微一侧 而后不退反进 他没有躲避 没有后退 反而迎上了当头披下的 鬼弯国纲 他又比抡起 宛如一杆大枪 化作锋利的枪头 猛然轰向北辰海的心脏 勇往直前 有我无敌 龙刺 危机时刻 秦峰不禁反退 他动用了自己的最强杀招 针尖对脉盲 杀招对杀招 下一刻 鲜血 蹦剑的声音响起 北辰海手中的宝刀 几乎是擦着 秦峰的左臂 斩下 可怕的内劲 卷起的刀器 卷中了他的左臂 令得左臂的衣服 沦为粉末 左臂上被割出 一条条的血口 渗出密密麻麻的血中 与此同时 秦峰的一拳 击中北辰海的左胸 拳头宛如锋利的枪头一般 穿透了北辰海的心脏而出 右拳上 沾满了血肉 同时 画面定格 北辰海被秦峰一拳击穿身体 挂在空中 血染山头 这一幕 震撼了所有人 第462集 北辰海手握鬼丸国刚 动用杀招北辰一刀斩 斩出了人生最强的一刀 面对这一刀 秦峰无法闪躲 无法与血肉之躯抵抗 但并未惊慌 而是 主动迎上 使用自己的最强杀招龙刺 勇往直前 有我无敌 生死存亡之际 秦峰将龙刺的精髓 展现得淋漓尽致 最终 他凭借战斗本能力的北辰海 这一战差之毫里 同时凭借非常人所拥有的勇敢 抓住机会 一拳刺穿了北辰海的心脏 山头之上 滚烫的鲜血 从北辰海的左胸血洞中 疯狂地喷射 喷了秦峰一身 他的身体 被秦峰用胳膊挂在空中 像是触电一般 剧烈地抽搐着 右手无力地松开 鬼丸国刚 从手中脱落 掉在地上 他瞪圆了眼睛 满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身下的秦峰 微微张开嘴 想说什么 结果 鲜血不断从胸口中涌出 让他无法说出一个字 渐渐地 他的身体停止抽搐 眼光变得暗淡 嘴唇颤动的幅度 越来越小 下一刻 脑袋一歪 闭上嘴巴 将那句 你是怎么做到的 掩回了肚子 但依然瞪圆眼睛 死死地盯着秦峰 一脸死不明目 知道死 他都没想明白 秦峰怎么可能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精确到毫里地 做出闪避 同时 抓住机会呢 除此之外 他也想知道 秦峰最后动用的杀招 是什么功夫 为何他第一时间 将内劲聚集到胸口 依然可以动穿 他的心脏 最终 他没有得到答案 带着强烈的不甘 离开了这个世界 北 北城大师死了 看到这一幕 刘川忍的四名手下 彻底吓傻了 他们浑身不受控制地 哆嗦着 差点将刘川忍的尸体 丢在地上 他们无法相信 身为北城一刀流的掌门 日本知名武学宗师的 北城海 在手持日本最知名之一的 宝刀鬼丸国刚 动用杀招北城一刀斩 非但没有击杀秦峰 反倒被秦峰一拳打死 秦峰右手收回 一股滚烫的热血 再次从北城海的胸口涌出来 紧接着 砰的一声闷响 北城海的身体 砸在地上 一动不动 滚烫的鲜血 染红地面 二后 血液冻成血块 老大 看到这一幕 王阿猛和叶胡等大院弟子 纷纷从震惊中回过神 激动地大吼起来 虽然他们都对秦峰抱有信心 但刚才北城海一刀斩向秦峰时 他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为秦峰捏了一把汗 如今秦峰非但没有受伤 反而一拳打死北城海 让他们有一种坐过山车的感觉 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在燃烧 杀的好 陈家寨的村民们纷纷振臂高呼 颇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 李雪燕 陈静 张喜然 骆秦柯 都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不约而同地为秦峰感到高兴和骄傲 局势瞬息万变 真是刺激啊 少北拳掌门悄斗 从今眼中回过神 忍不住感叹 是啊 刚才那一瞬间 我都为秦峰担心 八广门掌门赵无道点点头 秦峰与北城海最后的交手虽然只有一招 只是一刹那的事 但比之前所有的交手都要惊险刺激 可以说是胜负一念之鉴 秦峰应该是凭借战斗本能 躲开了北城海的致命一刀 武当掌门张天师做出这样的判断 躲开那一刀倒是不难 难的是在躲开的同时不退反进 抓住机会一击必杀 这是鲜明的六扇门风格 不出手则已 亦出手致命 刘宗盛回忆着秦峰与北城海最后的交手 先是感叹 然后一脸期待地看着秦峰 唉 叶凡虽然因为加入六扇门 未曾在武学领域登顶 但他后继有人了 他交出了一个好徒弟 秦峰 以秦峰的武学天赋和心性 若不夭折 未来势必会做到当年叶凡没有做到的事情 嗯 嗯 啊 空明大师几人纷纷点头 同意柳宗盛的话 同样也对秦峰充满期待 将他们的尸体抬走 滚出花下 就在现场众人议论的同时 秦峰目光如刀一般扫向柳川人的四名手下 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 他虽然声称在陈家寨为柳川人挖好了墓地 同时也与北辰海对战时说出了一目葬两尸 但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要击杀两人 而不是真的要把这两人的尸体埋在这里 陈家寨的村民也不会同意啊 恶然听到秦峰的话 柳川人的四名手下吓得心头一颤 浑身一震 手一抖 差点把柳川人丢出去 就差那么一点点 随后 他们四人对视一眼 其中两人松开手 任由两名同伴抬着柳川人的尸体 然后像小鬼针到阎罗王一样 低着头弯着腰惊恐不安地走向秦峰 感觉生怕会殃及驰鱼 被秦峰一巴掌打死 足足两分钟 他们才惊恐不安地走上山坡 不敢去看秦峰 而是快速地抬起北辰海 还在流血的尸体 一人抬头 一人抬脚 其中抬头那名柳川人的手下 看到鬼丸国刚就在一旁 便单手抬头要去捡刀 我允许你们带走刀了吗 秦峰的声音响起 那名手下心头一震 像是被滚烫的烙铁烫到手似的 迅速收回了手 而且他因为太过紧张恐惧 抬着北辰海的手一抖 令得北辰海的尸体再次落向地面 好在他反应快 连忙双手接住 这才导致北辰海那张死不明目的脸 没有再与地面亲密接触 或许是被秦峰的话吓到了 那名手下在吓扑的时候 不停地带着同伴加速 最后干脆是一路小跑 恨不得马上坐飞机离开这里 我去告诉日本武学界 这把刀将成为我的战利品 随后就当四名手下 抬着两人的尸体离去的时候 秦峰再次开口 声音不大 但却让他们心惊胆战 只要日本武学界上人后期一下的舞者中 有人能战胜我 我便归还此刀 一名柳川人的手下 含糊不清地回应着 心中的想法却是 和其他三名不敢开口的同伴一样 连北辰海都败了 日本武学界上人后期以下的舞者 还有谁敢挑战秦峰啊 话音落下 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 秦峰 弯腰拾起刀和刀鞘 随力声翠响 将刀插入刀鞘 拎着宝刀 朝着柳宗盛几人走去 与此同时 所有对这一战进行的直播平台和暗网论坛 全部炸锅了 各种惊叹议论 络绎不绝 华夏秦峰 从中一击秒杀了北辰海 真是难以置信 北辰海都败了 而且丢了性命 日本武学界上人后期以下的舞者 绝对无人敢挑战华夏秦峰 日本武学界永远收不回鬼王国纲了 这一战将成为日本武学界的耻辱 此战过后 华夏秦峰将成为全球武学界年轻一代第一人 他不公要成为全球武学界年轻一代第一人 而且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三十岁以下进入神榜的强者 而且是神榜前五十 那么问题来了 华夏秦峰最终能在神榜排多少名 战经之后 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引起了所有人的好奇 华夏秦峰最终会排在神榜多少名呢 第463集 并不是所有网上观战的人都有心思议论这一战 更多的人选择沉默 因为秦峰所展现出的实力太惊人了 要知道 他才刚刚突破华晋初起 便击杀了华晋中期最顶尖的存在 这是堪称前无古人的壮举 无论是古代 还是现在那些精彩绝艳之辈 能够越即不败便是奇迹了 能够越即击杀不知名的武者宗师 便会被冠上绝世天才 哪怕是绝世天才 遇到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顶尖存在 只有歇菜的份 南青红大本营中 无论是南青红掌舵者沈天祥 还是魏县等其他南青红的骨干成员 全部都沉默了 事实上他们从秦峰一拳击穿北辰海的心脏后就沉默了 别墅大厅的大屏幕上已经没有了现场直播 但他们都没有说话 只是闷头抽烟 他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 按照武学界的历史来看 这简直就是颠覆啊 终于 一名骨干开口了 似乎直到现在 他都无法接受秦峰可以击杀北辰海的事实 与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对我们实施暗杀 我们根本无比抵挡 又一名骨干开了口 他接受了残酷的事实 但脸上充斥着担忧 担心秦峰会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对南青红的核心骨干事实暗杀 不光是他 包括卫线在内 其他几名南青红的骨干也是一脸担忧 同时不愿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沈天祥 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沈天祥紧皱的眉头松开了 一脸睿智地说道 你们不要忘了 他刚刚失去大靠山 而且与整个秦家决裂 他在之前 不光得罪了我们 还得罪了一批人 尤其是轰顶俱乐部 里面任何一个人 都有着不小的能量 那些人现在都眼巴巴地盯着呢 等着他犯错 从而抓住把柄 利用权势和法律的武器除掉他 在这种情况下 他如果不想死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亲自对我们出手的 我们目前要做的事 以不变应万变 以稳固防守为主 等他死了以后 我们再慢慢收拾他身边那些余念 尤其是洛青和那个小贱人 从而进军长三角 护成我们的帝国版图 是 是老大大 魏县党人文言 纷纷激动地起身领命 感觉仿佛秦峰明天就会死一样 与此同时 沈天祥口中的 红顶俱乐部的成员 都很失望 妈的 本以为 他会死在日本人手里 没想到 他又活下来了 没关系 这一次不死 还有下一次 反正他得罪的人 多到数不过来 他的运气 不可能一直好下去 没错 对我们而言 他就像是一只猴子 在舞台上表演 只要犯错 我们便能灭了他 红顶俱乐部的微信群众 上次免遭牢雨之灾的成员 在观看了秦峰和北辰海的 生死之战后 议论纷纷 原本 他们俱乐部被除名 微信群也随之解散 他们一个个像是受到了惊吓的黄狗一样 夹着尾巴做人 但随着秦云山去世 秦峰与秦家决裂 他们又聚在一起 而且重新组建了群 杨昆和叶子妃也在群里 但他们都没有说话 而是在私聊 昆 虽然又让他侥幸逃过一劫 但没关系 他的敌人还很多 总有人会杀了他 何况 如果他做出什么违法的事情 不用等那些武者莽夫出手 我们就能灭了他 叶子妃担心杨昆在失去家族鼎立支持之后 会因为这件事而更加闹心 便率先发信 以示安慰 嗯 你告诉他们 让他们安分一些 不要主动调心报复 耐心等待他犯错 如果他犯错 被我们抓住把柄 我们便出手灭了他 反之 我们先让他蹦他 杨昆回复了信息 先是做出指示 然后又说明原因 今期 我会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等重新得到家族的鼎立支持后 我们再主动出击 好 这些事你不用操心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你安心工作 以你的能力 重新获得杨爷爷的赏识和支持 易如反掌 杨昆没有再回信息 而是放下手机 走到床边 情不自禁地将目光 投向了东北方向 相比你死在别人手中 我更希望亲手灭了你 希望你能活到 我重新崛起的那一天 届时 你的死讯 将是我最好的庆典 杨昆忍不住喃喃自语 悄然握紧双拳 对他而言 这辈子只被秦锋踩过两次 而第二次直接让他跌落神坦 如果不是秦锋 他现在怎么可能被调到一个清水衙门 当可有可无的调研员呢 这份仇恨 对于出生于帝王之家 一心想要攀登权力巅峰的他而言 简直比杀府夺妻之仇 还要刻骨铭心 类似的话 幽灵组织的首领幽灵也说过 然而 当他亲眼看到秦锋与北深海生死之战 看到秦锋击杀北深海之后 他沉默了 换作以往 他会庆幸秦锋还活着 等待着他去取秦锋的性命 但这一次 他足足沉默了半个小时 海地没敢打扰他 因为他很清楚 幽灵打破魔咒 突破战神境后 要击杀一名 排在战神榜末尾的强者 震惊整个地下世界 结果不等幽灵出手 秦锋率先击杀了北深海 这对于幽灵而言 简直就是当头一望 哪怕幽灵现在 击杀了神榜第五十名的强者 也无法闪耀整个地下世界了 只会成为秦锋的陪衬 何况 以他的实力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而这也是他郁闷的原因 幽灵好不容易在秦锋之前迈出这一步 但没想到秦锋迎头跟上 再次将他超越 这一切带给他的打击简直无法想象 以至于哪怕他有一颗坚强的心 也有些承受不住 甚至让他心中那股比秦锋更强更优秀的信念都有些动摇 首领 我认为他能够击杀北深海 完全是因为他最后动用的武技很厉害 很有可能是极为强大的武学秘法 眼看自己在心中宛如神一般存在的幽灵 沉默而消沉 海地走上前半蹲下身子 一字一句道 如果您能够学到这样的武学秘法 一定比他更强 海地 你从今天开始 主要去做两件事 第一 密切收集有关各种武学秘籍的信息 尤其是强大的武学秘籍 如果能够得到 武系一切大家得到 第二 密切关注他的动向 一旦他出国 无论我是否闭关 都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首领 您这是准备对他动手了 对于一名军人而言 格斗实力 也就是武学界所说的武学实力 只是综合实力的一部分 我格斗实力不如他 不代表在战场上杀不了他 是的 首领 您带领我们去围剿他 他必死 而且 如果上一次 是您带队去华夏周山群岛猎杀他 他早已经死了 海地对于幽灵的话 身心不已 同时眼中充斥着期待 期待幽灵 能够早日带领组织 去干掉秦风 他相信 那一天全球地下世界都会为之震动 第四百六十四季 柳川人的手下很郁闷 他们在陈家寨村头 被秦风的壮举惊得无以复加 吓得半死 好不容易像是打败的士兵一样 抬着柳川人和北辰海的尸体离去 结果发现 他们所乘坐的汽车不见了 两辆埃尔法丰田商务车 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奈之下 只好步行 抬着柳川人和北辰海的尸体 远离陈家寨 然后开始联系日本国内 试图将情报汇报 然后让国内的大佬联系人来接他们 而负责柳川人北辰海等人此次行程的王雄 早在秦风击杀北辰海后 便撒牙子跑路了 身为满自彪的左膀右臂 他知道满自彪儿子招惹秦风的事 也知道齐家和满自彪 要借助日本人干掉秦风的事 如今柳川人和北辰海都死了 齐家和满自彪的计划也算是泡汤了 他哪里还敢留下来 在他看来 按照秦风以往的行事风格 这件事情必定没完 绝对会找满自彪和齐家人算账 他如果留下来 只有死路一条 他在路上给满自彪打电话 结果满自彪只是说了 我已经知道了五个字 便挂断电话 为此他知道 满自彪和齐家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肯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挤得团团转 便没敢再打扰 只是乘车返回丹江 如同王雄的判断一样 满自彪确实急眼了 他在北辰海被秦风击杀后的第一时间 打电话给齐荣华 结果齐荣华告诉他 要向齐东升请示应对方案 让他稍安无躁 但他再急也只能憋着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丹江 柳川人北辰海等人 之前所下榻的五星级酒店 一间豪华套房中 满江一脸六胜无主地问道 他按照满自彪的指示 偷偷从陈家寨村长家中逃走 来到丹江 与满自彪会合 父子二人一起观看了 秦风与柳川人北辰海的比武 知道自己父亲借刀杀人的计划失败 此刻心中完全被恐惧重斥 他怕秦风对他施以报复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怎么办 满自彪的心中是又急又怕 但又不好再给齐家打电话 记得不停在屋子里抽烟夺步 恶然听到儿子的话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筹骂 你还有脸问我怎么办 如果不是你个不争气的孽子 事情会发展到 现在这种无法收拾的地步 我 我也不知道他是秦风啊 否则就算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 满江委屈的都快哭了 如果时光倒流 他绝对会把拉着他跳进火坑的周涛 打得人生不能自理 而不是去找死的招惹秦风 我他妈的真想一枪崩了你 从现在开始 你最好给老子闭嘴 满江坐在沙发上 和满子彪一同等着秦家人的回话 与此同时 齐家庄园 无论是在满族和东北之手遮天 有着王爷之称的齐东升 还是当代陈世美 入赘齐家的齐荣华 在看到闭雾结果时 统统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在满江招惹秦风之前 他们为了避免得罪秦风 虽然答应要负责柳川人 北辰海一行的衣食住行 但却安排他人去做 而满江的事让他们改变了主意 齐东升认可了齐荣华 关于满江事情会殃及齐家的看法 同意了齐荣华借刀杀人的计划 原本在他们看来 以柳川人的实力 击杀秦风是不在话下的 结果柳川人被秦风一巴掌打死 就连柳川人的师父也被打死了 这个结果让他们惊得物以复加 心中的焦虑和担忧 比满子彪复杂而人只多不少 爸 事到如今 我们唯有两条路可以走 沉默了一小时 齐荣华开了口 那两条路 爸 事到如今 我们其实还是与之前一样 要么死磕 要么服软 认错 死磕这条路 单凭我们自己肯定不行 唯有联手秦风的敌人 而且 必须是国内的敌人 秦风在国内的敌人 主要有两股实力 一股 是以杨昆为首的权贵子弟 一股 是南清红 南清红那边不能指望 他们多半 也被吓到了 属于黎菩萨过河自身南宝 红顶俱乐部里边 倒是可以尝试联系 至于服软认错 我们虽然借助日本人的手铲除他 但他未必知道 是我们在幕后指使 这样一来 如果让满字镖 带着他儿子满江 去认错的话 未必就会牵涉住我们 此刻基本无望 我知道杨昆 也见过他 他是标准的帝王后代 有能力 也有野心 实实物 至分寸 他这辈子 两次被秦锋踩 有必然的成分 也有偶然的成分 以他的性子 肯定会报复秦锋 但我认为不是现在 您是说 他是要摆脱之前 红顶俱乐部被除名的影响 以适途为主 换作是你 你会选择不顾一切 灭杀仇敌 还是先跑仕途呢 这样一来 那我们只有服软 认错 一条路可走了 嗯 你现在就给满字镖打电话 让他带着他儿子 和所有涉及那件事情的人 前往陈家宅 赴京请罪 但愿秦锋不知道 是我们在幕后 借出日本人的手铲除他 否则后果 无法预料吧 好的 秦锋华面色难看的领命 心中很是不安 如果秦锋真的知道 他在幕后策划联合日本人 那么他的身份 必然也瞒不住 届时 心仇旧恨加在一起 天知道秦锋会做什么 心中虽然不安 但秦锋华还是很快调整情绪 拨通了满字镖的电话 子镖 王爷 让你带上你儿子 和所有涉及那件事的人 先往陈家寨 赴京请罪 满字镖拿着手机 听着听筒中的声音 只觉得 像是听到了法官的宣判 久久没有出声 也没有放下手机 而是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 爸 秦锋怎么说 欢迎满江的是一剑耳光 满字镖一巴掌抽在满江的脸上 你最好祈求上天 秦锋能够接受我们登门认错 否则老子要被你害死 登门认错 他 他肯定不会接受的 满江被打得脑袋发懵 听到满字镖的话后 下意识地说着 不禁想起了秦锋当初的话 两天之内 你若没有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直接来陈家寨 给你儿子收尸 如果你在你父亲满字镖 没有抵达这里之前离开 后果自负 满江下的贪软在地 满字镖一言不发 他无法做到 自欺欺人 第四百六十五集 陈家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热闹过 因为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寨 不足三十户人 即便是过年串门走亲戚 也来不了多少 而且不会奉勇而至 那些今天一下来了几十号人 何况陈家寨的村民都看出了 今天来的人都是衣着仙礼 气度不凡 明显是从城里来的 陈芳一家人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没想到 有这么多有钱的亲戚朋友 是啊 你看看那一个个的派头 简直羡慕死人了 村里人爱看热闹 当他们得知这些人 都是陈静家的亲戚之后 一个个羡慕得无以复加 甚至纷纷跟着秦峰等人 走到陈静家 站在屋外议论纷纷 陈芳不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 他在为秦峰沉静张欣然三人准备午饭的时候 虽然听到了村头很热闹 但并未去观看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此 当秦峰带着一大群人来到家里时 他很震惊 也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无论是柳宗盛等武学宗师 还是洛清科贾德纲 他们都很细心 知道秦峰在陈家寨过年前来观战 助威的同时也带来了礼物 至于李雪燕王阿蒙等人就更不用说了 两辆大巴车放行李的地方 全都兑满了礼品 礼品很多 足足搬了有半个多小时 在此期间 那些村民羡慕得眼珠子都吃了 礼品搬完 柳宗盛等老一辈的人进了屋 王阿蒙等人因为屋子太小 只好站在院内 等待秦峰与柳宗盛等人聊天 小峰啊 先是鸿门雷爵 后是北尘海 柳川人师徒 你简直是我们华夏武学界的骄傲 柳宗盛毫不吝啬地送上赞誉 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秦峰的话 无论上一次鸿门雷爵回国挑战 还是此次柳川人前来挑战 华夏武学界都是要被羞辱的 毕竟上一次鸿门雷爵 可是打得整个华夏武学界失声 没有暗尽巅峰武者应战 而柳川人的实力明显在鸿门雷爵之上 柳会长言重啊 我是华夏人 也是华夏武学界的一份子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秦峰摆了摆手 显得很谦虚 小峰不光是我们华夏武学界的骄傲 这一战过后 也是全球武学界年轻一代第一人 少北拳掌门乔武斗也开口赞道 年仅二十四岁便有这般成就 简直让我倒无法想象 清何以堪啊 哈哈哈哈 乔武斗 你没得比了吗 跟他比 八卦门掌门赵武道笑着打趣 然后冲秦峰问道 小峰 叶帆是你师父吧 柳宗圣空明大师张天使 乔武斗四人不愿而同地 将目光投向秦峰 他们虽然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但也想知道最终答案 秦峰点头 叶帆是上一任聋哑 堪称力剑部队的传奇 因为执行任务期间 得罪了境外势力太多 最终被神堡抢着围剿 打残 沦为废人 如今是历剑特种部队的教官 但很少出来教学 唯有极富天赋的成员 才能成为他的弟子 秦峰有幸成为叶帆的弟子 并且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你师父现在怎么样了 刘宗圣关心地问道 叶帆曾是华夏武学界的骄傲 和他私交很不错 他对叶帆的遭遇也十分同情 但自从叶帆跌落神坛之后 便再也没有见过 当年那一战 他经脉被废 双腿碎裂 沦为废人 如今还在军中任职 秦峰简要地说着 唉 他经验才才了前半生 后半生却以悲剧落幕 好在有你这个弟子 给他争气 柳宗圣叹了口气 小枫啊 枪打出头鸟 如今 你已震惊全球武学界 乃至地下世界 你要小心为上 不要负你师父的后路 嗯 秦峰点头 眯起眼睛 眼中杀鸡一闪而过 总有一天 我会去找当年打参我师父那些人 挨个清算 柳宗圣等人 瞳孔瞬间放大 既震惊又期待 他们相信 如果秦峰不发生意外的话 迟早会问鼎武学巅峰 而在此过程中 当年打残叶番那些神棒强者 会挨着个儿的 被秦峰清算 他们的事故 将成为秦峰攀上山峰的 垫脚石 一个多小时后 柳宗圣等人 起身告辞 小峰 你没让哥哥失望啊 哥哥这趟没白来 还是那句话 西南永远欢迎你 到了那里 给哥哥一个电话 哥哥一定好好款待 秦峰来到院中 吓得刚上前 一脸真诚 贾哥 谢谢 有机会我一进去 秦峰拱手道信 一语双关 既是在感谢贾德刚 此次前来助威 也是感谢他的邀请 好 哥哥告辞 贾德刚 对着院内的瓦盟等人 也拱了拱手 便转身离去了 老大 兄弟们等着 跟你去市里庆祝呢 今天不醉不归 瓦盟连忙上前说道 你们先回市里 我晚上去找你们 哦 老大 为什么要等晚上啊 因为 白天有人要来陈家宅 秦峰语气低沉地说着 他已经让龙女 查清了此次的事情 知道北辰海 柳川仁师徒 来陈家宅找自己 除了因为 昆山地下赛车场的事情之外 还有满子彪和齐家 在背后玩火 如今 北辰海 柳川仁师徒二人被杀 满子彪和齐家 肯定回来找自己 如同秦峰所预料的一样 满子彪 接到了齐荣华的命令后 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带人赶往 周炳全所住的医院 医院的一间特殊病房中 周炳全和周涛 叔侄二人 躺在病床上 两腿分开 裤裆处 均已进行包扎 康复之后 也只能成为太监了 而周涛的面门 还挨了秦峰一脚 鼻梁骨折 颧骨粉碎 整个人几乎毁了容 脸上也包着纱布 只露出两只眼睛 病房里除了两人之外 还有陈狗胜和周涛 曾经带着去 陈家寨的八名心腹 其中 陈狗胜 当日被秦峰一巴掌 抽碎半张脸 如今脸上也绑着纱布 而那八名手下 纷纷自断一只手赔罪 他们留在病房里 除了照顾周炳全 周涛数着二人之外 也是在等 等待满子彪的通知 漫长的等待 让他们心中很煎熬 当他们得知 秦峰击杀了 北辰海柳川人师徒二人 令得满子彪 借刀杀人的计划失败之后 变得更加恐惧了 陈儿 陈儿 你说 满爷会怎么处理这件事 周炳全 开口大波沉默 语气惊恐 声音中充斥着颤抖 回应他的 是一声闷响 房门被推开 王熊带着几名大汉 进入病房 熊爷 周涛的八名手下闻声 先是一惊 然后看到进来的人是王熊 纷纷鞠躬问好 那四个枪手呢 王熊扫尸病房 然后冷眼盯着病床上的周涛 眼中没有丝毫同情 有的只是怒火 周涛为了给周炳全出头 连累了满江不说 如今要将满子彪和整个东北地下世界 都牵扯进去 简直挡住 如果不是齐家人 要求涉及这件事的人 全部去陈家寨 附近请罪 他都想代替满子彪 一道童死周涛 王哥 那四个人 被我的人控制着呢 周涛强忍疼痛 挣扎起身 一脸不安地问道 满眼准备怎么办 打电话通知你的人 带上那四人去陈家寨 在陈家寨村口集合 王兄面无表情 大费所问 你们现在都拔掉输业馆 跟满眼一起去陈家寨 去 去陈家寨做什么 周炳全 下意识地问道 你他妈的 还敢问我去陈家寨 做什么 还不都是你惹出来的事 王兄怒不可遏地 瞪着他 杀气凛然 你们最好祈求 秦丰和陈家人能原谅你 不再追究这件事 否则 老子第一个替满 也崩了你们 叔侄两人 二盘想起王兄的话 周炳全 周涛二人 吓得是面无血色 浑身直打哆嗦 似乎直到现在 他们也无法接受 在偏远的陈家寨 当初那个穷的 都接不开过的陈家 会有秦丰这样的靠山 他们不知道的是 对陈家而言 秦丰不是靠山 而是亲人 动我亲人者 势必清算 这是秦丰的逆临 第四百六十六集 王阿猛 叶虎 赵德龙等人 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并没有离去 而是全部留在了陈家寨 他们一个个起得火冒三丈 等待着满子彪和齐家人的到来 临近周五 周涛的手下 率先带着四名枪手 来到陈家寨村口 得知满子彪等人 还没有到后 没敢擅自进村 而是在村口 惊苦不安地等待着 十分钟后 王熊带着周炳全 周涛熟职 陈狗胜 以及周涛的八名骨干手下 也来到村口 其中 王熊的表情很凝重 而其他人的心中 则是完全被恐惧占据 那感觉 仿佛要奔赴刑场一般 王哥 你说秦峰会饶了我们吗 惊苦不安的同时 周涛忍不住开口问他 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 你问我 我他妈问谁去 王熊一脸怒火地骂道 他原本与这件事情 没有直接关系 但按照满子彪的命令 带着北辰海 柳川忍师徒二人 来到陈家寨击杀秦峰 如今也卷入其中 根本不能独善起身了 面对王熊的怒骂 周涛只好加紧嘴巴 不敢再废话 心中暗自祈祷 秦峰能够放他一条生路 周炳权的求生欲望 比周涛更强 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有后代 而且因为上了年纪 即便没有卵蛋 也能活下去 他只要能够活下去 继续当陈家寨的村长 和土皇帝 那他的日子 也会过得很好 你说我他妈是不是傻 满江逃走也就罢了 我为什么要跟着离开呢 我为什么不去跟那个秦峰通风报信呢 如果我那么做了的话 不就没我的事了吗 一旁的陈狗盛 毁得肠子都清了 一个劲的在心中埋怨自己 当日 秦峰安排他盯好满江 结果满江接到满自彪的电话后 逃离陈家寨 他非但没有去给秦峰汇报 而且和满江一起溜了 等于完全无视秦峰的警告 与此同时 满自彪带着儿子满江 乘坐一辆奔驰G63 抵达了陈家寨村口 与以往不同 这一次 除了司机之外 只有他们父子二人 虽然他很清楚 秦峰绝对不会怕他带人去 也不屑 但他生怕秦峰会误会他的来意 除了贴身保镖兼司机之外 其他的一个保镖都没带 爸 你说 如果秦峰不原谅我们 怎么办 汽车后排座位上 满江只觉得屁股下面 好像被针扎了一般 坐立不安 一脸六声无主地 冲满自彪问道 满自彪沉默地吸着烟 眼中有着无法掩饰的 恐惧和担忧 爸 万一他要杀了我们 怎么办 眼看满自彪不说话了 满江再次开口 一副怕死的模样 身为东北地下世界太子爷的他 在整个东北几乎是横着走的 有花不安的钱 睡不完的漂亮女人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 甚至在南澳赌场 也被当成最高级别的贵宾接待 这一切的一切 让他对这个世界充满留恋 你他妈给我闭嘴 满江的话 让满自彪心中更加的不安和烦躁 他猛地扭过头 盯着满江 怒声吼道 好死不如来活着 他只要不死 便可以很好地活着 满江怕死 他何尝不怕呢 然而怕归怕 但他很清楚 如果秦峰执意要宰了他们 父子二人 他们除了死 似乎没有第二条路 二十分钟后 奔驰G63 驶到了陈家站村口 王雄的人老远 便看到汽车驶来 纷纷下车等候 大哥 满爷 当满自彪下车后 王雄和众人不约而同地 开口问候 还他妈的赖在车上干什么 滚下来 满自彪没有回应王雄的人 而是一脸怒不可遏地 看着几乎被吓破胆的满江 满江几乎瘫软在座位上 两条腿像是抽了筋似的 不停地打着败子 王雄 把这个丢人现眼的镊子 给我拽下来 拖到陈家门口 满自彪气不打一处来 觉得他实在太丢人了 好的 大哥 王雄连忙点头 然后走到奔驰G63的后门旁 面色复杂地看了满江一眼 然后将满江拉下车 扶着他走到满自彪身后 满自彪不再废话 带头走进陈家寨 朝着陈静家走去 他没有将车直接开到陈静家门口 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向秦峰赔罪表示尊重 减少秦峰的怒火 当满自彪带人进入陈家寨后 立刻引起围观 这一切只因为他们一行人实在太特殊了 他们之中一大半以上都是伤员 而且除了满自彪和王雄之外 其他人一个一个像是要奔赴刑场一般 心中恐惧 身子僵硬 两腿发软 其中 以满自彪表现最为明显 他几乎是被王雄架着走的 只要王雄一松手 就会直接瘫软在地 那不是周村长吗 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们不知道吗 周村长年前带着陈狗 甚至调戏陈方 结果被那个叫秦峰的青年打伤了 不光是周村长 还有他侄子周涛 看样子 他们这是要去给陈方道歉认错 小声点 被周村长和他侄子听到 腿给你打断 围观的村民很快便认出周炳权 忍不住议论起来 起初声音还很大 后来被提醒后 大多数人都停止议论 少数几个议论的 也是将声音压得很低 确保不会让他们二人听到 无论是周炳权还是周涛 他们刚才都听到了村民的议论 换作是往常 早就发飙了 但此时此刻 他们像没有听到似的 完全没有理会 因为此刻他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完全沉浸在秦峰是否会放过他们这个问题上 当满自彪等人穿过大半个村子 满自彪突然看到前方一家住户门口 站着一个衣着鲜利的年轻人 当下一正 脚步一顿 那就是陈方家吧 是 是的满意 周涛脸盲回应 因为太过恐惧 深夜有些发颤 同时直勾勾地盯着站在陈静家的王阿蒙等人 感觉仿佛在问 他们是谁呢 站 站在最前面那个人 好像是王阿蒙 与此同时 满江也在看着前方 一眼便看到了为首的王阿蒙 身为东北地下世界太子爷的他 也算是名副其实的二代 对于整个华夏一些知名的二代很关注 他会将自己与那些二代进行比较 或者说学习那些二代的潮流玩法 而王阿蒙是华夏二代中最出名的人之一 他自然认识 而盼想起儿子的话 满自彪心头一震 心中的不安呈直线上升 身为东北地下世界明面上的掌舵者 他除了有齐家鼎力支持之外 自身势力也不弱 消息渠道也很灵通 他知道 秦峰在采杨昆 令得杨昆跌下神坛和红顶俱乐部除名的时候 以王阿蒙为首的一群权贵子弟 曾在东海齐聚为秦峰站台 如此一来 他便瞬间判断出 前方以王阿蒙为首的那群男女 正是当日在东海给秦峰站台的权贵子弟 如今 在秦峰失去了靠山 且与秦家决裂的节骨眼上 这群拥有着恐怖能量的权贵子弟聚在这里 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他们想干什么 再次为秦峰站台 上一次 他们为秦峰 令得苏者沙盟会的龙头龙将 和华夏地下世界的旗帜 南青红 元气大伤 这一次又当如何呢 陈静家门口 以王阿蒙和叶虎为首的大院子弟们 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路去脉 得知满子彪带人抵达陈家寨之后 特地在门口等候 此刻 他们看到满子彪带着一群伤员朝陈静家走过来 眼中没有丝毫的同情 相反 他们想到周炳权差点将陈方玷污 且满子彪想借助日本人之手 铲除秦峰之后 一个个是怒不可遏 事实上 若非秦峰阻拦 他们差点就自发的要动用一切能量 将满家齐家从东北抹去 让整个东北变天 哟 这不是大面鼎鼎的东北王 满老大吗 什么风把您这样的大人物 吹到陈家寨这个偏僻的小存在来了 就当满子彪带着儿子满江等一群人来到陈静家门口时 王阿猛一脸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满子彪 阴阳怪气地损到 哼 阿猛 这还用问吗 老大打伤了满老大的儿子和手下 他带这么多人来 肯定是报复呀 夜虎冷笑着附和 眼中尽是怒意 身为侦察兵的他 知道特战队员的艰辛 不但要接受残酷的训练 而且要经常与步伐分子战斗 等于在死亡的镰刀上跳舞 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根本无法顾家 最后没有牺牲 也是拖着伤痕累累的残躯退役 他们是和平时代的无名英雄 也是和平时代真正的战士 然而身为英雄的他们 用钢枪和鲜血保卫了国家和人民 却在牺牲后无法保卫自己的家人 而让周炳权这样的人渣蛀虫 为所欲为 这一切让夜虎心中 仿佛有一股烈火在燃烧 他只觉得胸口堵着什么 很难受 其他人虽然没有像王阿猛和夜虎两人一样开口 但他们也是一脸怒意的 瞪视着曼兹彪 曼兹彪等一行人 就如同奔赴刑场一样 惊恐不安 此刻 面对一道道愤怒的目光 听到王阿猛和夜虎的讥讽话语 心中的恐惧更浓了 仿佛夜虎等人随时都会冲上来 将他们撕碎 诸位误会了 我们是来向秦先生赔礼道歉的 还请通报一下 满子彪早已能够做到 不将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 他没有摆江湖大佬的架子 而是将姿态放得很低 现实道明来意 然后开口请求 好一句赔礼道歉 夜虎双拳紧握 差点玷污我老大生死兄弟 烈士的亲人 然后勾结日本人 试图借助日本人之手 杀叫我老大 区区赔礼道歉四个字 就完事了 刹那间 满子彪一行人 脸色变了 心中的恐惧和不安 几乎上升到了一个极限制 让他们接近崩溃 就连满子彪也不例外 在抵达陈家战前 满子彪还在幻想着 秦峰不知道 北辰海师徒来挑战的事情 与他有关 这样一来的话 秦峰饶恕的可能性很大 如今夜虎的话 让他幻想破灭 以至于饶食他有一颗 坚强的心脏 也在一瞬间 无法掩饰内心的真实情绪 将恐惧和不安流露出来 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 我想当面跟秦先生解释清楚 瞬间过后 满子彪的表情又恢复平静 然而这一次 他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误会 我倒要听听 这里面有什么误会 秦峰从院中走出来 挖蒙等人自动散开 让开一条路 让秦峰静止走到满子彪的身前 望着秦峰那张陌生而熟悉的脸 想到秦峰曾经的事迹 和刚刚强势击杀了北辰海 试图二人 包括满子彪在内 所有人的心头都是一阵 而后一脸惊恐不安的 看着秦峰 秦先生 满某管教不力 导致属下和孽子得罪了您 特带着他们前来向您赔罪 惊恐之余 满子彪竭力地控制情绪再次开口 但没有解释到底是什么误会 而是直接说明来意 花音落下 他不等秦峰开口 便回头瞪着满江等人 喝道 还不跪下 满子彪身后一众人 纷纷跪倒在地 脸蛋贴着地面 不敢去看秦峰 满老大 您刚才不是说是误会吗 说说看 有什么误会 秦峰没有去看满江等人一眼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满子彪 没有误会可言 满某今天带着孽子和属下 只为赔罪而来 甘愿接受秦先生的任何惩罚 满子彪拱手巨躬 摆出一副认罪的架势 是吗 秦峰忍不住笑了 笑得很冷 满老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 你们所有人 自裁赔罪吧 再次听到秦峰的话 包括满子彪在内 所有人现实一正 而后下的面无血色 浑身抽搐 其中满江陈狗胜两人胆小 直接吓晕了过去 秦先生 满子彪试图再次开口 他之所以带人前来 就是为了得到秦峰的饶恕 如果要自裁的话 他还来做什么呢 不如此刻 或者跑到国外 那样至少还能狗眼残喘一段时间 满子彪 你不用假惺惺地摆出一副认罪的姿态 秦峰再次开口 打断了满子彪的话 与其低沉而阴森 我说过 如果两天之内 你无法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就到陈家寨 给你儿子收尸 你若是想赔罪的话 不会等到现在 更不会勾结日本人对付我 你想借出日本人的手灭掉我 从而了结所有的事情 只是没有想到 我的命这么硬 对吧 满子彪张着嘴巴 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因为他知道 秦峰已经知道了一切内幕 他无力辩解 也不敢再狡辩了 那会更加激怒秦峰 除此之外 他也被秦峰再次说出收尸这样的字眼 吓住了 担心秦峰真的会一不做二不休 将他们全部杀灭 秦先生 这里面确实有些误会啊 满子彪硬着头皮再次开口 他将心一横 直接抬出奇甲 原本我是想第一时间来找您赔罪的 但齐家人不让我这么做 而日本人的事情并非我操控的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不得不说 他是一个很果断的人 搬出奇甲 既将自己的背景靠山摆出来 也告诉秦峰等人 他只是傀儡 一切都是齐家在幕后操作 齐家人是谁 秦峰明知古问 齐 齐荣华 满子彪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出了齐荣华的名字 虽然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齐东升在拍板 但他不敢让齐东升来背锅 否则的话 即便是他在秦峰这里逃过一劫 齐东升也不会饶过他 而齐荣华则不同 一方面的确是齐荣华联系的他 更为重要的是 齐荣华是入赘的人 只是齐家名义上的二当家 即便与他翻脸 结局也不会太惨 既然如此 那你联系齐荣华来陈家寨 你骂人 再次对质 齐峰语气低沉 这 满子彪难住了 他很清楚 要让齐荣华再次回到陈家寨 难度有多大 何况 齐峰还要让他与齐荣华对视 这等于是变相地告诉世人 他将主子给卖了 让主子来背锅 你转告齐荣华 我在这里等他两天 两天之内 如果他没有滚到陈家寨 跪在这个门口 我保证让他一无所有 齐峰再次开口 声音不大 但语气坚定 仿佛天塌下来 也不会改变这个决定 第468集 随着齐峰的花音落下 陈家门口一片安静 唯有满子彪等人 急促的呼吸声格外清晰 因为事情正朝着他们 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发展 秦峰没有稀释宁人的打算 而是要清算 按照秦峰所说 尚且连号称东北小王爷的齐荣华 都要滚到陈家寨 跪在这个门口 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好的 秦先生 我会把您的话转告给齐荣华 然后带着人在陈家寨等他到来 满子彪受坐沉吟 然后做出选择 他不敢死磕 也没有死磕的资本 也放弃跑路 而是决定等齐荣华来了 看最终的结果 听到满子彪的话 秦峰没有说什么 秦先生 等齐荣华来了 我再带人过来赔罪 听从您的处罚 眼看秦峰不说话了 满子彪再次开口 完全放下了 东北地下世界掌舵者的架子 而是将自己当成了一个 等待秦峰惩罚的罪人 因为他很清楚 秦峰虽然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而且和秦家决裂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汪阿蒙等人能够动用的能量 远远不是他可以衡量的 况且 秦峰还有令他心惊胆寒的恐怖武力 话音落下 满子彪看到秦峰依旧沉默 便出声让王雄等人起身 然后离开 静止走向了周炳泉 那栋洋气的小楼 他决定在那里等待秦峰华 如果秦峰华不来 他会第一时间找秦峰汇报 老大 就什么放他们走了 叶狐有些心有不甘 爱不到清算的时候 秦峰说道 老大 你打算怎么办 王阿蒙忍不住问道 随着王阿蒙的话音落下 众人都是一脸好奇而期待地看着秦峰 原本他们打算动用各种能量 帮助秦峰和陈家出上这口恶气 秦峰阻止了他们 但并没有告诉他们会怎么做 后悔与忏悔 秦峰答非所问 并未说出计划 然后看了一眼王阿蒙等人 事情处理之前 我没有办法陪你们喝酒了 你们都回去忙各自的事吧 当有机会再去 不行 我就在这里等着 等着那些王八糕子付出代价 叶狐摇头 他憋了一肚子坏耍 我也留在这里 王阿蒙也表了叹 秦云山去世的时候 他很想陪在秦峰身边 但没有机会 如今秦峰又遇到麻烦 他即便什么都不做 也不会离开 我初期才上班 过两天走 不影响 赵德龙也表了态 老大 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能走呢 就是 我们都不走 留下来陪你 等你处理完事情 好好大喝一场 随着夜虎王阿蒙 赵德龙三人开口表态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表示不会走 好吧 那你们就留下来 不过这里可没有地方住 吃饭也是问题 你们先回丹江等我 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去找你们 听到王阿蒙等人的话 秦峰心中暖呼红的 他没有再赶着让众人离开 而是同意他们留下来 好的凤子 我们先回丹江 赵德龙再次开口 他也知道秦峰说的是事实 这么一大群人留在陈家寨 确实不合适 到丹江等待其家人 是最佳选择 而以他们的消息渠道 可以将秦荣华抵达丹江的时间 精确到苗 随后 王阿蒙等大院弟子 向陈方打了招呼 便一同离开陈家寨 李雪燕 则选择留下来 圣经 齐家庄园 秦荣华已经得知 满子彪带人去向秦峰赔罪 结果还没有传回来 便将自己灌在书房 一边抽烟 一边躲步 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是团团转 突然 伴随了一声清响 齐明珠推门而入 看到满屋的烟 皱起眉说道 你这是要把房子点了吗 面对一脸不满的齐明珠 齐中华虽然心烦意乱 但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默默地将烟掐灭 然后打开窗户 通风散烟 满子彪去陈家寨 什么结果 齐中华打开窗户 坐在书桌前后 齐明珠再次开口问道 暂时还没汇报 齐中华皱着眉 降不完写在脸上 真没想到 你那个死去的儿子 本是不小啊 居然认识秦家人 而我们齐家 居然会被你前妻坑 齐明珠坐在沙发上 翘着狼腿 一脸的不爽 同时讥讽地笑道 难道这就是 所谓的报应吗 当年 他与齐中华一见动心 然后强烈的占有欲 让他不顾家族反对 硬生生地 用男人渴望的权力 地位和金钱 得到了齐中华 并且不允许齐中华 再次踏进陈家寨半步 不允许他 与陈家人有任何联系 后来齐中华做到了 他却觉得索然无味 也萌生过 一脚踢走齐中华的打算 但因为有了孩子 外加齐东升 很欣赏齐中华的野心 情商与狠辣 便一直维持着这段婚姻 在此期间 他虽然因为懒 不管齐家的事 但这个小家 完全是由他说了算 说难听点 他说一 齐中华是不敢说二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 齐家要因为齐荣华的儿子 和前妻 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让他心中很不爽 因为 那个在他眼中 卑微下界的农村妇女 摇身一变 变成了他 不敢小瞧的存在 甚至 一脚踩在他的脸上 将那份属于齐家公主的傲娇 和得意踩在脚下 若论不爽 齐荣华心中更甚 如果二十年前 有人告诉他 他的儿子会和秦家后代 成为生死兄弟 他是绝对不会当陈世美的 但很可惜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他入赘齐家 而且因为秦锋 惠久当年的事情 找到清算 在满江出事后 主动提议 借助日本人的手 除掉秦锋 而如今 北辰还试图死了 他的计划落空 等待他的 将是秦锋的报复 虽然不爽 但齐荣华并没有 开口说什么 而是 又点了一根烟 齐明珠眉头一跳 本想训斥 却听到了 手机震动的声音 齐荣华掐灭香烟 拿起手机 看到是满子彪的来电 迅速接通 子彪 什么结果 小王爷 那秦锋知道 我们联合日本人 对付他 齐荣华心头一震 脸上的担忧 愈加明显 然后呢 我带人去附近请罪 但他没有接受 我们的赔罪 也没有说要怎么处置 满子彪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他让您到陈家寨 让 让我去陈家寨 齐荣华脸色一变 只觉得世界末日 要来了 是的 是的 小王爷 满子彪咬了咬牙 将秦锋的话 原封不动地 告诉齐荣华 他说他在陈家寨 等您两天 如果您没有到陈家寨 他会让您一无所有 齐荣华 静得手一抖 手机砸漏在书桌上 摔碎了屏幕 声音清脆而刺耳 对此 齐荣华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一脸呆滞和恐慌 性情的让你去陈家寨 做什么 齐明珠健壮 站起身 脸色难看地问道 他曾说过 不许齐荣华这辈子 再踏进陈家寨半步 而如今的情况 齐东霜肯定会从大局出发 为了整个提借的利益 让齐荣华去一趟陈家寨 赔罪 忏悔 齐荣华喃喃自语 像是在回答齐明珠 更像在自语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如同齐明珠所预料的一样 当齐东升得知事情的后果后 先是亲自打电话 给满字标合适 确认情况 然后便要求齐荣华 立刻赶往陈家寨 向秦峰赔罪 齐荣华 虽然有一千一万个不愿意 也不敢违背 齐东升的命令 而是第一时间乘车 前往陈家寨 叶胡等人动用关系 对齐荣华进行定位 齐荣华刚离开圣经 他们便接到了消息 并及时向秦峰 打电话汇报 得知齐荣华动身 秦峰虽然知道 齐家这是要低头认错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防止齐家和满字标 狗急跳墙 确保陈方 陈静等人的安全 他没有去丹江 找王阿蒙等人喝酒 而是留在陈静家 许燕 你跟新人先回房间 我有话 要跟阿姨和小庆说 晚放过后 不等陈方收拾其碗筷 秦峰突然开口 听到秦峰的话 陈方陈静两人 均是一脸疑惑 张其然很是好奇 唯有李许燕 知道缘由 好 眼看李许燕回应 张其然回过神 压制住好奇 没有开口 而是与李许燕 一同走出房间 峰啊 咋的了 你有啥事 跟姨说 陈峰放下碗筷 率先开口 陈静虽然未开口 但也是眼巴巴的 看着秦峰 以他对秦峰的了解 甚至秦峰接下来 要做的事情很重要 阿姨 小静 明天陈荣华会来这里 秦峰看了一眼两人 开门见山的说道 陈峰 陈静母女两人为言 当下静得目瞪口呆 感觉仿佛是听到了 这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不可思议吗 是的 陈荣华离开陈家寨将近二十年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没有回来 也没有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 了无音讯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秦峰突然告诉陈方 陈静母女两人 陈荣华要回来 这怎么能不让他们震惊呢 风啊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足足半分钟后 陈方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红着眼 眼眶中热泪涌动 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 声音颤抖 与此同时 陈静也回过神 他没有激动而紧张 也没有再听秦峰确认 秦峰既然这么说了 自然不会有假 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皱着眉头 眼中金光闪烁 结合着这几天发生的事 思索着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 突然回到陈家的缘由 阿姨 是真的 他已经在路上了 秦峰点头 然后看着陈方激动而紧张的模样 心中暗自叹气 不知道接下来 该如何和陈方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他 他竟然还活着 为什么二十年都没有回来过一次 也没有打过一个电话 得到秦峰的确认 陈方的情绪失控了 他红着眼睛 一边说 一边抹着眼泪 很是伤心 秦峰健壮沉默不语 他无法在这种情形下 将事情的真相告诉陈方 那太残忍了 他只能等待陈方的情绪平复之后 再说 陈静通过思索 大致猜到了 但见到母亲哭得很伤心 也没有开口找秦峰确认 而是将纸巾递给母亲 两分钟后 陈方停止哭泣 深深地吐出一口闷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陈荣华离开陈家寨 二十年的时间中 他含辛茹苦地将陈猛陈静拉扯大 受了很多委屈 造了很多罪 他都咬牙挺过来了 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坚强 刚才 他只是因为等待了二十年 突然听到陈荣华要回来的消息 太过震惊和激动 导致情绪失控了 风啊 你认识小静的父亲吗 陈方擦开眼泪 再次开口问道 语气已经很平静了 声音也不再颤抖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不认识他 也没有见过他 秦峰摇了摇头 那既然你能确定他要回来这里 肯定是知道他的情况 这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陈方平静下来后 思路很清晰 一下问住关键 阿姨 接下来这番话 对于您和小静来说 都有些残酷 但我认为 还是应该将事情的真相 告诉你们 秦峰再次开口 他先是打了预防针 让陈方和陈静两人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然后才开口说道 事情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我果然没有猜错 他当了复兴汉 当听到陈荣华为了荣华富贵 入赘齐家之后 陈方解开了心中的遗团 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忍不住笑了 笑得很凄惨 可是他就算和其他的女人好了 对我这个黄脸婆没感情 也不能对自己的儿女 不闻不问呢 他的心肠 怎么就那么硬呢 秦峰沉默 儿臣静则是情不自禁地 握紧双拳 眼圈发红 满眼恨意 凤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忘恩负义 无情冷血的混蛋 之所以会明天回陈家宅 是因为跟这两天 发生的事情有关吧 嗯 东北王满自标 是齐家的一个傀儡 凤哥 如此说来 年前那件事发生之后 那个冷血的人和齐家 担心你报复 所以想借助日本人的手 对付你 如今计划失败 所以要登门赔罪了 不得不说 陈静有着与年龄不符的 沉着与冷静 他的逻辑所谓能力极强 很快便洞悉了事情的真相 啥 日本人是他找来对付小枫的 陈方静的直接站了起来 妈 周炳泉那个畜生的侄子周涛 是他属下的属下 他得知周炳泉对你的所作所为之后 非但没有为你出头 处理他的手下 反而因为担心那件事会牵扯到他 担心被丰哥报复 所以联合日本人要杀死丰哥 陈静双全紧握 双眼通红 恨意凛然地说道 这个畜生 他为了荣华富贵抛弃蛇子 不过我们死活也就罢了 他 他怎么能恨将仇报地对付小枫 他 他还是一个人吗 听到陈静的话 陈方起得直哆嗦 他愤怒而痛心地哀嚎起来 阿姨 秦风健壮连忙起身扶住陈方 生怕陈方受不了打击 直接昏倒过去 陈方坐在椅子上 但呼吸依然急促 情绪无法平复 妈 你不要太激动了 也不要太生气 为那种人气坏了身子 不知道 陈静也是连忙上前 蹲在地上 握住陈方的手 劝道 早知如今 当初你外公 却不该救他 他这种忘恩 富裕冷血 无情的畜生 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陈方痛心疾首地骂着 此刻 他对陈如华 再无半点情感 有的只是恨意 刻骨铭心的恨 老天爷 就应该收了他 阿姨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我保证 他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秦峰缓缓开口 与其斩钉截铁 他要为活着的陈方陈静 和死去的陈蒙 讨回一个公道 让那个曾经叫陈荣华 如今改名叫齐荣华的 复兴汉明白后悔两个字的含义 第四百七十计 世贸假日酒店是牡丹江最好的酒店之一 毗邻商业区 举不可达北山公园购物中心 作用便利的购物及娱乐环境 大年初二晚上 齐荣华抵达丹江之后 为了避开王阿蒙等人 入住了这家酒店 然而 初三早上 当齐荣华起床用餐 来到一楼大厅的时候 以王阿蒙 叶湖等人为首的权贵子弟 纷纷坐在休息区 他们得知齐荣华入住了 世贸假日酒店之后 特地起了大早赶了过来 准备与他一起前往陈家寨 此刻 看到齐荣华来到大厅 众人不怨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他 察觉到众人的目光 看到王阿蒙那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齐荣华的脚步顿了一下 眉头一跳 然后当做没看到似的 加快脚步 向酒店外走去 妈的 真想揍他一顿呀 叶湖恨得牙痒痒 一副要动手的架势 虎哥 忍忍吧 疯子说了 不让我们动手 王阿蒙拽着他劝道 无论怎么说 他也是疯子战友的亲生父亲 这也是疯子不愿意让我们参与这件事的原因之一 赵德龙也开了口 身在官场的他 看问题比较透彻 走吧 我们一路护送他去陈家寨 叶虎文言 只好放弃暴打他的念头 骑身带着众人走出酒店 然后乘坐那辆大巴 跟着齐荣华所乘坐的那辆奔驰G63 前往陈家寨 小王爷 那两辆大巴车一直跟着我们 要甩掉他们吗 齐荣华的司机兼保镖 将汽车驶出酒店 发现两辆大巴始终跟在后面 开口请示道 不用了 你正常开就行 后排座位上 齐荣华说着 闭上眼睛 靠在座椅上 轻轻揉着太阳穴 一副很头疼的样子 因为他虽然按照齐东盛的命令 前往陈家寨 并且已经来到丹江超过二十个小时了 但他依然没有做好走进陈家寨 走进当初那个家的准备 他无法想象 当陈家寨的村民得知真相后 会说些什么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陈方陈静母女二人 当然他最担心的是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秦峰 也不知道秦峰到底会怎么样 约马一个半小时后 奔驰763率先抵达陈家寨村口 两辆大巴紧随其后 小王爷 到达陈家寨了 接下来怎么走 齐荣华的司机兼保镖 向车停下 扭头冲齐荣华问道 没有回答 齐荣华睁开眼 看着陈家寨 感觉不到一丝熟悉的气息 相反十分陌生 那感觉如同他心中的陈方一样 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 模糊到他已经想不起 是什么样子了 几乎如同陌生人 二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齐荣华一飞冲天 成为齐家女婿 人成小王爷 陈家寨早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的土胚房 变成了砖瓦房 还有小洋楼格外扎眼 齐荣华面色复杂地收回目光 拿出手机 拨通了满字标的电话 我到村口了 电话接通 齐荣华率先开口 然后不等满字标回话 便挂断电话 十分钟后 满字标带着满江 王雄 周炳 泉 周涛等一行人 来到村口 静止走向齐荣华的奔驰G63 齐荣华健壮 面无表情地走下车 小爷 满字标等人 第一时间行李问号 那个清风让我来这里 到底想干什么 齐荣华皱着眉头 对满字标问道 至于其他人在他眼中宛如空气 他没有去看一眼 小王爷 他说要让你跪在陈家门口 满字标看了一眼 从大巴车上走下的王阿蒙等人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选择实话实说 只是抱不住活的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他没有再隐瞒的意义了 耳畔想起满字标的话 齐荣华的瞳孔陡然放大 然后没说什么 静止走向陈家寨 如今 整个陈家寨都知道了 周炳全试图玷池陈方 结果被秦风劈碎淡的事 而且也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等待着最终结果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齐荣华带着满字标等人 刚进陈家寨 便引起了围观 那个人怎么看上去像陈荣华 一名陈家寨的村民开了口 他觉得齐荣华很眼熟 不是像 他就是陈荣华 又一个人开了口 他曾经和齐荣华关系不错 经常一起进山打猎 看样子 陈荣华这是 飞黄腾达了呀 不光如此 我觉得周炳全 周汤叔侄二人 这次栽根头的原因 就是因为陈荣华 他发达了 为妻儿出头 有人做出这样的猜测 然而 不能那人把话说完 耳尖的王阿猛 当下气呼呼地打断 放屁 王阿猛那肥胖的身躯 猛然窜到前面 站在那些村民身边 指着齐荣华 道出事情的真相 我跟你们说 你们口中的陈荣华 不但是抛弃舌子的当代陈世美 而且是一个安疆朝暴的处人 什么 居然是这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陈荣华简直就是禽兽啊 我觉得他连禽兽都不如 当年的陈方 算是陈家寨的一枝花 最后却被齐荣华 这个外来人取走 让陈家寨的不少男人 很不爽 对齐荣华很有怨气 如今知道 齐荣华这畜生的行径 纷纷忍不住 开口骂了起来 除此之外 他们聚在一起 纷纷朝着陈静家走 准备看看 齐荣华这个丧尽天良的陈世美 最终会是什么下场 前方 齐荣华隐约听到了村民们的骂声 但并没有理会 连脚步都没有停 然而 很快 他就停下脚步 他的目光 落在前方一座土培房上 那是陈家寨为数不多的土房之一 看上去十分破旧 但却让齐荣华找到了一份熟悉感 因为那是他曾经的家 二十年前 他离开那里 住进了让整个东三省权贵都梦寐以求 踏入的齐家庄园 那栋土培房 那个曾经的家 还不如齐家庄园随便的一张书桌值钱 悬殊的对比 让他自从进入齐家庄园之后 抛开齐明珠的原因不谈 他内心深处也没有想过 再回到这个贫穷的家 而今天他不得不来 看着看着他叹了口气 再次迈动步伐向前方走去 与此同时 房子中 他们来了 李雪燕看到齐荣华一行人朝着陈静家走来 转身回到屋里 冲秦峰说道 秦峰点了点头 然后将目光投向陈方陈静母女二人 陈方的身子微微颤抖 双手不住地握紧松开 如此反复 他等了二十年 等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等到了那个迫不得已回到这里的禽兽 当这一颗真正到来时 饶使他有一颗保镜风霜的坚强心脏 也难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妈 他没有资格再踏进这个家一步 陈静握紧拳 眉头紧皱 声音嘶哑 我们出去见他 嗯 好 陈方点头 站起身 秦峰和陈静要上前搀扶 被他阻止了 我没事 二十年了 最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 我没有被压垮 今天他被逼无奈回到这里 我更不会倒下 话音落下 那个等了二十年 苦了二十年 含心如苦带他两个孩子的妇人 微微驮着背 迈着坚定的步伐 朝门外走去 看到这一幕 秦峰一阵心痛 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定 今天 他不但要让秦荣华后悔 还要让那个被艰苦生活压垮脊梁的妇人 听起精神的脊梁 因为他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 第四百七十一级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齐荣华明白这个道理 为此 当他带着满字镖的人来到陈静家门口的时候 脸上是找不到半点恐惧之色 而是显得很平静 他身子挺得笔直 与陈芳那艰苦生活压垮的模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到齐荣华那抬头挺胸镇定自若的模样 王阿蒙叶虎等人气不打一出来 但终究是没有说话 陈家站那些围观的村民也是看不过眼 但他们同样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齐荣华 下一刻 齐荣华没有站在原地等待 而是迈步走向大门 就在这时 随着一声脆响 破旧的铁门被拉开 陈静搀扶着陈芳走了出来 清风李雪艳章 欠然三人跟在后面 齐荣华见状 脚步一顿 目光从陈芳 陈静母女两人身上扫过 不带任何的情感色彩 仿佛再看两个陌生人 你没有资格踏进这个院子 望着从未谋面的齐荣华 感受着对方目光中的冰冷 陈静的心中 怒火彻底燃烧 他紧握双拳 怒声说道 但齐荣华并未理会 他将目光投向秦峰 他之所以回来到这里 完全是因为她 至于陈芳陈静母女 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陈荣华 当年如果不是我父亲救你 你早已经被山上的野兽吃了 我嫁给你 为你生儿育女 可你却为了荣华富贵 娶了其他的女人 二十年都未曾露面 也没有打过一个电话 年前 周炳全带人要玷污我和小静两个人 你儿子的生死兄弟小枫出手阻止 你却因为担心这件事会牵连到你 你勾结日本人要杀死小枫 陈芳开了口 他竭力地控制着情绪 但语气之中还是充斥着 无法掩饰的愤怒和怨恨 你良心和安 你还是个人吗 这世上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畜生 陈荣华 你太过分了 陈荣华 人在座天在看 你这样做迟早会遭报应 陈芳这一开口 当年两个曾经暗恋陈芳的男人 一脸愤怒地开了口 当年那个陈荣华已死 我是齐荣华 齐荣华面无表情地看着愤怒的陈芳沉静母女 语气中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 仿佛在说一件毫不关己的事 你 恶然听到齐荣华的话 陈芳身子剧烈一颤 差点气晕过去 好在陈静眼疾手快 一把扶住他 齐荣华健壮 表情依旧平静 他再次将目光投向秦峰 秦先生 跪下说话 秦峰冷冷地打断了齐荣华的话 言语中充斥着怒意 更多的则是毋庸置疑 齐荣华的脸色终于变了 虚辱和愤怒在他脸上一闪而过 他情不自禁地皱着眉 看着秦峰 没有开口回应 也没有按照他所说的那样 跪倒在地 齐荣华 我给你两个选择 秦峰健壮 再次开口 与其森冷无比 第一 跪下说话 第二 我现在就给齐同生打电话 只要他将你踢出齐驾 让你一无所有 我与齐驾的事情便一笔勾销 否则 我将不惜一切代价 灭掉齐驾 妈的 齐驾很牛逼嘛 老大 只要你一句话 兄弟们分分钟让齐驾从东北消失 叶虎开了口 他因为是军人的缘故 对于陈某一家颇为同情 也对齐荣华和周炳全等人的所作所为 十分愤怒 灭了齐驾 随着叶虎的话音落下 王阿蒙等人也是一脸愤怒的振臂高呼 这一刻没有人会怀疑 只要秦锋一声令下 三十七名大院弟子再加上王阿蒙 会竭尽所能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然后向齐驾挥出土刀 耳畔想起王阿蒙等人的怒吼 望着王阿蒙等人一脸愤怒激动的模样 满字镖等人感到莫名的恐惧 恐惧之余 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齐荣华 等待着他的回应 捉摸魁魁之下 齐荣华的脸色变了 他入坠齐家二十年了 对于齐家和齐东升十分了解 他用脚趾头都能够想到 如果秦锋真的给齐东升打电话 说出那样的条件 齐东升绝对会毫不犹豫地 将他当成弃子 或者说替罪羊 让他一无所有 从而平息此事 下一刻 不等秦锋再说什么 齐荣华跪倒在地 双膝砸在地面上 发出一声脆响 面对秦锋的威胁 他将身为齐家小王爷的骄傲 拿去喂狗 选择跪倒在陈方 沉静母女二人面前 这一跪异常干脆 这一跪也从侧面反映出 齐荣华为什么可以 在齐家站稳脚跟 他能屈能伸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换句话说 如果他没有极强的隐忍力 早就受不了齐明珠了 从而也会被踢出齐家 眼看齐荣华跪倒在地 满字镖等人二话不说 纷纷也跪了下去 而且将额头贴着地面 不敢去看秦锋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唯有齐荣华抬着头 他虽然跪倒在 陈方陈静母女二人面前 但却没有看他们母女二人 真是看着秦锋 秦先生 您只要能解气 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是吗 那我让你与齐明珠离婚 离开齐家 你能做到吗 秦锋笑了 笑得很冷 因为齐荣华自始至终 都没有表现出丝毫 对陈方陈静 和死去的陈猛的愧疚 甚至没有拿正眼 去看过陈方陈静母女二人 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无一不是在告诉秦锋和众人 他只是因为秦锋而来 也绝对不会后悔 当年的所作所为 齐荣华沉默了 如果真的让他 按照秦锋说的那样做 他就不用矮了 对他而言 失去现有的身份 地位权力 简直比杀了他 还要痛苦 齐荣华 我知道 你虽然贵了 但你心中 依旧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 你认为你抛弃舍子 恩将仇报换取了现在的身份 地位和权势是正确的 也是值得的 你的心里 早已没有将陈阿姨 当成你曾经的妻子 也没有将猛子和小静 当成你的孩子 而是将他们 当成了陌生人 在你眼里 他们的死活 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秦锋再一次开口 他的语气低沉 声音洪亮 响彻天际 甚至 在你看来 陈阿姨 猛子 和小静的存在 是你人生的污点 会让你觉得耻辱 对吗 没有回答 齐荣华只是抬着头 看着秦锋 用无声的方式 告诉秦锋 和所有人答案 齐荣华 我告诉你 被你当成耻辱的儿子 是HX特种部队成员 是整个HX最精锐的战士 他为了保家卫国 战此沙场 被军方授予战斗英雄 烈士称号 是全军学习的榜样 秦锋脑海中 浮现出陈猛那熟悉 而挺拔的身影 悄然握紧双拳 一字一句道 你引以为豪的身份 地位 权力和财富 在他短暂的一生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和庸俗 阿尔畔想起秦锋的话 陈锋那沟楼的身躯 剧烈颤抖 不断直起 眼中泪如雨下 这一刻 他的脸上不再有 愤怒和怨言 有的只有骄傲 而齐荣华则 是一脸的不以为然 既觉得陈猛的荣誉 与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也不认同秦锋的话 在他的世界观里 那些所谓的荣誉 在权势和财富面前 一文不知 你担心我报复你和齐家 所以你来了 而且因为我的危险 跪在了这里 秦锋再一次开口 声音震动天际 今天我要告诉你 那个被你当作耻辱的军方英雄 我的兄弟 陈猛 他即便死了 也可以让你失去你以为豪的身份 地位 权势和财富 让你在绝望中忏悔 再次听到秦锋的话 王阿蒙叶胡等人都是一证 不明白秦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陈方陈静张歇然三人 也是一脸震惊 唯有李雪燕若有所思 不可能 与此同时 齐荣华心中冒出这三个词 在他看来 不要说是死去的陈猛 哪怕是活着的陈猛 也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下一刻 秦锋用实际行动做出回答 众目睽睽之下 他拿出手机 拨通利剑特种部队掌舵者 王虎成的电话 报告 军方战斗英雄 烈士 陈猛同志的母亲和妹妹 差点被村坝玷污 被我证实 或该村村坝 勾结黑社会成员 携带枪之前来实施报复 兴致极其恶劣 电话接通 秦锋低声吼道 作为陈猛的兄弟 您曾经的属下 我请求军方联合警方 对此事进行彻查 严惩凶手 话音落下 秦锋按下面提箭 以便于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到 王虎成接下来要说的话 秦锋同志 我已惊喜 国后应 向你保证 这件事 不管涉及到谁 都会一查到底 绝不姑息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我王虎成 直接脱了军装 滚出军营 下一刻 在所有人的等待中 那个被称为 华夏第一少将的男人 做出回应 许下保证 第472集 红日当空 寒风呼啸 偏远的陈家寨 几乎所有人 都聚集在了陈静家门口 里里外外好几层 将陈静家围得是水泄不通 王虎成的声音 通过手机扩音器响起 声音不大 但在安静的现场 显得格外刺耳 清晰地传入 每一个人的耳中 刹那间 无论是齐中华 还是满字镖 满江 王权 周炳权 周涛等人 脸色瞬间变了 他们虽然不知道 王虎成是何方神圣 在军中担任什么职务 什么级别 但理智告诉他们 秦风既然打电话给王虎成 那么他的身份 一定是很显赫的 而王虎成 那蕴含着怒意 且斩钉截铁的保证 让齐中华等人 都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在华夏 东北算不上很大 齐家虽然在东北 根深蒂固 势力强大 但也只是 如同龙家 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 和秦家 李家 杨家 这样的豪门 压根不在一个层面上 甚至都无法和叶家 相提并论 在这样的情形下 如果事情真的 按照王虎成所说的那样 无论涉及到谁 一查到底 那么 不要说是周炳权 周涛数值 满字镖也跑不了 最终会牵扯出齐家 而齐家是根本没有 赵家之力的 这怎么能不让他们震惊呢 原本如此 娃猛 叶虎 赵的龙等人 却是恍然大悟 这一刻 他们才明白 秦峰为什么不让他们插手此事 抛开齐荣华 是陈猛的父亲 这个因素不谈 即便他们出手帮助秦峰 给予齐荣华一个惨痛的教训 齐荣华也不会真正的认识到错误 不会后悔 更不会忏悔 而利用陈猛的战斗英雄烈士的身份 来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一旦秦峰华真的失去所有 那对他的打击是无法想象的 会彻底颠覆他的人生 让他一辈子活在悔恨中 恶有恶报 一定要让抛去蛇子 将丑霸的陈猛付出代价 不光是陈猛 也不能让周炳权 周涛 这样的村霸人渣 逍遥法外 就是 把他们偷偷送进监狱 免得他们继续祸害我们陈家寨的村民 与此同时 陈家寨的村民都拍手交号 周炳权仗着村长的身份 外加有周涛这个侄子 是陈家寨乃至方圆有名的土皇帝 既难罢女 坏事做绝 早就引起了民愤 这是村民们敢怒不敢言罢了 如今 听到王虎城的话 村民们一个个都是拍手交号 恨不得立刻将周炳权 周涛数这二人送进监狱 恨不得立刻让齐乌华 这样狼心狗肺的家伙 付出代价 谢谢首长 秦峰道谢 不等王虎城再说什么 便挂断电话 电话那头 身在燕京的王虎城 听着电话挂断后的嘟嘟声 耳畔回荡着陈家寨村民们的叫好声 并未感到意外 他知道 秦峰大战北陈海 柳川任势图二人的事 也从龙女那里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于周炳权 周涛满子彪 秦荣华等人的行径 很是愤怒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接到电话后 几乎不假思索 便做出决定 许下保证的原因 随着通话结束 王虎城不坐停留 立刻拨通一个号码 准备向上级汇报这件事 而陈静家门口 有村民出声提醒那些拍手叫好 大喊的村民 那些村民经提醒后 也纷纷停止呐喊 周炳权 周涛和齐荣华 如今还没有进监狱 他们生怕被报复 秦 秦先生 请看在我是孟子 和小静亲生父亲的份上 高抬贵手啊 齐荣华再一次开了口 此刻的他 脸上再也找不出半点的镇定自若 而是一脸的惊恐与不安 齐荣华 这个时候 你开始拿父亲的身份说事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 你有尽到一点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吗 这一次 不等秦风开口 陈静双全紧握 脸上露出了罕见的愤怒表情 甚至因为情绪太过激动 直接低吼起来 当我们一家三口被欺负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当我们穷得揭不开锅 三个人分一个馒头 妈妈不吃 隔撒谎说自己吃过了 全都留给我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当周炳全这个王八蛋 要玷污妈的时候 你又在干什么 你在享受荣华富贵 你甚至为了怕牵连影响到你 勾结日本人 要杀死风格 小静 爸错了 爸当年不应该那么做 请你和你妈原谅吧 让秦风勾抬跪手 面对沉静的低吼训斥 秦荣华非但没有生气 反倒是主动认错 这一刻 他第一次正眼去看女儿 但却是跪在地上 向自己的女儿求情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当我和哥的父亲 你配吗 陈静冷冷地望着 为了保住身份地位 权力和财富 像一条狗一样 跪在地上 向自己求情的秦荣华 眼中没有意思仁慈 有的只有怒意 秦荣华为了怕受牵连 在得知陈锋 差点被周炳全玷污后 非但没有处置周炳全 而是为了避免被牵连 勾结日本人要杀秦荣这件事 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捅进了陈静的心 斩断了他对父亲 最后的一丝念想 面对陈静的反问 齐荣华无言以对 秦先生 所有的事情都是齐荣华定的 与我无关 请放我和我儿子一条生路 就在这时 满字标开了口 他已经看出秦荣做了这么多 完全是想对付齐荣华 让齐荣华后悔忏悔 为此极力的撇清 与齐荣华的关系 满字标 你 恶然听到满字标的话 原本就憋屈 恐慌的齐荣华顿时暴怒 他伸手指向满字标 试图骂什么 然而 不等他把后面的话说出口 便被一声闷响打断了 尽风身形一闪 仿佛幽灵一般 凭空出现在满字标身前 顺势一脚踢中满字标的肩头 像是踢足球一样 直接将满字标踢得飞了出去 闷响过后 断骨声响起 满字标尖头的骨头瞬间碎裂 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 在空中滑响了十几米 然后狠狠地撞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然后轰然倒地 夜日下 他的身子宛如煮熟的虾米一般 弯曲蜷缩在一起 不受控制的颤抖着 他下意识地捂着肩头 剧烈的疼痛 让他的额头渗出痘大的冷汗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包括齐荣华在内的 其他人身子直打哆嗦 紧张地猴结如动 生怕秦锋接下来会对他们动手 齐荣华 我看你在血缘上是猛字小金 亲生父亲的份上 我不会动你 只送你一句话 秦锋一脚踢飞满字标后 没有再对其他人动手 而是站在齐荣华的身旁 低着头 看着他道 什么 齐荣华下意识地问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幸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秦锋一字一句地道 声音不大 但却同惊了一般 在齐荣华的耳畔扎响 齐荣华贪软在地 脸如白纸 这一刻他第一次品尝到了后悔的滋味 王虎成的动作要比秦锋想象中的快 当天早上 他将情况当面给上级首长做了汇报 中午时 王虎成作为军方代表与警方相关负责人见面 下午时东龙省警方便接到上级命令 上级要求用最短的时间侦破此案 将相关违法犯罪的人员逮捕 同时针对于满子彪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打击 当天下午 周炳全周涛数据二人在高速公路口 被守株带兔的警察抓捕 他们试图逃离 赞比风头 而满子彪满江父子在丹江机场被捕 他慢中将一部分资金转到国外 计划从丹江飞往东海 然后从东海逃离化下 但早已被等候在机场的警察抓捕 这一切发生在秦荣华回盛京的路上 当他得知满子彪被捕的消息后 下出了一身的冷汗 以至于在下高速的时候 很担心会被警方直接带走 身子都僵硬了 当看到高速路口没有警察后 齐荣华松了口气 却发现浑身都是冷汗 几乎衬衣都湿透了 半小时后 齐荣华乘车返回其家庄园 得知齐东升 齐明珠两人都在等他 便第一时间去了齐东升的住宅 你还有脸回来 让你去办个事 你看你办成了什么样子 齐荣华刚一进门 齐明珠便站起来 劈头盖脸的骂道 他不但知道齐荣华去登门谢罪 而且还知道 满资标被捕的消息 甚至还知道 这一切并非是秦峰动用关系 而是因为 陈猛的战斗英雄 和烈士身份起的决定作用 这一切 简直让齐明珠无法接受 因为在他的眼中 陈方陈静和陈猛一家人 是卑微的下贱的 连给他擦皮鞋的资格都没有 而如今 陈猛的一个身份 却让齐家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这种截然的反差 带给他的打击是无法想象的 那感觉就好比让一个乞丐 摇身一变 变成了比富豪更有钱一样 面对齐明珠的训斥 齐荣华虽然心中也窝火郁闷 但并没有发火 而是第一时间向齐东升问好 一方面 有齐东升在 他不敢造死 更为主要的是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只能将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齐东升身上 事情的结果 我已经听说了 最新的消息我也知道了 齐东升开了口 表情平静 与其不闻不慌 齐东升反常的表现 让齐荣华心头一紧 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我想到那个秦峰 不会稀释宁人 但是没想到 他为了让你付出 最惨痛的代价 居然没动用自身的关系 而是以你那死去的 儿子的英雄和烈士身份 来处理这件事 齐东升再次开了口 表情依旧平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对齐家而言 算是一件好事 哇 您的意思是 齐荣华的心中 郁家不安了 他主要针对的是你 而不是我们齐家 这是齐家唯一的机会 仿佛为了印证 齐荣华的猜测 齐东升不再绕弯子 直接捅破那层窗户纸 换句话来说 你的下场越凄惨 他的心情就会越好 齐家就越安全 所以 为了齐家着想 从大局出发 我刚才跟明珠商量一下 绝对让你们俩离婚 孩子和所有财产 全部归明珠 撤销你在齐家 齐下所有的公司职务 爸 您怎么能这么做 儿盼想起齐东升的话 齐中华先是一证 而后情绪失控 打断齐东升的话 这是他入坠以来 第一次失控 也是第一次顶撞齐东升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难道你要让我和秦锋死磕 让我和明珠 以及小拓给你陪葬 齐东升面色陡然一冷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 最好的办法 当然了 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 不妨说出来听听 只要保证齐家无恙 我愿花巨大代价去保你 齐中华张着嘴 却说不出一个字 事到如今 秦锋明摆了要对付他 让他一无所有 让他无力对抗 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 齐东升的身上 哪还有什么办法呀 从你手上操办的业务 有一部分涉及到灰色领域 若是真的查到那一步 你想办法都扛了 进去待几年 等那秦锋死了 我会想办法把你捞出来 到时候 你再和明珠复婚 继续负责家族事务 齐东升再次开口说道 这次 齐中华没有回答 他无力地靠在沙发上 脸上没有丝毫期待 因为他知道 如果真的查到那一步 以他的所作所为 按照刑法量刑的话 绝对不是几年的问题 除此之外 他也很清楚 等他出狱之后 齐明珠不可能跟他复婚 他也绝对无法再接受 齐家的产业 他已经成为齐家的弃子 同时也成为了 齐东升的替罪羊 爸 难道你不觉得 这么做有点过分了吗 几秒钟后 齐荣华那原本无力的身体 突然涌出一股力量 他突然站起身 怒目瞪视着启动声 齐荣华 反了你了 你怎么跟爸说话呢 齐荣华的反常表现 令得齐明珠很不爽 当场就发飙了 回应齐明珠的是一记 响亮的耳光 齐荣华身形一闪 几乎是瞬间掠到齐明珠的身前 顺势一巴掌 直接将齐明珠抽翻在地 这一巴掌 齐荣华宣泄了这二十年来 积攒的怒意 寒怒出手 动用权力直接将齐明珠的半边脸抽得塌陷 血肉模糊 除此之外 齐荣华这一巴掌所蕴含的内劲 直接震碎了齐明珠的大脑 令得他蹊跷流血 呼吸急速 眼看就活不成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惊呆了齐荣华 他满脸惊骇地将目光 从齐明珠身上收回 然后手指齐荣华试图说什么 这一刻 他是又怒又怕 怒是因为没想到 齐荣华竟然会对齐明珠下死手 怕则是因为 他担心齐荣华对他下手 让他赴自己女儿的后尘 齐东升 我自入坠齐家一来 自认为忠心耿耿 竭尽全力为齐家付出一切 齐家发展到如今这般地步 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结果到头来 你们要把我当成弃子和弃嘴羔羊 你们不觉得这太过分了吗 齐荣华怒声打断了齐东升的话 两步冲到齐东升的身前 像是老鹰拎小鸡一般 将他拎了起来 住手 随着齐荣华的话音落下 两名黑衣大汉从门外冲进大厅 拔出手将瞄准齐荣华 齐荣华 你不要冲动 齐东升满脸恐惧 试图劝说齐荣华 同时为两名保镖制造开枪的机会 老东西 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还跟我玩戏眼 你给我去死 齐荣华一声怒吼 然后右手陡然发力 捏碎了齐东升的喉结 与此同时 两声枪响几乎是同一时间响起 两个子弹呼啸而过 分别击中了齐荣华的两条腿 两名保镖担心误伤 没敢对着他的头部和心脏设计 想先打伤齐荣华 然后再将他制服 却没想到齐荣华狠辣至极 率先弄死齐东升 双腿重担 鲜血狂飙而出 齐荣华的身子失去支撑 下意识地松开了齐东升 倒在地上 善恶终有宝 千道好龙灰 不信 抬头看 苍天 少过谁 倒地后的齐荣华 没有在意腿上的伤口 而是看着齐东升和齐明珠的尸体 情不自禁地 说着秦风送给他的话 然后像疯子一般 仰头大笑起来 他出卖了良心 换取了身份地位 权势和财富 最终 因为要失去这一切 让内心积攒了 二十年的怨气爆发 当场杀死了齐东升妇女二人 这一切 冥冥之中 自有天定 第474集 齐荣华自杀了 他在杀死齐东升 齐明珠妇女二人后 用这种方式 结束了一生 齐荣华前脚自杀 秦风后脚便得到消息 当齐荣华带着满子彪等人 离开陈家寨后 叶虎等人就动用关系 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行踪动态 当时的秦风 正在与王阿猛叶虎 赵德龙等人喝酒 而李雪燕 则是下午离开了丹江 返回燕京 从燕京前往美国 得知齐荣华最好的下场之后 秦风默默地抽了一支烟 然后向王阿猛叶虎赵德龙等人敬了一杯酒 做完这一切 他率先离开现场 乘车返往陈家寨 对此 王阿猛叶虎等人都没有阻止 他们理解秦风的心情 晚上将近十一点时 秦风才回到陈家寨 陈静家里一片漆黑 秦风进入院中 刚要进门 却发现陈静穿着棉袄 棉托鞋 双手放在绣筒中 坐在院子的台阶上 风哥 陈静原本在想些什么 听到动静 看到秦风进门 连忙起身问号 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睡不着 又怕影响到欣然休息 就到外面坐一会儿 秦风明白 陈静多半是因为 今天的事情睡不着 因为齐荣华 不光对陈芳是个心结 对陈静也同样如此 今天 陈静第一次见到 屈原上的亲生父亲 却无法在那个男人身上 感受到一点父亲的气息 而齐荣华 面对他们母女二人时 非但没有一点 自责和愧疚 反倒是像陌生人 这一切 斩断了他对父亲 最后的一丝幻想 也同样 在他那颗孤独的心上 捅了一刀 以至于坚强如他 直到现在 还被这些事情影响着 齐荣华死了 秦风沉默片刻 告知了陈静这个消息 啊 陈静当下一证 齐驾将他当成弃子 济醉羔羊 他积攒了二十年的怨气爆发 接连杀死了秦明珠 齐东升 然后选择自杀 秦风说出细节 抬头看着皎洁的月光 布满星辰的天空 语气复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我一步步逼死了他 而他 纵然有千错万错 从血缘来讲 也算是你和猛子的亲生父亲 小姐 你说我这么做 对吗 风哥 陈静在秦风的话中 察觉到自责 也看得出 秦风因为这个消息 心情复杂 便握住秦风的手 如你所说 他心中早就没有 把我妈当妻子 也没有将我和我哥当孩子 而是将我们当成 他人生中的污点 耻辱 当他得知我妈 差点被周炳权 那个畜生玷污后 非但没有为我妈出头 而是反过来 庇护他的手下 怕连累自己 恩将仇报地 勾结日本人 要杀你 等于斩断了我妈和我 对他心中关于亲情的 最后一丝念想 他的死活 跟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 他恩将仇报地 要杀你 你没有动他一根指头 已经够仁慈了 他最后过激的行为 是他自己的选择 也是报应 怪不得任何人 自作你也不可活 陈荣华 他是自作自受 我不会怪你 我妈不会怪你 我哥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怪你 走吧 进屋睡觉吧 明天 带阿姨离开这里 听到陈静的话 秦峰的心平静下来 他摸了摸 陈静的脑袋 嗯 陈静轻轻点头 情不自禁地 抱住秦峰 将脑袋贴在 秦峰的胸口处 轻声说道 风哥 谢谢你 陈静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令得秦峰身子一僵 伸手抱住陈静 轻轻地摸着 他的脑袋 柔声说道 猛子是你哥 我也是你哥 你跟我 永远不用说谢谢 一切都过去了 明天将是新的一天 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嗯 陈静轻轻点头 松开秦峰 看着秦峰那张 早已露刻在他心中的面旁 红着眼 强忍着流泪的冲动 转身回到屋中 他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 而是去了陈峰的屋中 当天夜里 陈峰陈静母女俩人 聊了很多很多 秦峰刻意不让自己 去听他们的聊天内容 第二天一大早 秦峰如同往常一样 暗时起来 发现陈峰也起来了 依旧在厨房里忙碌 峰啊 竟昨天都跟我说了 陈荣华是自己做死的 阿姨不怪你 相反还要感激你呢 陈峰看到秦峰 连忙上前 一脸淳朴地说道 另外 静也和我说了 要带我去东海 我同意跟他去 等上午把那些礼品 分给村里的人之后 我们就走 好的 阿姨 秦峰点头 挖蒙等人 送了那么多礼品 不可能带到东海去 送给村里的人 是最好的选择 早饭过后 秦峰与陈静 张歇然三人 搬着礼品 挨家挨户地送 陈家寨的村民 可是高兴坏了 大赞陈方是有情有义 也中陈方苦尽甘来 十点钟的时候 秦峰三人 将所有的礼品 都分给了陈家寨的村民 然后将陈方 要带的东西搬上车 准备驱车前往机场 直接乘机 前往东海 然而 就当陈方收拾好东西 准备动身时 一辆挂有军方牌照的 越野车 驶入陈家寨 静止朝着陈静驾驶来 看到这一幕 秦峰将拉开的车门 又重新关上 一脸若有所思的 看着挂有军方牌照的 越野车驶来 很快 秦峰便看到 车中的两人 一男一女 女的留着平头 穿着特种作战服 开着车 而男的 则是穿着 绣着金星的军装 坐在副驾驶位上 这个发现 让他一正 然后主动迎上去 伴随着 汽车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 汽车在距离秦峰一米的地方停下 车门打开 车中的男女 同时跳下车 首长 秦峰 双腿并拢 抬头挺胸 对着肩膀扛着金星的中年男人 敬礼问好 脸上充斥着感激和敬意 因为 这中年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 力剑特种部队的掌舵者 被誉为 华夏第一少将的 王虎成 而平头女子 则正是 龙牙特战小队中 唯一的女性 龙女 没想到 你小子 还扔我这个首长 王虎成笑了笑 对秦峰 还了一个军礼 师父 与此同时 龙女也向秦峰 打招呼问好 但没有敬礼 只是激动而崇拜地 看着秦峰 秦峰微笑着 拍了拍龙女的肩膀 没说什么 你们这是要出去吗 王虎成 看了一眼前方的汽车 问道 秦峰点头 我准备把猛子的妈 接到东海去 这样啊 多亏了我们来得及时 要不就错过了 听到秦峰的话 王虎成庆幸地说着 我们后面再聊 先带我去见见 小孟的妈妈和妹妹 好的 首长 秦峰说着 便带着王虎成 龙女二人 走向那辆 兰德库鲁泽 五七零零 陈方 陈静和张喜然三人 已从车中走下 站在车旁等待着 阿姨 小静 这位是王虎成少将 她是我和猛子的首长 这位是龙女 她是我和猛子的战友 秦峰开口介绍 对不起 阿姨 让您受委屈了 随着秦峰的话音落下 王虎成上前 主动伸出双手 握住陈方的手 满脸自责地道歉 他虽然年龄比陈方小不少 但一直将秦峰 陈蒙等人 以兄弟相待 故而称呼陈方为阿姨 不委屈 不委屈 陈方轻轻摇摇头 猛子虽然牺牲了 但他是为了保家卫国 战死沙场 他死得直 死得光荣 阿盼想起陈方的话 感受着陈方言语中的真诚 无论是王虎成还是龙女 心头均是遗颤 眼眶有些发热 阿姨 陈蒙是华夏军队最优秀的战士 是战斗英雄 是华夏军人的骄傲 王虎成紧紧握着陈方的手 满是感激地说道 我代表部队 谢谢您为华夏军队 培养出了这样一名出色的战士 也谢谢您的无私和谅解 话音落下 王虎成松开陈方的手 后撤一步 对着陈方做出一个 足以列入教科书的敬礼动作 他用这种方式 表达着对陈方的敬意和歉意 陈方泪流满面 却骄傲地挺之脊梁 齐荣华的死 轻于红毛 那个人被他当成人生的污点和耻辱的儿子 却死得重于泰山 过去的几天 陈家寨前所未有的热闹 这也让村民们对于外来的车辆和人员格外关注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便纷纷走出家门围观 王虎成和龙女的到来 同样引起了村民的注意 不少村民前来围观 村民们得知是部队慰问之后 对部队是赞不绝口 同时也纷纷为陈方陈静两人送行 与此同时 秦峰与王虎成来到陈家寨村后面的一座山头上 王虎成站在山头上 眺望着前方落后的村寨 笑着打趣道 我很清醒来到这里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秦峰叹了口气 如果他今年不来陈家寨陪伴陈方 陈静母女两人过年的话 陈方多半要惨遭周炳全的玷污 甚至就连陈静也有可能惨遭毒手 嗯 王虎成问言点点头 然后若有所思的 我准备这段时间 找上级首长回报关于 加强烈士亲人的安置问题 他们为国军区 亲人却过得不好 甚至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 这是部队的失职 谢谢你 首长 秦峰一语双关 既感谢王虎成这次为陈梦出头 并来慰问陈方陈静母女二人 又感谢王虎成设身处地地为烈士亲人着想 如果没有陈梦家人的事情 我还意识不到自己的疏忽与失职 要说感谢 应该是我感谢你 不但拯救了陈梦的亲人 也给我敲响了警钟 王虎成摇摇头 陈梦是我的战友 也是我的兄弟 他因为我的失职而牺牲 他的亲人 就是我的亲人 秦峰郑重地说道 唉 王虎成暗暗叹气 截止今天 他依然对秦峰被开除部队而感到遗憾 在他看来 这是利剑特种部队 龙牙特战小队的损失 更是华夏特战部队 乃至华夏军队的损失 然而遗憾过遗憾 他也知道 秦峰当日的所作所为 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了 他纵然一千一万个不愿意让秦峰离开 以他的身份和能力 也无法留住秦峰 更不可能在秦峰被开除部队后 再将他弄回去 外界都在流传 你和首长落掰的事情 到底是真是假 叹息过后 王虎诚想到秦家的巨变 远不住开口问道 秦峰点头 他知道王虎诚口中的首长 是他的爷爷 也是秦家家主秦建国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你们家的迷婚证 没想到是真的 王虎诚再次叹了口气 然后担忧地看了秦峰一眼 你离开部队这大半年 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也得罪了很多人 如今又失去了家里的支持 未来的路很难走 你是怎么打算的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秦峰无所谓的松松肩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你还是小心为上 王虎诚沉吟了一下 开口提醒 另外 你一定要守住底线 绝不能出破红线 做出违法犯纪的事情 我可不想身为近年来 唯一一颗龙牙和力剑特种部队 骄傲的你 最终会成为力剑特种部队 第一个要清理蒙户的人 嗯 秦峰轻轻点头 王虎诚虽然如同当初的秦建国一样 提到了底线 红线 违法犯规这样的字眼 但他知道 王虎诚这是在善意地提醒 另外 你要给成猛报仇这件事 我是支持的 但敌人并非软柿子 相反 势力很大 尤其是该组织的首领幽灵 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你要多加小心 王虎诚再次提醒 另外 如果实在撑不下去 就不要硬撑 即便你不为神猛报仇 华夏特种部队 迟早也要报这个仇 铲除幽灵组织 这是我最后的人物 也是我的心结 哪怕上刀山 下火海 我也不会半途而废 秦峰开口回应 语气坚决 那感觉仿佛 即便天塌下来 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既然你一决 那我不劝你打退堂鼓 还是那句话 小心使得万年传 王虎诚问言 感觉到秦峰 语气中那份坚决 不再劝说 而是直接再次提醒道 另外 你目前得罪了不少境外的势力 如果没有重大的事情的话 不要轻易出国 无论怎么说 华夏军队 对境外地下势力 有着巨大的威慑力 他们不敢进一进来 但你要出去 等于失去了 这城暗中的保护 书长 你这是对我极其不放心啊 再次听到王虎诚的提醒 秦峰苦笑着说道 不是不放心 我只是不希望 我曾经最优秀的兵 会以悲剧落幕 而且 你可能不知道 你虽然离开了龙牙和利剑 但在那些队员心中 你依然是他们的旗帜和追赶目标 你的存在 是他们进步和变强的动力 王虎诚认真地说道 放心吧 首长 我不会那么轻易 死在敌人手中 秦峰文言 受起笑容 心中荡气一道道涟漪 轻声说道 他的声音不大 却透着一股强大的自信 如今的他 已经突破划进 有着堪比顶尖划进中气纵使的实力 配合他的单兵作战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单对单杀他的人 已经不多了 而如果他想保全性命的话 能杀他的人就更少了 王虎诚笑着点头 然后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我这次来之前 你师父给我打了电话 他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什么 秦峰表情一变 极为严肃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除了秦家老太爷之外 上一任龙牙 他的师父叶帆 堪称是他生命中的 第二位重要的人 叶帆不但教了他各种武功 而且还教会了他 如何在战场上生存 战斗 如何率领战友 以灵伤王的方式 完成各种任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抛开那套神秘的呼吸法 和自身的努力之外 他的一身本事 都是叶帆教的 他让我转告你 他期待着 你能站在全球武学之巅 包裤城说着 也是一脸期待地看着秦峰 在他看来 秦峰有着辉煌的军旅生涯 有着一颗浓烈的爱国之心 即便离开不对了 也铭记着保家卫国的使命 如果秦峰有一天 真的能够站在武学之巅 那将对各国军方 地下势力有着更加强大的震慑 堪称 华夏守护神 首长 你帮我转告师父 我会尽十二分力 去做到这一天 尔畔想起王虎城的话 秦峰的脑海里 闪现出叶帆 那已经迟暮的身影 一字一句道 当年 若我登领武学之巅 必定为他报仇 清算当年 打残他们那些人 第476集 每月一次的暗榜排名公布日 都会引起全球地下世界 各大组织的关注 每到这一天 暗网论坛都会变得非常热闹 2018年的2月也不例外 距离公布暗榜排名的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 暗网论坛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他们在论坛里 聊天打屁 等待着零点到来 欧洲黑暗议会敌火第一 幽灵组织首领幽灵第二 这些暗榜排名 可能是最没有悬念的一次 虽然是最没悬念的一次 但也是变化最大的一次 前五的排名 一下子少了两个人 柳川仍被华夏秦峰击杀 直接从排行榜除名 而华夏秦峰击杀了 神榜强者北辰海 势必会进入神榜前五十 将暗榜强者远远抛在身后 相比这区的暗榜排名而言 我更期待神榜的排名变化 我想看看 华夏秦峰最终能够排到神榜多少名 论坛里 几乎所有的话题 都由这期的暗榜排名引起 最终秦峰成为了众人议论的对象 23点55分 江宁中山高尔夫妇人区八号别墅 沐浴过后的诸葛明月穿着一身绸缎睡袍 靠在床头 手中端着一杯红酒 一边观看暗网论坛的帖子 一边小口喝着酒 自从杨策被秦峰击杀 他在暗网发布任务之后 每个月到暗榜排名公布的这一天 他都会登陆暗网 观看最新的排名变化 准确地说 是在观看秦峰的排名 不知不觉中 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 而关注秦峰的一举一动 也成为了他每天必做的事 占据了他大量的精力 他在等 等着秦峰死去的消息 而在此期间 他没有发现 秦峰已经成为了 他生命中最关注的人 零点整 诸葛明月轻轻摇晃了一下 杯中的拉菲 仰起头将剩余的酒送进嘴中 然后将红酒放在床头柜上 做完这一切 他刷新了暗网论坛 赫然看到了置顶热帖里面的 一个标红的帖子 名字是暗榜排名 他点开帖子 看到里面的内容 如同每一期暗榜排名一样 这一期暗榜排名的评选机构 一如既往地总结了 过去一个月中 暗榜强者参与的一些大事 这一期的大事 基本都是围绕秦峰叙述的 虽然对于此事早已了如指掌 但诸葛明月依然是竹字竹句地看着 等他看完那一大段叙述 才将帖子拉到下面 观看着最新的暗榜排名 暗榜第一 欧洲黑暗议会敌火 暗榜第二 幽灵组织首领幽灵 看到前两名没有秦峰 诸葛明月果断后退 回到暗网的论坛首页 因为对于他而言 没有秦峰的排名 榜单将失去意义 他的目光很快又落在 另外一个置顶 飙红的热帖上 神榜排名 他毫不犹豫地点开帖子 同样在排名之前的总叙述中 看到了大量有关秦峰的内容 而且和暗榜排名的叙述大同小异 这一次 诸葛明月没有再去看那些内容 而是直接将帖子拉到下面 在榜单中寻找着秦峰的名字 第1 第2 第3 虽然诸葛明月知道秦峰 不可能排在最前面 但依然挨个看着 一个 两个 三个 诸葛明月在榜单中 看到了秦峰的名字 神榜排名第44位 华夏秦峰 神榜44名 从理论上来说 这个世界上 能依靠武力击杀他的人 只有43人 看到这个排名之后 诸葛明月收回目光 靠在床头 仰望着卧室的吊顶 喃喃自语 话音落下 他的心中充斥着一种无力感 他再次怀疑 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够看到 秦峰死去的消息 年轻24岁 排名神榜第44位 华夏秦峰再次创造了旗舰 这一切除了不可思议之外 似乎没有其他言语可以形容 虽然我有一定心理准备 但我依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我无法相信 一个人可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从暗榜第四 飙升到神榜第44 我敢保证 如果华夏秦峰不出现意外的话 今后绝对能够问鼎神榜 这世上没有如果 华夏秦峰虽然经验绝才 但他得罪了太多势力 我不看好他能够活得长久 就如同当年 威震全球的华夏夜帆一样 华夏秦峰 绝对会在排进神榜前十之前被击杀的 44 从这个排名的数字来看 很不激烈 这是预示之华夏秦峰 注定要早年惨死吗 随着新一期暗榜排名的出现 暗网论坛变得更加热闹 各种帖子层出不穷 几乎都是关于秦峰的 有人为秦峰创造的奇迹而惊叹 也有人唱衰秦峰 认为秦峰最终会以悲剧落幕 不光是暗网论坛 整个地下世界 武学界 乃至各国一些特殊组织 都在探讨着有关秦峰的排名 这一切 除了因为秦峰的排名变化 实在太大 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之外 还因为神榜排名 不像暗网一样保密 而是公开的 暗网排名 主要以地下世界的成员为主 一旦公开的话 会被各国军方 警方和神秘组织高度关注 这不是评选机构愿意看到的 而神榜则不同 这个榜单的成员来自全球各地 各行各业 有武学大师 也有各国神秘组织的底蕴 更有地下世界的可怕存在 整个议论 几乎持续了一个晚上 当然 这里的晚上指的是 花下燕京时间 在很多地方则是白天 第二天清晨 日本 松井家族组屋 已被松井家族收回手中权力 在家族中彻底被边缘化的松井熊野 再一次踏入了象征权力地位的家族组屋 但他丝毫开心不起来 反倒是一脸的惊苦不安 这一切只因为他试图借助柳川仁的手 击杀秦峰的计划 失败了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他被紧急召集到家族组屋 等待他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愚蠢的家伙 是谁允许你思作主张 联系北辰海 柳川仁师徒 去击杀那个华夏秦峰的 活不其然 当松井熊野进入组屋之后 遭遇到了松井家族组长的怒斥 对不起 爷爷 松井熊野跪倒在地 先是认错 然后才有些底气不足的便捷 他羞辱了山口族 羞辱了松井家族 甚至羞辱了整个日本 我想学吃 却没想到他的实力 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混蛋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向家族请示 松井家族组长 冷冷地打断了松井熊野的话 松井熊野无言以对 柜子那里 因为太过恐惧 浑身不受控制地哆嗦 即便要学耻 复仇 必须要整个家族上会通过 而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松井家族的组长继续怒斥 这件事情之后 山口族和松井家族将彻底与他成为死敌 你可知道 你为家族招人了一个怎样的敌人 神组续 神统四十四 不要说家族 即便整个日本能够击杀他的有几个人 对不起 爷爷 一切都是我的罪过 我愿意自杀赔罪 松井熊野摇了摇牙 将心一横 你自杀有什么用 难道你自杀了 那个华夏清风就活不成了 松井家族的组长恨得牙痒痒 爷 爷爷 那我们怎么办 松井熊野心中有些发毛 更多的则是疑惑 在他看来 精明的松井家族组长爷爷 绝对不会为了发泄 将他喊到组屋训斥一顿 事到如今 华夏清风已彻底成为我们的死敌 用华夏一句话说 那就是不死不休 松井家族组长眼中金光闪烁 华夏有句话说得好 叫先下手为强 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爷爷 您的意思是 松井熊野心中一动 但不敢肯定 他不光是我们的死敌 同样也是鸿门 乃至甘比诺家族的死敌 还是日本武学界的功敌 松井家族组长说出自己的目的 与其无庸置疑 接下来 由你去联系他们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必须和他们达成一致 然后等待一个绝佳机会 由各方势力 出动最强战力 务必将华夏秦峰击杀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成长下去了 否则将会真正成为我们家族 乃至整个日本的噩梦 第477集 钱不是万能的 但很多时候 有钱可以办很多事情 当陈芳同意跟着去东海之后 秦峰便给接替朱文墨 充当百雄集团大管家的徐长宏 打了电话 要求徐长宏为陈芳在东海找一套房子 并且给了两个地点 东海大学家属院 或者是赵龙所住的小区 秦峰这样做 是为了方便保护陈芳的安全 徐长宏仅用了一天 便完成了秦峰的交代 他用超出市场30%的价格 买下了赵龙房子对面那套房子 那套房子的主人 刚刚把房子装修好 准备年后入住 遇到超出30%的价格 第一时间选择出售 除此之外 在确定交易之后 徐长宏第一时间 让房子的原主人搬家 并且为陈芳陈芯母女 购置了一套家具 全部都是红木大奏 花费了好几百万 初五的下午 秦峰带着陈芳陈静和张欣然 回到东海 然后直接前往陈芳 为陈芳购置的新房 准备今晚在新房里用餐 算是乔迁之喜 七点钟的时候 当秦峰带着三人来到楼下的时候 徐长宏早已等候多事 除此之外 赵龙带着女儿赵楚楚 也在楼下等待迎接 陈阿姨 秦先生 张董 陈总 眼看秦峰四人走来 徐长宏主动上前 先是问候 然后道 秦县长 房子全部收拾好了 另外 你说晚上在房子里吃饭 我特意让九天做好了饭菜 刚刚送来 还热乎着呢 徐哥有心了 秦峰点头 短短五个字 却让徐长宏激动不已 因为在今天前 秦峰每次见他 总是称呼他为徐总 徐总 徐哥 一字之差 去是天壤之饼 这证明 秦峰从今天起 把他当成自己人 也就如同对待曾经的朱文墨一样 教官 陈阿姨 赵小姐 陈小姐 赵龙也带着女儿 上来问候 率先提及的是秦峰 虽然陈峰是晚辈 但秦峰在他心中的地位 和重要性无人能计 哪怕是最高首长来了 他也会先宠秦峰问候 幻音落下 赵龙望向秦峰的目光 充斥着仰慕 他虽然没有前往东北 但对于秦峰在东北的 所作所为 一清二楚 而且还通过网络 亲眼目睹了 秦峰击杀北辰海的传奇之战 陈阿姨 风哥哥 欣然姐姐 陈静姐姐 新年好 与此同时 赵楚楚 双手置于胸前 给秦峰几人拜年 楚楚 新年好 秦峰微笑着 摸了摸赵楚楚的脑袋 赵楚楚因为上次 狗狗小白死的事 精神受了打击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养 已经恢复正常 楚楚新年好 姐姐和陈静姐姐 明天带你上街 给你买新年礼物 好不好 张启然笑着说道 在赵楚楚 恢复阶段 他和陈静 跟着秦峰 来看望了一次赵楚楚 陪着赵楚楚 玩了很久 彼此之间很熟 听到张启然的话 赵龙刚想开口拒绝 却见赵楚楚 乖巧点头 抢先开口回答 赵哥 过年喜庆 不要拒绝 秦峰看出了赵龙的心思 笑着拍了拍赵龙的肩膀 然后带着人上楼 阿姨 这以后就是您和小静 在东海的家了 您看喜欢吗 进入房门 秦峰带着陈芳 将房子看了一圈 陈芳下意识地点头 一脸恍惚 有种置身梦境的感觉 他出生于陈家寨 长在陈家寨 大半辈子都待在陈家寨 他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 他并不知道 这套八十平米的房子 在寸土如今的东海 到底值多少钱 也不知道那些 产自欧洲的家具 有多昂贵 但他整个人都是懵的 就如同 下飞机乘车 来到这里的路上 看着道路两旁 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厦一样 这颠覆了他对世界的认知 也让他有种 如梦似幻的感觉 而此时此刻 当秦峰说这套房子 是他和陈静的新家时 他毅然 风啊 你为了我和小静 做了这么多 发蒙过后 陈方红着眼 满脸感动地握着秦峰的手 身子微微地颤抖着 要说什么 然而 不等他家后面的话说完 秦峰便微笑打断了 阿姨 我说过 我和蒙子是兄弟 我们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走 我们去吃饭 好 好吧 陈方红言 叹了口气 抹了把眼泪 然后先去洗了洗手 才来到餐厅 长方行的餐桌上 摆着二十道菜和两份面点 六凉六热 如同徐长红所说那样 热菜还冒着热气 显然是掐着时间点送过来的 这一顿饭吃得很慢 众人边吃边聊 吃到了十点钟 菜吃光了 两箱红酒也喝光了 由于是陈方沉静的新家乔迁 外人不宜留宿 虽然张歇然喝了不少 但秦枫依然还是带着他离开 我们去紫园别墅 还是东大家属院 秦枫将张歇然扶进车里 坐在驾驶位上 启动汽车问道 只要跟你在一起 去哪里都行 张歇然红着脸 两眼水汪汪的看着秦枫 目光深情 语气柔情而浪漫 耳畔想起张歇然的话 望着张歇然那寒情默默的目光 秦枫这才想起来 今晚要和张歇然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不由得将目光挪开 一本正经地说道 别闹 好好说 我没闹 我是认真的 不知为何 看到秦枫闪躲的样子 张歇然忍不住笑了 堂堂华夏龙王 五学界万年一见的天才 竟然会害羞 好神奇啊 既然你不选 那就去东大家属院吧 秦枫装作什么也没听到 做出选择 不要去那 去我的公寓吧 那里更像是我的家 张歇然摇头道 好 秦枫点头 然后驱车前往张歇然的公寓 自从搬进东海大学家属院之后 张歇然只在公寓住过几个晚上 那还是当时张柏雄担心他去南苏 特地将他软禁在那里 并且派了两名保镖保护他 结果当时的张柏雄没有想到 张歇然利用从网上购买的迷魂药 迷晕了保镖 最终还是跟着秦枫去了南苏 从而发生了震惊华夏地下世界的南苏血案 秦枫将车挺在张歇然的公寓的停车场 张歇然率先下车又蹦又跳地来到秦枫身边 主动地挽住秦枫的胳膊 整个人几乎贴在了秦枫的身上 张歇然的主动让秦枫身子先是一僵 然后有些懊悔 懊悔今天晚上不应该带着张歇然出来 虽然有些懊悔 但秦枫也不放心张歇然独自一人回公寓 只好任由张歇然挽着自己的胳膊上楼 请进 开门之后张歇然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脸上的笑容如同三月的春色 无法遮掩 秦枫迈步走进公寓 发现公寓是一时一厅的格局 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厨房和卫生间 张歇然虽然长时间没有住在这里 但公寓显然是经常有人打扫 几乎是一尘不染 今晚你睡卧室 我是沙发 秦枫收回目光 转身开口说道 然而就在秦枫转身的瞬间 张歇然抱住了秦枫 热蠢主动迎上 吻上了秦枫 将秦枫后面的话 堵了回去 两春相接 秦枫惊得瞳孔放大 而张歇然则是浑身一震 脚躯一阵发软 但却主动地伸出香舌 要攻克秦枫的牙城 这一切 令得秦枫体内的火焰 被瞬间点燃 但他还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 压制着欲望 挪干脑袋 欣然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就是想跟你做修修的事情 张歇然红着脸 吹着香气 媚眼如丝地说道 不可以的 秦枫摇头 为什么不可以 你跟孟楠姐都可以的 张歇然撅着脚嘴 一脸的优越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 秦枫叹了口气 听到约定两字 张歇然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又丧失了 像泄起的啤酒一般 垂头脏气道 我遵守约定 不过你不能睡沙发 跟我一起睡床 我保证不乱来 好吧 秦枫看着张歇然 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心头一软 点头答应下来 心中却是有些诧异 王牧南自从大年三十 便开始失联了 第478集 清晨 当远方的天空 吐出一度白的时候 秦枫准时醒过来 右肉眼帘的是一片黑暗 听到的是微弱的呼吸声 几秒钟后 秦枫适应了卧室内 黑暗的光线 清晰地看到 张歇然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 像是一只乖巧的猫咪一般 蜷缩在怀中 双腿屈膝 其中一条腿不安分地 压在秦枫的身上 距离他胯下的小鸟 仅有不足两厘米的距离 不知是对于张歇然的大腿 充满敌意 还是对昨晚张歇然的挑衅 耿耿于怀 秦枫身下的小鸟 变成大鸟 愤怒地昂首挺胸 一副要征战的架势 察觉到张歇然胸前的柔软 皮肤的光滑和身下大鸟的高昂战意 秦枫的脑海里不禁闪现出了昨晚的场景 昨晚 他同意与张歇然同床共枕之后 张歇然变得开心起来 他走进卧室 美滋滋地哼着当下比较流行的一首神曲 美滋滋地扭着蛮腰 浑然当秦枫不存在一样 脱取衣服 浑身上下只穿了胸衣和小内裤 那是一副怎样的画面啊 要知道 张歇然可是华夏第一女主播 除了极高的颜值之外 前涂后翘 配上两条大长腿 身材足以用魔鬼来形容 面对当时的画面 秦枫当下有了一个男人该有的反应 双腿之间立刻支起帐篷 然而 那只是张歇然挑衅的开始 也是秦枫身下小鸟苦难的开始 秦枫有了反应 张歇然哼着小曲 扭着翘臀 美滋滋地进入浴室 等他沐浴出来 脱取了胸衣和内裤 浑身上下穿着一件红色的睡裙 裙摆很短 勉强能够遮住翘臀 简直比情趣内衣还让人热血沸腾 不光如此 他有意地在秦枫面前扭臀晃胸 冲击着秦枫的自控力 面对这样的挑衅 秦枫只好去卧室充了冷水澡 浇灭了体内的火焰 特地向张歇然说明 到了床上不能乱来 当时的张歇然点头飞快 上床后也是很乖巧 只是要求 震着秦枫的臂弯 秦枫满足了张歇然的要求 张歇然心满意足地 震着他的臂弯 躺在他的怀中 睡了不到三分钟 便圆形毕露 他时不时地 用酥嫩柔软的手掌 触碰秦枫的身体 而且还都是敏感部位 偶尔也会故意 抬起大腿 无意地压在秦枫胯下的小鸟上 少有的几次转身 翘臀也是不偏不正的 正碰小鸟 这一切 足足持续到半夜一点 令得秦枫激进崩溃 他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没有吃掉张歇然 简直比战胜北辰海 还要艰难 作为一个男人 秦枫昨晚体验了冰火两中天 不想还好 一想到昨晚的场景 再看着身边的美人 秦枫体内的火 像是再次被点燃 一个劲地窜 为此 他只好小心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不再触碰张歇然的肌肤 小心地抽回手臂 这一切看似简单 但秦枫为了不影响张歇然 足足用了半分钟 秦枫松了口气 下床穿上衣服 如同往常一样 开始沉练 两个小时之后 他沉练结束 但看到张歇然依然没有醒 便冲了冷水澡 然后下楼买早餐 孟南不会出什么事了吗 秦枫突然想起王孟南 自从大年三十之后 便反常地失联了 觉得有些不对劲 拿出手机 拨打王孟南的电话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个结果 让秦枫郁家的觉得不对劲 他想了想 又给王孟南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 时辰大海 直到他拎着早餐 回到张歇然的公寓 王孟南都没有回复 与此同时 江宁 秦淮河畔 王家祖宅 如同许多家族一样 王家所有成员 都在过年期间 回到祖宅 但初六的清晨 王家祖宅十分清冷 偌大的屋子 除了吴方之外 只有一名警卫员 事实上 从大年三十的团圆饭过后 便开始这样了 那一天 王忠国 在王家的年夜饭 快结束的时候 用极其严厉的语气 要求王孟南 必须离开秦峰 当时 整个王家的成员 齐聚一堂 却因为王忠国的一句话 陷入安静 面对王忠国几乎命令的要求 王沐南很干脆的拒绝 并且说 包括王忠国在内 所有人当初 都认可了他与秦峰的关系 如今 秦峰跌入低谷 要让他离开秦峰 他做不到 当王沐南说出这些之后 王忠国不知是因为喝了酒 还是很生气 直接拍桌子马娘 并且 让人收走了王沐南的手机 将他关了禁闭 让警卫员看着 等王沐南什么时候想通了 再恢复自由 当天晚上 王忠国气呼呼地离开了祖宅 其他人也相继离去 唯有王丰 吴方夫妇二人 留了下来 王沐南性子倔 他自从晚上 把自己管在卧室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如果不是祖宅是平房 王丰夫妇二人 能够通过窗户 看清里面的情况 他们都会担心 王沐南会想不开 走极端 而王丰因为在军中担任要制 于昨天离开祖宅 只剩下吴方一人陪同 沐南 起来了吗 早晨 吴方熬好粥 盛了一碗 端到房间门口 敲了敲王沐南的门 没有回应 沐南 吴方心头一震 手一抖 手中的热粥直接掉在地上 发出哐当一声脆响 成舟的碗摔得四分五裂 沐南 吴方大喊一声 连忙一步上前 抓住门把手用力一拧 房门出乎预料地应声而开 吴方推门而入 赫然看到王沐南躺在床上 头发凌乱 脸色发白 眼窝深陷 眼睛中布满了血丝 沐 沐南 你的额头很烫 发烧了 立刻跟我去医院 吴方快步上前 抚摸了一下王沐南的额头 王沐南就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 依旧呆呆地看着屋顶 沐 沐南 你 你这又是何苦呢 吴方感到一阵揪心 情不自禁地握着王沐南的手 悠悠叹了口气 妈 当她是秦家人这个身份 没有暴露的时候 为了我来到江泥 来到王家 将林家人赶出了王家 赶出了江泥 令得包括爷爷在里的所有长辈后悔 并认可了我与他的关系 王沐南看着天花板 轻轻说道 而如今 秦家老太爷去世了 他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和庇护 而且还与家里长辈决裂 等于失去了秦家的支持 这个时候 爷爷让我离开他 无疑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怎么可能同意 何况 那一天 在他来王家之前 我曾发誓 只要他踏入王家祖宅 无论结局又如何 我 王孟南 身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 他仿佛 想到了当日的情形 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眼眶 沿着 他的面颊滑落 妈知道 妈都知道 无方心疼地擦去王孟南脸上的泪水 颤声说道 如果 他没有婚约和未婚期 妈会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哪怕是和你爷爷拍桌子也能坚定地支持你 但是 孟南 他和李雪燕有婚约啊 那又怎样 当日他来王家 身份暴露之后 你们有几个人不知道他有婚约呢 孟南 不一样的 那时候 他虽然和李雪燕已经有婚约了 但是 他们两人八年未见 他既然愿意为了你来江宁 来王家 这民很在意你 换句话说 那个时候的我们 都认为 你是有可能取代李雪燕和他在一起 嫁入秦家的 唉 但事实证明 我们都错了 他和李雪燕虽然八年未见 但他们的感情看起来不错 第一 秦家老人大受 李雪燕可是跟他去给老人败寿了 第二 秦家发生这样的巨变 李雪燕依然不离不弃 甚至得知他有生命危险之后 特意跑到东北去支持他 这样一来 你没有机会了 你最多只能是第三者 而你是王家的后代 你想想 你爷爷愿意让你去给别人当第三者 当小三 情人吗 你 你说什么 他有生命危险 王母男的反应有些慢 当无方的话说完之后 他才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坐起身 因为好几天没有吃饭 身体很弱 眼前一黑 差点昏在床上 母男 无方脸盲抱着他 妈 我没事 你告诉我 他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 王母男缓了几秒钟 稍微好了一些 语气很是急切 是这样的 无方见王母男一脸焦急和认真 没在隐瞒 一五一时地将秦峰最近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他 难道这就是天意吗 听完无方的话 王母男直接呆住了 在他最危险 最无助 最需要支持和关怀的时候 李雪燕去了 他的亲朋好友都去了 唯有我没去 而且连一个电话 一条短信都没有 唉 无方叹气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一定很伤心难过吧 王母男自言自语 像是在问母亲 更像是在问自己 应该会吧 王母男无力地闭上双眼 脸上写满了自责 第479集 被张信然用美色折磨之后 秦峰当天便回到了东大的家属院 张信然紧随其后 因为陈静搬到了陈芳的新家 而苏淼一大年初一 按照计划踏上了旅途 接下来几日 秦峰每天和张信然 虽然不在同床共准 但也是住同一个屋檐下 朝夕相处 关系不知不觉间 在升温 虽然难得的 有了和秦峰朝夕相处的机会 但张信然没有成天逆着他 而是每天早晨起床 与秦峰晨练之后 便赶往百兄集团 他除了过年这几天放松之外 其他时候也都是如此 秦峰每天都是沉浸在武学中 除了仔细感悟 突破化尽之后的变化 还总结了与北辰海一战 同时也在琢磨 创造属于自己的武功 这是叶帆当年的宏愿 他学了很多种武功 试图融合各家之常 创造一门属于自己的武功 但因为那场变故 最后愿望落空 他的徒弟秦峰 想创造一门适合特战队员 战场杀敌的武功 但截止目前 只创造出了一招龙刺 是将行义拳的龙刑 与古代流传下来的枪法 结合威力绝伦 在此期间 秦峰又给王沐南打了电话 这一次电话打通了 但王沐南却没有接通 这让秦峰意识到了什么 他没有再主动联系 二月底 随着春节即将过去 学生们开始陆续返校 准备开始新学期的生活 正月十四这一天早上 秦峰收到了一份短信 准确地说是一份EMS 邮件来自江宁 发见人是王沐南 当收到邮件的时候 秦峰有些发懵 因为王沐南的失联 因为主动联系他未过 秦峰隐约觉得 王沐南要离开自己 但并没有刨根问底 而是顺其自然 在这样的情形下 王沐南突然发来一份邮件 这让秦峰的心中 颇为不平静 至于他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都不知道快递小哥 是什么时候走的 秦峰关上门 直系在院中拆开邮件 发现是一封信 他走到桌前 打开了信 这封信不算长 只有两页 而第一页和第二页的字迹 有着明显的区别 前面自己工整优美 到了后面 有些凌乱潦草 这个细节 足以证明 王沐南写信的时候 内心的很不平静 情绪喜福很大 除此之外 这封信上 不止一处有模糊的字迹 似乎是王沐南写信的时候 落泪滴在了信纸上 差距到这些 秦峰信中再起波澜 他平静了一下心情 开始读这份信 秦峰 没有想到我会给你写信吧 其实 相比于科技时代的电话 短信 微信等通讯软件来说 我更喜欢书信联络 但在这个浮躁的年代 可能很少有人 再愿意写信联络了 时间好快 细细算来 你我相识已经快半年了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第一天在高铁站看到你的场景 你单手拎着杀手黄老鞋 从车上走下 拒绝了张百雄的名片 当时 我以为你和张百雄 在跟我演双簧 然后利用做笔录的借口 将你带到警局 对你进行了审讯 秦峰 秦城的秦 风光的风 至今 我还清晰地记得 你说自己名字时的情形 当时的你是那么地不屑一顾 甚至给我一种都不愿意看我一眼的感觉 嗯 除此之外 当时的你可是狂到了极点 以至于我都有种爆打你一顿的冲动 当然 前提是 我得能打过你 那一天我都有我家里的关系 让我一位堂哥调查你的信息 结果显示最高级别 说实话 当时我很震惊 以至于你离开 我都没有阻拦 那时的我猜想过你可能出自某支神秘部队 但我没有想到你出自利剑 而且是三军为之骄傲的龙王 或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 因为饥饿如仇铁了心 要找出张百雄犯罪的证据 或许是你神秘的身份勾起了我的好奇 从那之后 我开始对你密切关注 现在想想 你借助我的手扳倒了梁家 同时也送给了我一份功劳 像是在置换 南苏续案发生后 我知道是你做的 便动用一切关系去调查 收集资料 然后发现你做的滴水不漏 没有任何犯罪的地方 最终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 主动去东海大学找你 结果你否认我车里的那份东西 是你给我的 还撩我 以我的暴脾气 当时怎么就没有打死你呢 周山事件 当我和欣然陷入绝境的时候 我知道了你是花下龙王 我很震惊而又狂喜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是龙王 同时也因为知道你真的和地下世界没有任何关联而开心 那一天 你如同天神降临 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横扫了敌人 救出了我和欣然 那一天我因为受伤导致高烧 你为了给我驱寒将我抱入怀中 结果我差点误会了你 当场给你一巴掌 那一天可能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一天 而你也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我的心中 这是第一页信的内容 看到这里 秦枫忍不住叹了口气 那些事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从那之后 我不但继续关注你 而且脑海里 时常会闪现你的样子 怎么也回之不去 我爱上你了 这个发现让我很诧异 却无法否认 得到这个结论后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是否要告诉你等等 我像一只无头苍蝇 沉添乱撞 直到有一天 我得知你要在南澳打拳赛 便偷偷跑去看了 但也没有告诉你 等我从南澳回来后 我妈告诉我 家里给我找了一个未婚夫 林峰 我很恼火 当场跟我妈翻脸了 然后心烦意乱的时候想到了你 鬼使神差地打电话给你 喊你来我家吃饭 那天我借着酒精告诉了你 我憎恨黑势力的原因 并且向你吐露了心声 表白了心意 然后我们发生了关系 就在一起了 嗯 从那时候起 我们在一起了 就像是有种做梦的感觉 以至于我现在想起来 都感到有些不真实 我把第一次给了你 没想过要让你负责 也没有想过 跟你有美好的未来 如我当时所说 我想在自己 被当成交易筹码 嫁出去之前 体验爱情的滋味 然而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在我最绝望无助的时候 你为了我 竟然去了江宁 踏进了王家 你知道吗 当你霸气地羞辱林峰的时候 我感到整个人 从地狱进入了天堂 那一刻 我的世界里只有你 只有你秦峰 那一天 你揭开了你另外一个身份 秦家后代 当年金城的混是魔王 你凭借这个身份 打断了林峰的腿 将林家人赶出了江林 还记得林家人走后 你当着我爷爷在内 所有王家人的面 说的那句话吗 若你不原谅 那我带你离开这里 王家死活与我无关 若你原谅 我会兑现诺言 让王家脱离危险 这是我这辈子 听过最动听的情话 而余生 再也听不到了 看到最后几个字 秦峰瞳孔陡然收缩 不光是因为这几个字 还因为 这几个字被泪水打湿 导致自己模糊 秦峰 你知道 当我得知你要回 燕京给老太爷住手的时候 我是多么希望 跟着你去的人是我吗 做梦都想 而我真的梦到 跟着你去了燕京 去见你爸妈 见了老太爷 见了所有的秦家人 那一天 梦醒过后 我迟迟不愿意睁开眼睛 想永远活在梦中 不要醒来 然而 梦终归是梦 梦总归是会醒的 我不能跟着你 去给老太爷住手 甚至 当你老太爷去世之后 我都不能去你的身边陪伴你 我能做的只是给你打电话 发短信 但这些怎么可能和 陪在你身边 握着你的手 紧紧抱着你 相提并论呢 那时候的我不能去 而当你在东北 与日本人进行生死大战 未在旦夕的时候 我没有去 虽然存在客观因素 但我想 如果我为了爱情不顾一切 为了你愿意背叛整个世界的话 那些客观因素 也就不是因素了 而我也会如同 李学艳等人一样 在你最危险的时候 站在你的身边 甚至 如果即便那些客观因素存在 我当时知道你的情况 也会赶过去 可惜的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对不起 我没有做到 请不要伤心难过 对不起 请原谅我用书信的方式 与你告别 因为 我实在无法鼓足勇气去见你 虽然我知道 只要我见了你 肯定会不惜 背上一诗骂名 继续陪着你 我坚信这一点 因为 在你给我打 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 我差点就动摇了 自己的决定 就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电话 再多响一次的话 我可能就丢亏气甲了 可是 哪里那么多如果呢 清风 我爱你 但命运的安排 让我无法陪你一生一世 我也无法原谅 自己的过错 我要离开了 离开东海 离开你的生活 我会强迫自己 不再去关注你的信息 但我坚信 即便没有你老太爷庇护你 没有秦家支持你 你依然会 让所有试图伤害你的人而后悔 因为 你是华夏龙王 我永远地骄傲 对吗 孟楠 第四百八十集 清晨的阳光 格外明媚 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都露出了一丝绿意 透露着 勃勃的生机 秦风在院子里的石凳上 拿着王木楠的信 心情如大翻的五味瓶一样 十分复杂 当与王木楠失联 且主动联系 没有回应之后 秦风意识到了 王木楠是要离开自己 事实 印证了猜想 但他没有想到 王木楠竟然会用 书信的方式告别 这封信 虽然是告别信 但秦风在字里行间 感受到了 王木楠深深的爱意 不舍 还有自责 虽然王木楠 没有具体说明 客观因素是什么 但秦风 心如明镜 王家是军中的将门之家 即便算不上豪门 也绝对称得上是大家族 通常来说 这种家族的后代 婚姻很大程度上都是联姻的 即便不是 也至少要做到门当户对 换句话说 如果出生在这样的家族 想与心爱的人结婚 完全不顾家事等因素 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王木楠不但是王家后人 而且父母也算得上是军中的高级将领 在这样的情形下 当自己与李雪燕的婚约 受到考验之后 王家必然不会同意 王木楠继续跟着自己 无名无分地在一起 这对王木楠不公平 也会对王家的声誉造成影响 何况自己如今失去老太爷的庇护 且和秦建国等人决裂 失去了秦家的支持 前些日子 王家应该强制性杜绝孟楠可恶的关系 从而导致孟楠对我在东北 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而他怕我多心 对此很自责 秦峰和尚王木楠的信 分析出了整个过程 叹了口气 事实的确如同秦峰所分析的一样 自从李雪燕到东海来找他之后 王木楠身上就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而王家人的强制性举动 让王木楠的压力达到顶点 几乎崩溃 而当王木楠得知 秦峰在东海发生的事情后 十分自责 那份自责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叹气过后 秦峰缓缓收起了手中的告别信 心中没有半点责怪王木楠 反倒是很自责 因为从一开始 他便知道自己和王木楠之间不会有结局 他无法给王木楠未来 甚至连一个最起码的承诺都没有 而当时因为王木楠不要未来 不要承诺 只想着体验爱情的滋味 他最终接受了那份爱意 他用自己的真心实意和强烈的责任感 让王木楠体验到了爱情的滋味 但也带给了他巨大的痛苦 这种痛苦会伴随王木楠很长时间 会对他的人生造成一定影响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在心中写道 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的话 而余生再也听不到了 东海浦东国际机场 一架飞往燕京的客机中 旅客已经全部登机 空姐正在讲解安全知识 和掩饰如何使用救生衣 头等舱中 王木楠穿着一身休闲服 头戴鸭舌帽 坐在靠窗的位置 望着远方高耸入云的大厦 争争出神 坐在他身边的吴方 虽然无法看清楚他此刻的表情 但他知道 王木楠的心中充满了不舍和留恋 因为一个人 他爱上了一座城 对于王木楠而言 东海最大的意义便是秦峰 他清晰地记得 他昨天陪着王木楠去东海的住处 结果王木楠进入之后 望着熟悉的场景 触景生情 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足足哭了两个小时 几乎将泪水都流干了 身为母亲 他很心疼 也很不忍 但却做不了什么 几分钟后 客机驶入跑道 一阵加速 腾空而起 挽着一只飞起的鸟儿一样 朝空中的云层钻去 至此 王木楠才收回了目光 你跟他打电话道别了吗 无方叹了口气 犹豫了一下 这几日 他一直陪伴在王木楠身边 知道王木楠自始至终 都没有和秦峰见面 没有 王木楠摇了头 轻声说道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无论什么形式 只要没有不辞而别就好 唉 说起来 清风对你 也是真心实意 只是 说到这里 无方看到王木楠 再次泪水模糊视线 便将后面的话咽回肚子里 伸出手搂住他 让女儿套在自己肩头 两个小时后 客机准时在燕京国际机场降落 王木楠跟着无方 乘坐专车 前往燕京某个距离 警方总部不远的小区 王家不但将王木楠的工作 调到了警方总部 而且特地为他购置了一套房产 可谓是煞费苦心 王木楠 我再陪你一天 明天再去单位 你下午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再去报道吧 午餐后 无方一边收拾碗筷 一边说道 不用了吗 我下午就去报道 这么着急干什么 无方反应过来 王木楠是想尽快让自己忙起来 以便于不再胡思乱想 也行 那你下午去报道 我还是明早走 王木楠点头 先是冲了澡 换上警服 但却没有化妆 而是素颜出门 下午三点 王木楠来到国际刑警组织 华夏中心局 这里是国际刑警组织 在华夏的常驻机构 主要是负责华夏警方 同国际警方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这里 是王木楠的新单位 周局长 您好 我是王木楠 王木楠先是按照无方所说 直接来到一把手的办公室报道 梦楠 梦楠 你在东海的工作 表现得非常突出 尤其是周山的案子 干得非常漂亮 不瞒你说 让你来这里 因为东海的领导都不愿意放啊 周局长笑着说道 我看过你的简历 你不但身手了得 而且对电子信心实费了解 我准备把你放在信心系统处 我相信 你在新的岗位上 一定会做出成绩 信息系统处 顾名思义 便是收集提供情报的部门 是国际刑警 华夏中心局 安全系数最高的一个部门 准确地说 在这里工作 完全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这也是周局长 对王木楠的照顾 然而 出乎周局长预料的是 面对这样的好差事 王木楠很干脆地拒绝了 周局长 我想去行动处 好 周局长有些为难 孟楠 行动处要经常出战 基本都是去国外 很少有假期 而且危险系数不小 周局长 我毕业后 一直在刑警部门任职 参与过很多案件的抓捕 也经历过周山案件的洗礼 我不怕工作忙 也不具危险 请您批准我的请求 你要不要跟你爸商量一下 如果王木楠去了行动处 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他是没办法和王峰交代的 不用周叔 我知道您和我爸的私交关系很好 您不用特别照顾我 正如您之前所说 我是将门之女 在王家人的血液里 没有害怕儿子 也从来不怕牺牲 既然你这么坚定 那我同意你的请求 周局长斟酌了一下 最终还是同意了 您去行动处报到吧 我给行动处的徐处长 打个电话 谢谢您周局长 王木楠感谢敬礼 然后转身 大步离开局长办公室 几分钟后 他来到了行动处处长的办公室 见到了周局口中的徐处长 徐处长姓徐明江 是华夏警方的有名老刑警之一 破案能力极强 办案经验丰富 徐处长 王木楠前来报到 王木楠走进办公室 敬礼报到 欢迎你 我孟楠同志 徐处长如同之前的周局长一样 起身主动握手 以示欢迎 我听说你主动放弃了 信息系统处的职位 主动申请来到行动处 为什么 徐处长 我认为行动处的工作更适合我 在几分钟前 我看过你的资料 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刑警 我相信 你会在行动处表现出色 徐处长点头 他对王木楠的能力表示认可 也对王木楠的勇气表示欣赏 谢谢处长的信任 处长 我想尽快熟悉工作业务 最好能够通过参与案件来熟悉 做到无缝衔接 新春刚过 处理人员有些紧张 既然你主动申请 那我就给你下任务了 前两天 部里严厉打击了东北地下势力 抓捕了多名犯罪人员 但该组织的财务主管 将部分资金转移到了境外 逃到了日本 我们已经与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了联系 并且与日本警方进行了沟通协调 准备明天派人前往日本 将犯罪分子抓捕归案 你也跟着去吧 是 处长 保证完成任务 汪木南为了不胡思乱想 调整状态 主动请应参与办案 强迫让自己忙起来 以便与秦峰相望于江湖 却没有想到 这次日本之行 再次和秦峰联系在了一起 第四百八十一集 元宵节前 东海大学的学生们 基本都赶回学校 这样便可以和同学们一同过界 苏淼一也于昨晚返回东海 风哥 胡巴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 早饭过后 苏淼一接到苏文的电话 然后向秦峰转达了苏文的邀请 好啊 秦峰点头 原本他计划着要去给苏文半年 奈何苏淼一一直没有回来 苏淼一 王姐跟你联系了吗 眼看着秦峰同意前往苏园吃饭 张欣然把苏淼一拉到一旁 小声问道 没有啊 怎么了 苏淼一摇头 然后有些疑惑地 看着神秘兮兮兮的张欣然 王姐昨天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说她工作掉到燕京了 离开了东海 让我以后去燕京的话跟她联系 张欣然如实说着 偷偷看了秦峰一眼 这样啊 她没有跟我联系 毕竟我和她也不是很熟 不像你们有过共患难的经历 苏淼一笑着说道 她应该跟峰哥说了 你要是想问具体情况的话 可以问问峰哥 嗯 张欣然昨天便收到了王沐南的短信 但因为王沐南对于秦峰 与她而言都有些敏感 便压着好奇心 没敢去问秦峰 此刻听到苏淼一这么一说 才鼓足勇气朝秦峰走了过去 王姐离开东海了 你知道吗 张欣然静止走到秦峰身边 她去哪里了 什么时候的事 秦峰收到那份告别信之后 曾想过王沐南会离开东海 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更没有想到张欣然竟然都知道了 你不知道呀 张欣然一脸诧异 眼珠子转动着 思索着其中的猫腻 见秦峰不说话了 便回答道 她昨天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说到工作掉到眼睛去了 你们之间怎么了 她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你 张欣然最终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在她看来 王沐南应该马上将这件事情告诉秦峰才对 这一次 不等秦峰开口 她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秦峰拿出手机 看到是李雪燕的来电 对张欣然指了指手机 然后回到卧室 我刚刚得到消息 王沐南调到了国际刑警组织 华夏中心局了 李雪燕率先开口 说起了王沐南调动工作的事 我也是刚刚知道 她昨天就去报道了 刚才才告诉你吗 李雪燕觉得有些诧异 她并不知道 王沐南与秦峰分开的事 我是从他人罪中得知的 秦峰间接说明了自己和王沐南的关系 原来如此 李雪燕一点就透 她听出了秦峰的弦外之音 然后又说道 据我所知 她去的是行动处 你应该清楚这个部门的工作性质 目前 你得罪了那么多境外势力 那些势力绞尽脑汁的 想要报复你 原本 我打这个电话给你 是想让你给她打个电话 建议她换个部门 最不记得也要避免近期出国 但现在看来 你不好打这个电话了 没事 我给她打个电话看看 如果她不接的话 你再打给她看看 秦峰眉头一条 眉目间近视担忧 她虽然与王沐南分开了 但敌对势力未必知道这件事 多次一来 若是敌对势力对她进行报复 对王沐南做出什么事情 那就麻烦了 话音落下 秦峰不再废话 直接挂断电话 拨打王沐南的手机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很快 听筒中传出了声音 那声音 让秦峰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秦峰稍作沉眼 拨通了在警方工作的 小伙伴的电话 询问王沐南的办公电话 三分钟后 那名小伙伴便将电话回了过来 老大 王沐南的办公室电话是 不过他现在不在办公室 据说今天一大早 正飞机去日本执行任务 秦峰的脸色顿时变了 一月份 他在昆山地下赛车场 教训了苏景川等日本车手 令得他们下跪 对日本人当年的罪行认错 羞辱了山口族 松井家族乃至整个日本 前几天 他又在陈家寨击杀了 北辰海 柳川人师徒 羞辱了日本武学界 这一切的发生 势必会导致 无论松井家族还是柳川家族 甚至是整个日本地下武学界 对他都是恨之入骨 而在这个结果眼上 王沐南前往日本执行任务 无疑是羊入虎口 你知道几点的飞机吗 秦峰虽然心中很担忧 但也判断出了王沐南此刻 应该在飞机上 但依然不甘心 再次问道 老大 这段时间我没问 你想知道的话 我再问一下 好的 你抓紧问一下 然后给我发个微信 或者短信 秦峰挂断电话后 再次拨打王沐南的电话 依然关机 一分钟后 小伙伴发来微信 告诉秦峰 王沐南乘坐的是八点的飞机 此刻已经在飞机上了 对此 秦峰正在原地 表情不断变化 直到李雪燕再次打过电话来 才回过神来 你联系到他了吗 李雪燕主动问道 没有 他现在正在前往日本的飞机上 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什么 听到秦峰的话 李雪燕惊得差点 从座位上蹦起来 这个结果眼上 他怎么跑去日本了 据说是去日本执行任务 我在东北的事情 他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肯定不了解其中的情况 以为只是单纯的比武 否则绝对不会在这个结果眼上 去日本 应该是这样 李雪燕认可了秦峰的话 他虽然不知道秦峰和王母男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他知道王母男对秦峰的爱意 他相信 即便王母男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秦峰 也绝对不会做出连累秦峰的事 秦峰 接下来我要对你说的话 我完全是站在客观角度的 不带任何主观色彩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老太爷离开前 曾与我们进行过交谈 特地叮嘱过你 他希望你在今后的人生里头中 把你的情意 用在该用的人身上 否则 你会永远地为他人活着 你的基本和束缚 会多得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甚至还可能让你丧命 我是不怀疑王母男对你的情意 我也知道 你对王母男也有感情 但按照现在的形式 日本人极有可能会为了报复你 劫持王母男 然后逼你现身 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 我建议你不要去日本 因为那对你而言 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是 九死一生 我知道 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 敌人肯定会不下天罗地网 等着我去跳 但即便是那样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因我而死 我不能见死不救 那会让我自责而内疚一辈子 希望老天保佑事情 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 你放心吧 这个世界上 能杀我的人已经不多了 哪怕整个日本地下世界 和武学界通通出动 要杀死我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希望日本人不要玩火 否则 我会让整个日本 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第482集 松井熊野最近的人生 就像是在坐过山车 昆山地下赛车 他被儿子松井川坑爹 仓促间做出错误决定 丢了山口组松井家族 乃至整个日本的颜面 也让松井家族被日本挤的家族讨伐 这一切让他被家族收回了权力 彻底被边缘化 为了重回家族权力中书 他借准女婿柳川人的手 击杀秦峰 结果柳川人被秦峰反杀 而且柳川人的师父 北辰海也惨死滑下 让日本武学界再次被秦峰羞辱 事后他再次被松井家族组场怒斥 甚至也令得松井家族 彻底和秦峰成为死敌 为避免夜长梦多 防止秦峰彻底成长到松井家族 无法抗衡的地步 松井家族组长 准备联合秦峰的死敌 铲除秦峰 他将联合各大势力的任务 交给了松井熊野 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松井熊野并没有错过 过去几天中 先后代表松井家族 与各大势力进行联系协调 完美地完成了松井家族组长 交代的任务 然后耐心地等待机会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机会来的要比他想象中的更快 当王某南飞往东京时 松井熊野乘车 再次来到了代表松井家族身份 地位和权力的家族组屋 见到了松井家族的组长 松井苍田 爷爷 击杀华夏清风的机会来了 这么快 松井苍田感到一次意外 说说看 爷爷 根据我们收集掌握的消息 华夏清风身边 一个叫王某南的女人 今早 趁机来到东京 目前 已经在飞机上了 飞机将于一个小时后 在东京机场降落 松井熊野 说出了早已整理好的措辞 与其不急不缓 显得胸有成竹 我们可以将那个女人劫持 然后逼迫华夏清风来到日本 再联合各方势力 将华夏清风击杀 那个女人什么身份 你确定华夏清风 会因为救她冒险来日本 虽然松井熊野出色地 完成了上一个任务 但松井苍田依然持怀疑态度 那个女人是一名警察 您应该还记得华夏周山事件吧 日本忍魂和地狱火 黑寡妇 暗月 四大杀手组织 潜入华夏击杀 华夏清风 结果被反杀 幽灵组织结识了两名人质 其中一是华夏东海张百雄的女儿 而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个王某南 松井熊野做做功课 他对清风身边的人的资料 掌握得极为清楚 甚至可以用详细来形容 后来 这个叫王某南的华夏警察 成为了华夏清风的女人 华夏清风为了她 甚至不惜与华夏国内的权贵子弟 发生冲突 这一切足以表明 华夏清风很在意她 而根据华夏清风 曾经的所作所为 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不止一次 为了救身边的人而冒险 如此一来 若是我们劫持了 那个叫王某南的华夏警察 绝对可以逼迫华夏清风来日本 这一切确定属实 爷爷 我以神命发誓 绝对属实 那个叫王某南的华夏警察 为什么来日本 他刚刚调到国际刑警组 是华夏中心局 此次 与另外两名华夏警察来东京 应该是来执行任务 国际刑警 宋景苍天眉头一挑 身为日本地下世界巨头之一 他自然知道国际刑警组织 而且知道国际刑警 远比国内的警察难缠 爷爷 您是在担心 他的身份太敏感了吗 宋景雄爷心入明镜 嗯 他作为国际刑警 来日本执行任务 若是被劫持的话 对于日本警方是耻辱 若是日本警方追究起来 会让我们家族承受很大的压力 爷爷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 我的想法是 可以让忍魂组织的人出手劫持他 并且对劫持事件负责任 而事实上 他是掌握在我们手中 宋景雄爷 知道自己能够再次获得家族重用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所以他对于 松景苍田布置的任务格外上心 此次来汇报 已经将所有问题都考虑了一遍 你这次干得不错 考虑得很周到 计划也很缜密 听完松景雄爷的话 松景苍田的眉头松开了 先是赞扬了一句 然后道 这次的事情 前期由你负责 你立刻联系忍魂组织的人 去劫持那个华夏女警 然后我亲自联系各大势力 派人前来布下杀局 最后将华夏秦峰引入杀局 是 爷爷 松景雄爷攻身领命 嘴角弥漫着冷笑 仿佛已经看到了秦峰的尸体 他知道 包括日本武神在内的日本武学界 已经对秦峰动了必杀之心 势必要用秦峰的人头和鲜血 洗刷日本武学界的侄辱 除此之外 无论是青红的底蕴红霸天 还是松景家族 甘比诺家族的底蕴 都是神榜的超级强者 排名远在秦峰之上 随便派出一人 便可以轻松击杀秦峰 与此同时 飞机中的王梦南 与两名同事坐在经济舱中 脑海中不受控制的 浮现着曾经和秦峰在一起的 点点滴滴 这段时间 他只要闲下来 满脑子都是秦峰 挥之不去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主动请鹰参与案件 让自己变得忙碌起来 孟南 你是担心 这次任务会有危险吗 王梦南登机之后 一直看着窗外 同行的一名年轻警察 主动开口 你是第一次行动 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性质 还不是特别了解 你不用担心 我们到他国执行任务 他国警方都会提供支援 抓捕工作很轻松 当然 也有一些时候 因为罪犯 与他国地下势力有染 抓捕比较困难 也会有一定危险 但有组长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组长毕业于南港警察学院 该学院 是全球最优秀的 警察学校之一 而组长 是那一届所有学员之中 最优秀的存在 各个学科成绩 都是最佳 尤其是格斗和枪法 比所谓的特种兵还要厉害 孟南 你第一次执行任务 有压力也是正常的 不过如同小张所说 你不要有压力 就当是到日本度假的 其他事情交给我了 另外一名男警官 一脸迷人的微笑 露着雪白的牙齿 配上他那棱角分明的五官 充满了魅力 他叫李帅 是行动组的一个组长 被称为国际刑警组织 华夏中心局的明日之星 在单位声誉极好 甚至在耸部都小有名气 曾经多次被戒掉执行任务 但论言之 他仍如其名 而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米八五的身高 浑身的肌肉 健壮得如同牛犊子一样 配上他极其出色的工作能力 他被单位里的小姑娘 称之为男神 甚至有花痴的小女警 认为他是全华夏最帅 最有能力的警察 李帅望向王孟南的目光中 充斥着欣赏 他身边从来不缺美女 但当他第一眼看到王孟南时 还是被惊艳到了 当他得知王孟南是主动申请来到行动之后 心中那份经验更浓了 他不喜欢娇柔的小女生 而是喜欢王孟南这种 有着美丽外表 魔鬼身材和女汉子性格的人 族长 我到日本是执行任务不是度假 另外 我参与了周山案件 曾遭遇过五大知名的杀手组织 还被幽灵组织的佣兵当作人质 劫持到公海孤岛 王孟南眉头一跳 一字一句道 你认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会对执行任务有压力吗 抱歉 孟南 是我说错话了 你经历过大案 是一名出色的刑警 李帅有些愕然 原来孟南你参与过周山案件啊 怪不得会来咱们行动处 我听说周山案件 最后是军方出动 击毙了凶手 这次 不等王孟南说话 另外一名警察小张又说道 今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 完全用不着军方出手 组长就能搞定 我曾参与过剿灭海盗的行动 那些海盗的实力 几乎不弱于杀手组织的成员 李帅点头 一脸自傲 王孟南我言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刻 他脑海中不禁再次浮现出秦峰的身影 在他的记忆中 那个强大到让各国地下势力胆寒的男人 从来不会吹嘘自己有多么厉害 而是会用一个又一个无法复制的传说 让那些谋害他的人付出代价 同时也让看衰他的人 夹紧嘴巴 第483集 一个小时后 王孟南三人所乘坐的客机 准时降落在了东京国际机场 王孟南三人随着人流走出机场通道 朝着机场大厅外走去 其中 此次行动带队的组长李帅和警员张瑞 都打开手机 而王孟南因为此次任务太紧急 尚未来得及开通国际漫游业务 手机号在境外是无法使用的 便没有开机 与此同时 秦峰得知飞机准时降落后 马上拨打王孟南的手机 他要告诉王孟南目前的行事 让王孟南不要走出机场 直接乘机返回华夏 这样可以把危险降到最低 毕竟 东京国际机场是日本对外的窗口 是整个东京安保最严密的地方之一 王孟南以国际刑警的身份进入日本 若是在机场大厅被人劫持 那将是日本警方的耻辱 也绝对不允许发声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电话接通 听筒中传出的却不是王孟南的声音 秦峰现实一证 立刻明白 王孟南的手机号还没有开通国际漫游业务 他连忙挂的电话 不通李帅的电话 在过去的一小时中 秦峰让在警方工作的小伙伴 通过关系要到了李帅和张瑞的私人电话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电话中依旧是语音小姐的声音 秦峰只好再次拨打张瑞的电话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号码不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这一次 听筒中传出的依旧是这样的声音 但张瑞和王孟南的情况不同 他开通了国际漫游 但日本的手机制使和他的手机不符 因此他无法在日本境内使用手机号码 秦峰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他知道能够联系到的只有李帅 便一个劲拨打李帅的电话 足足打了十分钟 李帅的手机却一直在通话中 李帅下飞机后 先是跟领导汇报已经抵达日本 然后便紧接着联系日本警察厅 日本警察厅的相关人员告知他 因为嫌疑犯人在东京 将由日本警示厅负责 与李帅三人对接 李帅又联系了东京警示厅 得知对方并没有安排人员来接机 只是为李帅三人订好了酒店 安排了司机和汽车 并告知李帅 让三人去机场停车场坐车 这让李帅十分恼火 以至于和对接的人员争论了半天 队长 怎么了 当李帅挂到电话 张瑞忍不住开口问道 日本警方太可恶了 让东京警示厅跟我们对接也就罢了 东京警示厅对此案 加根就不重视 虽然没有派专人来接机 与我们对接 这是派了司机和车辆 而且让我们自己去停车场找车 李帅气愤地说着 张瑞之前还在飞机上吹嘘 李帅曾经多次被国际刑警组织截掉 与全球一些知名的国际警方关系很好 在这样的情形下 日本警方的怠慢等于是反手的一记耳光 让李帅在王某南的面前很没有面子 李帅察觉到手机震动起来 以为是东京警示厅的人意识到了错误 与他联系 拿出手机一看 却是陌生的来电 便直接挂断电话 秦峰听到听筒中传出的声音 眉头拧在一起 他好不容易等到了对方打完电话 却没想到对方压根不接电话 秦峰并没有惊慌失措 而是冷静地编辑了一条短信 您好 我是王某南的朋友秦峰 会有紧急事情联系他 请让他给我回电话 但秦峰的信息却石沉大害 李帅看到了秦峰的名字之后 脑海中浮现出秦峰的身影 他听说过秦峰的大名 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 因为他是仗着自身的家事和强大的武力 暗中与地下势力油染 除此之外 他因为想对王某南有心思 在执行任务前 他曾经调查和打听了有关王某南的信息 得知王某南和秦峰的关系密切 对秦峰的印象就更加糟糕了 怎么可能让王某南用自己的手机 打电话给秦峰呢 眼看短信没有回应 秦峰再次拨打电话 结果再也打不通了 他的号码已经被拉黑了 秦峰心中既恼火又着急 又给李帅编辑了一条短信 迅速联系张信然 让张信然打电话给李帅 联系王某南 与此同时 王某南引于李帅张瑞两人 走出机场大厅 来到了停车场 就当三人按照东京警事厅 相关人员提供的车位 寻找汽车时 汽车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 突然响起 一辆丰田商务车突然启动 从停车位驶出 猛地在三人面前停下 车门打开 车上一名佩戴着面具的男子 端着手枪 瞄准了王某南三人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得王某南三人都是一阵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东京竟然有人会对他们下手 就在三人愣神的同时 面具男子迅速瞄准射击 两道轻微的破空声 瞬间响起 两枚马银从枪管射出 正中王某南和张瑞的大腿 王某南和张瑞脸色一变 而后像喝醉的大汗似的 身体一摇 直接跌倒在地 面具男子不作停留 迅速转移枪口 瞄准李帅再次扣动扳机 处于震惊中的李帅 突然意识到了危险 凭借丰富的经验 身子猛然一滚 躲开了麻醉针 这一幕 让面具男子微微皱眉 但他想到此次任务之后 并没有继续对李帅射击 而是迅速跳下车 一把抓住王某南 丢进车中 做完这一切 他迅速跳上车 顺势拉上车门 丰田商务车 宛如一头暴躁的野兽一般 直接窜了出去 紧接着 汽车在前方路口 用一个漂亮潇洒的飘移拐弯 直接消失在了李帅的视线中 这一切看似复杂 实则只是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发生 以至于李帅依然处于震惊之中 仿佛不敢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就在这时 李帅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震动声 将他从震惊中拉回现实 他掏出手机 看都没看 便直接挂断 然后立刻拨通了 行动处处长 许江的电话 处 处长 不好了 我们在东京机场的停车场 遭到伏计 蒙南被人劫之走了 什么 徐江文言 静得站了起来 连忙询问 怎么回事 处长 是这样的 李帅不该隐瞒 将自己三人下飞机后的情况 一五一十的报告 但并没有说 秦峰来电的事 你立即联系日本警方 说明情况 要求他们立刻开展 营救木兰的行动 我这边 立即给上级领导汇报 由上级领导 与日本警方的领导进行沟通 徐江马上做出决定 下达命令 是 处长 李帅大声回应 准备拨打东京警事厅 对接人员的电话 结果发现 有一条拦截信息 下一次的点开 李组长 根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 日本地下室里 会对王孟南进行劫持 请你让他立刻给我回电话 或者转告他 让他不要出机场 直接乘最早的航班 返回华夏 李帅看到短信内容 一看是秦峰发来的 顿时冷汗直冒 因为他的自私和偏见 导致王孟南被劫持 等待他的 除了上级的处分之外 还有秦峰的怒火 第四百八十四季 东京湾 山口祖大楼一间办公室中 宋景雄也前脚刚从家族祖屋回来 便接到一个电话 尊贵的宋景局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委托 在最短的时间里 成功解释了那面华夏女警 并且甩掉了警察 听筒中 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 接下来 你需要告诉我 交集人质的时间和地点 同时准备好 身下的佣金 赵野军 佣金的事情 你完全不用担心 等你们将那名华夏女警 交到我们的人手中后 我会安排人第一时间 支付剩下百分之五十的佣金 宋景雄也的语气很兴奋 他在接到宋景苍田的命令后 便第一时间联系了忍魂组织 委托忍魂组织 对王木南进行劫持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手了 至于交接人质的时间地点 你等我电话 我很快会联系你的 好的 身为忍魂组织负责人的 朝野一郎 对此毫无意义 他很清楚 宋景雄也这次委托 忍魂组织的任务 并非宋景雄也本人的意思 而是代表着整个宋景家族 宋景雄也不再废话 直接挂断电话 他点燃一只雪茄 美滋滋地吞云吐 同时整理着汇报的说辞 烟雾朦胧 却无法遮挡他脸上的笑容 他笑得眼睛都迷成了一条细缝 他出色地完成了宋景苍田教育的任务 接下来他不但可以重新回到家族权力中枢 而且身份会更加显赫 权力更大 五分钟后 宋景雄也掐灭学家 拨通了宋景苍田的电话 爷爷 我按照您的指示 联系了忍魂组织 委托该组织结识了那名华夏女警 刚才忍魂组织来电告之 他们已成功结识了那名华夏女警 并且摔掉了东京警事厅的警察 宋景雄也马上汇报 他竭力地掩饰着内心喜悦的情绪 让自己显得平静一些 但语气中依然透露出兴奋 很好 宋景苍田也是欣喜不已 罕见地表扬了他 爷爷过奖了 宋景雄也心中乐开了花 但还是谦虚地说着 爷爷 忍魂组织行问什么时候交接人质 您看哪 不着急 让他们先看好人质 我先与各大组织进行沟通 等沟通完之后再定 好的 爷爷 那我等您的指示 宋景雄也为言 陷入明镜 宋景家族要根据各大势力的安排 精心设置杀局 结束通话后 宋景苍田斟住了一下 率先联系的是日本武社 日本武社是一个由武者组成的民间组织 类似于华夏的武术学会 负责对日本武者的统一管理 其中日本武神公本武也是名誉社长 而负责具体事务的另有其人 你好 马腾君 我是宋景苍田 电话接通 宋景苍田率先开口 与其十分客气 他口中的马腾君 全名叫做马腾千叶 是日本武社的社长 宋景君 很久是没有见到您了 您还好吗 马腾千叶十分客气 宋景苍田在整个日本来说 都算是大人物 论身份地位都在他之上 毕竟他不是公本无野 没有可怕的武力 只是负责具体事务 多谢马腾君关心 我一切安好 宋景苍田愉悦地笑道 前两天 熊也应该跟贵舍联系过吧 是的 您的孙才联系了我们 我们同意击杀华夏勤风 洗刷日本武学界的耻辱 宋景君 您打电话给我 难道是机会来了 马腾千叶问道 是的 马腾君 宋景君 日本武社将全力支持此次行动 届时会派出不是一名上任后期的宗师出手 具体由你们来拟听计划 组织实施 我们这边全力配合 马腾君 谢谢您的支持 宋景君 您客气了 那个华夏紧缚时的太过正好 一次又一次羞辱我们 我们必须拿他的头颅和鲜血来洗刷耻辱 是的 他必须死 而这一次 他肯定会死 好了 马腾君 我先不跟您说了 等计划出来 我们再联系您 好的 宋小军 马腾千叶说着 等宋景熊也挂的电话 才挂的电话 表示出了对宋景苍田的尊重 结束了与马腾千叶的通话 宋景苍田思索了一下 第二个拨通的是青红组织首领雷狐的电话 青红分别由华夏南青红 东南亚青红和北美青红三个分部组成 每个分部都有一名掌舵者 同时兼任青红总部的长老之一 而雷狐则是整个青红组织的掌舵者 您好 雷先生 我是宋景苍田 电话接通 宋景苍田自爆家门 您好 宋景先生 接到您的电话 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身在美国的雷狐 笑呵呵地说道 雷先生 我的孙子 宋景熊也 前两天与您的人 进行过联系 沟通过击沙滑行 华夏秦峰的事情 如今机会来了 宋景先生 我将派人过去全力配合此次行动 雷先生 请问洪天霸大师会来吗 宋景苍田问出了关键 洪天霸是洪门掌门 也是青红的长老和底蕴 代表着青红最强的战力 宋景先生 既然华夏秦峰是去日本的话 那洪大师就不用去了 毕竟除了宋景家族的神榜强者之外 日本武学界高手如云 击杀华夏秦峰 根本不在话下 雷虎给日本武学界戴了一顶高帽子 委婉地拒绝了洪天霸前往 他虽然身为青红组织首领 但不能直接命令洪天霸去杀人 只能与洪天霸沟通协商 而他很清楚 凡是排进神榜的武学宗师 都有自己的骄傲 几乎不会与其他的神榜武学宗师 联手对付某个人 当年叶帆被神榜强者围攻 可算是个特例 好吧 那就先这样 如果有需要 我再联系您 宋景苍田皱起眉 有些不悦地说着 挂断电话 对他而言 如果洪天霸不来的话 青红组织派其他人来意义不大 然而不光是青红 身为美国黑手党旗帜的甘比诺家族 也委婉地表示出 不会派出家族底蕴前往日本 但会派出家族的其他成员 给予支持 怀着郁闷的心情 宋景苍田 拨通了幽灵组织情报负责人 海地的电话 我是宋景苍田 请让你的首领接电话 你请稍等 海地说着 飞快地拿起通讯器 找到幽灵 你好 宋景先生 幽灵接过通讯器 开口问号 幽灵先生 我的孙子之前与您的人沟通协商 将一起对付华夏秦峰 您知道这件事吗 是的 宋景先生 我知道这件事 您打电话给我 是要动手了吗 幽灵先是给予答复 然后反问 就在刚才 就在刚才 我的人已经劫持了华夏秦峰身边的女人 准备将她引到日本进行击杀 宋景先生 我将亲自带队前往日本参与击杀华夏秦峰的行动 但我有两个条件 请说 宋景苍田 眉头松开 客气地说道 第一 宋景家族负责让我和我的属下顺利进入日本 以进完证任务后顺利离开 幽灵直截了当地说道 第二 华夏秦峰抵达日本后 由我帅领我的属下率先动手 我要亲自击杀她 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这是宋景苍田的处事风格 对于她和宋景家族而言 不但要借助这次机会 务必将秦峰击杀 而且要付出最小的代价 这是她选择联合其他势力的原因之一 山口祖和宋景家族 能够成为日本地下世界旗帜 除了祖上结交了白道关系网之外 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山口祖 有一个令得日本 乃至全球地下世界闻风丧胆的组织 忍堂 忍堂 是柳川家族花费重金培养出来的组织 人员只有31人 但全部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人者 其中下人20人 中人10人 上人1人 这里的上人 便是山口祖和柳川家族底蕴的清木 上人后期宗师 当然 这是外人眼中的忍堂 对于包括松井苍田在内的松井家族核心成员而言 他们都很清楚 清木只是忍堂挂名 准确地说 清木并不属于山口祖和松井家族 这一切都是他们对外宣传的效果 而清木并没有澄清松井家族这样宣传自己 完全是因为报恩 松井家族曾经帮助过清木的祖辈 甚至可以说是救命之恩 为了报恩 清木愿意冲荡松井家族的底蕴 并且愿意为松井家族出手三次 用清木自己的话说 三次出手足以威慑松井家族的敌人 三次机会 这对松井家族而言太过珍贵 松井苍田并不想在秦锋身上浪费清木的一次出手机会 而清木不出手的话 以清风的实力 忍堂的其他人想击杀秦锋 将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 至于所谓的山口祖和松井家族荣耀 在松井苍田看来 只要秦锋死了 山口祖在地下世界宣布对此事负责 足以洗刷当初的耻辱 松井苍田是这么盘算的 然而 当他与幽灵结束通话后 忽然觉得自己将事情想得简单了 清红和黑手党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 只想击杀秦锋 至于谁杀无关紧要 但幽灵明确表示 要亲自击杀秦锋 给他提了一个信 日本武学界愿意参与此次行动 完全是因为要洗刷耻辱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若是由幽灵做之家秦锋击杀 并且对外宣布的话 那么日本武学界的愿望便会落空 想到这一切之后 松井苍田并没有盲目答应幽灵 而是决定与日本武社协商过后 再做决定 与此同时 带队前往日本执行任务的李帅 带着楚下张瑞 第一时间赶到东京警示厅 因为劫持王沐南的凶手 所使用的麻醉枪上 涂抹了分量很足的麻醉剂 张瑞依然处于昏迷中 查到我属下的下落了吗 李帅见到对接的日本警察后 连忙开口 显得十分着急 一方面 他对王沐南动了心思 准备将王沐南追到手 另一方面 此次由他带队来日本执行任务 若是王沐南发生不测 他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 秦锋曾经在事发前 打电话和发短信给他 他因为自私和偏见 没有当回事 结果导致了悲剧发生 如此一来 以他对秦锋行事风格的了解 势必会找他算账的 你好 李警官 我是邱野 我接到你的电话之后 立即安排人对那辆汽车进行堵截 但凶手很狡猾 甩掉了我的人 至此 我的人失去了对目标的追踪 邱野摇了摇头 有些尴尬 追丢了 你们就放弃了吗 李帅顿时怒了 大声质问 李警官 请控制你的情绪 注意你的语气 另外一名日本警察周梅道 谁告诉你 我们放弃了 我们第一时间调查了附近的监控 找到了那辆汽车 但凶手已经带着人事汽车了 之后我们又立即调查了那辆商务车的车牌 发现是一个假的车牌 东京号称全球三大城市之一 区长不防分子 在机场停车场将军劫持 而你们东京警事厅 之前还没有找到凶手和人质的下落 这是你们东京警事厅 乃至至本警方的严重失职 也是你们的耻辱 李帅气急败坏 这次 连秋也都有些不悦了 那么李警官 你告诉我 被评为全球优秀刑警的你 带人来日本执行任务 却让凶手在你眼皮子底下将你的属下劫持 这是否是国际刑警组织 华夏中心局和整个华夏警方的耻辱 面对秋也的反问 李帅沾了张嘴 无法反驳 秋也说的没错 这次的事不但是他的个人耻辱 也给华夏警方丢了脸 秋也警官 我要求介入此案的调查 李帅的脸色一变再变 最后压制住怒意 提出要求 可以 秋也很干脆地答应下来 华夏警方的主要负责人 已与我们日本警察厅的大人联系了 他们达成一致 将由我们双方联手侦破此案 救出你的属下 很快 你的直属领导会带队来东京 与我们的人共同办案 李帅脸色再次一变 他本想成功救出王沫南 将功补过 如今看来 计划彻底落空了 而且 将要面临上级领导的责问 燕京 国际刑警组织华夏中心总部 身为行动处处长的徐江 被叫到局长办公室 老徐 不用我说 你也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但我还是要说 周局长率先开口 表情严肃而凝重 如果 我们无法救出王沫南同志 那将是我们国际刑警组织 华夏中心局的耻辱 也是整个华夏警方的耻辱 周局 我明白 徐江点头 表情同样凝重 他感到压力很大 除此之外 我有个信心 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告诉你 王沫南同志 是王中国同志的孙女 王剑同志的女儿 周局长还是告诉了徐江 王沫南的真实身份 因为这个信息对他而言 有着巨大的压力 如果王沫南真的发生意外 他不但无法给上级交代 也无法给王家 给自己的好友王剑交代 听到周局长的话 徐江先是一证 然后沉声说道 请局长放心 我会尽十二分力 去营救王沫南同志 嗯 周局长点头 你到那边后 随时跟我汇报案子的进展 如果遇到困难和需要帮助 第一时间给我说 好的 局长 徐江再次点头 然后犹豫了一下 局长 我认为当务之急 我们除了要全力调查凶手 和王沫南同志的下落之外 还应该弄清楚一件事 什么 凶手为什么会劫持王沫南同志 徐江照着眉 眼中金光闪烁 要知道 当时除了王沫南同志之外 还有李帅和张瑞两人在场 但凶手只带走了王沫南同志 这表明 凶手完全是冲着王沫南同志去的 你说的是有道理 周局长文言心中一动 这样 你现在立即带人前往日本 在路上思考这个问题 我这边也找人收集一些信息 看能不能找到其中的缘由 是 局长 徐江文言不再废话 对着周局长敬礼之后 转身大步离开 周局长纠结了两分钟 最后还是拨通了 王沫南的父亲 王剑的电话 姐 忙吗 涛 我正准备下班给你打电话呢 孟南去你那边怎么样啊 剑 对不起 我没有照看好孟南 是 什么 孟南怎么了 孟南 周涛没有隐瞒 如实将情况告诉王剑 然后咬牙保证 请 请放心 我定当节纪全力引证孟南 一定让孟南 安然无恙地回到华夏 王剑无力地坐在座椅上 脸色异常难看 周涛不知道凶手 劫持王孟南的原因 王剑却是第一时间 联想到了 姐 我打电话给你 除了告诉你孟南的情况之外 也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孟南被劫持的原因 因为秦峰 秦峰 周涛问言先是一证 然后想到秦峰与日本人的恩怨 当下脸色一变 满是担忧道 你 你的意思是 日本人为了报复秦峰 所以对孟南出手 王剑叹了口气 如果日本人是为了泄愤 孟南必死无疑 而如果日本人是冲着秦峰去的 那么这世上能救孟南的人 只有秦峰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涛 我亲自给他打电话吧 王剑阻止周涛 决定亲自打电话 但心中却是一点底都没有 他无法保证 王家逼迫王沐南离开秦峰后 秦峰是否会冒着生命危险 去日本营救王沐南 第486集 一辆英飞泥迪迪 行驶在东京某个偏僻的别墅区的道路上 最后 驶入一栋别墅的车库 汽车熄火 两名身穿黑衣 留着平头的男子 飞快跳下车 打开汽车后备箱 仍旧处于昏迷状态的王沐南 被神捆锁绑 蜷缩在狭小的后备箱中 这个华夏警察的身材很棒啊 望着王沐南被撑得鼓鼓的前胸 一名平头男子淫荡地笑道 莫三 同样有歪念头 上面对这个人质很重视 另外一名男子说着 像是拎小鸡似的 一把将王沐南拎起 两分钟后 王沐南被带到别墅的一间卧室 绑在一把椅子上 卧室的窗帘是拉着的 挡住了外面的光线 屋里亮着灯十分明亮 人魂组织的杀手 还真是够狠啊 麻醉剂的量这么大 他到现在 还跟头死猪一样 牧村望着昏迷不醒的王沐南 感叹了一声 卫元 我们是在他昏迷的状态下拍摄视频 还是等他醒来 当然是要醒来 否则效果将大大折扣 北元说着 从背后的背包中 掏出一根针管和一管药剂 打入王沐南的体内 你怎么准备了这种东西 看到北元的举动 牧村有些惊讶 他和北元都是山口组忍堂的成员 之前按照上头的命令 从忍魂组织杀手那里 接到了王沐南 带到这里然后要给王沐南派一个视频 熊也大人安排的 北元说着收起针管 从背包中掏出一把匕首 不得不说 北元准备的药剂很逆天 短短几分钟 王沐南便缓缓睁开眼睛 北元不为所动 他很清楚 麻醉剂的苏醒会有一个过程 不会一下就恢复意识 王沐南虽然睁开眼睛 但却一脸呆滞与茫然 意识尚未恢复 又过了十分钟 王沐南的表情才逐渐发生变化 那张原本呆滞的脸上 露出了惊怒的表情 这次北元知道王沐南的意识恢复了 便戴上面具 给牧村打了首饰之后 拿出手机录制小视频 眼看同伴准备好了 北元一边玩弄着匕首 一边朝王沐南走去 你 你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要干什么 王沐南瞪大眼睛 大声喊道 同时试图挣扎 但因为身上绳子实在太紧了 根本无法挣脱 北元拎着匕首 默默地走到王沐南的身前 握着匕首 放在他的胸口 我是国际刑警 感受到匕首传来的森冷寒意 王沐南强作镇定 抱出自己的身份 试图给予二人震慑 回应他的 是一声轻响 北元的匕首轻轻一划 直接划开了王沐南的衣服 你们 失去衣服的遮挡 王沐南那对听拔的风鸾 立刻呈现在了二人的视线中 也呈现在了镜头中 木村两眼放光地盯着王沐南 一脸蠢蠢欲动 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得王沐南意识到了什么 表示他心理素质不错 脸上依然露出了惊慌与不安 他试图在开口说什么 然而这一次不等他说出后面的话 北元便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你是国际刑警 我还知道你来自华夏 叫王沐南 今年二十五岁 对吗 你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王沐南心中的博安城直线上升 再次问出了问题 这一次被远没有回答 他慢慢地走到王沐南身后 一只手抓着王沐南的脑袋 一只手握着匕首 打在了王沐南的脖子上 王沐南浑身汗毛乍气 呼吸急促 他没敢进去妄动 花国新风 看到了吗 你的女人在我们的手中 北元面对镜头 戴着面具 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目光阴冷 语气低沉 四十八小时之内 如果你没有出现在日本 那么我可能会割下你女人的脑袋 也有可能和我的同伴 一起摧残你的女人 我的同伴对你女人的身体 要显出了浓厚的兴趣 北元微微用力 锋利的匕首 直接割破了王沐南的肌肤 距离大动脉 不足一厘米 鲜血渗出 染红了匕首 也染红了王沐南血白的脖颈 感受到脖颈传来的剧痛 王沐南并没有下的惊慌失措 反而冷静下来 他通过北元的话 大致猜到了发生了什么 他被秦锋在日本的仇家 劫持了 原来你们是秦锋的仇人 想利用我 逼迫秦锋来日本 然后击杀秦锋 王沐南一脸讥讽地笑道 虽然我很希望他能来救我 但你们恐怕要失望了 因为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准确地说 他在华山失事了 我甩掉了他 如今的他恨我都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会来救我 你不用伪装 更不要想着用谎言来蒙骗我们 我们对你的情况 了如指掌 北元文言先是一正 冷笑道 你们的消息太之后了 你们也太愚昧了 王沐南依然在笑 笑中充斥着嘲讽 你们也不想一想 如果我和他没有分手 怎么可能会离开东海 前往燕京工作 我又怎么可能再知道 他羞辱了日本的前提下 来到日本呢 再次听到王沐南的话 北元和牧村两人都是一正 他们都觉得 王沐南的话有几分道理 北元用一记响亮的耳光 回应了王沐南 王沐南的半张脸瞬间红重起来 上面留下了五道清晰的手印 嘴角也溢出血丝 八嘎 差点让你把我们忽悠了 如果你真的甩了他 他对你恨着入骨 你何必要说这些呢 用你们华夏一个成语说 你这是隐儿到零 花家秦峰 记住我说的话 秦峰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的死活跟你无关 你不用管我 更不要来救我 王沐南的情绪 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他用尽浑身的力气 大声吼道 这一刻 他口是心扉 却心如刀割 因为他宁愿死 也不愿意秦峰冒着生命危险 来救他 第487集 在过去的两个小时中 秦峰已经得知 王沐南被劫的事 而且动用了一切关系 查询王沐南的下落 但毫无音讯 为此 他除了继续打探 王沐南的消息之外 也在等 等待敌对势力的通知 终于 他等到了一段视频 和一条短信 秦峰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的死活跟你无关 你不用管我 都不要来救我 当看到王沐南在视频里 脸蛋红肿 撕心裂肺地 吼出这句话时 秦峰只觉得 自己的心脏 被一只大手捏在手中 痛得他无法呼吸 沐南 等着我 秦峰深吸一口气 接力地调整一番情绪 然后关掉视频 他打开短信 赫然看到内容是 花下秦峰 如同视频中所说的一样 四十八小时之内 如果你没有到日本 你的女人的下场会很惨 如果你选择救她 那么到日本之后 打这个电话 我会告诉你的女人在哪里 另外 你是聪明人 不要愚蠢地 将一切告诉警方 那却如同废物一样的警察 根本不可能帮到你 秦峰眯着眼睛 思索着 该如何营救 就在这时 他手机再次震动起来 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 你好 秦峰 我是王猛南的父亲王健 电话接通 王健的声音 在秦峰的耳畔响起 你好 伯父 秦峰开口回应 于其十分恭敬 恭敬是因为 无论那份告别信 还是王猛南在视频中的表现 都足以证明 他对他的爱 而他很清楚 王猛南并不知道 东北比武的真实内幕 外加认为他们分开了 不会被敌人盯上 才在这个节骨眼上 去了日本 而视频中 王猛南意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眼神中充斥着 自责和懊悔 在自责和懊悔的同时 他一开始演戏 试图蒙骗北渊 和牧村两人 被北渊揭穿之后 宁可死 都不愿秦峰去救他 这一切 让他对王猛南 没有丝毫的责备之意 有的只有自责 王猛南之所以 如今甚些险境 完全是因为他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哪怕他知道 王猛南离开自己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家的逼迫 也没有对王健不满 你知道孟南的事情吗 王健开口问道 语气中流露着 无法掩饰的担忧 伯父 当我得知孟南前往日本后 便预感到要出事 特地联系他和他的同事 但很可惜 他的电话无法打通 他的同事没有回 我的电话和消息 当我得知 他已经被人劫持之后 一直在动用各方消息 打探他的下落 就在刚才 我接到了一段视频 日本地下室里绑架了他 威胁我 必须在48小时赶到日本 秦 秦芳 我知道 你在洛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逼迫孟南离开你 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即便又让孟南离开你 也应该给予你们一定的缓冲期 等到你情况好好再说 阿尔畔想起秦芳的话 王健忍不住叹了口气 言语中尽是懊悔 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做的话 孟南也不会出事 你们不应该让孟南去国际刑警组织 华侠中心局 前方沉声道 孟南不知道东北事情的内幕 你们应该清楚 而孟南虽然与我离开 但我的敌人并不知情 你让他去那里工作 等于将他推入了火坑 原本给他安排的是信息系统处 没想到他自己主动申请去了刑渡处 然后又立刻前往日本执行任务 王健做出解释 沉默了几秒钟后 硬着头皮说道 秦芳 我知道 我不应该 也没有连请你冒着生命危险 去日本救孟南 但我还是希望看在 他对你一往情深的份上救救他 因为除了你 这可世上没有人能够救他了 伯父 我会让他安全地回到国内 秦枫渐渐给出回复 与其平静却十分坚定 真的吗 你要去日本救他 而且有把握能救住他 尽管秦枫自始至终 在电话中都显得对自己很尊敬 但王健的心中依旧没底 此刻听到秦枫的话又惊又喜 秦枫轻轻应了一声 秦枫 以前是我们王家对不起你 不管你这次能否将孟南活着救回来 从今往后 不管发生什么 不管王家人怎么说 我对你绝无半句怨言 王健有些激动 更多的则是感动 因为他很清楚 秦枫要去日本营救王孟南 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用九死一生来形容都不为过 然而 面对这样的风险 秦枫很坚定地要去 而且为了给他宽心 还许下一个承诺 这与王家的做法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伯父 若说对不起 我也对不起孟南 您等我消息吧 秦枫说着 挂断电话 目前形势紧急 他无法保证敌人 是否会在自己抵达前 对王孟南做什么 要立刻行动起来 接触通话后 秦枫不坐停留 直接拨打李雪燕的电话 雪燕 对方给我发来的视频 孟南如今在他们手上 他们让我48小时赶到日本 否则就要杀死孟南 秦枫率先开口 先是说明情况 然后等 我要尽快前往日本 同时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你说 李雪燕通过之前的通话 便得知了秦枫心中的决定 而他也知道 秦枫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绝不会因外音 改变自己的主意 便没有浪费口舌 通话结束后 我将视频发给你 你想尽一切办法 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资源 大力宣传这个视频 并且说明孟南的 国际刑警身份 秦枫飞快地说道 你担心敌人 会在你见到他之前做什么 从而通过这种方式 向上面和国际刑警组织 施加压力 然后让他们给日本警方施加压力 最后再由日本警方 向你的敌人施加压力 确保孟南的安全 不得不说 李雪燕是一个智商和情商极高的女人 她第一时间便洞穿了秦枫的心思 有了这份压力 至少可以保证 孟南在四十八小时之内 不会有事 而我 会在四十八小时之内 赶到日本 这样 就可以确保孟南的安全了 秦枫承认道 你放心 我会按照你的要求 尽快将这件事情炒作起来 火遍全球 李雪燕保证 谢谢你 雪燕 秦枫文言 心中充斥着感动 人都是自私的 女人对爱情尤为自私 对于一个女人而言 得知自己的男人要去救情敌 非但不阻止 还要帮助 这需要多么大的胸襟呢 秦枫不知 但李雪燕做到了 秦枫 我不需要你的谢谢 我也不需要你的解释和道歉 我只要你活着回来 如果你不能活着回来 我会分你一辈子 李雪燕开了口 她的语气不像以往那样平静 而是带着强烈的情绪波动 因为 她无法像以前那样 在秦枫遇到危险时 对秦枫抱有绝对的信心 这一次 她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地下世界 和日本武学界 李志告诉她 秦枫自去 九死一生 东北一别 很有可能将是永别 第488集 国际行警王孟南 被日本地下势力劫持 威胁华夏秦枫 前往日本营救 不得不说 李雪燕的办事效率极高 她在与秦枫通话结束后两小时 便让这条新闻 火遍网络 为了增加新闻的真实性 李雪燕按照秦枫所安排的那样 将王孟南的视频公布 日本地下势力 到底要猖狂到什么程度 才敢做出这样疯狂的事情 日本地下势力在玩火 但同时 这也是日本 华夏 乃至全球警方的耻辱 没错 如果那个叫王孟南的女警被杀 那将是全球警方耻辱的一天 网络上很多人都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 同时也认为这是全球警方的耻辱 舆论压力空前绝后 华夏秦枫 会去营救那个叫王孟南的女警吗 华夏秦枫彻底得罪了日本地下势力和日本武学界 以至于日本地下势力 用这种手段来逼迫他前往日本 我敢保证 这是一个必杀之局 是的 如果华夏秦枫前往日本的话 必死无疑 热议不光是网络 还有地下世界乃至武学界 他们都很清楚 秦枫与日本地下世界武学界的恩怨 不但看出了这是一个针对秦枫的杀局 而且认为秦枫如果去的话 是绝无有可能回来的 与此同时 这一切打了日本和华夏警方一个措手不及 在王孟南的事件曝光之前 两国警方为了抱住颜面 纷纷封锁消息 不让消息外传 而且没有给国际刑警组织汇报此事 而事情曝光并在网上引起热议后 第一时间引起了国际刑警组织的高度重视 相关负责人 马上联系华夏和日本警方 召集紧急会议 会议主题只有一个 无论如何 必须保证王孟南的人身安全 成功地将他解救出来 会议结束 已是当天傍晚 国际警方组织日本中心负责人 第一时间去找到日本警方一把手 汇报此事 这群混蛋 他们太过分了 日本警方一把手 之前就知道了王孟南的事 但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如今从手下口中得知 国际刑警组织怒了之后 也是恼火不已 然而不等他的情绪恢复冷静 做出指示 办公室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他看到来电号码 是日本某个极具实权的部门 你先出去 回办公室 等我电话 这个发现 让身为日本警方一把手的 左藤村上脸色一变 然后对属下说道 是 国际刑警组织日本中心局的一把手 第一时间退出房间 与此同时 左藤村上连忙抓起电话 你好 我是左藤村长 左藤军 华夏女警事件在全球范围内 引起了巨大轰动 对日本的治安和安保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处理不好 不光是日本警方的耻辱 还将严重影响到境外旅客来日旅游消费 首相大人让我通知你 无论这次事件是什么人在背后主导 必须保证那名华夏女警的人身安全 随着左藤村上的话音落下 听懂中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 语气无庸置疑 是 左藤村上第一时间领命 左藤军 我个人建议除了保证那名华夏女警的人身安全之外 不要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听懂中再次传出了对方的声音 她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 不像是之前那般严厉 但依旧让左藤村上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你必须高度重视这件事情 而且要立刻行动起来 找相关人员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你处理不好这件事情的话 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我明白 谢谢你 左藤村上满脸疑惑 他听出了对方的意思 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 他就卷上铺盖滚蛋 这一次电话那头的主人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挂断电话 听着听筒中传出的盲音 左藤村上缓缓松了口气 沉着脸拿出手机 直接拨通了松井家族组长松井苍田的电话 松井军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左藤村上率先开口 欲气十分不悦 就算你们要利用那名华夏女警当人士 对付那个华夏秦风 你们也不能闹出这么大东京啊 你们怎么可以 给那名华夏女警 拍摄视频 而且让视频流传出去呢 你可知道 这件事 目前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 我告诉你 目前 全球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而中田大人 刚才打来电话告诉我 首相大人 对此事实不闹我 抱歉 左藤大人 是我们疏忽了 我们没有想到 这件事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松井苍田开了口 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劫持王某南的事 只是对造成的影响而致歉 我想知道 那名华夏女警 现在什么情况 她还活着吗 你的人 有没有对她做什么 左藤村上问出了心中想要知道的问题 左藤大人 他还活着 我的人除了给他拍了视频 打了他一巴掌 另外用匕首刮破了他的皮肤之外 再没有做任何过分的事情 听到松井苍田的话 左藤村上松了口气 左藤大人 十分抱歉 这件事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但我知道 那名华夏女警的身份特殊 所以早早地下达了命令 严禁下面人对她做什么 所以 您不必担心 松井苍田进一步解释 你们达到目的后 必须配合警方 营救那名华夏女警 并且 要有人 为死而承担责任 左藤村上恢复冷静 沉声说道 好的 左藤大人 我一定会按照您的命令行之 松井苍田做出保证 他虽然在整个日本都算得上是大人物 甚至能够影响到大选 但也不想与警方一把手翻脸 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 也对松井家族和山口族没什么好处 耳畔想起松井苍田的保证 左藤村上不再废话 直接挂断电话 而松井苍田回想着左藤村上的话 想到连首相都为此发火之后 又特地拨通了松井熊野的电话 下面人没有再对那名华夏女警做什么吧 松井苍田开门见山地问道 没有 爷爷 那名华夏女警录制完史评后 就被送往我们制定的地点了 松井熊野回答道 你再叮嘱一下下面的人 绝对不能让人动那名华夏女警 松井苍田严肃地命令道 是 爷爷 松井熊野第一时间领命 有华夏秦峰的消息了吗 松井苍田又问 还没有 松井熊野说着 皱起眉头 我们动用关系 对前日本对外的机场进行了对接 对所有来日的华人进行了查询 目前尚未得到华夏秦峰乘坐航班 前往日本的信息 继续盯着 我们给他的时间是四十八小时 他只能坐飞机来 松井苍田沉声道 另外 让他们都做好准备 尤其是柳川家族 那名武学宗师和日本武学界另一名武学宗师 他们是击杀华夏秦峰的关键 是 爷爷 我这就按照您的指示 再次做出安排 确保 确保 不会有任何纰漏 松井熊野 再次恭敬领命 然后等松井苍田挂到电话 才收起手机 与此同时 一架由韩国首尔飞往东京的客机 准时降落在了东京国际机场 一名留着长发 一身嘻哈打扮风格的青年 背着背包 推着行李 随忍流走出机场 离开机场 他乘坐一辆低士 在距离东京湾富人区 还有一公里的时候下车 然后丢掉行李 像是幽灵一般 消失在黑夜中 距离王木南被截至十小时 就在全球地下世界武学界 都在讨论 秦峰什么时候会前往日本的时候 一名被替换的韩国青年来到日本 他是秦峰 他来了 第489集 松井熊也一家 在东京湾拥有两栋别墅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这个家庭曾在松井家族的地位 前不久 松井川率领日本地下车手前往华夏 在昆山地下赛车场进行地下赛车 最终输给新风 不但让他们家族损失了十亿美金 也让松井家族和整个日本蒙羞 这一切 让松井熊也一家的日子很不好过 直到北深海柳川忍试图二人死后 松井熊也才重新获得了进入家族权力中枢的机会 如今的他 不但重新挤进松井家族的权力中枢 而且身份地位比之前更高 手中的权力也更大 光保镖就配有两人 可谓是风光无限 夜幕降临 近日来一直忙碌的松井熊也 难得地回到别墅 与七儿一同用餐 父亲 您说那个华夏清风 万一不来怎么办 用餐进行到一半时 松井川忍不住开口问道 脸上充斥着期待 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于松井家族的 凭借着出众的赛车天赋 成为日本车王和松井家族的摇钱树 而且被家族奖励了一套东京湾的别墅 身份地位财富女人 这些让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一样都不缺 可以说 在遇到秦风前 他一路顺风顺水 甚至堪称上帝的宠儿 然而 昆日山地下赛车场发生的一切 如同一场噩梦一般将他踢下神坛 让他整个人几乎崩溃 直到这几天才缓过来 心中对于秦风可谓是恨到了极点 做梦都想把秦风碎尸万段 当他得知 家族要对秦风动手之后 别一直待在松井雄爷的别墅 等待消息 尽管松井雄爷之前告诉他 秦风肯定会来日本 但他依旧有些不放心 对于如今的他 秦风就如同是眼中钉肉中刺 一日不除 一日就开心不起来 他会来的 松井雄爷开口回应 语气虽然平静 但却充斥着自信 他来就好 松井川放下心来 恨意凛然道 每当我想起那天在花下的情形 我就恨不得立刻宰了他 然后将他夺吃肉酱 把他丢到海里喂鱼 我比你还想 松井英子放下筷子 表情冷漠 眼中的恨意比起松井川来 只多不少 他为了给松井川报仇 让松井雄爷 重新进入家族权力中枢 请求未婚夫柳川人 前往华夏击杀秦风 结果被秦风一巴掌拍死 而且秦风还是当着北辰海的面 一巴掌拍死了柳川人 这一切 让原本身为武学界年轻一代 第一人的柳川人 沦为了全球武学界的笑话 而他和北辰海也成为了秦风 叛动武学之巅 扬明全球武学界的垫脚石 这一切 让松井英子除了悲伤之外 更多的则是滔天的恨意 恨不得亲手将秦风剥皮抽筋 吃肉喝血 这次 确定可以杀死那个恶魔吗 松井川的母亲也开了口 在他看来 秦风简直就是这个家庭的灾星 他同样对秦风狠之入骨 但也担心会重蹈覆辙 再次以悲剧落寞 这一次 十名忍唐臣员 率领五十名精锐 忍魂组织 触动了五名杀手 除此之外 柳川家族第一高手柳川郡大师 秦也大师也将出手 他们都是上任后期的武学宗使 都可以轻松击杀那个滑下狗杂种 宋景雄也一脸冷笑地说着 作为此次击杀秦风的行动策划者和执行者 他对于整个计划了如指掌 在他看来 这样的杀局 秦风只要来了 绝对没有可能活着离开日本 为了杀他触动这么多人 还有两位顶尖的武学大师 他就是死 也足以自耗了 宋景川文言彻底放下心来 父亲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够将他的人头给我 我要用他的人头祭奠死去的柳川君 宋景英子恨意凛然地说道 等击杀他之后再说 宋景雄也微微汗手 仿佛已经看到了秦风被击杀的一幕 与此同时 秦风按照龙女的提醒 来到了宋景雄也的外别墅 今天中午 就在李学彦按照他的计划 宣传王沐南被劫持的事件 造成巨大轰动的同时 秦风乔装打扮 用一个假的身份 前往韩国首尔 然后又利用王家在韩国的关系 找到了一个相貌相似的韩国青年 一家乱真的 用他的身份大摇大摆地来到京东 然后直奔这里 此刻的秦风 丢掉假发 换上了一身黑色衣服 仿佛整个人已经融入了黑夜一般 夜幕中 他打亮着宋景雄也的别墅 竖起耳朵 仔细聆听着一切动静 如同所有顶尖的日式别墅一样 宋景雄也的别墅 除了主建筑之外 还有一个占地近一千平米的院子 院子里种植着各种珍贵的画草树木 修建有两个亭子 数个石灯 还有一个池塘 除此之外 别墅修建着高达两米的院墙 院墙四周布满了监控 堪称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凡是有人接近都会被监控拍到 从而显示在门房监控室的监控画面中 被保镖发现 几秒钟后 秦峰收回目光 深吸一口气 体内尽力疯狂涌至足底 搜底下 秦峰脚下一动 身形一闪 宛如一道幻影急速掠到墙边 从身一弹 直接越过了高达两米的院墙 然后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 这一切看似复杂 但因为秦峰的速度发挥到极致 在短时间内完成 以至于监控画面中 并没有留下他的身影 只有一道残缺的黑影 刚才那是人影吗 监控室中 一名保镖看到黑影 想确认的时候 发现黑影已经消失 忍不住问道 你说刚才那道黑影吗 我看到了 怎么可能是人影呢 那需要多么快的速度 才不会被监控拍摄到啊 另外一名保镖摇头笑道 然而 他的笑容很快便僵硬了 双目瞪的鬼圆 眼中充斥着不可思议 因为 透过门房监控的大门玻璃 他看到了一道人影 秦峰就仿佛是鬼魅一般 突然出现在了门房监控室门口 你怎么了 那名保镖见状 有些疑惑地问道 回应他们的是开门声 秦峰像是回家似的 直接退门而入 哗下秦峰 身为松井熊野的保镖 他们不但知道 而且知道秦峰羞辱松井家 击败北辰海和柳川人师徒的事 也知道 松井家组联和柳川家 日本武学界 要击杀秦峰 而他们在这里 突然看到秦峰 完全被吓傻了 他们瞪大眼睛 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峰 嘴巴微张 仿佛想说 他怎么可能来这里呢 秦峰连续拍出两巴掌 速度快若闪电 几乎同时拍出两人的额头 直接震碎二人的脑袋 让他们连叫声都没发出 便倒在地上 彻底断气 秦峰走出门房 大步走向别墅主建筑 父亲 您认为那个华夏杂种 什么时候到日本 餐厅中 松井雄远一家人 依旧坐在餐桌旁 但没有继续用餐 其中 松井英子 再次开口询问 仿佛一刻都不愿等了 恨不得立刻拿着秦峰的人头去祭奠柳川人 回应他的是一声闷响 闷响过后 木质的房门轰然碎裂 木屑纷飞 秦峰大步走入大厅 宛如死神降临 第四百九十集 就当松井雄远一家人迫不及待地希望秦峰早日来到日本的时候 秦峰出现了 他一脚踹开主建筑大门 恐怖的内进 直接将木质的大门震得粉碎 大步走入大厅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得松井雄远一家人全部傻了眼 他们瞪大眼睛 满脸呆滞地看着强势入门的秦峰 宛如四尊木雕 一动不动 他们甚至怀疑出现了幻觉 要知道 松井家族为了得到秦峰准确抵达日本的时间 从而做好击杀秦峰的准备 与日本各大机场都进行对接 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所有入境华人的信息 但通过监控 他们之间尚未得到任何信息 故而才期待秦峰能够早点来日本 结果 秦峰来了 来得这么突然 直接大摇大摆地 轰碎大门而入 这带给他们的惊骇 可想而知 秦峰大步走向四人 沉闷的脚步声 打破了大厅里原有的安静 那声音像是来自魔鬼的嚎叫一般 将四人惊醒 他们身子僵硬 浑身汗毛乍气 脸色发白 心跳如骨 眼中充斥着恐惧 他们不知道秦峰是到底如何进入日本的 但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秦峰来这里的目的 而他们刚才还不知死活地商量着 要将秦峰碎尸万段 拔皮抽筋 用秦峰的头 祭奠死去的柳川人 不等秦峰走近 宋景雄也四人不愿而同地起身 因为太古慌乱 直接把珠子撞翻 两个碗碟掉落在地 荒唐一声 摔成粉碎 不用试图挣扎 更不要奢望逃走 那不可能 秦峰花银落下 身子一窜 瞬间站在四人身前 尔盘想起秦峰的话 看到秦峰比之如枪的身姿 想到秦峰的恐怖武力和行事手段 宋景雄也四人只觉得有一把刀架在了脖子上 再次僵硬在原地 不敢动弹分号 脸上充斥着恐惧 华 华下秦峰 你女人的事情跟我们无关 是其他事里做的 宋景雄也开了口 他竭力控制情绪 极力否认与王沐南北劫持事件有关 你怎么知道我来找你们 是因为我女人的事情 秦峰表情平静 语气低沉而冷漠 我们华下有个典故 叫此地无垠三百两 你这是迫不及待地要告诉我 我的女人是被你们宋景家族派人劫持的吗 准确地说是被你宋景雄也派人劫持的 我 不是 宋景雄也摇头 一颗心完全悬在了嗓子眼上发出颤音 华下秦峰 你得罪的不光是我们宋景家族 你还得罪了日本武学界 你怎么不去找日本武学界的人 宋景英子开了口 他经历过起初的恐惧之后 心中怒意再起 而回应他的 是一巴掌 耳光响亮 宋景英子被一一巴掌抽翻在地 面部颧骨碎裂 脸部坍塌 血肉模糊 嘴角鲜血弥漫 秦峰二话不说 直接出手 吓得宋景雄也三人 均是心头一震 而宋景英子脑袋发晕 眼前发黑 嘴巴微微张着 因为颧骨碎裂 再也无法开口 只是一脸惊恐而怨毒地盯着秦峰 你以为我没有听到你刚才的话吗 你想借助你未婚夫的时候杀死我 没想到他会被我一巴掌拍死 你对我恨之入骨 迫不及待地想让我来日本 不就是想看到我 早点被日本的武学宗师击杀吗 秦峰居高临下地看着宋景英子 面对这个恶毒的女人 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的仁慈 你放心吧 我会如你所愿 去找日本武学界算账 但你看不到了 秦峰一脚跺在宋景英子身上 随着一声催响 宋景英子张嘴喷出一口血污 身子一阵剧烈抽搐 眼中光泽逐渐暗淡 看着秦峰再次出手 看到宋景英子惨死的模样 宋景熊野三人吓得是魂飞魄散 脸上再无半点血色 喉戒不断蠕动 内心恐惧到了极致 昆山地下赛车比赛之后 你的命就是我的了 但你不珍惜 我现在收回来 秦峰面无表情地击杀宋景英之后 将目光投向惊恐万分的宋景川 秦峰大手一挥 一巴掌抽向宋景川 宋景川被秦峰一巴掌抽中脸庞 恐怖的力道 震得他倒肺而出 狠狠地撞在墙上 脑袋碎裂 瞬间毙命 我跟你配了 眼看宋景英子宋景川 先后死在秦峰手中 宋景熊也的妻子 像是疯了一般的 尖叫着冲向秦峰 秦峰大手一挥 如探囊取物一般 一把抓住宋景熊也妻子的脖子 将其拎起 想到王母男被劫持的视频 冷漠地说道 我不杀女人 但敌人除外 秦峰右手发力 直接捏碎了宋景熊也妻子的猴结 然后手一松 任由对方的尸体坠落 眨眼之间 宋景熊也三名亲人被杀 这让他心中既恐惧又愤怒 他握着双拳 怒目瞪视秦峰 大口喘着粗气 似乎在考虑 是否要与他拼命 杀人者 人横杀旨 但对你而言 死亡 是一种奢望 秦峰面无表情地说着 拿起桌上的餐巾纸 擦了擦手上的血迹 然后坐在椅子上 一字一句道 告诉我 你们的整体计划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 我保证你会求我杀了你 去死 回应秦峰的是一声怒吼 宋景熊也心中的愤怒战胜了恐惧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餐刀 一刀捅向秦峰 秦峰不为所动 直到餐刀距离他不足十厘米的时候 才挥手握住了宋景熊也的手腕 看来你不信 秦峰用力一掰 只听咔嚓一声 宋景熊也的手腕瞬间断裂 餐刀直接脱落在地 发出哐当一声催响 秦峰不作停留 一把抓住宋景熊也的脑袋 像是老鹰拎小筋一般 直接将他拎起 大步走向卫生间 很快 他来到卫生间 直接将宋景熊也的脑袋 摁进马桶里 然后打开抽水按钮 宋景熊也的面门 完全浸泡在水中 无法呼吸 强大的吸力 令他面部扭曲 生疼不已 他的身子剧烈地扭动着 但脑袋根本无法抬起 一秒 两秒 三秒 足足六十秒过后 秦峰抓起他的脑袋 宋景熊也张开嘴巴 用力地呼吸着 结果只呼吸了两口 便再次被秦峰 按紧马桶 这一次 只有五十秒 五十秒后 秦峰如法炮制 抓起宋景熊也 让其呼吸了三次 是 杀 杀的我 宋景熊也一边大口呼吸 一边猙獰地吼道 不说过 你会求我杀你 秦峰妙无表情地说着 再次将他的脑袋 按到马桶中 我 我 我说 我 我说 当第六次的时候 宋景熊也的脸 憋得发紫 他急促地呼吸着 满脸求饶地 看着秦峰 感觉生怕秦峰再次将他 按紧马桶 他怕了 真的怕了 当他被按紧马桶后 不但无法呼吸 而且马桶一个劲地抽水 恐怖地吸力 恨不得将他的脑袋 吸进马桶中 整个过程 让他痛不欲生 我接受我这世上 最专业的审讯经验 所以我劝你最好 不要试图欺骗我 否则我不介意 给你换一个节目 秦峰任由他躺在地上 大口呼吸 我们的计划 是这样的 宋景熊也开了口 他没敢有半点隐瞒 如实告诉了秦峰 宋景家族的整个计划 十分钟后 秦峰结束了 宋景熊也的性命 离开了宋景熊也的别墅 直接前往千叶县 那里有王沫南 那里还有宋景家族 柳川家族 忍魂组织和日本武学界 精心布置的杀局 日本开始震动 第491集 宋景家族 柳川家族 忍魂组织和日本武学界 四大势力精心为秦峰 准备的杀局 便定在千叶的一个 废弃的游乐园里 晚上十点 五十名山口族的精英 遍布游乐园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五人一组 分成十组 负责外围警戒 除此之外 整个游乐园 只有两个地方聚集着人 一个是摩天轮 另外一个则是 一幢三层小楼 摩天轮停止运行 王沫南被绑在 顶部的座舱中 动弹不得 而且嘴中被塞了毛巾 无法开口 两侧的座舱中 四名来自忍魂组织的杀手 各自带着狙击枪 原地待命 他们的任务 是等待秦峰出现之后 对秦峰进行狙击 摩天轮的底部 十名来自山口族忍堂的人者 穿着一身黑色的忍者服 手持长刀 表情冷漠 杀意凛然 他们是真正的死士 三层楼里 只有区区四个人 但他们更加危险 松井熊野的堂弟 松井宽永 忍魂组织的王牌杀手 左左摩恩 柳川家族的武学宗师 柳川俊 千叶家族的组长 日本武学界知名的武学宗师 千叶吉正 柳川俊和千叶吉正 是上任后期的武学宗师 是各自家族的最强战力 分别排在神榜第36位 和神榜第28位 不要说是日本 即便是全球武学界 都是赫赫有名的武学宗师 日本武学界为了击杀秦锋 可谓是下了血本 因为北辰海柳川人 被秦锋击杀一事 对于日本武学界的影响太大了 唯有击杀秦锋 才能洗刷耻辱 柳川俊和千叶吉正两人 盘西坐在一个圆形垫子上 双目紧闭 宛如两尊母雕 一动不动 他们借鉴了禅宗的打坐方式 入定 冥想 是一种另类的修行方式 忍魂组织 此次带队的佐佐摩恩 则是在悠闲地喝茶 他有着忠人后期的实力 年幼时习武 继承了日本十大剑道之一的 居合剑法 后来加入忍魂组织 成为一名杀手 除了习武执行任务杀人之外 最大的爱好便是喝茶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带上茶具和茶叶 宋秦锋 还没有那个华夏秦锋 来到日本的消息吗 佐佐摩恩问道 这只墓军 还没有那个华夏秦锋 乘机前谋日本的消息 宋景宽勇 深深吸了一口雪茄 吐出一口浓密的烟雾 如果他不来怎么办 佐佐摩恩皱起了眉 不会 一直闭目打坐的柳川俊 突然睁开双眼 我详细了解过他的资料 根据他的行事风格 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女人 死在日本 他一定会来的 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啊 我爷爷也这么说 他尽心华夏秦锋 回来日本 宋景宽勇点头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希望他今晚就能抵达日本 来到这里 我们早点杀死他 早点完事 佐佐摩恩如实说着 仿佛秦锋已经是案板上的鱼肉 时辰一到便可以击杀 因为在他看来 以他们今晚的准备 不要说是秦锋 哪怕是神榜前二十的强者来了 都要死 佐佐摩恩 你的耐心不太好 这可不是一名合格的武者和杀手该有的 柳川郡说道 面对柳川郡突如其来的教训 佐佐摩恩的脸色陡然一变 然后起身鞠躬道 抱歉 柳川大师 是我太浮躁了 当然 我之所以如此 完全是因为 您和千叶大师在这里 干得毫无压力 战略上有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这是当年率领华夏人民 击退我们大日本帝国军队那名华夏伟人所说的话 这句话很有深意 当年那一战 我们会办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义 而北城海柳川郡二人会死在华夏 也是如此 柳川郡冷冷道 我们不能再犯他们的错误 通知你们的人 拿起精神 不可掉以清晰 一旦发现 立即汇报 是 柳川大师 听到柳川郡的话 无论是松井永宽 还是佐佐摩恩 都是马上领命 因为除了柳川郡 是日本知名的武学宗师之外 还因为柳川郡 是柳川家族的二号人物 而且他当年 若非一心习武 将会成为柳川家族的一号人物 而且 当年也是他要求柳川人 加入北城一刀流门下 拜北城海为师 一方面 他知道北城一刀流 是日本武士道中极强大的武功 另外一方面 北城海虽然因为天赋有限 无法突破上任后起 但却是上任中起的顶尖存在 早已将北城一刀流领悟到极致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 让柳川人领悟北城一刀流的精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当年的决定 让柳川人成为日本武学界第一天才 并且霸占暗榜第一好几年 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不是因为他当年的决定 柳川人未必会死 日本武学界也不会被秦锋羞辱 这世界上没有如果 北城海败给秦锋 给柳川郡敲响警钟 他没有轻视秦锋 而是十分重视 以至于刚才开口提醒 松景永宽 左左摩恩两人重视起来 松景永宽和左左摩恩两人领命之后 不敢怠慢 马上联系各自属下 再次进行叮嘱安顿 与此同时 距离游乐园不远的一座山头上 秦锋站在一棵大树上 用夜用望远镜 仔细地打量着游乐场 望远镜是他从松景熊野的 保镖室上搜到的 除此之外 他还搜到两把手枪 他从松景熊野嘴中得知 杀局布置在这里 但具体是怎么布置的 松景熊野并不知情 他并不是现场负责人 很快 秦锋便看到了悬在空中的摩天轮座舱里的人影 而且不止一个 这个发现让他心下一动 然后立刻运足墓里 看个仔细 他看清了摩天轮的几道人影 清晰地看到了 王孟南被绑在摩天轮最上面的座舱里 这个发现 让他暗自松了口气 他利用舆论压力逼迫日本警方 让日本警方逼迫日本地下势力 确保王孟南的安全目的达到了 放下信赖的同时 清风也明白 摩天轮顶部除了王孟南之外 其他人都是狙击手 那是整个游乐场的制高点 这个细节从侧面印证了 这个杀局不简单 他想成功营救王孟南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492集 通过对方安排了狙击手的细节 清风意识到这个杀局的危险 并没有立刻实施营救 而是继续用望远镜观察 他先是仔细观察摩天轮附近 在他看来 王孟南既然被绑在摩天轮的座舱 那么摩天轮必然是敌人的重兵把守的地方 然而 摩天轮下方那十名山口忍堂组织的人者们 都接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 隐匿水平极高 他们躲在草丛中 利用草丛树木遮挡 外加夜晚的光线微弱 几乎与黑夜融为一体 清风祖祖看了两分钟 并没有发现一个人影 但他确信那里是有敌人的 只是敌人隐藏得太好了 对此 秦峰并没有继续观察摩天轮附近 而是转移视线观察第二个目标 三层楼 三层楼是整个游乐场唯一的建筑 而且亮着灯 里面势必有人 此次行动的指挥者应该在三层楼里面 但门口没有人把守 证明楼里有高手作证 甚至指挥者就是高手本人 观察过后 秦峰做出这样的判断 然后再次调转镜头 开始观察游乐场的其他地方 很快 秦峰便发现了整个游乐场都有人 那些人穿着黑色西装 配戴尔麦 配有枪支 五人一组在游乐场各个区域进行巡逻 几乎覆盖所有区域 没有留下任何死角 按照敌人的布局来看 最大的危险来自于三层楼里的高手 其次便是摩天轮上的狙击手 最后是隐藏在摩天轮附近的敌人 孟南在摩天轮的最顶部 如果想在不惊动三层楼里的高手的情况下 营救他 几乎不可能 即便我偷袭干扭狙击手 击杀摩天轮附近的人 等我营救孟南的时候 三层楼的高手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让我无法逃走 当务之急 必须要搞清楚敌人的具体人数 和三层楼里高手的实力 看完整个游乐场的情况之后 秦峰放下望远镜 飞快地思索着 想到此处 他不再迟疑 立刻收起望远镜 趁着夜色朝游乐场前抚 虽然他知道 人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中 最容易犯困 也是实施暗杀的最佳时机 但对他而言 越早行动越好 一方面 他利用韩国人的身份进入日本 瞒过了所有人 没有人知道他已经抵达日本 敌人会因此而放松警惕 可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另一方面 他击杀松井熊远一家 和两名保镖之后 虽然将他们的尸体 都弄进主别墅的建筑中 但依然有可能被发现 一旦松井熊远的死讯传出 那么敌人肯定会猜到 他已经潜伏到日本 不但身在游乐场的敌人 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甚至还会增加人手 那样一来 营救难度将再次增大 就在秦峰潜伏朝游乐场挺进的同时 无论是摩天轮上面的四名狙击手 还是摩天轮下面的十名忍者 和负责巡逻警戒的五十名山口组精英 他们都接到了加强警惕的命令 其中 摩天轮顶部两个座舱中 四名狙击手 分别对各自负责的方位进行观察 他们四人分工明确 每个人负责东南西北的一个方向 夹起来正好覆盖所有方向 不存在死角 左左摩恩大人 太小心了吧 很快 其中一个座舱中 负责东边的狙击手放下观察镜 目前 我们还没有接到华夏秦峰 进入日本的消息呢 加强警惕有什么用 没错 依我看啊 我们压根就不应该来执行这次行动 有那两名武学宗师在 华夏秦峰 就是有十条命 也死定了 负责北边的狙击手 也放下观察镜 开口复合 他与负责东边的狙击手 坐在一个座舱 而另外两名狙击手 则在另外一个座舱 中间隔着王木南的座舱 不光是他们有些武精打采 消极代工 另外一个座舱里的两名狙击手 也是如此 此次行动 忍魂组织看似是为了捍卫 日本地下世界的荣耀 实则只是出力帮忙 从而更进一步地加强 与松井家族的关系 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 与柳川家族搞好关系 与此同时 摩天轮下的十名忍者 则是压根没有动 按照计划安排 他们的任务 是等秦峰接近摩天轮后 再现身 阻挡秦峰 营救王木南 为柳川郡和千叶吉正两人 赶到这里争取时间 为此 不要说秦峰没有现身 哪怕秦峰出现了 只要没有接近摩天轮 他们都不会出手 一组正常 二组正常 三组正常 很快的 负责巡逻警戒的 五十名山口组精英 分别以组为单位 汇报各小组 所负责的区域的情况 全部都是正常 我们至今都没有收到 华夏秦峰 进入日本的消息 让巡逻警戒 完全没有意义 是啊 我们都守了一天了 连华夏秦峰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松井大人也不让我们休息一下 如果华夏秦峰最后一个小时赶到这里 我们可能连战斗力都没有了 真不知道是谁制定的这个计划 太操蛋了 汇报完毕 负责最东边区域的第十个小组成员 纷纷停了下来 关掉对讲机交谈 言语间 尽是怨言 来 抽职烟 休息一下 随后 一名黑衣大汉 从口袋里磨出香烟 分别递给四名同伴 四名同伴见状 纷纷收起枪支 他们之中 有四人配有手枪 而另外一人 则配备的是冲锋枪 与此同时 就在他们身后十米的树丛中 秦峰猫腰蹲着 仔细地听着他们的交谈 并且通过草丛的缝隙 看到他们收起枪支 聚在一起抽烟 凭借交谈内容 秦峰可以肯定 他们五人都关掉了对讲机 这对他而言 是难得的机会 然而秦峰并没有出手 而是第一时间 拿出望远镜 看了一眼远处的摩天轮 发现狙击手 并没有观察这边之后 迅速收起望远镜 下一刻 秦峰体内内进 瞬间沸腾 涌至足底有全 整个人就地一蹬 如同一头猎豹一般 急速略向前方五人 这一刻 秦峰将内进 与肉身力量 结合在一起 速度快到了极致 只见黑影一闪而过 便出现在了 五名黑衣大汉的身后 双手画刀 斩向最后两名大汉的脖颈 随着两声催响 两名大汉的脖颈 瞬间碎裂 脑袋一歪 身子一晃 朝前跌倒 突如其来的一幕 顶得剩余的三名大汉 猛然一惊 瞳孔瞬间瞪得滚圆 他们刚才还在 因为秦峰没有抵达日本 而心生怨言 而此刻秦峰就出现了 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击杀了他们的同伴 这怎么能不让他们惊害呢 秦峰不坐停留 一个剑步上前 右手顺势挥出成爪撞 一下抓住第三名黑衣大汉的脖颈 用了一捏 只听咔嚓一声 直接将对方的猴截捏碎 至此 剩下两名黑衣大汉 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经过特殊训练的他们 虽然被吓得不精 但还是本能地要拔枪 就在这时 秦峰一把抽出 刚刚击杀的第三名大汉 腰间的匕首 手腕一抖 匕首化作一道白光 急速射向距离 自己最近的那名黑衣大汉 不等那名距离秦峰 最近的大汉 拔出腰间的手枪 白光一闪而过 锋利的匕首 瞬间洞穿了他的喉咙 滚烫的鲜血 狂飙而出 而最后一名黑衣大汉 成功地拔出了手枪 但不等他瞄准秦峰 秦峰便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腕 让他无法开枪 另一只手 画掌派住他的后脑 后脑是原体最脆弱的地方之一 一旦遭遇攻击 轻则昏迷休克 重则死亡 这一掌 秦峰完美地控制了力度 只让这最后一名黑衣大汉昏了过去 五名大汉 四死一昏 整个过程不到两秒钟 做完这一切 秦峰不作停留 迅速将那四名黑衣大汉的尸体 拖进路边的草丛中 然后一只手拎着一把冲锋枪 一只手拖着那名晕过去的黑衣大汉 迅速地消失在黑夜里 仿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般 他成功地完成了 营救行动的第一步 第四百九十三集 秦峰巧无声息地击杀了四名黑衣大汉 迅速地拖着最后一名大汉进入树丛 然后利用树丛遮掩 离开游乐场 几分钟后 他在距离游乐场五百米的山坡下 停下脚步 然后拔出匕首 一刀扎在黑衣大汉的腿上 歇歇狂飙而出 剧烈的疼痛 令得大汉身子一阵猛烈的颤抖 他睁开双眼 本能地要嚎脚 结果被秦峰捂住嘴巴 根本无法大叫出声 旋即 大汉恢复清醒 望着眼前的秦峰 就像是在面对死神一样 脸色发白 呼吸急促 眼神中充斥着惊苦 直到现在 他依然想不通 秦峰是如何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来到日本的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告诉我游乐场的人员分布和实力情况 第二 我扎破你的大动脉 然后堵住你的嘴巴 将你绑在树上 你听着流血的声音 看着自己的鲜血流逝 直到死亡 大汉的呼吸更加急促了 他惊恐不安地看着秦峰 不知是因为太过紧张恐惧 还是无法做出选择 我只给你十秒钟选择时间 秦峰再次施压 进一步地攻击大汉的心理防线 除此之外 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时间 防止这一小组的人出事的消息传出去 那样不利于接下来的行动 杀 杀了我 你也死定了 大汉接受过特殊的训练 远比普通人更加坚强 承受压力和恐惧的能力也更强 他没有屈服 而是咬着牙齿 看着秦峰 看来你是选择第二条了 既然如此 但我满足你的愿望 秦峰说着 右手陡然一挥 再次一刀扎在大汉的腿上 距离大动脉 只有不足一厘米 鲜血再次狂飙而出 大汉浑身像是触电一般 身子再次剧烈地抽搐起来 双手下意识地捂着伤口 使得阻止血液流逝 不好意思 准心没有找好 扎偏了 再来一次 秦峰微微一笑 擦去匕首上的血迹 他的动作很慢 仿佛在擦拭一件艺术品 然而这样的举动 落在大汉的眼中 让他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心中的恐惧 呈直线上升 嗯 这一刀 我可要找准位置呢 秦峰没有理会 而是再次捡起匕首 对着大汉大腿的大动脉的位置 比划了一下 他每一次比划 都会让大汉心头一紧 连续三次 大汉几乎崩溃 直接瘫软在地 不 不要 大汉浑身冒着冷汗 惊恐地看着秦峰 如果我告诉你 你会放过我吗 可以 秦峰很干脆地点头 你 你确定 大汉有些怀疑 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救我的女人 你只是下面的马仔 奉命行事 你的死活 与我而言 没有什么意义 秦峰这般说道 曾经身为龙牙的他 学习过审讯和反审讯 对心理学研究很深 知道怎样才能让大汉消除戒备 相信自己 这次我们山口组除了派出我们五十名精英之外 还派出了十名人堂的人者 他们之中有五人是中人 五人是下人 除此之外 人魂组织派出了包括左左慕恩在内的五名顶先杀手 柳川家族的武学大师柳川俊也在 他是上任后期的武学宗师 排名审榜第三十六位 大汉选择了相信 他迅速将杀局的情报告诉秦峰 除此之外 还有千叶家族的组长千叶吉正也在 他也是上任后期的武学宗师 在神榜的排名比柳川俊还要高 名列神榜第二十八位 然而分布呢 我们五十名精英分散在游乐场的各个角落 进行巡视警线 十名忍堂忍者隐藏在摩天轮附近 四名忍魂组织的杀手在摩天轮顶部的座舱里 他们都携带了狙击枪 负责狙击 忍魂组织的另外一名杀手 左宗慕恩和我们山口组的松井宽勇大人 还有刘川俊 且业吉正两位武学大使在三层楼里 对了 你的女人在摩天轮顶部的座舱里 这是全部的人员分布情况 我丝毫没有骗你 你确实没有骗我 而我也会留下你的性命 大汉所说的和秦峰自己的判断几乎如出一辙 他点点头 一巴掌打在大汉的后脑上 大汉再次晕倒过去 他没有杀他 但大汉最后能否活下去 全看运气了 彻底掌握敌人的实力和人员分布之后 秦峰不坐停留 再次趁着夜色利用树木草丛 前向游乐场 此刻 当秦峰再次来到游乐场边缘时 敌人还没有发现敌视小队被灭 而摩天轮顶部坐舱里的狙击手 也是坐在凳子上 并没有进行警戒 这一切让秦峰很顺利地进入游乐场 秦峰一路前行 隐匿 但并没有对负责警戒巡逻的山口组精英出手 反倒是刻意地避开他们 因为他的第二步计划 是击杀摩天轮顶部的四名狙击手 自然不能暴露自己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片刻后 秦峰潜伏到距离摩天轮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尽管如此 秦峰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他从山口组精英那里 抢来的冲锋枪的有效射程是两百米 而摩天轮顶部与地面距离近一百米 如此一来 只有靠近才能达到有效射程 秦峰没有停下脚步 但秦峰不再蹲着潜伏 而是趴在草丛中 双臂撑着地面 慢慢地移动 通过爬地移动 又前进了三十米 然后又发现有黑影 隐藏在距离摩天轮三十到五十米之间的树丛中 这个发现让他停止行动 慢慢地抽下肩膀上的P5A 然后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确保枪支没有问题 最后取一下消音器 消音器可以降低声音 避免被敌人发现 但同样也会减弱枪支的威力 四名狙击手都在摩天轮的座舱中 座舱有玻璃 子弹会被玻璃阻挡 削弱威力 保险起见 他只好取一下消音器 确保一枪毙命 做完这一切 秦峰端起枪 瞄准了摩天轮顶部的座舱 报告 东边有人潜入 做完这一切 秦峰打开耳麦 学着之前那名大汉说话的声音和语气 压低声音 做出汇报 为了统一指挥和行动 今晚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配有对讲机 此刻 秦峰这一开口 顿时令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滑下秦峰来了 随着秦峰的话音落下 摩天轮附近隐藏的十名忍者 不怨而同地蹲起身子 看向东边 而摩天轮顶部的座舱中 四名忍魂组织杀手 第一时间起身 端起观察镜 看着东边 告诉我 具体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 身在三层楼的松井宽庸 大声问道 语气既兴奋又震惊 回应他的 是四声枪响 四耳的枪声划破天际 打破了黑夜的宁静 也回应了所有人 花下秦峰确实来了 第四百九十四季 秦峰连开四枪 其中 前两声枪响几乎叠在一起 后面两声枪响同样如此 而且 与前面两声枪响相隔不到一秒钟 枪响过后 玻璃炸开的声音响起 四颗子弹像是安装了追踪器一般 准确无比地 击中了四名狙击手的脑袋 四名狙击手的脑袋 相继被射穿 滚烫的鲜血 夹杂着白色的脑浆泵件 喷得整个座舱都是 而后 四名狙击手的尸体 轰然倒在座舱里 其中一人的狙击枪 从窗户落下 坠向地面 这一切看似复杂 实则只是在短短的瞬间发生 以至于无论是摩天轮下 那十名忍者 还是遍布在游乐场 各个角落的山口组精英 甚至是三层楼里的柳川郡 和千叶吉正等人 还没有回过神来 这一刻 他们都是一脸懵逼 似乎直到此刻 他们都无法接受 秦峰就这样 神不知鬼不觉地 来到日本 并且找到这里 直接开赶 发懵的不光是他们 还有王某南 王某南被绑在摩天轮的顶部 无法开口 但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 也能够看清楚 外面发生的一切 他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枪声 也看到了前后两个座舱里的狙击手 全部被一枪爆头 倒在血泊中 他 他来了 这一切 让王某南心中一动 他下意识地要站起身 结果因为被绳索绑着 压根动弹不得 这一刻 他的表情很复杂 有激动 有感动 更多的则是担忧 低学院知道 秦峰如果来日本的话 将要面对日本武学界和日本地下势力 身为当事人的王某南更清楚 甚至他还知道柳川郡和千叶吉正的存在 这一刻 他用尽全力挣扎 试图挣脱束缚的绳索 结果无济于事 同时 他用舌头试图将塞在嘴中的毛巾顶出去 也做不到 他想开口提醒秦峰 但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秦 秦峰 你千万不能处置 王某南急得双眼通红 眼眶中泪水模糊 只能在心中 暗暗祈祷 皇 皇下秦峰来了 与此同时 摩天伦四周那十名忍者如梦惊醒 其中一名忍者第一时间用对讲机进行汇报 与其中带着一次无法掩饰的恐慌 身为忍堂成员 他很清楚 柳川家族已与各大机场对接 时刻监控着来日华人的信息 但还没有等到秦峰来的消息 结果秦峰就出现了 瞬间干掉了四名忍魂组织杀手 这怎么能不让他们恐慌呢 下一刻 不等那名忍者将后面的话说出口 枪声再次响起 夜幕中 秦峰凭借出众的听力 判断出开口那名忍者的藏身体 立刻掉转枪口 果断扣动扳机 子弹呼啸而出 精准地击中了那名忍者的头部 一枪爆头 如同击杀那四名忍魂组织的杀手一样 秦峰依然只用了一枪 便打爆了那名忍者的脑袋 这一幕 已经吓得剩下九名忍堂的忍者 纷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同时也不敢出声 生怕回复那名忍者的后尘 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 无线店里再次传出松井宽永的声音 他已经从镇静中回过神来 接受了秦峰到来的事实 开口询问 没有回答 九名忍堂的忍者的嘴巴夹得比处女的双腿还要紧 他们生怕开口会暴露出藏身地点 报告大人 强声是从摩天轮那里传出的 我们不清楚具体情况 大人 我们正在急速赶往摩天轮 九名忍者 生怕暴露藏匿地点 不敢开口回答 但负责警戒巡逻的山口祖精英 则是一边回答 一边迅速地赶往摩天轮 按照计划 一旦秦峰出现 他们必须第一时间朝摩天轮聚拢 然后与附近的人者联手击杀秦峰 阿尔畔想起那些山口祖精英的回话 秦峰拎着枪猫着腰 迅速从原地消失 再次融入黑夜中 我的 左七二 告诉我 现场什么情况 三层楼里 松景宽勇对着无限电吼道 他口中的左七右二 是那十名忍者的头目 负责率领剩下的九名忍者 祖基秦峰 大人 华夏秦峰潜伏到了摩天轮附近 先是击杀了四名忍魂组织的杀手 然后又干掉了我们忍堂的一名兄弟 左七二在距离秦峰最远的地方 他趴倒在地后 立刻找到一棵大树遮掩身体 避免被秦峰射击 然后做出汇报 神 什么 这一次 不等松景宽勇开口 身为忍魂组织顶尖杀手的左左木恩 竟得站起身 下意识地反问道 你说他杀死了我们忍魂组织 那四名杀手 是的 坐在摩文阁下 他只开了四项 便杀死了您的四名杀手 山脊诱二如实说着 心中却是有些发毛 身为忍堂的中人 他也学过枪法 更见识过牛逼枪法的杀手 但他实在无法想象 秦峰是如何做到那么短的时间内 击杀四名狙击手的 甚至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宁愿相信日本是一个纯洁的国度 也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这 这他妈的怎么可能 难道我的人像个白痴一样 站在那里被他射击吗 不光是左旗右二 左左摩文也是一脸不敢置信 他为了避免四名狙击手 在一个座舱内容易被一锅端 特地让四名狙击手分为两个座舱 而秦峰只开了四枪 便干掉了四名狙击手 这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他冒充我们的人口 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然后 趁着你的手下其身的时间 连开四枪 柳川俊开口了 像是在为左左摩文解惑 更像是还原着刚才的场景 与其稍显凝重 妈的 他是枪神吗 耳畔想起柳川俊的回应 左左摩文忍不住开口骂道 柳川俊身为武学宗师 并不知道要在短短时间内 连续射击两个不同方向的四个目标 有多么困难 但他知道 回应左左摩文的 是一阵密集的枪声 五声枪响 通过无线电传输 准确地在佐佐摩恩的阿尔潘回响 同样也令得松井宽永 柳川俊和千叶吉正 听得一清二楚 又怎么了 松井宽永下意识地问道 松井大人 我看到他了 他在东北边 更更杀死了第九组的五名弟兄 游乐场东北的一个树丛中 第八组的一名山口组的精英 蹲在地上说道 然而 话未说完 一颗子弹就击穿了他的脑袋 结束了他的生命 让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与此同时 那名山口组精英旁的树丛中 剩下四名大汉听到枪响 看到了秦峰的身影 疯狂扣动扳机 火光闪烁 密集的子弹将前方的树丛打倒一片 结果连秦峰的一根矛都没打到 松井大人 我们是第八组的人 他的速度太快了 简直他妈就要跟幽灵一样 我们根本无法进行瞄准射击 是的 我们根本无法杀死他 而且他的枪法太可怕了 每一枪都是宝头 我们在他眼中就跟靶子一样 眼看没有击中秦峰 第八组剩下的四名山口组精英 都吓得冷汗直流 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笼罩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头 令他们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 随着他们的花音落下 秦峰宛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他们身后 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像是打靶一样 直接打爆了他们的脑袋 第八组 告诉我 现在什么情况 松井宽勇 眉头彻底拧在一起 大声吼道 无限电力一片安静 那份安静让所有人的心中都有些发毛 第四百九十五集 这一刻 无声的沉默带给所有人窒息和压抑 他们都知道 第八组的人都死了 如同第九组一样 全部被秦峰灭掉了 所有人听着 不要跟他开战 按照原计划 全部朝着摩天轮击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 松井宽勇再次大吼下达命令 他的声音充斥着愤怒 还有无法抹去的恐惧 他调查过秦峰的资料 知道秦峰很强 但秦峰的所作所为 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完全是一场屠杀 松井宽勇 你不必感到恐慌 也不用紧张 柳川俊看出了 松井宽勇的愤怒和惊恐 与其低沉 只是死了一些炮灰而已 不要紧 他今晚注定要死在这里 松井宽勇嘴巴微张 却乌言一对 刚才死的都是山口族的精英 柳川俊不在意 他却不能不在意 换句话说 如果山口族这边死亡惨重的话 哪怕最后成功击杀了秦峰 他回去也不好向家族交代 柳川俊 虽然死一些炮灰没什么关系 但我们也不能容忍一条华夏狗 跑到这里来大开杀戒 我们不能等了 现在就过去干掉他 下一刻 一只闭目养神的千叶急症 睁开双眼 他微微皱起眉 眼眸深处涌现出一丝怒意 千叶是千叶家族的大本营 秦峰跑到这里 在他眼皮子底下大开杀戒 这等于是在打他的脸 也是在羞辱千叶家族 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哦 柳川俊点头 他虽然对山口族精英的死一点也不在意 但也知道 刺激与千叶急症在这里 如果让秦峰疯狂杀人的话 传出去犹如他们的颜面 两位大师 我就不过去了 我要去楼顶 用狙击枪干掉他 左左慕恩开了口 他虽然被秦峰的枪法惊艳到了 但更多的则是愤怒 他想亲手杀死秦峰 洗刷耻辱 嗯 可以 千叶急症点头 开口提醒 但是 这种可能性很小 因为 能够进入神榜的强者 对于危险感应很强 你很难锁定他进行射击 当然 你的存在对他也是一种威胁 正好代替你死去的四名手下 千叶急症不再废话 直接起身与柳川郡一同下落 松井宽勇竟跟随在两人身后 与此同时 剩下七个组的山口组精英 一个个像是疯了一般 从四面八方急速地涌向游乐场的中央 摩天伦 这一刻 他们都被吓到了 因为从秦峰出现 才过去了几分钟 结果 四名忍魂组织的杀手 一名忍堂的人者 还有山口组的精英 共济 二十人 全部死在了秦峰的手中 这一切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以至于让他们觉得 秦峰就像是一名屠夫 进入羊群 像是宰羊一样屠在他们 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 击杀秦峰的念头 只想尽快赶到摩天伦 然后聚集在一起 这样会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 让他们有安全感 至于击杀秦峰 那是柳川郡和千叶吉正两人要做的事 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做法也是正确的 然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片刻后 四耳的枪声再次响起 划破天际 打破了游乐场短暂的安静 一组山口组的精英 突然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中 纷纷倒在血泊中 全部毙命 无一幸免 突如其来的枪声再次惊到了其他六组山口组的精英 原本奔跑的他们几乎下意识地扑倒在地 一动不敢动 不要惊慌 所有人蹲下身子 用树木和草丛掩护前进 不要站起身 那样会被他发现 与此同时 左旗右二通过枪声判断出秦峰距离摩天伦还有多远 便放心大胆地开口提醒剩下的山口组精英 我们利用树木和草丛掩护了的 那根本没用 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 突然就冒出来了 是啊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被他杀死 我建议 等柳山大师和千叶大师来了 我们再过去 左旗右二的话一出口 立刻得到回应 一些被秦峰吓破弹 杀到胆寒的山口组精英 全部趴在地上 浑身哆嗦地开口 欲言中充斥着恐惧 波哥 与此同时 松井夸涌下楼后 发现柳川郡和千叶吉正 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样有些惊恐 同时心中憋了一肚子祸 某然听到那些精英的话 顿时愤怒地骂道 你们按照左旗右二说的那样做 记住 这是命令 谁在乱说话 老子一枪毙了他 作为日本地下世界旗帜 山口组利用的是类似传销组织的金字塔管理模式 准确地说 传销组织的上下线管理模式是从山口组借鉴的 而除此之外 山口组还借鉴了军方的管理模式 内部有着严明的纪律 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 否则帮归处置 下场会很凄惨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 剩余六族山口族的精英虽然被秦锋杀得胆战心寒 还是硬着头皮执行着松井宽有的命令 再次起身朝着摩天伦聚拢 夜幕下 他们一个个弯着腰半蹲着跑步前进 感觉恨不得将吃奶的力气都驶上 而摩天伦顶部的座舱中 王母南虽然未看到秦锋大杀四方的场面 但通过阶段性的枪声和左急右二的命令 基本判断出了目前的局势 他知道秦锋雷霆出手 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也杀了敌人一个心惊胆战 但他的心依然悬在嗓子眼上 眼眸中尽是担忧 因为他知道 无论是那些山口组的精英 还是忍堂的人者 都无法对秦锋构成威胁 真正能够威胁到秦锋生命的 是柳川俊和千叶急症两人 而按照如今的情形来看 那两人还没有出手 如果柳川俊和千叶急症出手的话 他能抵挡吗 王母南忍不住暗闻自己 没有答案 下一刻 他脸上的担忧更浓了 再次尝试挣脱绳索 依然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 距离摩天轮200米外的草丛中 秦锋换了两把P5A冲锋枪 但没有继续去截杀那些 惊恐逃窜的山口组精英 因为他知道 自己大开杀戒 势必会惊动了柳川俊和千叶急症两人 两人多半坐不住了 要亲自出手 如此一来 他不能再将时间浪费在那些山口组精英身上 他要完成今晚营救的第三部计划 秦贼先秦王 杀敌先杀头领 接下来 他要击杀柳川俊和千叶急症两名神榜强者 第496集 夜色渐深 晚风吹过 草丛随风晃动 发出沙沙的声响 夜幕下 秦锋趴在草丛中 用望远镜看着三层楼通往摩天轮的道路 借着路灯的灯光 他清晰地看到 柳川俊和千叶急症两人一前一后 踏步而行 速度快若闪电 而宋景宽则是又折返回三层楼 除此之外 秦锋还看到一道人影出现在三层楼的楼顶上 对此 他心如明镜 知道那是忍魂组织的最后一名杀手 登楼的目的是为了架枪 下一刻秦锋收回目光 放下望远镜 看着柳川俊和千叶急症两人如风略行 悄然端起重锋枪 做好了瞄准射击的准备 心中默默计算着 对方距离自己的距离 虽然对他而言 如果让柳川俊和千叶急症两人近身 将是噩梦 但他必须冒险 等到两人距离自己五十米 乃至三十米时才能开枪 一方面 化尽宗师对于危险感应敏锐 往往可以通过对危险的感应 提前做出躲避动作 至少可以让关键部位避开子弹 这也是神榜强者难以被杀死的缘故 另一方面 武学修炼到极致 达到化尽巅峰的强者 虽然无法做到传说中的肉身扛子弹 但远距离射击 若是枪支的威力不足 哪怕子弹击中他们 他们也可以通过内进抵挡大部分威力 然后控制肌肉 令得子弹无法击中关键部位 对他们造成致命的伤害 柳川俊和千叶吉正两人 虽然不是化尽巅峰的绝世强者 但也是化尽后期的宗师 若是秦峰远距离击杀的话 击中的可能性并不大 退步枪 即便子弹击中他们 以P-5A的威力 未必可以杀死他们 一百米 八十米 六十米 秦峰将拇指搭在了扳机上 四十米 三十米 就在这时 秦峰果断扣动扳机 扳机扣动 枪声大作 一颗颗子弹呼啸着窜出枪管 激起了一道道火花 串联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火光 子弹出塘 滑破空气阻力 宛如雨点一般疯狂地扫向柳川郡 和千叶吉正两人所在的区域 形成了一道密集的火力网 覆盖周围将近十米的范围 夜幕下 柳川郡和千叶吉正两人 在枪声响起的瞬间 便感应到了危机 纷纷做出了闪躲动作 尽管柳川郡的反应够快了 但他距离秦峰不足三十米 距离实在太近了 而且秦峰突然开枪 大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要是他将速度发挥到极致 依然被一颗子弹射中大腿 鲜血瞬间飙出 令他身子一顿 相比而言 千叶吉正的反应和速度 要胜过于他 千叶吉正在眨眼间 仿佛睡衣一般 躲开了那道密集的子弹网 危险 下一刻 就当秦峰准备对大腿中枪的 柳川郡补枪时 心中预警 身子顺时一滚 宛如懒驴打滚一般 滚向一旁 与此同时 三枚手里剑呈品字形 从秦峰刚才出现的地方呼啸而过 错过之处 所有杂草都被割断 随一风飘舞 而后 三枚手里剑去身不见 先后击中了后方的树木上 直接将树木洞穿 威力绝伦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刚才秦峰没有闪躲 会瞬间毙命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千叶吉正的强大 他不但避开了射向他的子弹 而且第一时间动用暗器压制秦峰 令得秦峰无法开枪 你听说过有神榜前三十的强者 被枪打死吗 除此之外 千叶吉正在投掷暗器之后 冷笑一声 同时脚下一灯 身形一晃 如同一道鬼魅扑向秦峰 速度快若闪电 他要趁热打铁 近身压制秦峰 不给秦峰开枪的机会 从而将秦峰击杀 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千叶吉正 秦峰立刻抬枪 扣动扳机 枪声再次响起 子弹呼悬而出 扫向千叶吉正 然而千叶吉正仿佛早有预料 在秦峰开枪的瞬间 身子猛然一个四十五度斜窜 轻松地避开子弹 而后一脚踩在左侧的大树上 咔嚓一声脆响 大树无法承受 他这一脚的恐怖威力 树干断裂 整棵大树轰然倒塌 而千叶吉正 则是借着反弹之力 宛如离弦的剑一般 急速射向秦峰 与此同时 秦峰体内内进 疯狂地勇至足地勇全 猛然一踩 整个人抽身暴退 对他而言 刚才开枪压根就没有想过 能够击杀千叶吉正 而是为自己抽身暴退 获取时间 阻止千叶吉正进身 因为千叶吉正一旦进身的话 他将再无开枪的机会 只能用肉身和千叶吉正 进行生死搏杀 他虽然击杀了相当于 化尽中期顶尖存在的 伟珍海 但遇上化尽后期宗师 完全没有胜算 何况 千叶吉正是化尽后期 武学宗师中的顶尖存在 否则也不会名列神榜 第28位 更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躲开密集的子弹 这一刻 秦峰将内进与肉身力量 完美结合 速度已经快到极致 但是和千叶吉正相比 依然要慢一些 暴退过后 秦峰一个横移 在地上留下一道残影 千叶吉正扑杀杆刀 一记手刀 斩在秦峰留下的残影上 直接将空气 斩出一条口子 发出一阵脆响 宛如鞭炮炸响一般 华夏小狗崽子 不要妄想逃走 今晚就是你的死期 我要用你的鲜血 洗刷日本武学界的耻辱 一击未中 千叶吉正身子一晃 继续扑向秦峰 同时冷冷开口 向秦峰施加压力 让秦峰在巨大的压力下 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 以便于他能够更早地击杀秦峰 回应他的是刺耳的枪声 秦峰再一次利用千叶吉正扑空的机会 扣动扳机 一颗颗子弹 再次呼啸着射向千叶吉正 然而 如同之前两次一样 千叶吉正凭借着对危险的感应 和可怕的反应力移动速度 第一时间走出闪避 令得所有子弹扫空 就在这时 秦峰手中的P5A冲锋枪 发出了一声空响 哼哼 没子弹了吧 给我去死 千叶吉正冷笑一声 再次朝着秦峰扑杀而来 眼中充斥着戏血 因为对他而言 失去枪支的秦峰 再也无法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就如同案板上的鱼肉 可以任由他宰割 秦峰脸色一变 再次抽身暴退 看到这一幕 千叶吉正眼中的戏血更浓了 而秦峰则是借着暴退的时机 悄然将手腕微微一抖 一把手枪落在手中 但被他的手掌遮住 并没有被千叶吉正发现 该结束了 很快 千叶吉正凭借速度优势 将与秦峰之间的距离 缩短到了十米 浑身杀意爆棚 宛如一把出窍的绝世宝剑 锋利不可阻挡 秦峰再次变后退为横移 同时他的表情很配合地发生变化 露出了恐惧 死 宣祭 千叶吉正一声大吼 划手为刀 一刀斩向秦峰 一刀流 如同北辰一刀流一样 千叶家族在日本古代 也是修炼一刀流的 只是具体的招式和北辰一刀流 有区别罢了 此刻 千叶吉正浑身杀意达到极致 气势如虹 整个人宛如一把出窍的宝刀 人刀合一 势必要将秦峰击杀 玄机 不等他手刀斩到秦峰 枪声再次响起 秦峰在危机时刻 将速度发挥到极致移动的同时 手腕一翻 迅速扣动扳机 六颗子弹呼悬而出 朝着扑杀而来的千叶吉正射去 千叶吉正瞳孔猛然收缩 他猛然收招 然后将内劲布满全身 侧拨而出 尽管他的反应已经快到极致 但因为距离实在太近了 还是中了两颗 两颗子弹分别打在尖头和心脏部位 不过 在子弹射中他的瞬间 他通过意念控制内劲 用内劲护着心脏 同时胸前肌肉紧绷 血化从千叶吉正的胸口标射而出 但他凭借内劲防御和紧锁肌肉 硬生生地改变了子弹运行的轨迹 子弹几乎是擦着他的心脏而过 击穿了他的身体 并没有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 但也令了他体内的精气外泄 气息一阵紊乱 趁你病 要你命 就在这时 秦锋转手为攻 整个人瞬间掠到千叶吉正身前 一拳轰出 龙刺 勇往无前 有我无敌 秦锋一出手 便是最强的杀招 面对秦锋狂暴的一拳 被子弹击中导致体内气血不稳的千叶吉正 脸色一变 不敢大意 联盟挥拳相迎 拳克拳 啪的一下 闷响传出 秦锋一拳打在千叶吉正的手掌上 内劲迸发 宛如一股洪流冲向千叶吉正的手掌 千叶吉正 虽然身为化尽后期宗师 内劲品质远高于秦锋 但他因为被子弹击中 体内气血紊乱 而且是仓促出手迎击 无法发挥出真正实力 只是勉强挡住了秦锋的一拳 整个人直接被震飞出去 就在这时 又是一声枪响 手枪里的第七颗子弹 也是最后一颗呼啸而出 再次射向千叶吉正 这一次 千叶吉正 感到了危险 却无法做出闪地了 鲜血蹦见 子弹准确无比地击中了 千叶吉正的眉心 从他的后脑射出 武功再高 也怕子弹 他被秦锋 一枪爆头 第497集 身为日本武学界顶尖武学宗师 神榜排名第28位的千叶吉正 死了 他被秦锋一枪爆头 惨死当场 他的尸体重重地摔在地上 双眼瞪得滚圆 脸上充斥着震惊和不甘 直到生命停止的那一刻 他都无法相信 自己会死在秦锋的手中 不光是他 远处的柳川郡 同样是经得目瞪口呆 他的大腿被子弹射穿 虽不致命 但行动不便 战力将大大降低 故而没有出手 一直在远处观望 原本在他看来 千叶吉正躲开秦锋的截杀之后 展开灵力的反扑 可以很轻松地击杀秦锋 但却没有想到 最终死在了秦锋的手中 这 这他妈的怎么可能 与此同时 三层楼的顶楼上 左左摩恩架着狙击枪 通过观察镜 清晰地看到了 秦锋击杀千叶吉正的一幕 整个人直接呆住了 怎么了 阿尔盼想起左左摩恩的话 松井宽永忍不住问道 他因为下楼便被千叶吉正和柳川郡甩掉 于是又返回到三层楼 来到了楼顶和左左摩恩在一起 这让他更有安全感 前 前叶吉正大师被他杀死了 左左摩恩依然处于震惊中 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应道 这 什么 松井宽永惊地差点跳起来 他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左左摩恩 颤声问道 这不可能啊 你会不会看错了 前叶吉正大师 确实被击杀了 我通过观察镜 清晰地看到 他的眉心被子弹击中 到底后再没有起来 左左摩恩说着 再次端起观察镜 然后脸色陡然一变 华夏秦峰要去杀柳川大师了 松井宽永原本还在等待左左摩恩确认 结果等到这样一句话 差点没下出心脏病 他们此次精心布下杀局击杀秦峰 最大的仪仗便是千叶吉正和柳川郡两人 如今千叶吉正被杀 秦峰还要去杀柳川郡 这意味着他们这次杀局要败了 而且他们很有可能都要死在这里 千叶吉正大师可是神榜的第二十八的强者啊 而且他和柳川郡一起 怎么会被华夏秦峰 担动击杀 华夏秦峰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松井宽永大声吼叫起来 他的情绪彻底失控了 不知道是因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还是太过恐惧 他在半路截杀了千叶吉正大师 和柳川郡大师 击中柳川郡大师 被他击中了大腿 而千叶吉正大师夺过了子弹 之前前去击杀他 最后被反杀 他们出手的速度太快 具体过程我也没有看清楚 左左摩恩先是做出解释 然后道 柳川郡大师大腿中弹 根本无法发挥出真正实力 我必须协助他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话音落下 左左摩恩连忙收敛心神 连续做出两个深呼吸 然后击中精神 开始通过狙击枪的瞄准瞄准 锁定秦锋的身影 如同左左摩恩说的一样 秦锋在击杀了千叶吉正之后 不做停留 直接朝着柳川郡掠去 对他而言 柳川郡和千叶吉正是最大的威胁 只要干掉他们两个人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该死 不远处 柳川郡看到秦锋的举动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心中恼火不已 如果他不是大腿中弹 速度大大降低的话 就算给秦锋十个胆子 秦锋也不敢主动攻法 只有他主动攻击秦锋的身份 然而 死一时 彼一时 恼火归恼火 柳川郡第一时间选择逃离 他像是袋鼠一样 利用没有受伤的右腿在地上蹦跳 因为柳川郡很清楚 他的大腿被子弹射中 速度大大降低 将严重影响战力 即便是近身搏斗 也未必会是秦锋的对手 何况在他看来 秦锋多半不会选择和他近身搏杀 而是会如同之前一样 动用火器 柳川郡的判断是正确的 秦锋确实没有打算和他近身搏杀 一方面 柳川郡是上任后期的武学宗士 名列神榜第32名 即便是受伤也不可小视 尤其是在死亡的逼迫下 拼命的话会很危险 另一方面 秦锋为了以防万一 决定速战速决 尽快救出王猛男 秦锋催动体内内进 结合肉身力量将速度发挥到极致 先是掠到之前的隐匿地方 捡起丢在那里的一把P5A 秦锋不作停留 第一时间锁定柳川郡的身影 然后果断扣下扳机 刹那间 枪声大作 一颗颗子弹 从枪管呼啸而出 荡起一道的火花 形成一道可怕的火力网 扫向了前方的柳川郡 几乎覆盖了柳川郡 前后左右十米范围 虽然柳川郡单腿跳的速度 不落于一般的暗镜舞者 而且此刻距离秦锋将近百米 但秦锋封锁了他所有的逃跑路线 令得他无处闪躲 雪花绽放 三颗子弹几乎同时射中柳川郡 令得他身子一颤 直接栽倒在地 就在这时 又一声枪响划破天际 三层楼的楼顶 左左摩恩果断扣下扳机 一颗狙击子弹 呼啸着射向秦锋 不得不说 左左摩恩是一名出色的杀手 他利用秦锋身行停顿 开枪的机会进行狙杀 这是最佳机会 也是唯一的机会 然而秦锋早就预料到这一幕 他在开完枪的瞬间 身子猛然一窜 宛如灵活的野猫一般 窜到一边 与此同时 狙击子弹 从秦锋留下的残影处穿过 击中了后面的一棵大树 直接将大树射穿 妈的 眼看子弹落空 左左摩恩气得骂娘 但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死死地瞄准着秦锋藏身的区域 准备进行第二次狙击 秦锋单手拎着冲锋枪 身形如电 迅速闪出 枪声再次响起 左左摩恩扣下扳机 但依旧没有击中秦锋 而后 他看到秦锋宛如一阵旋风一般 急速朝着三层楼冲过来 因为速度太快了 他如同之前一样根本无法对秦锋 进行锁定和瞄准 快 快走 看到这一幕 左左摩恩第一时间放弃狙杀秦锋 而是大声对松井宽永提醒了一句 而后 狙击枪都不要了 直接朝着楼梯狂奔 松井宽永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上 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左左摩恩身上 此刻 恶然听到他的话 知道狙杀失败 心跳如骨 心脏仿佛要蹦出嗓子眼一般 松井宽永如梦惊醒 急速呼吸着冲向楼梯 半分钟后 当松井宽永用尽吃奶的劲儿 冲出三层楼的时候 枪声再次响起 吓得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惊恐中 他清晰地看到 秦锋就在前方十米远的地方 端着枪 瞄准着三层楼的东边 而后他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秦锋瞄准的方向 赫然看到左左摩恩倒在地上 夜幕下 左左摩恩的头部被子弹击中 鲜血染了一地 这个发现 吓得松井宽永近乎窒息 与此同时 秦锋放下枪 面无表情地冲向了松井宽永 看着秦锋走过来 松井宽永心中涌现出两个字 完了 整个人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 完全定在当场 随着千叶急症 柳川郡和忍魂组织五名杀手 先后被秦锋击杀 他们精心布置的杀局对秦锋 再也不会有任何威胁 第四百九十八计 松井宽永的身子 不受控制地嘟嗦起来 两条小腿肚子 像是抽了筋似的 不断地打转 他觉得此刻 像是置身冰窖一般 浑身发冷 额头冷汗直流 脸色苍白如纸 望向秦锋的目光 充斥着恐惧 跟我一起去摩天轮 秦锋在他身前三米前停下 没有对他出手 只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是 松井宽永浑身一震 头点得像小鸡捉米一样 生怕秦锋会直接干掉他 话音落下 松井宽永连续做了两次深呼吸 平复了一下心情 然后主动迈步朝秦锋走来 步伐依然有些颤抖 秦锋没有在说什么 面无表情地带着他走向摩天轮 先是路过千叶急症的尸体所在 虽然松井宽永已经知道千叶急症被击杀 但当看到尸体在那里移动不动 依然被吓得不轻 倒吸了一口凉气 毕竟千叶急症是上任后期的武学宗士 名列审榜第28位 在日本乃至全球武学界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宣记在松井宽永惊骇而疑惑的表情中 秦锋身形一闪宛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他尸体旁 一把将千叶急症的尸体拎起 这要干什么 松井宽永心中疑惑不已 但也不敢多问 只是默默地跟在秦锋身后 很快他又看到柳川郡 身为柳川家族第一高手 日本武学界知名武学宗师 神榜名列第32位的柳川郡躺在地上 身体完全被鲜血染红 甚至连地面都被染得通红 他没有死 但因为腿部肺部和脊椎中枪 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 他宛如死狗一般地躺在那里 狗言残喘 下一刻 不等松井宽永从镇静中回过神来 秦锋拎着千叶急症的尸体 静止来到他身前 该 该死 我们都低估了你 柳川郡努力地抬起头 看向秦锋 言语中充斥着懊悔 虽然秦锋的武学实力 只是华锦初期 最多可以击杀华锦中期的武学大师 但是秦锋持枪作战能力太突出了 两者叠加 即便遇到华锦后期强者也是丝毫不拒 他前夜急症就是个例子 回应柳川郡的誓死声催响 秦锋面无表情地抡起脚 先后踩在他的脚腕手腕上 随着一声声骨骼断裂的声音 柳川郡的手腕脚腕先后断裂 被恐怖的内劲震得粉碎 血肉模糊 至此柳川郡彻底失去战力 做完这一切 秦锋才像拎小鸡一般将他拎起来 与此同时 两枚手里剑从柳川郡的袖筒中掉落 你 你可真谨慎啊 柳川郡悲惨一笑 他原本想趁着秦锋最后放松的一刻 突下杀手 用手里剑偷袭秦锋 但却没想到连这个机会都被扼杀了 秦锋拎起两人 带着松井宽勇继续走向摩天轮 他到底要做什么 走着走着 松井宽勇心中再次涌现出一个疑惑 但依然不敢问 只是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摩天轮下 剩下六组三十名山口组的精英 都按照松井宽勇之前的指示 聚拢在一起 而九名忍堂的人者 依然按照计划形式 隐藏在树丛中 兰天没听到枪响了 战斗应该结束了吧 突然 一名山口组精英 忍不住开口问道 他刚才已经被秦锋杀得胆寒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来到这里 此刻 虽然身边聚集了一群同伴 而且都有枪支 但他依然没有安全感 那还用说啊 秦夜大师和柳川郡大师联手出击 十个华夏秦锋 也不够杀呀 另外一名山口组精英 开口说道 他和最早开口那名大汉不同 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他坚信 秦锋已经被击杀了 他还活着吗 摩天轮顶部的座舱 王母男因为被绑在座椅上 无法看到下面发生的一切 隐约听到那名山口组大汉的对话之后 一颗心直接悬在了嗓子眼上 脸上充斥着担忧和不安 妈的 华夏秦锋如果不是偷袭 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哪会死这么多弟兄 是啊 如果千叶大师和柳川郡大师 一开始就出手的话 华夏秦锋 回应王母男的是一声又一声议论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秦锋已经被杀了 但是最后一名大汉 将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觉得喉咙像是被捏住似的 再也无法说出半个字 他瞪圆了眼睛 满眼不可思议地看着前方 就仿佛看到了世界上 最不可思议的事 玄机 更多的目光投向前方 整个摩天轮四周 变得异常安静 无论是剩下的那些山口组精英 还是九名忍者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 投向前方 借着微弱的灯光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们的脸上 统统写满了不可置信 因为顺着目光 可以清晰地看到 秦锋拎着千叶吉正和柳川郡 带着苏锦宽勇 从前方走来 不得那些精英回过神 秦锋便动了 秦锋双手发力 猛然将千叶吉正和柳川郡两人 朝上空之初 两人像是坐了土飞机似的 直接冲向天际 甚至高出了摩天轮最高端 令得摩天轮顶部的座舱中的 王某南都看到了 是 什么情况 突如其来的一幕 直接令得王某南呆住了 回应王某南的是一阵 震耳欲聋的枪声 在松井宽勇 六组山口组精英和九名忍者的注视下 秦锋端起枪 猛然口动扳机 一颗颗子弹呼啸而出 射向天空 击中了受到重力牵引而下坠的 千叶吉正和柳川郡 两人的身体几乎被打成筛子了 鲜血夹杂着碎肉落下 宛如下了一场血雨 看到这一幕 在场中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一张张惨白的脸上 完全被震惊所占据 他们刚才还在讨论 坚信秦锋已经被击杀 而结果 秦锋却拎着两个人出现 然后将两个人的身体打成筛子 这一切带给他们的震撼 无法想象 很快 千叶吉正二人的尸体 砸在地上 发出两声闷响 几乎沦为一堆血肉 惨烈之际 放下武器 跪地投降 或者 死 与此同时 秦锋单手拎着枪 目光如刀一般扫向众人 缓缓开口 语气 森冷如冰 秦锋的话 让一名山口座的精英 不受控制地丢掉枪 跪倒在地 紧紧地趴在地上 浑身抽搐 紧接着 跪地的声音不断响起 一个 两个 三个 半分钟后 那些精英和九名忍者 所有人 统统丢掉武器 跪倒在地 选择 投降求饶 秦锋单手持枪 傲然而立 一个人一把枪 他杀到众人投降 第四百九十九集 这一刻 无论是剩下的三十名山口座精英 还是九名忍堂忍者和松井宽勇 他们都怕了 秦锋先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游乐场 狙杀四名狙击手 和一名忍堂忍者 然后像是屠夫宰羊一般 轻松击杀了山口族的精英 杀到他们胆寒 不过那个时候 千叶吉正和柳川郡还没有出手 他们虽然惊恐 但坚信两人能够击杀秦锋 均是期待两人出手 结果千叶吉正和柳川郡 统统死在秦锋手中 而且秦锋刚才当众 向两人尸体抛向宫中 打成了筛子 这一切 扼杀了他们心中的希望 这种有满怀 希望到绝望的经历 带给了他们从未有过的恐惧 那份恐惧 刻入灵魂 甚至当秦锋 喊出那句话之后 他们不愿而同地 跪地投降 秦锋 秦锋暗自松了口气 虽然在场众人 无法带给他威胁 但他无法在瞬间 击杀所有人 在这样的情形下 如果继续用铁血手段 击杀众人的话 很有可能逼得有人 选择玉石巨坟 对王木南开枪 为了避免悲剧发生 他当众将千叶吉正和柳川郡的身体 打成筛子 机遇众人巨大的威胁 从而让他自己 可以顺利营救王木南 至此 松井宽永等人的选择 证明了秦锋的计划是正确的 是他的身影 他应该杀死了那两名武学大师 他是怎么做到的 摩天伦顶部的座舱中 王木南听到了秦锋的声音 判断出秦锋可能击伤了 千叶吉正和柳川郡两人 心情十分激动 他很清楚 唯有那两名武学大师 才可以给秦锋造成威胁 换句话说 如果两名武学大师没死 秦锋绝对不可能震慑的 下面这些人跪地投降 王木南也很好奇 好奇秦锋是如何做到的 好奇之于 他再次剧烈地挣扎起来 试图挣脱束缚 不知道是想急于见到秦锋 还是满足好奇心 或者两者都有 与此同时 秦锋单手拎着MP5A腰 面无表情地走向摩天轮下方的控制室 然后按下按钮 摩天轮顶部的座舱中 王木南察觉到摩天轮转动起来 便停止了徒劳的挣扎 而是满脸期待地 等待着摩天轮下降 秦锋走出操纵室 站在入口处 宛如死神降临一般 令得包括松井宽勇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敢看他 而是紧紧地趴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这一刻 他们只希望秦锋能够尽快带着王木南离开这里 这很荒谬 但却是他们真实的想法 因为秦锋对他们而言 是危险和死亡的代名词 秦锋站在那里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而秦锋救走王木南 虽然会让他们被惩罚 但在他们看来 彼此在秦锋手中抢 约莫十分钟后 在松井宽勇等人惊恐不安的等待中 在王木南激动和期待中 他所乘坐的座舱 缓缓来到最下方 秦锋盯着松井宽勇等人的同时 也在用余光 查看着每一个来到底部的座舱 一眼便看到了王木南 被绑在座舱座椅的底部 秦锋二话不说 一个见不上前 一把拉开座舱门 看到秦锋 王木南激动得浑身乱颤 泪流满面 他试图想说什么 但因为嘴巴里被堵着毛巾 无法说出一个字 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没事了 看到王木南披头散发 脸蛋红肿 激动不已和泪流满面的模样 秦锋心中一通 脉步进入座舱 一把扯开绳索 然后俯身将王木南抱了起来 他不坐停留 身形一闪 如同鬼门一般 离开座舱 速度极快 然而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摩天轮下方众人 没有趁着这样的机会下手 他们依然跪附在地 面部紧贴地面 一动不敢动 秦锋怀中 王木南看到这一切结束后 直接惊呆了 饶时他在听到秦锋的声音之后 已经判断出结果 但依然被这一幕震惊了 他无法想象 秦锋到底做了什么 才可以让一群杀人不眨眼的人 通通跪倒在地 一动不动 玄机 不等他回过神来 秦锋抱着他 迅速离开了 秦锋暂时放弃了 击杀松井宽永等人 因为对他而言 当务之急 确保王木南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至于 击杀松井宽永等人 不用急于一事 插击到秦锋的离开 松井宽永等人 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然后等秦锋的身影 彻底消失后 才站起身来 夜幕下 他们脸上的恐惧和不安 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郁闷 感觉比吃饭的时候 吃了死耗子还要郁闷 郁闷之余 剩下的三十余名山口族的成员 和九名忍者 默默走向松井宽永 松井大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能知道怎么办 左奇尤二硬着头皮问他 松井宽永一脸的烦躁 山口族这边 由他带队负责行动 如今却是这个结果 他无法向家族交代 听到松井宽永的训斥 左奇尤二失去地闭嘴 不再找晦气 其他人更是把嘴巴夹得更近 就在这时 松井宽永的手机响了起来 铃声在安静的夜中 显得格外刺耳 随后 在左奇尤二等人的注视下 松井宽永面色难看地 打开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 是松井苍田的电话 表情更加难看了 丁丁 几秒钟后 松井宽永还是硬着头皮 接通电话 脸上充斥着不安 他不知道该如何汇报 我刚接到消息 熊野一家被杀了 很有可能是华夏秦峰做的 他很有可能 从熊野那里得知了我们的计划 今晚肯定会去你们那里 你们做好应战准备 松井苍田做出指示 爷爷 可 已经来了 松井宽永嘴巴泛哭地说着 什么 他已经去了 耳畔想起松井宽永的话 松井苍田猛然一惊 连忙问道 现在什么情况 你们干掉他了吗 没有 他击杀了清野吉正和柳川俊两位大使 救走了人质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一次 不等松井宽永把话说完 松井苍田便打断他的话 语气中充斥着不敢置信 身为松井家族组长 日本地下世界龙头 他很清楚千叶吉正和柳川俊的实力 在他看来 两人要杀秦枫 意义如反掌 而如今 松井宽永告诉他 秦枫将两人杀了 而且救走了王木南 这一刻 他甚至觉得是他这辈子 所听到的最荒谬的话 回应松井苍田的是一阵刺耳的枪声 百米之外 秦枫端着枪 对着人群疯狂扫射 他杀了一个 毁马枪 第五百级 将王木南 藏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后 秦枫立刻返回 要将松井宽永等人 一网打击 枪响过后 一颗子弹呼啸着扫下人群 像是割麦子一般 瞬间扫到一片 血花似箭 国家清风又回来了 他要杀死我们所有人 快逃啊 一时间 人群慌乱 那些没有中枪的人 像是疯了一般 一边恐惧地大喊着 一边朝四周逃窜 泡下 与此同时 左其欧尔第一时间将松井宽永扑倒 然后大吼着提醒众人趴下 因为逃跑根本无济于事 只会成为活靶子 尔盘想起 左其欧尔的提醒 看到一个个手下倒在血泊中 松井宽永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差点把手机丢出去 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听筒中再次传出松井苍田的声音 他听到了枪响 也听到了杂乱的喊叫声 叶 爷爷 花家秦峰 又杀回来了 松井宽永下意识地回应着 声音发颤 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不要跟他硬拼 立刻带人逃走 松井苍田文言 先是一惊 然后做出指示 用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利益 这是他的做事风格 如今 秦峰已经击杀了千叶吉正和柳川俊 并且救出王某南 松井宽永等人 在没有人质威胁秦峰的情况下 如果硬拼的话 无异于以卵击石 是 爷爷 松井宽永连忙回道 挂断电话 与此同时 随着众人全部趴倒 枪声停了下来 秦峰再次消失在黑夜中 松井宽永等人的恐惧 都没有减少 因为他们都知道 秦峰没有离开 只是暂时停止攻击 就如同暴风雨前的宁静 死亡随时都会到来 松井大人 华夏秦峰 肯定是朝这边过来了 您必须立刻做出决定 下达命令 否则我们所有人 都要死在这里 左七尔尔算是比较冷静的人 他提醒道 事到如今 我们不可能全部逃走 我建议让战堂的兄弟 设计掩护 我与战堂的兄弟 带着您离开 松井宽永文言 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知道 左七尔尔的提议是对的 一方面他们都想活着离开 将比登天还难 另外一方面 战堂那些人虽然也是山口族的精英 但忍堂的人者是精英中的精英 也是山口族松井家族的底蕴 他们的命可比战堂那些人的命要珍贵多了 死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 华夏秦峰 要将我们所有人全部杀死 我们不能任由他宰杀 反击 必须反击 松井宽永大吼着下达命令 所有战堂的兄弟 拿起你们的武器 只要华夏秦峰出现 立刻进行射击 是 松井大人 阿尔潘想起他的命令 虽然剩下的战堂精英都被秦峰杀到胆寒 但还是领命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山口族的管理能力 执行命令 几乎可以用不折不扣来形容 我们走 得到回应 松井宽永不再停留 立刻对佐奇王二说道 是 松井大人 佐奇王二迅速领命 然后利用忍堂专用的通讯频道 通知剩下的人者撤退 一时间 那些战堂精英纷纷聚在一起 趴在草丛中 瞄着四面八方 寻找着秦峰的身影 以佐奇王二为首的九名忍堂忍者 则是保护着松井宽永 利用树丛草丛遮掩 迅速逃离 然而 一直到松井宽永等人逃到游乐场的边缘时 都没有枪声响起 这让松井宽永和左奇王二等九名忍者 感到很奇怪 松井那人 我感觉有点不对 皇下秦峰既然能杀回来 百民要杀过我们所有人 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开枪 会不会猜到我们要逃 左奇王二突然停下脚步 压低声音 前 前面有人 不等松井宽永回话 身旁的一名忍者突然惊呼起来 松井宽永和左奇王二等八名忍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前方 赫然看到秦峰单手持枪 傲然而立 仿佛在专门等待他们似的 这个发现 令得松井宽永等人的心头均是矩阵 下一刻不等他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秦峰动了 夜幕下他身形一闪 如同鬼魅一般急速朝着松井宽永等十人扑来 速度快到极致 不要说是松井宽永 就连实力最强的左奇王二都无法看清楚秦峰的身影 松开他 左奇王二大声提醒 一把抓住松井宽永 将他拎起 不要幻想着逃走 话音落 人影现 秦峰仿佛施了魔法一般 凭空出现在一名忍者身前 右手画掌顺势排出 门响传出 那名忍者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便被秦峰一掌拍住脑袋 脑袋如同爆裂的西瓜一般裂开 轰然倒地 一记得手 秦峰不坐停留 如同人形暴龙一般闪动 疯狂地对逃窜的人者出手 每一声闷响过后 都必然会有一名忍者倒在血泊中 身为忍堂的人者们 在秦峰面前宛如手无腹肌之力一般 通通被秒杀 短短不到一分钟 除了佐奇悟尔和松井宽勇之外 剩余的八名忍者 全部被击杀 佐奇悟尔抓着松井宽勇在飞奔 回头看到手下全部死亡 心中涌现出两个字 完了 秦峰的速度远胜于他 他不可能带着松井宽勇 活着离开的 当他回过头 准备使出吃奶的劲 继续狂奔的时候 赫然看到 秦峰立在前方 挡住了他的去路 作奇悟尔放弃奔逃 他放下松井宽勇 大吼一声 主动迎着秦峰扑去 下一刻 他冲到秦峰身前 一拳打在秦峰身上 结果非但没有伤到他 反而是被震随右拳 右拳几乎炸裂 血肉模糊 旋即 秦峰不给他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像是拍苍蝇一般 一巴掌 向佐奇悟尔拍死在地 眼看佐奇悟尔被杀 松井宽勇没有徒劳地继续逃走 而是直接瘫软在地 大口喘息着 秦友的一丝理直告诉他 他今天死定了 除此之外 心中有个声音 这也许只是开始 日本地下世界武学界 都要为严重低估秦峰的战力 付出惨重的代价 第501集 左左摩安曾说 你在附近秦云大师 和辽川大师两人的时候 秦云大师夺过了子弹 并且展开了反破 你怎么杀死他的 松井宽勇看到秦峰迈步走来后 知道自己的死期已到 没有徒劳地求饶和挣扎 而是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问 同样 这也是今晚最关键的地方 如果不是秦峰击杀了千叶急症的话 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获应他的 是一声闷响 秦峰二话不说 抡起一脚 踢碎了松井宽勇的脑袋 让其瞬间毙命 松井宽勇的尸体 倒在血泊中 已经开始变形的脸上 仍然残留着疑惑和不甘 一脸的死不瞑目 直到死 他都想知道答案 秦峰不坐停留 立刻朝着摩天伦略去 摩天伦下方不远处的树丛中 那些战堂精英 仍然执行着松井宽勇的命令 等待着秦峰出现 然而 当秦峰出现后 他们根本未对秦峰造成 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便被全部击杀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剩下的精英 全部被秦峰打抱脑袋 无一幸免 游乐场附近的一处树丛中 王母男按照秦峰的叮嘱 藏在树丛 等待着秦峰归来 虽然知道剩下的人 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危险 但王母男还是 透过树丛的缝隙 看着前方 希望秦峰能够早一点归来 终于 秦峰出现了 借着月光 他清晰地看到 秦峰身上一片突红 血迹触目惊心 宛若来自地狱的修罗 你没事吧 王母男吃了一惊 他连忙冲出树丛 冲到秦峰身边 边跑边问 没事 都是敌人的血 秦峰知道王母男在担心什么 他摇了摇头 王母男松了口气 脸上的担忧之色 渐渐褪去 血而代之的是自责 对不起 你我之间不用说对不起 如果要说的话 也是我对你说 秦峰摇头打断他的话 王母男一正 望着秦峰那柔情的目光 到了嘴边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他原本以为这辈子 再也不可能听到动情的话了 但此时此刻 秦峰在铁血杀戮之后 说出这句柔情的话 瞬间击中了 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令得他心中瞬间 被感动所充斥 他双眼泛泪 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秦峰下意识地伸手 刚看到手上沾满鲜血 便没有去帮着王母男 擦去脸上的泪 二十道 我们先离开这里 然后联系你的领导 让他们过来接你 你是说 那个李帅 王母男脑海中 浮现出一张厌恶的脸 不是 是行动处处长徐江 他亲自带队来到了日本 打算与日本警方 一同营救你 但他不会想到 日本警方 其实对你的情况 了如指掌 秦峰没有提及 李帅之前的所作所为 而是一脸冷静地说 不过 日本警方也承受了 巨大的压力 我在来日本之前 让人大肆宣传了你的事情 日本警方承受了 很大的舆论压力 这也是你没有受到 伤害的原因 这也就是说 即便你不来 他们最后也会放我离开 王母男一政 他对于这一切并不知情 这种可能性很大 但我不能保障 所以我来了 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总归要比掌握在 他人手中更好 可 可是你这样做很危险 秦峰一句话 又让王母男感动得双眼通红 他默默流泪道 这不是没事吗 秦峰笑了笑 听你的意思 你不跟我一起走 感动中的王母男 回想着秦峰刚才的话 突然意识到什么 等见到你领导再说 我们先离开这里 秦峰不再废话 拉着王母男迅速消失在黑夜中 十几分钟后 他带着王母男离开游乐场 找到了一辆小型停车场 避开监控 打开车门 进入车中 这次 秦峰这才拨通了徐江的手机 这个号码 是王母男的父亲王健给他的 让他来到日本后 可以随时联系 您好 徐处长 方便说话吗 电话接通 秦峰不等徐江开口 率先说道 稍等 徐江正在日本警示厅的 一个小型会议室中 和日本警察商量营救方案 听到秦峰的话 他意识到什么 拿着手机 做出了一个抱歉的姿势 然后走出会议室 你是秦峰 半分钟后 徐江找到了安静的角落 确定四周没有人后 才开口说道 是我 徐处长 我已经把孟男救出来了 你现在尽快来签业 我把孟男交到你手中 然后你第一时间 带他去大使馆 通过大使馆的渠道 返回华夏 听到这番话 徐江先生常常松了口气 然后到 好的 我理解过去 徐处长 为了以防万一 你最好一个人来 不要带手下 那样容易引起注意 除此之外 你要确定 不要被人跟踪 我明白你的意思 放心 我不会让人跟踪的 徐江心领神会 秦峰知道 日本警方知道 王木南的具体下落 徐江自然也想到了 这方面 前夜距离东京 只有46公里 圆母一小时后 徐江开着一辆车 来到秦峰指定的马路边 秦峰在这里 等了五分钟 确定没有人跟踪后 才打电话 让徐江驱车赶来 徐江将车停稳 下车后 看到秦峰浑身血染地走出 脸色一变 你没事吧 没事 都是敌人的血 秦峰摇了头 然后对身后的汽车招手 王木南从车中走下 率先打招呼 你好 徐初 秦峰同志 谢谢你 这次如果不是你 后果不堪设想 徐江看到王木南安然无恙后 彻底放下心来 先是对着王木南点头示意 然后一脸激动 和心有余悸地看着秦峰 孟南是我的女人 我救她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秦峰一脸正色地说着 然后又叮嘱道 徐处长 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 目前要做的是确保孟南的安全 保险起见 我们一会分开以后 你立即将孟南送往大使馆 避免夜长梦多 你不跟我们走 徐处 您认为日本警方 或者说日本警方的某些大人物 不知道孟南的具体情况吗 你是担心被日本警方出卖 徐将同样没有回答 但实则 间接地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日本警方的大人物 肯定是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做的 甚至知道具体情况 出卖都是其次 我怕日本警方和我的敌人 穿一条裤子 秦峰说出关键 我从进入日本 到现在杀了几十个人 虽然他们死一万次都不足惜 但是日本警方可不这么看 如果到时候 日本警方要由我杀人为借口 强行留下我 即便我进入大使馆 也无法离开日本 那时候 我的敌人里面 可能还要加上日本警方 那你怎么办 王沐南抢先道 之前他便意识到 秦峰不会跟他一起走 但秦峰没有给予正面答复 此刻听到秦峰的话 一脸的担忧 放心吧 王沐南 我不会有事的 我会通过其他渠道 离开日本 秦峰看了一眼 王沐南 如实说道 除此之外 我还要去做一些事情 你 你还要报复 徐将我眼 心中一动 联想到什么 但又不敢肯定 只是一脸震惊地 看着秦峰 在来到日本前 他得到了秦峰的详细资料 知道秦峰招惹的 都是哪些势力 秦峰能够安然无恙地救出王沐南 已经让他十分震惊了 他不敢想象 秦峰需要什么样的勇气 才敢去报复那些势力呢 动我轻人者 势必清算 犯我华下者 虽远必诛 秦峰眯起眼睛 眼中杀机勇动 缓缓开口 语气森浪如兵 我离开日本的那一天 这句话 我会印在每一个敌人的脑海里 让他们今生铭记 第502集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短暂地交谈过后 秦峰便与徐将王沐南两人告别 徐处长 刚才有件事我不方便说 我在孟南下机未出机场的时候 试图多次打电话 发短信 联系您的属下李帅 进行他日本机车势力 会对孟南出手 但他一直没有回我 我告诉您这件事 并非怀疑您的手下 只是想提醒您 最好由您亲自 将孟南送到大使馆 当徐江带着王沐南离开后 秦峰依然有些不放心 又给徐江发了一条短信 原本开车的徐江 看到短信后 气得浑身一抖 差点没将汽车 开进路边的绿化带中 王沐南被劫持一事 让国际警方组织非常愤怒 给中日警方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如果王沐南最终死在日本 后果将无法估计 这样的情况下 徐江突然得知这件事情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但因为李帅的失职 非但没有避免 反而差点酿成悲剧 这怎么能不让他恼火呀 然而 恼火归恼火 徐江并没有立刻找他算账 他知道 当务之急 是安全地将王沐南送回大使馆 确保王沐南可以安全顺利地返回华夏 至于其他事情 可以先放在后面 王沐南并没有察觉到徐江表情的变化 自从上车 他便再也没有去关注徐江 他自始至终 都在看着窗外飞逝的夜景 秀眉微微促气 眉目间近视担忧 他在担忧秦峰的安全 孟南 你不要担心秦峰 他既然选择留下来 那自然是有把握离开日本的 徐江忍不住开口安慰 他为了我 几乎把自己逼入了绝境 我怎能不担心呢 王沐南轻声反问 徐江无言以对 忍不住叹了口气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情 但仅从他能够冒死来到日本救你这件事来看 他很在乎你 换句话说 这世上能够做到这样的男人不多 甚至可以说奉毛领奖 毕竟 连古人都曾说过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临头各自飞 我知道 阿尔盼想起徐江的话 王沐南心头一颤 鼻子一酸 差点又流出眼泪 他用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等这次回去 不管是谁给我施加压力 哪怕我背叛整个世界 我也不会再离开他了 话音落下 王沐南悄然握起双拳 一脸的坚定 一小时后 徐江将王沐南成功护送到大使馆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李帅 让其到大使馆 处 处长 您是怎么救赎孟南的 当李帅赶到大使馆 得知王沐南平安无事后 当下惊得愣在了原地 你很有脸问我 徐江怒目瞪着李帅 李一声问道 你与孟南在东京机场下机后 可否接到了电话 收到了短信 李帅心中一动 当下明白了 是秦峰救出王沐南 同时也知道 秦峰将打电话发短信的事情 告诉了徐江 对 对不起 徐楚 我事先不知道孟南 与那个秦峰的关系 外加那个秦峰身份敏感 所以没有当回事 明白这一切后 李帅是又惊又怕 惊是因为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秦峰竟然可以破了 日本人精心布置的杀局 将王沐南安全救出来 怕的是 他担心会被上级处分 和秦峰的清算 没有当回事 不等李帅说完 徐江便怒不可遏地打断 你一个没有当回事 差点让王沐南土治丧命 让我们华夏警方 差点论为全球警方的笑话 让州局 无法给上级领导 和国际刑警组织交代 对不起 处长 我错了 李帅不敢再狡辩 也不再给自己找 任何推脱的借口 而是连忙认错 你应该庆幸 清风来到了日本 并且救出了王沐南同志 否则 后果是你无法承受的 哪怕王沐南同志如今安全无事 你也责任重大 需要为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 徐处 你不用求我 求我也没有用 你还是想想回去怎么跟州局长交代吧 同时 我也提醒你一句 王沐南是军方王家的后代 你最好也想想怎么跟王家交代 徐将冷喝一声 转身离开 他要去日本警察厅沟通 协商安全护送王沐南返回华夏的事 实在不行 他准备恳求军方协助 派出特别部门 与此同时 美国纽约华尔街 某栋金融大厦的一间办公室中 一项沉稳的李雪燕 反常地不断在办公室中夺来夺去 当他得知秦峰要去日本营救王沐南后 便放下了手中的所有事物 但在这里 每时每刻都在收集着有关秦峰的信息 等待着他的消息 然而 饶使他动用了所有一切能够动用的关系网 但截止目前 他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秦峰前往日本的消息 也没有接到电话 突然间 手机震动的声音打破了办公室的安静 震得红木打造的桌子嗡嗡作响 也让李雪燕停下脚步 李雪燕先是一正 而后快步走到桌前 拿起手机 发现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号码 李雪燕心中一动 已经判断出电话可能是秦峰打过来的 秦峰 按下接听后 他的语气很紧张 是我 秦峰明白李雪燕心中十分担心自己 既感动又内疚 我看你用的日本的号码 你已经到日本了 现在那边什么情况 李雪燕悬起的心 缓缓落下 连忙开口问道 我救出了猛男 并让人将他送到了大使馆 让他通过大使馆的渠道 到立法下 秦峰如实说着 李雪燕彻底松了口气 智商和情商都极高的他 又意识到了不对劲 那你呢 我回华夏 我不能通过那个渠道离开 秦峰说道 但没有解释其中缘由 他相信李雪燕能够想到 果不其然 李雪燕瞬间明白了意思 原本落下的心又悬了起来 那你怎么离开日本啊 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离开的 秦峰试图让他放心 你没有选择第一时间离开 是决定还要做些什么吗 不得不说 李雪燕对秦峰十分了解 虽然秦峰什么都没说 但他已经猜到了秦峰的打算 不过这之前 我需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秦峰没有否认 然后说出打电话的目的 不要说一件事 就算实践 百件 都没问题 李雪燕知道秦峰是一个很果断的人 几乎不会因为外婴改变自己的决定 犹豫了一下 最终没有劝说秦峰放弃已经做出的计划 而是提醒道 但你要记住 你答应过我的话 活着会到华夏 我会的 秦峰保证 既然你成功营救出了王孟南 那么证明千叶急症和柳川郡都死在你的手里了 如此说来 整个日本目前能够单对单击杀你的 只有两个人 你要特别小心这两个人 第一个是日本武神 共本五眼 他是日本第一高手 名列神榜第五 第二个是松井天人 他是日本地下世界第一高手 也是日本第二高手 名列神榜第十二 他也是曾经围攻上一任龙牙 也就是你的师父叶凡的柜子手之一 我知道 听到松井天人的名字 秦峰的瞳孔微微收缩 眼中闪烁着浓烈的杀机 除此之外 既然你意识到日本警方不靠谱 很有可能与日本地下势力狼狈为奸 那么你也要小心日本警方对付你 他们之中虽然没有高手 但是人数众多 遍布全国 更为严重的是 一旦你击杀日本警察 将会成为整个日本警方的敌人 甚至会被日本警方 军方 联手追杀 李雪燕最后提醒 秦峰眯着眼 他不希望事情发展到那一步 但若真的发展到那一步 即便他死在日本 也要有无数的人给他陪葬 他会让鲜血洒落在日本的每一个角落 李雪燕感受到言语间的决然和杀意 依旧没有劝说 而是暗暗祈祷 同时问道 好了 你现在说吧 上午做什么 你帮我将几张照片传到网上 然后做一些标注 秦峰言简意该地说道 好的 你发来吧 李雪燕心中一动 猜到了什么 他不再说什么 跨到电话 将之前杀死松井宽勇等人后拍的照片 发给李雪燕 总共三张 第一张是千叶急症和柳川骏的尸体 几乎沦为一滩血肉 看不清模样 如果不是秦峰标注两人的身份 哪怕是李雪燕已经看过照片 也无从辨认 第二张是松井宽勇和九名忍者被击杀后的照片 第三张是摩天伦下方 到处都是死尸 惨烈之际 这是秦峰在三张照片后发来的信息 也是让李雪燕代替他向外界传体的声音 除此之外 秦峰又发来一条短信 让一向沉着的李雪燕直接争在了原地 雪燕 虽然我知道李家安排了顶前高手保护你 你遇到危险的可能性会呼气味 但我想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 我希望这次对外出生 可以给予敌对势力最大的震慑 防止悲剧在你的身上重演 另外 若是在这一次发生之后 依旧有敌对势力不知死活 对你出手 不管对方是谁 不管对方是哪个势力 我都会将其从地球上抹去 看着看着 李雪燕的眼睛红了 视线模糊了 泪水情不自禁地涌出了眼眶 但她却笑了 笑得像个孩子 傻瓜 我相信 这些照片和你的声音传出之后 全球地下世界的武学节 都会因你而废腾 而你只要做完接下来的事情 或者离开日本 我相信 从今往后 绝对不会再有人 敢触碰你的逆鳞了 笑着笑着 她忍不住喃喃出声 脸上的感动变成期待 她期待 她的大王 再次惊艳这个世界 第503集 夜一深 江宁中山高尔夫府人区 18号别墅 依然亮着灯 别墅主卧中 诸葛明月如同往常一样 断着红酒 浏览着暗网论坛 这已经成为她每天晚上 睡前必做的事 通过浏览 她几乎可以掌握 秦峰的动态 她已经知道了 日本人劫持王木南 威胁秦峰前往日本的事 这两天 整个暗网论坛 都在议论 黄小秦峰会去日本吗 这是暗网论坛 每一个会员心中的疑惑 也是这两天讨论的焦点 同样 诸葛明月也对此十分好奇 距离华夏秦峰女人被截止已经过去了十二个小时了 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华夏秦峰去日本 我认为她不会去了 是的 她不会去了 因为按照她以往的形式风格 如果去日本的话 应该已经抵达日本了 日本人百为了布下了一个杀局 如果华夏秦峰去的话 必死无疑 换成我 我也不会去 可惜啊 我寒寒想着华夏秦峰 是否会再一次创造奇迹呢 诸葛明月一边轻晃着红酒 一边浏览帖子 发现论坛里的人几乎都认定秦峰不会去日本营救 这个发现让她有些失望 然而 就当她准备关掉网页 喝掉红酒去睡觉的时候 她的目光被一条新帖子所吸引 重磅 华夏秦峰击沙千叶急镇和柳川俊等六十八人 成功营救了自己的女人 诸葛明月的瞳孔微微放大 焦躯也是激动的微微一颤 以至于杯中的红酒都溅出了几滴 她没有理会溅出的红酒 而是点开帖子 映入眼帘的是三张照片 第一张是两堆肉 第二张是几具尸体 第三张照片一眼望去全是尸体 那 这突如其来的画面 令得她先是一惊 而后胃部一阵的剧烈抽搐 差点呕吐出来 将帖子下落 经证时 华夏秦峰不但已经抵达了日本 而且救出了她的女人 当场击杀了所有人 以上三张照片是县长的照片 由华夏秦峰本人拍摄传出 第一张照片的死者 是位列神榜第28位的千叶急镇 和神榜第32位的柳川俊 第二张照片是组织的核心成员 松井宽勇和忍唐忍者 第三张照片是组织的其他成员 和忍魂组织的杀手 现场总计68人 全部被华夏秦峰击杀 无一幸免 我承认 当我看到这三张照片和标注的时候 我震惊了 当时 我脑海里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 华夏秦峰不可能做到这一件 但是 后来我经过多方证实 确保消息准确无误 华夏秦峰 再次缔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 虽然诸葛明月看到标题之后 已经想到答案 但是当她看到帖子的内容之后 还是惊得愣在原地 因为按照帖子所说 布局要击杀秦峰的人里面 有神榜第28位 第32位的强者 那可是神榜啊 代表着全球最强的武力 两个这样的神榜强者联手 率领60多人 在拥有人质的前提下 竟然被秦峰全部反杀 如果不是看到发帖之人 是某个情报机构的成员 消息来源十分可靠 他甚至怀疑 这是一条哗众取宠的帖子 足足半分钟过后 诸葛明月才回过神来 下意识地将帖子下拉 准备看回复 确认消息 天哪 如果这一些是真的 那华夏秦峰太逆天了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兄弟啊 你是撒旦派来的斗逼吗 华夏秦峰击杀其他人倒有可能 他怎么可能杀得了 千叶吉正和柳川俊 看到帖子后 我也被震惊得无意附加 然后立即去合适消息的准确性 如今可以确定 这个帖子的消息完全直确 如同帖子里所说的那样 华夏秦峰 又一次缔造了传说 帖子在第一时间 被论坛管理员制定 成为热帖 浏览回复极多 数量呈直线上升 看着一条条回复留言 诸葛明月最终消除了怀疑 他知道秦峰又一次逆天了 而这一次 他却罕见得没有失望 反而是有些莫名其妙的羡慕 冲冠一怒魏红颜 这是世间所有女子 都曾经幻想过的一幕 与此同时 几乎整个暗网论坛的人 都确定了消息的准确性 这直接让暗网论坛炸了锅 除了原铁的回复数量 在急速上升之外 很多人另开新铁 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情绪 然而不光是暗网论坛 随着消息传出 全球地下世界和武学界 也沸腾了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 华夏秦峰从默默无闻 积深于暗网第三 然后击杀北城海 名列神榜第四十四 如今又击杀了神榜第二十八 和第三十二的强者 他到底是个什么鬼 某位欧洲的地下世界成员 这般问道 以千叶级阵和流川军的实力 若是联手 哪怕神榜前二十的强者 都占不了上风 何况还有几十名 黑帮精英和杀手辅助 但华夏秦峰击杀了 他们所有人 难道他已经击身了 划进后期乃至巅峰 从他上次与北城海 对决的画面来看 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他到底 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这是印度某位武学大师的声音 他从一开始的震惊 到后面的不信 到最后的只剩下疑惑 他的疑惑 也是很多人的疑惑 那么问题来了 华夏秦峰到底有多强 同时也是很多人的声音 华夏秦峰到底有多强 这是个谜 但他一次又一次缔造传奇 他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所有人 千万不要招惹他 更不要触及他的底线 否则下场会很惨 这是东南亚某个黑帮小头目发出的声音 他是一名华裔 从秦峰名震地下开始 便在关注秦峰 如今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华夏龙王不可敌 华夏秦峰不可惹 最终 除了全球各大顶级地下势力之外 几乎所有地下势力都达成这样的共识 因为 在他们的记忆中 代表华夏军方尖刀的华夏龙王 每一次执行任务后 都会送仕途侵犯华夏人民 和华夏安全的地下世界成员 去找阎王爷探讨人生 而如今秦峰更绝了 凡是与他为敌的都没有好下场 年仅二十四岁 华夏秦峰便拥有这般实力 毫无疑问 他是全球武学史上的奇迹 是亘古未有的武学天才 这是全球武学界最后达成的共识 虽然他们不知道秦峰 如何击杀千叶吉正和柳川郡 但事实百在那里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华夏秦峰的生命即将终结 日本会成为他的墓地 就在全球地下世界和武学界 因为秦峰逆天的壮举而沸腾的同时 号称日本武神的公本乌野 和日本第二高手松景天人 同时出生 这意味着他们将亲自出手 击杀秦峰 第五百零四季 公本乌野和松景天人对秦峰发出必杀令 要亲自对秦峰出手 这个消息 马上轰动了全球地下世界和武学界 一波伪平 一波又起 这是这次事件的最真实的写照 华夏秦峰能够活着离开日本吗 碰到过后 几乎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 心中都充斥着这样的疑问 华夏秦峰能够活着离开日本吗 我某屋野和松景天人出生 以为这华夏秦峰彻底惹怒了日本地下世界和武学界 包括他们两人在内 全日本的舞者和地下势力 会共同围剿华夏秦峰 他的出境堪忧啊 虽然华夏秦峰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传说 一次又一次颠覆人们对他的认知 但我认为他这次凶多吉少 独办要死在日本 日本武神公本无野神榜第五 松景天人神榜第十二 这两人联手 这世上能够活下来的人不超过五个 华夏秦峰就是有十条命都不够死 关注这件事情的人 通过包括暗网论坛在内的各种渠道发表看法 其中绝大部分人认为秦峰是死定了 不可能阻挡住日本地下势力和武学界的围剿 华夏秦峰确实不是公本无野和松景天人的对手 但他又不傻 怎么可能和他们两人正面交手 没错 华夏秦峰虽然打不过 但他可以逃走啊 也许华夏秦峰已经逃离了日本 也有不少人看好秦峰能够活着离开的 如同他们所说 只要秦峰不和公本无野松景天人两人正面交手 整个日本就无人能够杀他 何况他还可以选择逃走 华夏燕京某富人区的别墅中 王阿猛结束了雨离学宴的通话 得知秦峰已经成功营救出王母南 先是松了口气 然后又想到秦峰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离开日本 而且将遭遇到日本地下世界和日本武学界的共同围剿 眉头又死死地拧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穿字 眉目间近视担忧 随后他调整了一番情绪 拨通了张希然的电话 张希然今天已经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询问秦峰的情况 对他千叮万种 一旦有秦峰的消息 要立刻通知他 他和陈静苏妙依都在担心 喂 欣然 我刚得到确切消息 凤子成功救出了王母南 暂时没事 听到王阿猛的话 张希然同样是松了口气 然后又觉得不对劲 连忙问道 什么叫暂时没事 因为凤子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离开日本 偷渡也不行 而日本地下世界和武学界 即将对他进行围剿 王阿猛犹豫了一下 还是实话实说 那怎么办呢 张希然那落下的心 一下又悬了起来 直接坐了起来 满是担忧 我也不知道疯子该怎么办 但好消息是 整个日本有实力击杀疯子的只有两个人 这也就是说 只要疯子不要遇到那两个人 就不会有事 话虽然这么说 但王阿猛同样很担忧 毕竟按照目前的形式 日本地下世界和武学界出动 想找出秦峰并不难 而一旦秦峰的隐藏地点被发现 工本无野和松井天人赶过去的话 秦峰是必死无疑 再次听到王阿猛的话 张希然沉默了 他虽然从小到大 几乎没有染指过地下世界 但他的身份注定了 他对这个领域很了解 他比王阿猛更清楚 整个日本地下世界围剿秦峰 那意味着什么 地下世界的成员遍布各地 秦峰几乎是无处可藏 欣然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疯子既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离开 必然是有把握活着离开的 眼看张希然不说话了 王阿猛又劝道 实则也是在说服自己 你那边有新的消息 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张希然轻轻应了一声 然后便结束童话 他先是将自己得到的消息 在微信群里告诉陈静 苏淼一两人 然后盘西坐在床上 双手合十 暗暗祈祷 他不算是虔诚的佛教徒 因为母亲信佛 他也跟着信 这是他第一次虔诚的祈祷佛祖 只为他心爱的人 能够活着回来 与此同时 陈静和苏淼一听到张希然 告知秦峰有关的消息后 军事睡意全无 风哥 我已经见证了你太多的奇迹 一定还能再见证一次 卧室中 苏淼一靠在床头 轻声说着 脑海中不禁浮显出 他第一次上北京 拜访秦家的情景 那天 在秦峰的记忆中 他穿着一身水魔化的旗袍 和一双黑色小皮鞋 扎着可爱的马尾辫 露着可爱的小酒窝 像个仙女 那天 在他的记忆中 秦峰像个小魔王一样 老是偷偷揪他的辫子 把他弄哭了好几次 那天 已经过去多年 但对他而言 却仿佛是在昨日 记忆依旧如此清晰 风哥 我哥曾说 你是他这辈子最佩服的人 也是他认为 这世上最强大的人 你一定可以活着回来 对吗 另外一间卧室 陈静悄然下床 走到窗边 望着东北方向 喃喃自语 东北是他的家 同样东北方正是日本 日本东京 松井家族组屋 松井苍田很心痛 用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利益 一直以来 这都是他的人生理念 因为这个理念 他在谋划击杀秦峰的行动中 想着将青红 黑手党家族 和幽灵组织卷入 奈何青红和黑手党家族的 掌舵者都是老狐狸了 不愿意派出巅峰战力 而幽灵组织的首领 虽然同意带人前来 但明确表明 要自己击杀秦峰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只好放弃 借助外境势力 而是借助了 日本武学界 忍魂组织 和柳川家族的力量 结果功亏一篑 秦峰反杀了所有人 救走了王无南 而死去的人中 有山口组站堂的 五十名精英 忍堂的十名忍者 还有他的孙子 松井宽永 这一切 如同用刀子 在割他心头肉啊 虽然他之前 已经将情况 告知了松井天人 最终令得松井天人 和日本武神 公本无也 同时下达必杀令 但他依然很心痛 心痛之余 松井苍田拿起电话 拨通了日本警方 一把手 佐藤村上的电话 抱歉 佐藤军 这么晚给您打电话 松井苍田率先开口 他的语气十分客气 甚至为这么晚打电话 而送上歉意 松井先生 今晚发生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我对此神表同情 佐藤村上客气地回应 佐藤军 我需要您的帮助 松井先生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但这件事情 我真的无法帮您 佐藤村上似乎早有预料 连忙说出了准备好的说辞 如同我之前 给您打电话时说的 不光是国际刑警组织 就连首相大人 都在盯着这件事 你我都很清楚 那个华夏秦峰 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他有着超高的武力值 我的人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而 一旦我的人 残余为教他 死伤惨重的话 我 无法给上面交代 佐藤军 您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对于这个结果 松井苍田一点也不意外 而是解释道 我没有想过 让您动用日本警方的力量干掉他 我只是想让您动用您手中的权力 帮我暗中封锁离开日本的各个途径 准确地说 是严格对每一个离境人员进行检查 确保不会让他用假身份离开日本 除此之外 我还希望您能够利用手中的情报网 帮我调查他的藏身之处 佐藤军 华夏秦峰那个杂碎 在日本做的事情 不光是针对松井家族 也不是日本地下世界和武学界 他在羞辱我们这个国家 他必须死 而且要死在日本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洗刷耻辱 松井苍田说到最后 情绪有些激动 好吧 佐藤村上沉默片刻 答应下来 一方面 他不想和松井苍田交恶 另一方面 他也觉得 秦峰应该死在日本 所以 决定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 给予松井苍田一定的帮助 谢谢您 佐藤军 松井苍田道谢 这次 有把我干掉他吗 佐藤村上问 花夏有个成语 叫关门打狗 除非那个杂碎 能够插上翅膀 否则日本 必然会成为他的目的 松井苍田双圈紧握 一脸信实淡淡 更多的 则是滔天的恨意 第505集 千叶家族 是日本武学界知名的家族 也是传承最久远的家族之一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哪怕是在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 武者的数量 也远少于曾经的武学辉煌时期 然而千叶家族和许多武学家族 弃武从商不同 他们依然走着武学的道路 商业只是辅助 这也是千叶极正在日本武学界 名声威望极高的原因 业异深 但位于千叶县的千叶家族祖地 却是灯火通明 这一切只因为千叶极正的死 作为日本武学界的代表之一 千叶极正这次代表日本武学界 出手击杀秦峰 但却惨死在秦峰手中 这不但给了日本武学界 一记响亮的耳光 也给了千叶家族巨大的打击 夜幕下 千叶家族的族人 都从各地连夜赶回祖地 千叶极正 那已经沦为血肉的尸体 摆放在冰棺中 令得所有人看得真真切切 整个千叶家族的祖地 充斥着一股凄凉的气息 每一个成员脸上都流露着悲伤的情绪 更多的则是恨意 他们脸上的恨意滔天 恨不得立刻将秦峰碎尸万段 为死去的千叶极正报仇 凌晨三点 当千叶家族的人 从悲伤中回过神后 千叶家族一些骨干成员 纷纷聚在一起 满是恨意地交谈着 族长死得太惨了 连权势都没留住 那个华夏清风 应该被乱到砍死 公本五野大师 和松井天人大师 已经表态 要将那个混蛋 击杀在日本 我们应该跟日本武社申请 等那个混蛋被击杀之后 割下他的头颅 祭奠族长的阴魂 不管如此 我们等华夏清风死后 应该即兴报复 这一次 开口的人是千叶家族的 武学天才 千叶活武 他只是终人中期境界 不要说是在全球武学界 即便是在日本武学界 也算不上顶尖天才 不过 他却在日本武学界 年轻一代中 名气很大 因为他嗜血好杀 击杀的武者人数 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两位数 甚至还杀过普通人 怎么报复 坐在最中央的 一名老者开了口 他是千叶吉正的弟弟 千叶吉丰 是千叶家族的第二高手 上任中期境界 随着千叶吉正死去 他接替了组长之位 主持大局 杀他身边的人 凡是和他关系亲密的人 统统杀死 只有这样 才能算真正给爷爷保证 千叶活武 煞意凛然地说着 感觉恨不得立刻拎着武士刀 去华下大开杀戒 赞同活武的建议 随着千叶活武的华音落下 一名身着黑色武士服的中年男子 开口说道 因为 即便功本无义和松井天 是两位大士 击杀了华下秦风 也不能算我们为父亲报仇 父亲死得这么惨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他是千叶吉正的儿子 也是千叶活武的父亲 终人巅峰境界 同样是血耗杀 曾多次前往境外击杀武者 手上沾满了鲜血 我也支持报复 我们必须报复 听到千叶活武父亲的话 其他成员都觉得这父子二人说得有理 纷纷表态支持 既然 你们都支持报仇 那么 等华下秦风被击杀后 我们再开家族会议商讨这件事 制定详细的计划 派人潜入华下 击杀华下秦风身边的人 千叶吉风稍作沉吟 做出决定 他也同意进行报复 你们没有机会了 今晚 你们通通都要死 一个声音 突然在千叶家族的阻地上空乍响 话音落 人影现 秦风从黑暗中闪闪而出 大步朝着千叶吉风等人走来 夜幕下 他依然穿着之前那件燃血的衣服 浑身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 宛如一尊来自地狱的血修罗 杀意凛然 所有千叶家族的骨干成员 均是脸色大变 他们的脸上充斥着惊骇 惊是因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秦风竟然会主动杀上门来 相反 在他们看来 在公本乌野和松景天人发布必杀令之后 秦风第一时间应该躲藏 应该想尽办法离开日本 还是因为 秦风之前刚刚击杀了千叶吉正和柳川俊等人 而如今出现在这里 摆明了是要对他们出手 而他们刚才还议论如何报复 更为重要的是 人的名 树的赢 尚且连千叶吉正和柳川俊两人联手都没有击杀秦风 他们拿什么抗衡 不用惊慌 眼看族人都被秦风吓得惊苦不安 千叶吉风开了口 他气运丹田 声震天际 他虽然击杀了组长 但组长死火器 而他如今没有携带火器 战力将大打折扣 我们一起上 杀了他 正好为组长报仇 回应他的是一道破空声 秦风脚下猛然一灯 身形一动 瞬间便出现在了千叶火舞的身前 顺势抽出一巴掌 闷响过后 鲜血四溅 众目睽睽之下 之前舞动叫嚣 要对秦风身边人下手的千叶火舞 连一声闷哼都没发出 便被秦风一巴掌抽中 脑袋直接碎裂 瞬间毙灭 火舞 千叶火舞的父亲大吼一声 然而不等他有所举动 秦风如风而至 来到他身前 如法炮制 一掌拍向他的脑袋 随着一声闷响 千叶火舞父亲的脑袋 瞬间炸开 之前他如同儿子千叶火舞一样 叫嚣着要报复秦风 此刻他也如同儿子千叶火舞一样 被秦风一巴掌 抽爆脑袋 八嘎 就在这时 千叶疾风一声怒吼 手持五十刀 急速朝着秦风扑杀过来 话音落下 千叶疾风双手握刀 对着秦风当头披下 秦风脚步一搓 身子如同螺旋似的转了一圈 侧身躲开锋利的五十刀 令得千叶疾空一刀斩空 避开锋芒之后 秦风右脚弹射而出 脚背紧绷 尽力涌动 一脚踢向千叶疾风的手腕 这一击 秦风动用了华夏武学界赫赫有名的弹腿 一声闷响 千叶疾风来不及闪躲 被秦风一脚踢中 手腕被可怕的力道震碎 当下松开刀柄 鲜血淋漓 秦风收脚顺势一勾 将五十刀勾到身前 一把抓住 然后一刀斩向千叶疾风的脖颈 千叶疾风脸色大变 连忙抽身暴退 锋利的刀刃在他眼皮子底下 擦着脖颈滑过 淋漓的刀锋 将他的脖颈切出一条细细的伤痕 渗出血株 这一幕 吓得他的心脏都差点崩出嗓子 然后直接抱对树米 避开秦风 秦风没有追击 而是拎着五十刀 宛如狼乳羊群一般 对着其他千叶家族的核心成员 进行屠杀 他每挥出一刀 便有一颗人头滚落 其他这些千叶家族的核心成员 在秦风面前 宛如手无腹肌之力的绵羊 非但无法抵抗 甚至连闪躲都无法做出 短短几秒之内 便有好几个人头被砍落 死 千叶急症 怒到极致 大吼一声 手腕一抖 三枚手里剑呼啸而出 秦风身形一扇 轻松躲过 与此同时 鲜血蹦剑的声音响起 三枚手里剑射中了 秦风身边的三名千叶家族成员 瞬间洞穿了他们的身体 盯得他们倒在血泊中 他们被千叶急风 亲手杀死 这个结果 让千叶急风恨到发狂 他的脸部肌肉完全扭曲在一起 怒吼一声 再次扑向秦风 这一次 秦风没有避让 手里五十刀 主动迎上 十一招过后 秦风一刀斩下千叶急风的头颅 这一幕 吓得幸存的那些成员们 纷纷贪软在地 恶魔 你这个恶魔 夜幕下 那些千叶家族的成员既惊恐 又恨意凛然地看着秦风 失声大叫 当你们要杀我和我的亲朋好友时 就要有被杀的觉悟 秦风冷漠地说着 再次临刀掠入人群 首歌人命 十分钟后 秦风留下了一堆尸体 弃刀离去 千叶家族 鸡犬不留 日本正在震动 第506级 千叶家族的祖地 位于千叶县现郊 是一个小型的农场庄园 衣衫傍水 环境优雅 十分清静 先有人去打扰 几乎成了该族的私有领地 清晨 当红日渐渐从地平线升起 千叶家族祖地的盐屋场上 无法看到一道西武身影 整个盐屋场空荡荡的 偌大的庄园一片安静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距离秦风 血洗千叶家族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但因为千叶家族祖地 十分偏僻 外加严禁外来人员进入 甚至还专门在 通往庄园的道路上 树立了警示牌 为此直到早上九点 依然没有人发现 九点 一辆丰田商务车 行驶在通往千叶家族祖地的道路上 汽车中 身为日本武社社长的 马腾千叶 坐在座椅上闭目养神 而一名身穿白色武士服的女子 则不断地打着电话 女子叫爱道空 是马腾千叶的助手 电话还是没人接吗 马腾千叶睁开眼睛 微微皱眉道 是的 社长 爱道空点点头 快到了 不用打了 马腾千叶这般说着 眉头处得更紧了 因为千叶家族地位显赫 而且千叶急症 是为了洗刷日本武学界的耻辱 才去击杀秦风 所以当得知千叶急症的死讯后 马腾千叶在震惊之余 也特地从东京赶过来 准备代表日本武社 对千叶家族进行慰问 然而 自他从东京上车之后 便一直让助手 给千叶家族打电话 准备告知千叶家族 自己来的事 但电话始终未能接通 他的心中 涌现出了不好的预感 隐隐觉得 千叶家族可能会出事 带着这份不安 马腾千叶 于二十分钟后 带着助手 范到空 来到千叶家族领地 发现大门紧锁 放眼望去 位于前院的盐屋场 一片空旷 看不到一个人影 司机按了好几次喇叭 也没有任何回应 社长 有些不对劲 一身黑色武士服的中年男子 看着紧锁的大门 忍不住开了口 他既是司机 又是保镖 是一名中人后期的人者 社长 空气中 好像有血腥味 碍到空 一边嗅着鼻子 一边说道 再个喇叭 如果还没反应 把门打开 我们进去看看 马腾千叶也发现了一场 心中的不安城直线上升 眉头彻底拧在一起 是 社长 黑衣男子立刻领命 然后按照马腾千叶的命令 再次按响喇叭 结果 依旧毫无回应 为此 男子推开车门 走到大门前 一脚踹向大门 一声催响 庄园的大门应声而开 黑衣男子返回车中 驱动汽车 载着马腾千叶和泛道空两人 进入庄园 当黑衣男子驱车穿过庄园前 绕过几栋建筑 来到后院之后 一脸惊恐地踩下刹车 惊恐的不光是他 马腾千叶和助手泛道空 依然如此 因为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看到的是一颗颗染着血迹的人头 一具具无头的尸体 和被鲜血染红的地面 这一刻 他们宛若来到了人间地狱 你 惊恐之余 泛道空的胃部一阵蠕动抽搐 直接将早饭全部吐了出来 是 是华夏擒风干的吗 与此同时 黑衣男子满是惊骇地问道 你下去看看 看看有没有活口 马腾千叶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脸色阴沉 因为眼前的一切告诉他 千叶家族遭到了血系 而且凶手多半就是秦锋 要知道 昨天日本武神才出生 要将秦锋的命留在日本 结果秦锋当夜就血系千叶家族 这若是传出去 等于是抽了公本武也 和松井天人两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也再次践踏了日本武学界 是 社长 千叶家族的人全部被杀了 几乎都是被砍掉了脑袋 整个中原没有一个活口 甚至连几条秃走斗圈都被宰了 十分钟后 黑衣男子去而复返 来到汽车旁 脸色发白 声音颤抖的 冲马腾千叶汇报 离开这里 立刻 马腾千叶脸色难看至极 他做出指示 语气中尽是带着无法掩饰的惊慌 他担心 秦锋还在庄园 如果秦锋此刻出现 他用脚趾都能想到 他们绝对会和千叶家族的人一样 被秦锋斩杀 五分钟后 直到远离千叶家族的祖地 马腾千叶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马上拿出手机 拨通电话 我是马腾千叶 请工破大师接电话 马腾千叶率先开口 他竭力想让自己表现得镇定一些 但那些疯狂跳动的眼角肌肉 出卖了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好的 马腾首长 请您稍等 富士山 一栋木造的别墅里 一名少年做出回应 然后放下电话走出别墅 片刻后 少年来到别墅后方的一处悬崖 一名身穿黑色武士服的老者 盘膝坐在悬崖上 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一动不动 他正式名列神榜排行第五的 日本武神 公本武也 老师 马腾社长打了电话 想与您通话 少年对着老者的背影 鞠躬汇报 公本武也睁开眼睛 身性一动 瞬间消失在少年的视线中 很快 公本武也接起电话 马腾 你打电话给我 是调查到那个 环下武者的苍僧地点了吗 不 不是 马腾千叶一直拿着手机 恶然听到公本武也的话 连忙回道 公本大师 我这边 还没调查到那位 华校武者藏身地点 不 不够 我刚才去千叶家族未闻 发现千叶家族 所有人都被杀了 什么 公本武也闻言 脸色一变 瞳孔放大 纵然他身为 神榜第五的绝世强者 武刀意志强大 几乎可以坐到心入止水 但此刻依然被这个消息 震得不清 千叶家族 所有人都死了 甚至连庄园里的几条口 都没有幸免 基本可以肯定 这一切都是那个华夏武者做的 马腾千叶如实汇报 心中有些发毛 他听说过杀人 甚至是灭门 但灭族 是他第一次听说 至于连狗都不放过 在他的记忆中 只有上个世纪 日本军人曾在华夏大地 烧杀抢夺 图村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而如今 秦锋是以牙还牙 混蛋 龚本武也怒了 上级连马腾千叶都觉得秦锋在打他的脸 再再次羞辱日本武学界 他岂能不知呢 马腾 你听着 都有你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 必要时候可以请求政府和军队提供帮助 哪怕是挖地三尺 也要把那个混蛋给我找出来 恼怒之虞 龚本武也冷声下达命令 一旦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我要亲自去斩了他 是 龚本大师 马腾千叶领命 然后等到龚本武也挂断电话 这才放下手机 马腾千叶轻轻揉揉太阳穴 似是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稍作沉吟 率先拨通了松井苍田的电话 如实将千叶家族的事情告诉松井苍田 疯子 妈的 他一定是个疯子 松井苍田同样被这个如噩梦一般的消息 惊得是目瞪口呆 以至于在结束与马腾千叶的电话后 忍不住骂娘 在他看来 秦峰用这种疯狂的方式进行报复 同时也是在回应着 龚本武也和松井天人 这一切在他看来 实在太疯魔了 这一切让他在震惊之余 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那份不安 让他拨通了松井天人的电话 如果说 青木是松井家族众所周知的底蕴的话 那么松井天人便是松井家族真正的底蕴 因为秦峰击杀了千叶吉正和柳川郡 松井苍田不敢保证青木是否能够击杀秦峰 故而拨通了松井天人的电话 松井天人是松井苍田的哥哥 但从小到大没有燃止过家族生意 也没有进入地下世界 而是以心向武 几乎与大家族毫无瓜葛 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和掌控山口族的松井家族的关系 直到他为松井家族出头 联手其他地下势力强者 围攻当年号称华夏军神战神的叶藩后 他的真实身份才被极少数强大的势力知晓 而这一次 他罕见地出生 既是为了捍卫日本武学界的荣耀 更是为了挽回松井家族的尊严 哥哥 我刚刚接到消息 那个华夏杂碎 昨晚血洗了千叶家族 杀死了所有人 电话接通 松井苍田开口 语气中难言不安 该死 如同公本无言一样 松井天人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先是震惊 然后意识到秦峰是在通过这种方式 进行回应 像是宣战 让他十分恼火 哥哥 我仔细调查过那个华夏杂碎的资料 通过他以往的所作所为来看 这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他既然报复了千叶家族 那么接下来 很有可能要报复我们松井家族 松井苍田说出自己打电话的目的 为了防止这一切发生 我建议您暂时回到家族祖地 好 松井天人答应下来 这是他多年以来第一次选择回归家族祖地 我现在就出关返回家族祖地 你立即通用一切关系 调查那个混蛋的藏身地点 我要活劈了他 第507集 文明地下的世界忍魂杀手组织的总部 以及山口族忍堂总部 都位于北海道 利用北海道复杂恶劣的地形和气候进行训练 除此之外 北海道历来都是日本舞者闭关的首选之地 如被秦锋击杀的日本舞学第一天才柳川仁 他当初便是在北海道闭关 直觉到自己武功大成 选择出关 前往华夏挑战秦锋 结果被一巴掌拍死 即便是到了三月 北海道的积血依然没有融化 城区相对来说要好上一些 山脚野外的积血 有的甚至可以达到两三米厚 夜幕降临 北海道某处农场一片漆黑 但农场下面却是灯火通明 那是忍魂组织的总部 忍魂组织的总部 占地多达一万多平米 有训练场 射击场 格斗场 武器库 办公室和会议室 除此之外 还有餐厅 健身房 洗浴温泉和酒吧等休闲娱乐设施 忍魂组织的总部 更像是一个军事版的五星级酒店 这一切只因为杀手这个职业 实在太过特殊了 他们从小接受残酷的训练 成长为一名杀手 然后开始执行任务 杀人 长期手染鲜血 多少会对他们的心理和性格造成影响 乃至于需要放松 这也是许多杀手喜欢在执行完任务后 纵酒纵欲乃至吸毒的原因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 为了给予杀手组织舒适的环境 忍魂组织花费巨资建了总部 也是所有忍魂组织的家 杀手们除了执行任务和在外偶尔放纵之外 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总部读过的 因为前几天接了山口组委托的任务 绑架王梦南 外加需要帮助山口组干掉秦峰 忍魂组织最近几天都没有接任务 旗下的几十名杀手全部在总部里 他们如同往常一样训练放松睡觉 然后等待任务到来 但忍魂组织的首领山本陶瓷郎 却是寝室难安 因为山口组联合日本武学界 柳川家族和忍魂组织 为秦峰精心布置的杀局被破了 所有人都被秦峰反杀 忍魂组织损失了包括 左左摩恩在内的五名出色杀手 而当山本陶瓷郎得知 秦峰血洗了千叶家族之后 心中的不安呈直线上升 他担心秦峰会对千叶家族那样 对忍魂组织进行报复 因为不安 当晚饭结束后 山本陶瓷郎组织忍魂组织杀手的 四名核心成员召开会议 日香雪 华夏祈峰现在什么情况 山本陶瓷郎亲自主持会议 会议结束后 他先是冲忍魂组织的情报负责人 日香雪开口问道 根据我们收集到的情报 山口组和日本武社 动用一切渠道 调查华夏祈峰的藏身之处 除此之外 日本警方和军方情报部门 也在暗中协助调查 但截至目前 依旧没有查到 华夏祈峰的藏身地点 日香雪说出了 自己收集到的情报 他会不会已经逃离了日本 一名光头大汉开口问道 他是忍魂组织的行动负责人 组织接到任务后 由他挑选完成任务的人选 拟定任务执行计划 然后向山本陶瓷郎汇报 经山本陶瓷郎批准之后 进行实施 他和日香雪可以说是 山本陶瓷郎的左膀右臂 无法确定 日香雪摇了摇头 虽然让他活着离开日本 会成为日本的耻辱 但我内心深处 是希望他离开 山本陶瓷郎叹了口气 并未在四名核心成员面前 掩饰内心的不安 首领 您担心华夏秦峰 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所以特地组织召开 这个专题会议 研究对策 这次开口的是一名 身材瘦小的男子 他是忍魂组织训练负责人 专门负责训练杀手 补充新鲜血液 嗯 山本陶瓷郎点头 按照资料现实 他是一个忧愁逼报之人 而他学习千叶家族 也争明了这一点 同时也表明他 没有将功倍无言 和送进天人的必杀令 放在眼里 首领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日香雪再次开口 理智地分析道 他对千叶家族进行报复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千叶家族 就在千叶线 方便行动 而我们在北海道 即便他能够查到 我们总部的位置 想在日本军方 警方 地下势力 和武社联手调查 他下落的前提下 来到北海道 几乎不可能 首领 你放心 即便他能够顺利来到这里 也没有用 他虽然战力恐怖 但他根本无法 进入我们的基地 这一次 开口的是一名 佩戴眼镜的中年男子 他是忍魂组织的 武器负责人 除了负责为组织 杀手购置 改装各种精良的武器之外 还负责为组织 总部建设基地 设置了很多机关 只要不是该组织成员 根本无法进入 因为进入地下总部的大门 是一道合金门 不要说人力 哪怕是用炮弹 也无法轰开 只有组织成员 进行瞳孔扫描 确认身份之后 才会开启 在他身上 发生了太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山本桃子郎问言 眉头松开了一些 但依旧是有些不放心 直接做出安排 同志所有人 在缺缺得到 花下秦峰被击杀 或者离开日备之前 严谨所有组织成员外出 是 首领 光头大汉第一时间领命 他除了负责杀手执行任务之外 也负责对杀手的日常管理 不过 首领 景天山二昨天出去找女人了 目前还没回来 你会后打电话给他 让他立即返回基地 话音落下 山本桃子郎又将目光投向日香雪 日香雪 你继续关注和收集有关华夏其风的消息 一旦有他的动弹 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是 首领 光头大汉和日香雪 异口同声作出回答 三回 山本桃子郎说着 率先起身 离开回忆室 日香雪四人见状 也纷纷离去 其中那名光头大汉 回到房间之后 立刻按照山本桃子郎的指示 拨通了景天山二的电话 你在哪里 电话接通 光头大汉沉声问道 中田大人 我在回基地的路上 有新任务要交给我吗 没有任务 但首领刚才命令我 打电话通知你 立即返回基地 好的 中田大人 我们马上就到基地了 最多无非中 好 中田英主说着 直接挂断电话 既然没有新的人物 首领 为什么让我立即返回基地呢 听筒中 传出嘟嘟的声音 景天上二一脸疑惑 收起手机 加快脚步赶往前方农场 几分钟后 景天上二进入农场 静止走到农场西侧的 一栋木屋 通往基地的暗道 就在木屋中 进入木屋 景天上二站在一面 特殊的墙壁面前 墙壁上闪烁着红光 扫描着他的眼睛 很快 随着一声清响 特制的墙壁 缓缓分开 出现一道暗门 景天上二迈步走进 暗门的狭小房间 站在原地 再次被红光扫描 确认身份无误之后 房间的地面缓缓下沉 出现了一条光明的通道 眼看地下通道打开 景天上二当下就要迈入其中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如同鬼魅一般 悄然无息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那是秦峰 秦峰仿佛凭空出现 不等景天上二有任何察觉 一把抓住他的脑袋 轻轻一扭 只听咔嚓一声 便扭断了他的脖子 然后闪身进入通道 随着秦峰进入 厚重坚固的地下通道大门 缓缓合上 划 划下秦峰来了 与此同时 忍魂组织总部的监控室中 一名负责监控的杀手 在屏幕上看到了秦峰的身影 先是一证 然后立刻拿出对讲机 惊恐地大叫起来 第508集 对于忍魂组织而言 设置劳骨的暗门 是为了防止外人进入总部 而设置监控 则是为了监视组织的杀手 因为杀手孤僻而嗜血的性格 忍魂组织旗下的杀手 并非是铁板一块 也会有矛盾 而且会大打出手 甚至还有一名杀手 杀死了另外一名杀手的例子 除了防止杀手之间的互相残杀 监控的另外一个作用则是 掌握组织里杀手的动态 包括外出训练情况 换句话说 当初忍魂组织的武器负责人 设计监控的时候 压根就没想过用来监控外人 外人闯入忍魂总部 这是黄花闺女上轿 头一回 因为这一切 那名身在监控室值班的杀手 看到秦峰进入忍魂总部之后 愣了足足好几秒钟 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然后惊慌失措地 用对讲机向中田英柱汇报 你 你说什么 中田英柱惊得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中田大人 华夏秦峰来了 他 他进入了激励通道 监控室中 那名杀手死死盯着监控画面 声音颤抖地再次汇报 再次听到属下的汇报 中田英柱的脸色顿时变了 因为忍魂组织首领 山本陶瓷郎十分担忧 并且下达命令 中田英柱会在第一时间 给景天上二打电话 得知景天上二 马上回到基地后 便放下心来 而此刻 他不但脸色狂变 一颗心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上 快 立刻拉响红色警报 短暂的愣神过后 中田英柱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似的 直接炸了毛 他急促地大吼着 做出指示 是 是 中田大人 监控室里 那名杀手下意识地回应着 然后拉响警报 对于忍魂组织而言 总部的警报 并非为了防止嫡妻而设置 而是为了能够立刻召集所有杀手设置的 只要警报一响 所有杀手都能第一时间听到 然后会拿出随身携带的对讲机 接受指示 与此同时 秦峰已经来到忍魂组织总部大厅 对于普通人而言 像忍魂组织总部这样的基地会很神秘 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但秦峰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华夏军方也有很多这样的秘密基地 例如重要的军工科研场所 大厅里空荡荡的 看不到一个人影 秦峰将目光投向临近大厅的一个类似仓库的建筑 一眼便看到了入口处写着射击室 这个发现让他心中一动 身形一扇急速掠向射击室 就当秦峰来到射击室门口的时候 刺耳的警报声大作 响彻了整个忍魂组织总部 什么警方 射击室中 几名杀手刚刚结束射击摘下耳机 听到突如其来的警报声纷纷愣住了 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 警报就从来没有响过 下一刻答案揭晓 秦峰推门而入 出现在几名杀手的视线中 几名杀手虽然没有和秦峰见过面 但都看过他的照片 记着他的模样 一眼便认出秦峰 秦峰突然出现 让射击室里的几名杀手 像是大白天撞到鬼一般 军事呆住了 这一刻 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 否则秦峰怎么可能跑到这里来 回应他们的是一阵极促的枪声 秦峰一把抓起射击士门口 旁边枪架上的MP5 迅速装填子弹扣动扳机 一颗颗子弹呼啸而出 瞬间扫中了几名杀手 令得他们倒在血泊中 剧烈的疼痛告诉他们 来人是秦峰 没有错 但他们直到死 脸上依然残留着震惊与不信 仿佛在问 华夏秦峰是怎么进入基地的 华夏秦峰来了 他要血洗这里 所有人拿起身边的武器 跟他血拼 与此同时 随着警报声响起之后 除了死去的几名杀手之外 包括忍魂组织的首领 山本陶瓷郎在内 其他的杀手都打开对讲机 清晰地听到了 中田英柱的大声吼叫 包括山本陶瓷郎在内 所有人都争住了 全体都有 立刻执行命令 快 玄机 山本陶瓷郎率先回国神 同样搭吼起来 自从涉局击杀秦峰失败之后 他一直寝食难安 甚至还开会专门做了安排 结果秦峰还是进来了 这让他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然而恐惧归恐惧 他很清楚 秦峰来这里的目的 血洗 忍魂总部 为此 哪怕他知道自己那些手下杀手 想阻挡秦峰 与唐壁挡车没有什么区别 但他不想坐以待毙 随着山本陶瓷郎的命令下达 整个忍魂组织总部乱了 无论是在房间休息的杀手 还是在洗浴温泉泡澡的杀手 或者是在酒吧喝酒的杀手 他们第一时间拿起武器 做好应战准备 与此同时 秦峰在射击室里击杀几名杀手之后 又取出一把冲锋枪 便离开射击室 走向第二间房间 健身房 健身房中 四名杀手停止健身 他们躲在健身房入口两侧 准备等秦峰进入之后出手 借着灯光可以清晰地看到 接受过残酷训练 手上染血无数的他们 脸上充斥着惊苦和不安 甚至有人的身子都在哆嗦 这一切只因为 他们早已对秦峰如雷灌耳 尤其是秦峰在昨天晚上 击杀了千叶急症和柳川郡等人 令得全球地下世界和武学界震动 也彻底吓坏了他们 很快 在几名杀手的紧张与不安中 健身房的门被秦峰一脚踹开 四名杀手几乎同一时间闪身而出 扑向一只脚迈入健身房的秦峰 秦峰仿佛早有准备似的 后退转身 然后一脚踢出 随着两声闷响 冲在最前的两名杀手手当其冲 被秦峰一脚踢中 两人脑袋先后碎裂 瞬间毙命 另外两名杀手因为距离稍远 没有被秦峰踢中 但却吓得脚步一顿 结果直接被秦峰扣动扳机 做完这一切 秦峰进入健身房 确定没有人之后 这才转身走出 继续走向第三间房间 他的表情不急不躁 步伐沉稳有力 原本就轻微的脚步声 不断地在走廊里回荡 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音一般 冲击着所有人的心神 让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 随后 每当脚步声消失 枪声便会响起 每一次枪声响起 都会有人死去 如同秦峰血系千叶家族一样 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人魂组织的杀手 非但无法对秦峰造成任何威胁 甚至连抵抗都做不到 宛如一群羔羊 等待被秦峰宰杀 秦峰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地过 杀手一个又一个地死去 仅十分钟 秦峰便来到最后一间房间 房间中 山本陶子郎坐在沙发上 仿佛专门等待秦峰到来 表情不再恐惧 有的只有愤怒和疯狂的恨意 山本陶子郎喘着粗气 红着脸大声吼叫 不知是驱逐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还是在宣泄着自己的负面情绪 我会给他们一个惊喜 但很可惜 你看不到了 秦峰一笑 抬起手 枪口对准了他 你啊 阿尔盘想起秦峰的话 山本陶子郎意识到了什么 但不等他把后面的话说完 便被一声枪声打断 下一刻 山本陶子郎的脑袋 瞬间被击穿 倒在沙发上 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脸 但依稀可看到 他脸上充斥着惊恐 这一次对他而言 恐惧不是因为怕死 而是因为他读懂了秦峰那句话的意思 要出大事了 第509集 秦峰一枪打爆山本陶子郎的脑袋之后 整个忍魂组织总部再无一个活口 做完这一切 秦峰丢掉手中的冲锋枪 走向弹药库 那里有他所需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 东京松井家族组地 身为松井家族组长的松井苍田 被一个电话吵醒 然后睡意全无 因为电话是忍魂首领 山本陶子郎打来的 山本陶子郎告诉他 秦峰潜入忍魂总部 正对忍魂总部进行血洗 忍魂组织根本无力抵挡 很快便会赴千叶家族的后辰 除此之外 山本陶子郎请求松井苍田 尽快让松井天人赶到北海道 防止秦峰再次逃走 将秦峰击杀 为忍魂组织和千叶家族报仇 然而 松井苍田接触通话后 没有第一时间去找松井天人协商 而是拨通了忍堂负责人 清穆的电话 清穆君 我刚才接到忍魂组织 山本陶子郎的电话 他告诉我 华夏秦峰抵达了北海道 并且潜入了忍魂组织总部 进行血洗 松井苍田率先开口 因为清穆并非山口祖 真正意义上的成员 为此 他没有直呼清穆的名字 而是很客气 耳畔想起松井苍田的话 清穆脸色当下一变 他早已得知秦峰 击杀千叶吉正和柳川郡等人 救出王牧南的事 也知道秦峰昨夜血洗千叶家族的事 而如今 松井苍田却告诉他 秦峰跑到北海道来了 而且还血洗了忍魂总部 这一切让他感到十分震惊 松井先生 您的意思想怎么办 我带人去击杀他吗 震惊过后 清穆明白 松井苍田除了告诉自己这件事之外 肯定会有应对措施 便开口问道 不是 我准备让我哥哥乘坐军方的战斗机 用最短的时间赶过去 亲自出手将他击杀 松井苍田的话 印证了清穆的判断 也出乎了他的预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华夏那个砸碎下一站 肯定是忍堂总部 为了防止他现在就杀过去 你立刻带着忍堂的人 撤出总部 等我哥哥抵达北海道之后 你带人与他会合 一同去总部 等着华夏秦峰上门送死 好的 松井先生 对于松井苍田的安排 清母毫无意义 虽然他是上任后期的实力 但论实力还在千叶吉正柳川俊两人之下 如果是秦峰在抵达日本之前 他一个人便赶去去秦峰的性命 如今连千叶吉正和柳川俊都死在秦峰手中 他不认为自己可以带领忍堂那些忍者 将秦峰击杀 相反他觉得 如果松井天人没有赶到 秦峰杀上门来的话 包括他在内 整个忍堂都会被击杀 为此 他觉得松井苍田的安排很正确 结束与松井苍田的通话后 清母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传达了松井苍田的命令 然后带着一群忍者离开忍堂总部 而松井苍田则是穿上衣服 来到家族祖屋最里面的一栋房子 那栋房子依善而见 环境优美 十分清静 目前是松井天人的暂居地 木屋内 松井天人盘坐在一块垫子上 宛如老僧如定 一动不动 他的呼吸微弱 浑身上下几乎察觉不到任何生计 仿佛已经死去一般 忽然之间 松井天人听到了 有远及近的脚步声 睁开双眼 但没有拿起身旁边的宝刀 只是静静地等待人到来 哥哥 是我 我有紧急事情与你商量 很快 松井苍田来到木屋前 轻轻敲下房门 说明来意 进来吧 松井天人沉声回应 并未起身 松井苍田尾眼推门而入 看到松井天人坐在垫子上 并未感到奇怪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哥哥虽然已经在很早之前便突破上任巅峰 但并未停止修炼 而是如同当时其他爵士强者一样 继续修炼 试图打破禁锢 突破到传说中的神境 而打坐冥想 是松井天人的主要修炼方式之一 哥哥 我刚才接到忍魂组织首领 山本陶侧郎的电话 得知华夏秦峰抵达了北海道 并且对忍魂组织总部进行了血洗 松井苍田坐在一把木椅上 将秦峰的最新动态 汇报给松井天人 他都潜入了北海道 你们都没有察觉到 阿尔畔想起松井苍田的话 松井天人 皱起梅 语气有些不满 他和公本吴也已经对秦峰下达必杀令 摆明了要亲手击杀秦峰 让日本成为秦峰的目的 结果秦峰非但没有下得逃离日本 反而用实际行动做出回应 先后血洗了千叶家族和忍魂总部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更是在打他和公本吴也的脸 这一切让他十分恼火 同样也对松井苍田的办事效率感到不满 哥哥 你是知道的 他拥有可以击杀千叶吉正和柳川郡的实力 而且又精通特种作战 以他的实力 如果想潜伏的话 不要说是普通人 哪怕我们家族的人者和军方的特工 想要找到他 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松井苍田叹息道 因为自始至终 无法调查到秦峰的消息 他专门就此进行过分析 得出了上述结论 这一次松井天人选择沉默 虽然心中恼火很不满 但也知道松井苍田说的是事实 秦峰拥有堪比上任后期的实力 所谓的情报人员的确很难掌握他的行踪 哥哥 我半夜来打扰你 除了告诉你这个消息之外 还想请你出手 尽快将那个华夏砸碎击杀 松井苍田杀气腾腾地说道 怎么击杀 松井天人皱眉问道 他恨不得立刻一刀将秦峰劈成两劫 但前提是要能找到秦峰才行 通过那个华夏砸碎曾经的所作所为 和这两天先后血洗千叶家族 忍魂组织总部 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 他潜入北海道 就是为了报复 松井苍田脸色难看地说道 如今他已经血洗了忍魂组织总部 接下来肯定要对忍唐动手 嗯 再次听到松井苍田的话 松井天人的瞳孔陡然放大 他认可了松井苍田的话 同时也有些担心 他虽然不管松井家族事物 但也知道忍唐是整个松井家族 对外的武力威慑 若是忍唐被秦锋灭了 那对松井家族而言 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打击 哥哥不必担心 我已经通知青木 让他带人暂时离开了忍唐总部 松井苍田看到了松井天人的担忧 连忙说道 除此之外 我已经联系了军方 由军方派出一架战斗机 将你送往北海道 只需一个小时 你到了北海道之后 与青木他们会合 在忍唐总部 等着那个华夏砸碎上门 然后将其击杀 好 我现在就动身 松井天人稍作沉吟 便同意了松井苍田的建议 他知道 这是击杀秦锋的绝佳机会 否则想在偌大的日本 将有着上任后期战力的秦锋找出来 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他不知道的是 北海道还有一个天大的惊喜 等着他 山口族忍唐总部 是用一个废弃的工厂改建而成 位于北海道中部 背面靠山 附近有雪地 丛林 山地等多种复杂地形 非常适合忍者训练 相比忍魂组织的总部而言 山口族忍唐就要简陋寒酸一些 整个总部 只有一座三层楼用云休息 用餐 其他全部改成训练场 夜幕下 山口族忍唐总部灯火通明 但偌大的总部中 没有一个人影 清母接到电话之后 便带人撤离了 此刻 清母带着手下忍者 在距离总部五公里之外的一家酒店中 等待着松景天人的到来 除了等待之外 他们也通过网络监控着总部情况 整个忍堂总部 除了忍者休息的房间之外 其他地方布满了监控 堪称是360度无死角 不要说一个大活人 即便是一只兔子进入 也会被发现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想通过监控确定 他们返回总部之前 秦峰是否会出现 如果秦峰出现了 那他们想在总部 坐等秦峰上门送死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因为在他们看来 秦峰一旦发现 忍堂总部没人 绝对不会再去了 而会改变复仇计划 与此同时 距离忍堂总部 几百米的地方 秦峰利用观察仪 仔细地看着忍堂总部 观察的结果 和他预料中的一样 他血洗忍魂总部的消息 传出后打草惊蛇 吓得忍堂总部的人者 全部撤离 确定忍堂总部没有人之后 秦峰不坐停留 立刻携带一个 大功率的信号屏蔽器 然后背着一个沉重的箱子 朝着忍堂总部前方而去 片刻后 秦峰来到忍堂总部 距离将近一百米的地方 打开大功率信号屏蔽器 然后体内内进 有着足底五权 结合肉身力量 将速度发挥到极致 整个人如同幻影一般 急速冲向总部大楼 与此同时 几公里外的酒店中 四名负责监控 忍堂总部的人者的电脑 同时一片雪白 看不到任何画面 不好 信号被干扰了 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得四名忍者均是一惊 其中一人更是惊呼 回不回事 滑下其风到了 潜入了基地 同时使用了 大功率的信号更柔其 另外一名忍者率先回神 做出这样的判断 不管什么原因 先向青木大人汇报 第三名忍者开了口 他是监控小组负责人 话音落下 他立刻拿出对讲机 呼叫道 青木大人 监控组有紧急情况汇报 什么情况 青木很快给出回应 特殊时期 他不但随身带着对讲机 而且时刻都是开着的 可以随时接到手下汇报 监控画面消失了 我们判断是信号出了问题 而且很有可能 是华夏秦峰携带 大功率信号屏蔽器 潜入了基地 监控组的负责人 连忙做出汇报 我马上过来 青木闻言脸色一变 立刻走出房间 快步略向监控所在的房间 半分钟后 就当青木下楼 来到监控组所在的房间时 四名忍者惊讶地发现 监控画面又恢复正常了 请 青木大人 画面刚刚恢复正常 眼看青木进入房间 负责监控的负责人 开口汇报 有没有发现异常 青木皱着眉头问道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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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忍者几乎一口同声 监控画面 总共中断了多长时间 青木又问道 不到一分钟 监控组负责人 立刻做出汇报 然后说出判断 应该可以排除 是华夏秦峰潜入基地的可能 为什么 他潜入基地的目的 是要杀死我们 或者用血洗来形容 更为准确一些 监控组负责人 说出自己的分析 他需要做的事 先找到我们 再出手 基地那么大 即便他拥有上任后期的实力 绝不可能在短短不到 一分钟的时间里 搜索整个基地 甚至连我们的住宿楼 都搜不完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意外 并非是华夏秦峰潜入基地 有没有可能 他进入基地之后 没有看到人 然后立即撤走了 青木皱着眉 有些不放心 好端端的信号 怎么会无缘无故中断呢 青木大人 我们的监控范围是 外围一百米 基地里除了我们休息的房间 堪称无死角监控 以他的速度 哪怕不搜索整个基地 仅仅是从基地的东边 走到西边 或者是从基地的西边 走到东边 都不可能 另外一名忍者开了口 青木大人 松茎天人大使到了 这一次 不等再说什么 对讲机中 再次响起一名忍者的声音 全体都有 下落迎接松茎大使 青木立刻下达命令 看了一眼 恢复正常的监控画面 不再多想 转身走出房间 一方面 他认可了属下的分析 另外一方面 松茎天人 身为松茎家族 真正的底蕴 又是日本第二高手 神榜排名第十二的 绝世强者 属于青木膜拜的对象 理解方面 不敢有丝毫差错 不得不说 忍他能够成为 山口族的底蕴 对日本 乃至全球地下势力 形成武力威慎 并不是没有道理 随着青木一声令下 二十名忍者第一时间便行动起来 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便来到酒店楼下 他们身子笔直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列成两排 迎接着松茎天人的到来 很快 一架武装直升机 仿佛猎鹰一般 从远方盘旋而来 螺旋降转动的声音 在黑夜里震耳欲聋 随后 在青木和二十名忍者的注视下 武装直升机 来到酒店停车场的上空 下一刻 不等武装直升机落地 一道人影 从机舱里闪神而出 是松茎天人 他先是乘坐战斗机 抵达北海道的军用机场 二号又乘坐武装直升机赶来 前后总共花了一个小时 要比民航客机 快了足足一小时 松茎大师 看到松茎天人 跳机后平稳降落 无论是二十名忍者 还是上任后期的青木 瞳孔都是微微放大 而后纷纷对松茎天人 鞠躬行礼 眼中的崇拜和敬畏 丝毫不掩饰 在我未抵达这里之前 那个花下舞者 有没有进入忍堂走步 松茎天人开口问出了 最关键的问题 他很清楚 这一点将决定 击杀秦峰的计划 是否能顺利实施 我们自从离开基地之后 一直对基地 实施不间断的监控 并未发现 花下清风潜入基地 青木做出汇报 他已经认可了 手下的判断 没有提及监控画面 中断了不到一分钟的事 毕竟在他看来 松茎天人一声习武 对于这种科技设备 未必了解 而且松茎天人 肯定只要结果 不要什么分析判断 好 立刻前往忍堂总部 松茎天人文言不再废话 第一时间做出指示 然后对着空中驾驶 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 挥手示意 那名飞行员健壮 直接驾驶着 武装直升机离开了 而松茎天人等人 则是乘坐着 早已准备好的汽车 前往忍堂总部 与此同时 忍堂总部后 放在一座山坡上 秦峰蹲在一棵大树旁 像是狩猎的猎人一般 耐心地等待着 松茎天人将他当成猎物 想坐等他上门送死 他将其救济 准备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第五百一十一级 夜已深 晚风吹过 吹落了树上的雪花 雪花随风飘舞 洒落在树林中 秦峰蹲在一棵大树的旁边 盯着忍堂总部的入口 静静地等待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秦峰的注视中 几辆汽车出现 朝着忍堂总部入口驶来 灯光明亮 照映着公路 住远了 看到这一幕 秦峰微微松了口气 知道自己赌对了 他学习忍魂组织总部之前 便想到了忍魂组织 会将事情传出 而且肯定传到了山口族 如此一来 忍堂的人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而会第一时间离开忍堂总部 而宋景天人很可能会在第一时间 赶到北海道击杀他 做出这样的判断后 他利用忍堂的人者离开总部 等待宋景天人的时间差 做足了准备 撒好了网 只等宋景天人入网 如今一切都按照他预想中的进行着 很快在秦峰的注视下 几辆汽车陆续驶入忍堂总部 然后在总部三层楼前停了下来 一名忍者下车 快步上前 拉开围手 弄起这个车 弯腰等待着 宋景天人下车 汽车里 宋景天人睁开双眼 没有立刻下车 而是仔细感应着周围的一切 直到几秒钟后 才走下汽车 与此同时 青木所下车 快步走了过来 带我去格斗市 那个华夏武者一旦潜入基地 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宋景天人说道 好的 宋景大师 青木点头 然后对手下的忍者道 按照计划 各就各位 监控组一旦发现华夏疾风潜入 立即汇报 是 青木大人 一群忍者纷纷攻身领命 青木不再废话 陪着宋景天人 走向紧挨着三层楼的格斗市 而其他忍者 则是纷纷走入三层楼 看到这一幕 秦峰放下手中的观察仪 不再去看 松景天人 而是通过 松景天人和青木的走路速度 心中默默计算着 两人抵达格斗市的时间 因为他知道 将武功练到 画尽巅峰的绝世强者 感应力惊人 如果长时间 盯着松景天人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发现 十 九 八 七 秦峰心中默念着 当默念到一的时候 拿起了遥控装置 与此同时 松景天人和青木两人 如同秦峰的判断一样 步入格斗市 就当松景天人 步入格斗市之后 心中突然感到了不安 那是一种莫名的不安 更是对于危险的警示 武功练到这种地步 他对于危急 又有着超乎常人的想象感应 松景大人 您 察觉到松景天人的异常 青木有些疑惑 然而 不等他把后面的话说出口 松景天人身形一闪 果断朝着格斗市外掠去 就在这时 山坡上 秦峰果断按下了 遥控装置的红色按钮 引爆提前安置在格斗市 和三层楼的C4炸药 哪怕作为日本第一杀手组织的 忍婚组织 武器库中储存的C4炸药都不多 不过对于秦峰而言 已经够了 随着秦峰按下遥控装置 秦峰提前安置在格斗市 三层楼的C4炸药几乎同时爆炸 声音响彻天际 巨大的冲击波 以爆炸点为原心 朝着四周冲去 瞬间将格斗市和三层楼炸毁 移为平地 三层楼里 人堂二十名忍者没有任何反应 便被可怕的冲击波扫过 尸骨无存 被埋在了废墟之中 格斗市中 轻目毅然 他的话没有说完 便看到了松景天人朝门外掠去 感到十分疑惑 结果不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 便已然被炸得四分五裂 彻底毙命 而松景天人虽然因为心中的不安 察觉到了不对 第一时间掠出门外 但已经晚了 因为炸弹被引爆后 会产生化学反应 化合物分解产生多种气体 形成了高温热量 集中的气体在极大压力下 快速膨胀 速度比音速还快 从而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虽然松景天人立刻通过意念 护出了心脏和头部 但还是被可怕的冲击波 先飞出去 四肢瞬间炸裂 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 被建筑物碎一块眼目 华景天风的高手 果然可怕 山坡上 秦峰通过观察仪 看到松景天人居然活了下来 不禁暗暗感叹 同时也庆幸自己足够小心 没有一直盯着他看 否则凭借松景天人 惊人的警觉性 没准会逃过一劫 秦峰深省一动 急速朝忍堂总部掠取 很快便进入忍堂总部 这一次他没有再使用 大功率信号屏蔽器 他的目的已经达成 是否暴露都不重要了 秦峰飞快来到 已经沦为废墟的格斗室外 赫然看到秦峰洒落的血肉 找到了松景天人的位置 与此同时 剧烈的疼痛 让松景天人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本能地挣扎着 发出痛苦的声音 秦峰闻上赶去 拔开松景天人身上的 建筑物碎块和尘土 看到的是四肢全无 和只剩半截身子和脑袋的 松景天人 夜幕下 松景天人剧烈扭动着 宛如一团蠕动的血肉 他虽然凭借惊人的警觉性 保住了性命 但四肢被炸碎 失血过多 如果不及时处理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松景天人 你这样都没有死 还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啊 秦峰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混蛋 松景天人满是恨意地盯着秦峰 面部扭曲 愤怒开口 但是声音微弱 这一刻的他 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是不是很意外 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死在我的手里 阿尔畔想起松景天人那充斥着怒意 恨意的微弱声音 望着松景天人的惨壮 秦峰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同情和仁慈 有的只是冷漠 你不用感到意外 你虽然是第一个 舍在我手中的神榜前二十高手 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当年围攻我师父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会一个个送你们下地狱 你 你是华夏军神的徒弟 宋景天人懵了 如果不是为了给我师父报仇 我怎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将计就计对付你呢 秦峰给出见计答复 然后冷冷道 既然你没有死 那么我会让你体验 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 你要干什么 宋景天人闻言 突然恐惧起来 我会让你活着 秦峰说着 一把抓起几乎沦为血肉的宋景天人 然后迅速赶到忍堂总部的医疗室 找出医疗设备 开始拯救他的生命 杀 杀了我 你这个混蛋 眼看着秦峰为自己止血 处理伤势 宋景天人剧烈地挣扎着 用尽最大的力气嘶吼着 但声音依然很小 当年你们围攻我师父 明明可以杀死他 却故意留下他的性命 废除他的武功 将他打残 让他背数折磨 秦峰冷漠地说着 如今我也会让你继续活下去 体验生不如死的滋味 除此之外 等我为你处理完伤势 会拍照留念 然后将照片传出去 堂堂神榜第十二的强者 最终沦落到这种下场 一定会很轰动吧 你 你这个混蛋 杀了我 杀了我 饶式松景天人 身为神榜第十二强者 拥有强大的武道意志 但这样的结局 也让他无法接受 他无法想象 他此刻的模样 若是传到全世界 会造成怎样的轰动 这一刻 他的心态崩了 恨不得立刻将秦峰碎尸万段 然而 此刻的他 不要说击杀秦峰 连自杀都做不到 秦峰不再回应松景天人 而是迅速地回应了 松景天人的伤势 然后 如同之前所说 派照留念 警察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会在第一时间 将你送到医院 彻底救活你 秦峰收起手机 对着松景天人 微微一笑 那微笑 落入他的眼中 宛如恶魔的微笑 这一刻 他忽然觉得 当年没有击杀叶帆 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如同秦峰所预料的一样 当他离开忍堂总部没多久 十几辆警车便呼啸而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一架警运直升机 警方的动作如此迅速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因为松景天人 乘坐军方的飞机 抵达北海道 军方和警方 对于松景家族 要在忍堂总部 灭杀秦峰的计划之情 第二 秦峰闹出的动静 实在太大了 当炸弹炸响 火光冲天 不但惊醒了很多 睡梦中的人 也惊到了北海道警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所有警察 赶到忍堂总部时 心中的疑惑 因为按照松景家族的计划 由松景天人出手 击杀秦峰 而不是动用现代化武器 带着这样的疑惑 他们进入忍堂总部 看到沦为废墟的三层楼 和格斗室时 全部傻了眼 无法言喻的惊骇 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虽然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可以肯定 这一切是秦峰干的 所有人听命 立刻搜索基地 看是否有活口 北海道警方二把手 调整了一番情绪 下达命令 是 科长 上百名警察文言 纷纷从震惊中回过神 大声领命 他们开始按照指示 进行搜索 借着基地的灯光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们脸上充斥着 无法掩饰的恐惧 因为他们被秦峰的手段 吓到了 恐惧 更是因为他们担心 秦峰还没有离去 以秦峰的实力 若想杀他们 和载机一样容易 科长 我们在医疗室 发现了松景天人大师 他的四肢都没有了 但伤势进行了简单处理 目前还活着 前往医疗室的警察 发现了松景天人 马上汇报 警风二把手 连忙带人赶到医疗室 虽然他已经听手下 汇报了松景天人四肢霉了 但当看到松景天人的样子时 还是被惊得愣在原地 医疗室的床上 被称为日本第二高手的松景天人 浑身染着血迹 血迹和陈土黏在一起 乍一看上去 宛如一团黑乎乎的血肉 他四肢的伤口 虽然止了血 用纱布包砸 但却没有彻底止血 纱布被染得通红 他的脸上 再也看不到半点 绝世强者的风采 双目无神 仿佛一个活死人 松 松景大师 这里发生了什么 震惊过后 北海道二把手 忍不住开口问道 杀 杀了我 松景天人没有回应 而是扭着头 声音嘶哑地开着口 语气中带着恳求的意味 呃 松景天人的反应 再次让他愣住了 然后又问道 松景大师 华夏情风炸毁了基地 导致您受伤对吗 杀了我 松景天人依旧在求死 但他不再恳求 而是充满了愤怒 以至于表情格外争鸣 报告科长 基地没有人了 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 我们怀疑 其他人全部死在了爆炸中 这一次 不等北海道警方二把手 再说什么 对讲机中 传出了属下的汇报 立刻将松景大师 送往医院救治 他沉吟了一下 直接做出指示 在他看来 松景天人多半是被炸傻了 才会一心求死 话音落下 他不再理会松景天人 转身走出意料室 然后向上级汇报情况 几分钟后 警车呼啸离开人堂总部 与此同时 东京松景家族组屋 身为松景家族组长的 松景苍田 还没有得知北海道那边发生的事 但心中充斥着不安 因为过去的一小时钟 他一直试图联系忍堂总部 但都没有成功 电话完全打不通 难道失手了 不完之余 松景苍田心中涌现出这样的念头 念头浮现 他一颗心 直接沉到底 对他和整个松景家族而言 松景天人是最大的敌运 也是击杀秦锋的希望 如果松景天人出现意外 那对松景家族而言 简直就是噩梦 不可能 哥哥实力高强 那个滑下砸碎 绝无翻盘的可能 很快 松景苍田摇了头 松景天人的实力摆在那里 他不相信秦锋可以翻盘 击杀松景天人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手机震动响起 打破了房间的安静 松景苍田拿出手机 却发现 并非是忍堂总部的电话 来电的主人 使日本警方一把手 坐腾村上 这个发现 让松景苍田先是一正 而后一颗心 再次悬在了嗓子眼上 心中的不安成直线上升 松景苍田深吸一口气 定了定神 然后接通电话 您好 左腾大人 松景先生 你知道北海盗 发生的事情了吗 左腾村上开口问道 语气复杂 他知道松景家族的计划 但他也没有想到 秦锋会翻盘 发生了什么 松景苍田下意识地问着 紧张地屏住呼吸 华夏秦锋 炸毁了忍堂总部 除了你哥哥之外 其他人 其他人全部死在了爆炸中 而你哥哥虽然活着 但死之被炸毁了 而且神志不清 一直让我的人杀了他 左腾村上 将刚刚接到的汇报情况 告诉了松景苍田 是什么 松景苍田呆住了 虽然他因为刚才无法联系到 忍堂总部 外加接到左腾村上的来电 心中很是不安 他也想到了 北海盗那边可能出事了 但听到左腾村上的话 还是傻了眼 因为这个结果比他想象中的更为糟糕 简直太荒谬了 松景先生 我对此深表同情 左腾村上叹了口气 他很清楚 松景天然和任堂 对于松景家族的意义 怎么会这样 松景苍田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下意识地问他 不知道在问左腾村上 还是在问自己 根据我们警方的初步判断 华夏浅峰 应该是在歇息忍魂组织总部后 从忍魂组织总部弄到了炸药 然后趁着你的人 离开忍堂总部的时间 将炸药安置在忍堂总部 等到你哥哥带人返回忍堂总部后 引爆了炸弹 再次听到左腾的话 松景苍田浑身一震 手一抖 差点把手机丢出去 他无力地坐在地上 尚且连左腾村上都知道忍堂对他的意义 何况是他自己呢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失去忍堂和松景天人的松景家族 等于是被剁掉了爪子的老虎 想继续坐稳 地下势力龙头的位置比登天还难 我要杀了那个杂碎 足足半分钟后 松景苍田才从巨大的打击中回过神来 他像是疯了一般 一脸猙獰的大吼道 整个日本能够击上他的人 只有公本无意 但公本无意 无法找到他 想杀他几乎不可能 左腾村上说道 事到如今 他也希望第一时间除掉秦峰 否则他无法预料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松景苍田沉默 他知道左腾村上说的是事实 当然 还有一个办法 让军方受到 左腾村上又开口说道 提出一个建议 那个华夏秦峰 虽然战力恐怖 而且有着丰富的特种作战经验 但如果军方大规模围剿的话 还是可以杀死他的 但这样做的话 势必会导致大量士兵伤亡 而且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我都要杀了那个杂碎 搜井苍田听出了左腾村上的意思 那你尽快找军方的人吧 我这边也会给军方的人打仗 我想军方的人 也不希望那个华夏秦峰继续活着了 只要你付出一定的代价 左腾村上说道 米杰如果让那个华夏秦峰活着离开日本 那将成为日本最大的赤肉 好 松井苍田给出回应 然后立刻联系军方 一小时后 日本政府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会议只进行半小时 各方便达成了一致 不惜一切代价 击杀秦峰 绝对不能让秦峰活着离开日本 这是会议的最终决定 动用举国之力击杀一人 日本在现代史册上 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第513集 会议做出决定后 日本军方立刻下达命令 要求北海道地区的驻军 立刻封锁各大机场 港口 严查各级公路 火车站 形成严密的封锁网 严禁秦峰逃离北海道 除此之外 公本五野为了捍卫 日本武学界和整个日本的尊严 也第一时间乘坐军方的战机 赶到北海道 按照日本军方的计划 如果可以 他们决定用最小的代价击杀秦峰 用军队围困秦峰 然后由公本五野出手 将秦峰击杀 零点已过 一辆辆车在北海道 县市的街道上 公路上呼啸 俨然一副 一级戒备的姿态 北海道某个仓库中 秦峰看着进出的汽车 通过观察发现 取货的汽车 主要通往机场码头 其中装载重担货物的汽车 都是前往码头 而轻小货物 则是前往机场 明确这一点后 秦峰拿出备用手机 拨通了松井苍田的电话 松井苍田 在经历了忍堂被灭 松井天人 重残的沉重打击后 化悲痛为仇恨 花费了昂贵代价 请军方出手 在得知会议做出决议后 他没有入睡 而是一直坐在 家族组屋的书房 等待着秦峰被杀的消息 结果却等到了 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 哪位 看着来电 松井苍田先是一正 而后接通电话 松井苍田 我给你的惊喜 你还满意吗 秦峰微小地说着 花 花下秦峰 恶然听到秦峰的话 松井苍田再次一正 然后判断出了秦峰的身份 当下从座位上站起来 杂碎 你不用张狂 日本军方将对你实施围剿 你死定了 是吗 秦峰不屑地笑了 当我来到日本之前 你们精心布置了差距 认为我死定了 结果我干掉了所有人 之后 公本无业和松井天人两人发声 要将我的命留在日本 结果我却洗了千叶家族 忍魂组织总部 忍唐总部 重伤了松井天人 这一次 你又说我死定了 你觉得可能吗 秦峰的话 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 捅进了松井苍田的心窝 让他气得浑身打哆嗦 呼吸急促 一时间竟然没有说话 洗干净你的脖子等着 我马上就去东京去你的狗命 杀光松井家族的所有核心成员 好 好 好 花下砸碎 我等着你来杀我 松井苍田一脸恨意 与其又惊又怒 他对秦峰的态度十分愤怒 恨不得立刻将秦峰错过杨徽 以泄心头之恨 但同样也对秦峰的话 有着莫名的恐惧 如同秦峰所说 虽然日本军方已经出动 布下了天罗地网 但他也无法保证 日本军方就一定能够在北海道 将秦峰击杀 而一旦秦峰逃出北海道 潜入到东京的话 那松井家族的噩梦降临之后 可能要面临巨大的灾祸 这一次秦峰没有说什么 而是挂顿电话 飞快地冲到前方仓库的出库点 悄然无息地将手机关机 放在了一辆即将启动离开的货车里 他之前已经观察过 这辆货车所装的都是轻小货物 是前往机场的 做完这一切 秦峰凭借恐怖的速度 又神不知鬼不觉地 闪到另外一辆装载重大货物 准备前往北海道港口的货车旁 然后一下钻入车库 将身上的安全带系在了车底部 双手抓着车底部的配件 确保身体与地面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很快 那辆前往机场的货车 率先驶出仓库大院 秦峰所藏身的那辆货车紧跟其后 两辆大货车都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离去 他虽然给送景苍田说要去东京 却并不真的要去东京击杀送景苍田 因为他之前看到了不止一辆军车 直到军方出动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必须马上离开日本 否则将面临整个日本军方的围剿 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对他而言 利用贾的身份 乘坐飞机离开日本已经行不通了 唯一的方法便是乘船 而他与龙女取得联系 隔日凌晨三点时 会有一艘货船从北海道港出口 前往韩国的釜山港口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他准备乘坐这艘船离开 但因为时间太近 必须乘坐交通工具 为此他给送景苍田打电话的目的是迷惑敌人 让敌人误以为他还不会离开 同时又将手机放在前往机场的货车上 故意引起日本军方警方的重视 再次起到了搅乱敌方视线的目的 果不其然 东京松井家族的祖屋中 接触与秦峰的通话后 第一时间拨通了日本警方一把手的电话 左腾军 我刚才接到了那个华夏杂碎的电话 他扬言要来东京击杀我 这 什么 左腾不由一惊 他 未免也太消沉了吧 是的 他完全没有将日本军方和警方放在眼里 松井苍田说道 如果他不这么张狂的话 我们要找到他还需要一定时间 既然他主动报了信息 那他离死不远了 左腾有些愤 松井先生 你把那个电话号码和通话时间发给我 我现在就对那个电话进行定位 投讯联系军方 对他进行围剿 好的 左腾军 松井苍田连忙给出回复 然后不再废话 直接挂断电话 将秦峰刚才所用的手机号码 与通话时间发给左腾村上 左腾接到手机号码和通话时间后 立刻让日本警方定位追踪 左腾大人 我们已经定位了手机信号 信号在前往机场的路上 而根据信号移动的速度来看 应该是在一辆汽车上 短短几分钟过后 信息部门便给左腾进行汇报 除此之外 我们通过罪犯通话时定位确定 罪犯是在北海道某某仓库进行的通话 如果不出意外 他应该是暗中 躺在了某达货车上偷偷前往机场 我知道了 左腾听完汇报并没有做出任何指示 而是拨通了某位军方负责人的电话 一腾君 罪犯刚才与松井藏田进行了通话 扬言要去东京击杀松井藏田 电话接通 左腾开门见山 我已经让人对那个手机号码进行了定位 查出罪犯是在某仓库打的电话 而此刻手机在一辆前往机场的火车上 我建议立刻调动大辆兵力 围堵那辆火车 如果罪犯真的带那辆火车上 是否直接击杀 还是暂时围困 等待工本无野到达后 再出声 邀你们军方定斗 左腾君 你觉得罪犯会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 让我们去抓吗 军方负责人一腾板井说道 小知道 罪犯精通特种作战 反侦察一势机枪 我敢断定 他绝对不会再前往机场的那辆火车上 你的意思是 左腾眉头一跳 他也考虑过这一点 所以没有急于下达命令 我认为他是在故意地迷惑我们 他真正想要去的是港口 神船是他离开日本的唯一途径 一腾板井一脸睿智 我的警示 我们不要因为犯罪销售断 打乱了我们的部署 按照原计划进行 毕竟 我们在机场和港口的兵力 都足够将他围困乃至杀死 好 左腾村上想了想 同意了一腾板井的建议 然后又补充道 不过我建议 先对刚才那个时间段出库的火车 进行送上 确定他没有藏在车上 可以 这个任务 就由你们警方负责 一腾板井说道 好吧 左腾村上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下来 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打电话给手下下达命令 不得不说 日本警方的行动速度很快 五分钟后 十辆警车便在通往港口的公路上 拦住了秦峰所隐藏的那辆货车 吓得货车司机脸色发白 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 带着警犬 对火车进行了严格的搜查 但是并没有任何发现 他们搜得很仔细 整个过程花费了半个小时 半小时后 数十名警察才离开 火车重新上路 前方几百米外的公路上 秦峰藏在一棵大树后 看到火车驶过来 陡然将速度发挥到极致 追上火车 然后扒上火车 再次钻入车底 他之前听到警笛声 马上离开火车 躲过了警察的搜索 而此刻再次回到火车上 是因为警方已经仔细搜索过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 接下来在港口的路上 肯定不会再被拦下搜索 只有到达收费站 才会再次被检查 而那个时候 距离港口已经非常近了 他完全可以离开火车 徒步避开日本警方和军方的围堵 潜入港口 有时候 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 所谓灯下黑 便是如此 日本军方和警方 忙碌了一夜 对所有前往港口的车辆 进行了仔细搜索 同时对每一艘出海的货轮 进行搜查 除此之外 他们也对前往机场的货车 进行了搜查 还对每一位进入机场的人员 进行严格审查 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秦风 秦风就像是从北海道 人间蒸发了一般 这个结果 让日本军方和警方脸上无光 同时也吓到了松井苍田 他担心 秦风料下的狠话会变成现实 恐惧之下 松井苍田请求日本军方保护 日本军方又派出一个师团 守护在松井家族组屋附近 等待秦风杀上门 与此同时 秦风血洗千叶家族 忍魂组织总部和忍唐总部 仲残松井天人的消息 也传了出去 在全球地下世界和武学界 再次引发了十二级的地震 上帝啊 谁能告诉我 滑下秦风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松井天人 可是神榜第十二的强者 却被滑下秦风重残 难道滑下秦风的实力 已经能够排进神榜前十了吗 我不这样认为 滑下秦风能够重残松井天人 是因为动了炸药 而且属于偷袭 打了松井天人一个措手不及 他现在还没有进入神榜前十的实力 未来可能有 但前提是他能够继续活下去 我认为过程不重要 结果才重要 日本事件的结果足以证明一点 如果给滑下秦风配备精良的现代武器 他完全不具神榜前十的绝世强者 全球地下世界和武学界 再次因为秦风的逆天举动而引发热议 其中不少人 对秦风能否抗衡神榜前十的绝世强者 展开激烈辩论 根据可靠消息 日本军方和警方已经联手围剿滑下秦风 势必要将滑下秦风击毙在日本 一个人再强 也不可能对抗一个国家的军队和警察 滑下秦风多半要死在日本了 如果滑下秦风活着逃出日本 那将是日本自二战之后最大的耻辱 不只是耻辱 也是日本对滑下第一场惨败 而且将败给了一个人 这让人难以置信 日本军方和警方 联手围剿秦风的消息传出 他们又转移了注意力 纷纷议论秦风能否活着离开日本 甚至境外一些知名的博彩机构还为此开了盘口 其中秦风能够逃出日本的赔率是一赔1.5 秦风死在滑下的赔率是一赔2.4 从赔率来看 博彩机构不看好秦风能够活着离开 因为在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被他国军队和警方联手的围剿的前提下 活下去的潜力 毕竟军队和警察联手可以使用杀伤力大的现代武器 而且还能用人海战术 哪怕是神榜第一的绝世强者也无法抗衡 就在全球地下世界和武学界因为秦风的事情而闹翻天的同时 一艘货轮准时抵达了韩国釜山港口 秦风悄无声息地离开货轮 然后光明正大的离开港口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半小时后 他乘车来到釜山一家五星级宾馆 登记入住了一间房间 然后给酒店工作人员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让对方帮他购置衣服 秦风进入酒店房间 舒舒服服地起了热水澡 然后订好了返回华夏的机票 等秦风做完一切 门铃响起 秦风起身打开房门 出现在他视线中的不是酒店工作人员 而是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 而且还有不少特警 因为秦风在日本所做的事 不但被全球地下世界和武学界关注 同样也被全球警方和军方关注 被列为了危险分子 危险等级3S 属于最危险的级别 而秦风在酒店登记后 釜山警方马上得知消息 看到一个个全副武装的警察 秦风的脸上没有露出丝毫的惊慌 甚至连一丝的惊讶都没有 感觉仿佛早就预料到这一切似的 警官先生 我只是将这里当成我返回华夏的中转站 我没有想过在这里做什么 而你们也不希望我在这里做什么 对吗 秦风看着为首的警察 笑着说道 我可以进去和你聊聊吗 耳畔想起秦风的话 为首警察盯着秦风看了几秒 然后说道 他是釜山警方一把手 他特地带人前来 并非是为了抓捕 而是想弄清楚秦风来釜山的目的 当然 秦风微笑点头 做出了请的手势 釜山警方一把手文言 对着身后那群全副武装的特警 打了个手势 那些特警健壮纷纷退走 金先生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 釜山乃至韩国警方不欢迎你 我也相信 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警察 都不会欢迎你 釜山警方一把手进入房间 坐在沙发上 沉着脸说道 同样 你们也不希望 不愿意与我为敌 秦风笑道 是的 釜山警方一把手 面色难看地承认了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 我带人来找你 并非想抓捕你 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 我只是想知道 你来到釜山的目的 另外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离开 我刚刚订了机票 马上就会先往机场 秦风说道 金先生 为了保证你所说的一切真实 我会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里 让我的手下跟着你 知道你离开釜山 离开可以吗 釜山警方一把手 在此开口 完全是一副商量的口吻 因为在他看来 秦风完全就是一尊煞神 不能得罪 而要尽快送走 可以 秦风很干脆地同意了 谢谢你的配合 福山警方一把手 起身感谢 然后忍不住感叹 说实话 对你能成功从日本安全逃走 我感到很震惊 同时我也相信 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 绝对会震惊全球 当然了 在你离开之前 我不会让我的人 传出这个消息的 没关系 我不会在意 毕竟这里是韩国 日本军队 不可能来这里围剿我 不是吗 秦风无所谓地笑了 虽然你说的没错 但我们福山乃至韩国警方 不想跟你沾上任何关系 好了秦先生 再见 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再见 听着秦风的话 看着秦风的一脸 无所谓的笑容 福山警方一把手 感到莫名的恐惧 他说着便离开房间 一小时后 秦风西装革履地 抵达了福山国际机场 并且录制了一小段视频 然后将视频 发给了远在美国的李雪燕 由李雪燕 通过特殊渠道传出 我是华夏秦风 我在韩国福山 我为日本这两天 所发生的某些事情负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我也不例外 动我亲友者 势必清算 犯我华夏者 虽远必诛 这是我对某些人 善意的提醒 如果有人没有将我的提醒 放在心上 硬在脑海里 在今后做出玩火的事情 我保证日本的悲剧 还会在其他国家上演 视频中 那个孤身一人潜入日本 杀到日本地下世界 和武学界胆寒 从日本军方警方 联手的围剿下 安然无恙离开的青年 站在一架 印有五星红旗彩化的 华夏航空公司的客机下 头顶着五星红旗 面色平静地 说了这番话 这一天 日本因为这一段视频 而永远地被钉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一天 全球地下世界 武学界 军方和警方 因为这一段视频 而轰动 秦峰安然无恙地 离开了日本 并且特地发出一段视频 即使证明 也是对敌人的警告 这一切 带给全球地下世界 和武学界的震动 空前绝后 因为山口组合 忍魂组织 基本代表了 整个日本地下世界 前者被秦峰灭掉了 最具威慑的忍堂 后者直接被全灭 而柳川郡 千叶极正 松景天人 是日本武学界的 中流敌重 也是名列神榜 前面的强大存在 结果他们都死在了 秦峰手中 甚至在这之后 秦峰在面对 日本军警方的 联合围剿 毫发无损地 逃出日本 如果说 秦峰在日本执行前 名扬全球地下世界 和武学界 只是因为所做的事迹 和其不可思议的 武学天赋 那么 此次日本执行后 他带给全球地下世界 和武学界的 除了震动 还有威慑 在全球地下世界 和武学界 很多人的眼中 秦峰的实力 或许还无法和 神榜前世的 爵士强者 向提并论 但他的威慑力 和危险性 丝毫不弱 不光是地下世界 和武学界 各国军方警方 也是依然 秦峰的危险等级 被调成了3S级 是最高级别 继这个世界上 最危险的人之一 就当秦峰乘坐 华夏航空公司的航班 从釜山飞往燕京时 日本高层 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 成为了批斗会 负责此次围剿的 日本军方负责人 伊藤板警 和警方负责人 佐藤村上两人 在会议中 被各种批斗 差点被定成日本的罪人 两人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只能低头忍受批斗 而在批斗之后 还有人在会议中提出 向华夏政府施压 让华夏就日本发生的事 给一个说法 甚至要逼迫华夏 将秦峰交给日本处置 但这个提议 第一时间被参会人员否决 因为日本事件的源头 是山口组 忍魂组织 柳川家族和日本武学界 四大势力 通过劫持王牟南 逼迫秦峰前往日本 精心布置了杀局 要击杀秦峰 结果被秦峰展开了 一系列的报复 而秦峰在整个报复过程中 没有伤害一个 无辜的日本公民 除此之外 秦峰也没有和日本军方警方 发生任何冲突 在这样的情形下 理亏的是日本方面 若说要给个交代 应该是日本给华夏交代 会议结束 无论是伊藤板井 还是佐藤村上 都憋了一肚子祸 他们毫不客气地将怒气 宣泄在了松井苍田身上 他们马上打电话 给松井苍田 甚至将松井苍田 当成了日本的罪人 松井家族完了 松井苍田 两天都没有睡好觉 满脸憔悴 双眼通红 目光无神地 摊在了书房中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恳求军方警方 联手围剿秦峰 除了报复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 洗刷秦峰 带给日本的耻辱 如果秦峰死在日本 哪怕松井家族遭受重创 只要有军方和警方的支持 依然可以重掌山口族 稳坐日本地下 世界龙头的位置 而如今 随着秦峰 活着离开日本 日本被盯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 伊藤班警和佐藤村上 背了黑锅 承担了责任 这一切意味着 松井家族今后 不但会失去 日本军方和警方的支持 而且还会因此 彻底得罪了 这两大势力 若非如此 伊藤班警和佐藤村上 两人 也不会用罪人来形容他 松井家族 已经失去了 震慑各大地下势力的底蕴 任堂 青木和松井天人 如今又彻底得罪了 日本军方和日本警方 最终的结局 他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不错 不错 天要 灭松井家族 松井苍田 最终说出这样一句话 然后吐血 倒在书房中 离开了人世 秦峰虽然没有杀回东京 却用另外一种方式 驱走了松井桑田的性命 与此同时 南广二沙岛 身为南青红掌舵者的沈天祥 第一时间得知 秦峰逃离日本的消息 并且观看了秦峰的视频 这个消息如同噩梦一般 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夸张一点来说 他有一种从天堂 坠入地狱的感觉 因为当他得知 秦峰潜入日本击杀柳川郡 和千叶吉正 救出王牧南后 虽然震惊于秦峰的战力 但也和许多人一样 认为秦峰是死定了 后来 无论是松井天人和公本乌野 出生下达对秦峰的必杀令 还是日本军方和警方 联手围剿都让他觉得 秦峰距离死亡更近了 结果 秦峰活着离开日本 这种截然的反差 带给他的打击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也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毕竟他所掌管的 南清红和秦峰 已经结了死仇 大哥 怎么会这样呢 他是怎么从日本军方面 和警方的围剿当中 逃出日本的 身为南清红二把手的位线 坐在沈天祥对面 忍不住开口问道 那感觉似乎直到现在 他依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你问我 我他妈问谁下 回应未见的是一声嘀吼 沈天祥不知是情绪失控 还是通过这种方式 宣泄情绪 为自己减压 大 大哥 虽然他的战力 完全出乎了我们的预料 但他在华夏有太多的约束啊 不可能像在日本那样大开杀戒 面对沈天祥的怒斥 威胁心中没有一点怨言 反倒是硬着头皮 剑眼道 只有我们接下来 不要主动去招惹他 他未必就敢对我们做什么 一旦他对我们出手 包括杨昆在内的那些权贵子弟 一定会抓住他的把柄 用法律的武器灭掉他 但愿如此吧 沈天祥叹了口气 无力地坐在红木打造的椅子上 满脸的失望 失望是因为按照他的计划 一旦秦峰死在日本 他便会挥尸北上进军长三角 灭掉骆青科 开拓南清红的疆土 而如今他的计划 彻底沦为泡影不说 而且还要在今后 活在秦峰的威慑下 过上提心吊胆的日子 西干省省会畜牧局 身为调研员的杨昆 坐在办公桌前 喝着特供的极品龙井 心情格外地好 一方面他知道 随着秦家失去了 秦家老太爷这个定海神针 杨家与秦家的差距 已经大大缩小 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相信 只要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 做出成绩 很快便会离开这个积累单位 重新回到 集聚上升空间的仕途岗位 另外一方面 他也听说了秦峰在日本的事 而且知道秦峰很有可能 要死在日本 这双喜临门 他的心情怎么能不好呢 就当杨昆准备起身给茶杯添水时 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杨昆拿出手机 发现是叶子飞的来电 直接接通 昆 他活着逃出日本了 叶子飞的语气 十分失落不甘 这个结果 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杨昆文言现实一正 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 原本美丽的心情变得糟糕起来 小夕准确吗 准确 他已经搭乘韩国府山 飞往华夏的科技返回华夏了 叶子飞语气低沉地说着 而他在登机之前 还特地发了一段视频 以此证明 自己还活着 再次听到叶子飞的话 杨昆沉默了 这一刻 他的脸上再也找不出半点喜悦 取而代之的是阴沉 甚至就连眉头 都不经意地皱在一起 他从出生那一天起 便拥有了这世上 99.9%以上的人 奋斗一辈子都无法拥有的身份 地位 权力和财富 然而 他却先后两次 栽在秦峰手中 这一切 让仇恨的种子 始终埋藏在他心中 他一直没有放弃过 报复的打算 如果秦峰死在日本 他即便不能亲手杀灭秦峰 也不会放过秦峰身边的 那群伙伴 他要一个个地 将秦峰当年的伙伴踩倒 将所有的怨气和恨意 都发泄在叶虎的身上 而如今 随着秦峰活着归来 他和沈天翔一样 计划都落空了 这怎么能不让他郁闷呢 江宁 中山高尔夫十八号别墅 测 他在日本接连制造血案 击杀多名强者 引起日本震怒 日本官方和警方联手为脚趟 结果 他安然无恙地逃离了日本 别墅大厅中 诸葛明月站在阳错的一向前 轻声说着 一个人 面对一个国家 完胜而归 我无法想象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世上 还有谁能杀他 能否等到他死去的消息 诸葛明月的表情十分复杂 他的脸上除了失望 还有一丝不该有的庆幸 对此 他毫无察觉 第五百一十六集 当秦峰乘坐华夏航空公司旗下的客机 返回华夏的同时 万里之外的美国已是深夜 纽约某富人区移动别墅中 曾经身为甘比诺家族接班人候选人之一的 罗斯甘比诺 穿着一件睡袍 坐在书房中 手中夹着一只正宗的古巴雪茄 他一边吸着雪茄 一边看着身前的笔记本电脑 表情十分难看 他虽然跌下神坛 失去了家族未来接班人候选人的资格 但他毕竟是甘比诺家族的直系 孩子家族负责着一些不太重要的事物 手中拥有一定的资源 消息渠道也很灵通 秦峰在日本的所作所为带给他巨大的震撼的同时 他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 认为秦峰玩火过头了 势必会死在日本 为此他一直在等待秦峰的死讯 然而他却等到了一个电话 就在刚才他得知了秦峰活着离开日本的消息 并且第一时间从卧室来到书房 观看秦峰发布在网上的视频 看完视频之后 他的心情糟透了 因为秦峰让他失去了家族未来接班人的候选资格 他对秦峰恨之入骨 做梦都想宰掉他 除此之外 秦峰越强大 就越是对甘比诺家族有威胁 同时也能证明 他当初招惹秦峰有多愚蠢 对他而言 这不是什么好事 随后 书房的门被推开 一名金发女人步入房间 女人有着一张妩媚的脸蛋 尤其是那双大眼睛 宛如两颗蓝宝石一般璀璨 光芒四射 他有着一米七五的身高 皮肤白皙 前涂后翘 身材可以用魔鬼来形容 此刻的他 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件黑色蕾丝情绪内衣 宛如勾人的妖精 尊贵的罗斯先生 您怎么了 女人揉声问道 他是好莱坞的一名艺人 凭借身材资本在好莱坞闯出一定成绩 但因为演技不好 始终无法挤进一线 为此 他并没有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提高演技 而是选择走捷径 利用身体资本抱大腿 从而上位 罗斯·甘比诺 虽然失去了甘比诺家族未来接班人 候选人的资格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美国地下世界 乃至博彩业 影视圈都有着极强的人脉 从而成为女人精心讨好的对象之一 刚才女人已经彻底地勾起了罗斯的浴火 马上就要啪啪啪了 结果罗斯接到一个电话便离开卧室 足足半小时没有回去 这让女人很惊讶 然后犹豫了一番 还是主动前来寻找罗斯 滚出去 面对女人的诱惑 罗斯冰冷地回应了三个字 恶然听到罗斯冰冷的话语 女人先是一正 然后心机颇深地露出了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 缓慢转身离去 翘臀随着腰脂扭动 浮度惊人 罗斯看到这一幕 眼中没有任何欲望 脸上的阴沉表情 丝毫没有减少 从小便接受家族精英式教育的他 很清楚 对于一个男人 权力和财富才是最重要的 女人只是点缀 如今 因为秦峰变得强大 对甘比诺家族的威胁更大了 他或许会因为当初的愚蠢 而失去手中为数不多的权力 哪还有心思玩女人呢 随着女人离去 书房的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 令得罗斯微微一正 短暂的愣神后 罗斯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发现是一个甘比诺家族庄园的电话 而且电话号码十分熟悉 是他父亲书房的电话 突如其来的来电 让他心中涌出一个不好的预感 父亲 罗斯连忙抓起电话 率先开口 心中十分不安 知道华夏秦峰在日本的事情吗 电话那头 罗斯的父亲沉声问道 是的 父亲 罗斯微言心中不安更浓 他知道 父亲这么晚打电话过来说这件事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华夏秦峰在日本军方和警方联合围脚下 活着离开了日本 罗斯的父亲再次开口 他语气低沉 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地下世界 也带给了家族巨大的压力 而你应该很清楚 家族的压力来源是什么 父亲 我知道 罗斯的表情瞬间变了 刚才组长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尽期带你去一趟华夏 罗斯的父亲说出打电话的目的 父亲 我们去华夏做什么 罗斯下意识地问道 道歉 罗斯的父亲再次开口 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道 组长说了 如果你无法获得华夏勤锋的原谅 管和华夏勤锋 与家族的敌对关系 就不用回家族了 这 什么 父亲的话印证了罗斯的猜测 他惊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父 父亲 帮帮我 我帮不了你 你最好祈祷上帝 保佑华夏勤锋会原谅你 罗斯的父亲说着 直接挂断电话 怎么 怎么会这样 罗斯脸色发白地 瘫坐在椅子上 脸上充斥着懊悔 如果时光倒流 他就算把甘比诺家族 未来接班人候选人的 骄傲和高贵 拿去喂狗 也绝对不会得罪秦锋 太平洋 某座不知名的岛屿 幽灵组织的基地中 身为幽灵组织情报 负责人的海地 第一时间将秦锋的动态 向幽灵做出汇报 幽灵听完 默默打开视频 然后在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中 像是傻了一般 呆坐在电脑前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 手里 海地犹豫再三 还是忍不住 开口打拨沉默 因为此刻的幽灵身上 再也找不出 半点的威严和意气风发 反而给人一种失魂落魄的感觉 这是海地第一次在幽灵身上 察觉到这种极其负面的情绪 这种情绪 让幽灵在海地心中的神之光环 渐渐暗淡 同时他很清楚 因为山口组最后的决定 幽灵没有带组织成员 前往日本参与击杀秦风的计划 侥幸逃过一劫 但这次的事情带给幽灵的打击 是空前绝后的 甚至让幽灵一蹶不振了 黑地 如果帮我换成他 能够做到他在日本所做的一切吗 幽灵开了口 他看了海地一眼 面无表情地问道 海地拥拥嘴巴 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李智告诉他 幽灵绝对不可能 做到秦风所做的一切 但他又怕实话实说 会再次打击到幽灵 不可能 我无法做到他所做的一切 眼看海地沉默不语 幽灵一脸自嘲地笑道 本以为我突破化尽 便可击杀他 却没有想到 他也紧接着突破了 而以他日本之心所展现出的战力 无论是单打毒斗 还是我带人围剿 都无法击杀他 一丝可能都没有 首领 虽然您现在无法击杀他 不代表永远无法击杀他 我个人认为 您的天赋不弱于他 完全有可能在今后 比他更加强大 海地 你这是在安慰我们 不 不是 首领我只是 幽灵的表情突然转变 让海地有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身为幽灵的属下间女人 他很清楚 幽灵是一个多么自负的人 我不需要安慰 幽灵冷声说着 身上的颓废气息 一扫而空 选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决然 你立即帮我联系黑暗议会 首领 你要做什么 海地已经脱口问道 海地 你说 如果我率领组织成员投奔黑暗议会 黑暗议会的首领奥古拉斯会透明吗 幽灵反问 间接给出答案 会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势力会拒绝您的加入 黑暗议会也不例外 海地点头 犹豫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问道 首领 您放下骄傲 加入黑暗议会 是想借助黑暗议会的手 铲除黄夏擎风 我会亲手杀了他 幽灵轻轻摇头 闭上双眼 依靠在座椅上 轻声道 而在这之前 我要成为奥古拉斯的弟子 原来是这样 海地恍然大悟 奥古拉斯 名列神榜第一 第五百一十七集 燕京国际机场 是华夏三大门户复合枢纽之一 下午三点 王沐南与父亲王健 母亲吴方 一同来到燕京国际机场 然后便分开了 其中 王沐南去机场出口 等着接秦峰 而王健吴方夫妻而人 则是进入机场 准备乘机离京 返回工作所在地 他们得知王沐南被劫之后 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秦峰身上 结果秦峰不负众望 救出王沐南 而他们也第一时间 从工作所在地赶到燕京 他们担心女儿会因为截止事件 伸手打击 试图陪在女儿身边 寄予安慰 结果王沐南在过去的两天中 一直在担心秦峰的安慰 而他们原本想与王沐南 一同接秦峰 当面进行感谢 但被王沐南拒绝 秦峰九死一生 救赎咱们的女儿 咱们又见下秦峰 一个天大的人情啊 王健一边与妻子吴方 走向换取登机牌的窗口 一边说道 上一次他帮助我们王家渡过难关 我们碍于家族压力 逼迫孟南与秦峰离开 这一次 我们可不能这么做了 嗯 吴方点头 但同时又有些担忧 那让孟南 一直无名无分地跟着他吗 也不算无名无分了 毕竟他还没有结婚 这样一来 孟南即便跟他在一起 连道德作风都算不上 更不要说给家族丢脸了 王健摇了摇头说道 至于未来的事情 如果秦峰真的和李家丫头结婚了 到时候再阻拦孟南也不迟 想必那时候 无论是孟南还是秦峰 都不会怪我们 好 听你的 那家里那边你去说 吴方点了点头 然后又问道 不用说 王健正思道 秦峰这次可谓是九子一生 包括爸在内 他们也不可能一点情面也不顾 再次强行拆散他们俩人 有道理 吴方认可了王健的分析 对了 你为什么要拒绝周涛请客吃饭呢 我总觉得你这么拒绝他 会让他更加自责 王健又忍不住问道 他和妻子吴方来到燕京后 国际刑警组织 华夏中心局一把手周涛 一直打电话联系他们 想要请客吃饭 当面致见 但吴方不同意 王健也只好拒绝 我拒绝他的饭局 是为了你们好 吴方叹了口气 换句话说 你觉得我去呢 还是不去呢 什么意思 王健一时没有转过弯 你想啊 因为他属下失职 甚至是独职 导致孟南在日本出事 虽说孟南最终是平安地回到了华夏 但他心中脱半是很自责 在这种情形下 他请我们去吃饭 我如果不去 他会觉得我对他有意见 反之如果我去了 他当面道歉又会很尴尬 无论哪种结果 都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 吴方解释 而现在这样 我们委婉地拒绝 他虽然一时郁闷 但等你下次独自来襟的时候 再跟他吃饭 什么问题都没了 毕竟 我不在的话 你们两人很多话 说起来也就容易多了 嗯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啊 王剑若有所思 你呀 就是部队待太久了 大老粗习惯了 性子直来直去的 吴方苦笑道 王剑笑笑 没有反驳 然后排队换取登机牌 与此同时 国际警方华夏组织中心局 周涛的办公室 李帅身子鼻挺地站在周涛办公室前 低着头像是做错的孩子一样 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你是等着我问呢 还是主动说 周涛冷着脸 语气低沉 如同王剑所担心的一样 周涛因为王剑无方夫妇拒绝邀请 让他无法给二人当面道歉 他心中是愈加自责 同时也对李帅的独职行为更加囊火 局长 对不起 因为我的失职 差点导致王孟南同志遇害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李帅低着头 认错道 我找你来 是让你来认错的吗 告诉我 为什么秦峰给你打电话你不回 发短信 你也不回 而且 也没有将他的提醒告诉王孟南 周涛大声问道 在他看来 如果当时李帅接了电话 或者王孟南得知秦峰的提醒 不出机场 直接乘机返回华夏的话 就不会有后面的危险 李帅脸色难看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他总不能告诉周涛 他之所以不接电话 没有将秦峰的提醒放在心上 是因为对秦峰有偏见 然后又因为秦峰和王孟南的关系密切 而争风吃醋的吧 既然你不说 那就卷不干鬼蛋 你看哪里好就去哪里 我这里 你就不要呆了 眼看李帅不说话了 周涛恼了 直接拍桌子让李帅滚蛋 这次的事情 他除了对王健 无方夫妇和内疚之外 也没少被上级领导训斥 更是让华夏警方 在国际刑警组织丢了脸 心中可是攒足了火气 局长 我 我之所以没有给秦峰会电话 也没有告诉孟南 一方面 因为我一开始 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事情 后面等他再次发短信的时候 我已经将他的电话拉黑了 另一方面 因为他曾经的一些事情 我对他主观印象很差 外加 外加什么 周涛冷冷地问 外加我对王孟南有好感 而据说 他又和孟南关心密切 所以 李帅说到这里 说不下去了 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丢人 听到李帅的解释 周涛直接无语 然后又沉咽了一番 李帅 我问你 作为一名刑警 最关键的是什么 业务能力 李帅张口就来 那业务能力之中 什么最关键 周涛又问 冷静的头脑 李帅下意识地说道 你还知道底了 那你告诉我 你冷静吗 这一次 周涛不等李帅回答 劈头盖脸地 训斥道 你因为一点儿女私情 便失去了刑警 最关键的冷静 我怎么放心你今后 带队出席执行任务 换句话说 如果被劫持的是 你的女朋友 你是不是脑子一热 就要带队出去拼命 然后让你的属下 同事白白送死 局长 我 好了 不要解释了 周涛直接摆手 打断李帅的话 一字一句道 你应该庆幸 王孟南同志没事 否则就不是我坐在这里训你了 局长 我知错了 我一定先去教训 改过此心 别别别 我可不放心你继续带队执行任务了 你今天就去信息系统出报道 周涛再次打断李帅的话 对李帅的职务进行调整 李帅的脸色顿时狂变 信息系统虽然很清闲舒服 但相对应的提升空间极小 根本无法和行动处相提并论 而他之前已经在行动处干得非常出色 有着漂亮的履历和成绩 上升通道已经打开 如此一来 他被发配到信息系统 等于是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而他又因为日本的事情惹恼了周涛 试图升迁几乎不用响了 局长 好了 我要忙了 你出去吧 周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像是赶苍蝇一般赶走李帅 李帅这很默默地走出办公室 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这一刻 他的脸上写满了失魂落魄 与当日带着王母男张瑞 前往日本执行任务时的意气风发 不可一世的姿态 形成了截然的反差 第518集 下午3点50分 移驾由韩国釜山飞往燕京的客机 准时下降 空姐正在重复提醒旅客 系号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等注意事项 头等舱中 秦峰收起杂志 扭头看下窗外 结果却迎来了一道恶狠狠的目光 目光的主人 是一名身着讲究 气度不凡的青年 而坐在青年身旁的是一名 拥有着标准瓜子脸 五官精致 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 小子 我知道你被秦小姐的美丽所经验 但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 花下有鞠骨画石 癞蛤蟆不要画小指天鹅手 秦小姐 不是你能高攀的 青年恶狠狠地瞪了秦峰一眼之后 用蹩脚的汉语说道 对了 我想提醒你 这样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 是一种很无力的行为 虽然你没华下人 一向很粗鲁 阿尔盘想起青年的话 感受着青年那浓烈的优越感 秦峰淡淡说道 你想多了 我对整容脸没有什么兴趣 另外 我也提醒你 这里是华下 你说话最好注意方式 否则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秦峰的话令得年轻女子脸色一变 十分恼怒地瞪了秦峰一眼 你 与此同时 青年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想说什么狠话 但想起秦峰的提醒 又看到秦峰魁梧的和小牛犊子一样 只好将到了嘴边的话 又咽回肚子 而秦峰在说完那句话后 直接挪开目光 完全无视那对年轻男女 他之前之所以会关注两人 是因为听到两人的交谈 通过两人交谈 秦峰得知 那名叫做金喜炎的年轻女子 是韩国一名知名的女艺人 曾在华下拍摄了一部电视剧 但因为上面限含令 无法播出 而青年姓李 李死是韩国李家的人 此次与金喜炎前来 是专门为金喜炎讨回公道的 他想帮助金喜炎讨个说法 强势逼迫影视公司 播放金喜炎所拍摄的电视剧 一开始秦峰听到这样的交谈后 觉得十分滑稽 王阿蒙如今主要在文娱行业折腾 秦峰耳濡目染 多少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 这道上面为了防止国民被境外文化侵蚀 提升文化自信 外加韩国当初在某个与美国合作的军事项目上 惹恼了花下 特此下了限含令 在这样的情形下 不要说屈起一个疑似韩国李家的小青年来 即便是韩国总统来了 也没什么鸟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引起了秦峰的关注 两人口中的那家影视公司正好是王阿蒙的公司 当时他在猜测 王阿蒙会怎么对付这对年轻男女 结果把自己都乐了 但那笑容落在年轻男女眼中成了猥琐的笑容 令得金喜炎很厌恶 让青年很不爽 故而才有了刚才那么一处 十分钟后 客机准时降落在燕京国际机场 带飞机滑向指定停机位后 空姐井然有序地指挥着旅客下机 同时也与旅客道别 秦峰率先下机 他从起身到离开机舱 没有再去看年轻男女一眼 完全将刚才的事情当成小插曲 将两人当成空机 粗鲁的华下人 随后 韩国李家青年带着金喜炎 和其经纪人走出机舱 看着秦峰的背影 忍不住咒骂一句 哼 华下人不但粗鲁 而且虚伪 他明明就很不礼貌地看我 还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却虚伪地说出那样的话 他这样的人 注定是单身狗 金喜炎也是低声说的 言语之中充斥着恼火与嘲讽 秦峰听到两人的话后 并未理会 只是朝着机场外走去 机场出口 王沐南站在人群中 期待而急切地看着朝外走来的旅客 在人群中寻找着秦峰的身影 一脸的望眼欲穿 与此同时 机场出口男人们的目光 几乎都在王沐南的身上停留过 而且不止一次 这一切只因为 今天的他实在太迷人了 为了到机场迎接秦峰 他罕见地用了两个小时 精心打扮自己 他解开了一头飘逸的长发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一件红色的威领连衣裙 该连衣裙的设计理念 是险胸 收腹 竖腰和骨臀 几乎是为王沐南量身定做的 完美地展现出了他那魔鬼般的身材 胸前横看成岭 侧成风 小夫一马平穿 美臀圆润挺翘 配上那一对 没有任何坠肉的笔直眉腿 让男人看了 可以瞬间肾上腺素狂飙 他还特意搭配了黑丝和高跟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今天的他 放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 如果没有法律道德约束 都可以让男人们瞬间变成野兽 面对一道道 带着惊艳欲望的目光 王沐南并不在意 他只是盯着前方 寻找着秦风的身影 终于他在人群中看到了秦风 那一瞬间 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远去了 他的脸上充斥着激动 他的眼中只有秦风 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起来 秦风 当秦风走出机场门口的瞬间 他终于忍不住呼唤出声 这一声呼唤声音很大 仿佛宣泄着他苦苦压抑的心情 这一声呼唤 让原本就成为焦点的他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下一刻 注目睽睽之下 他一个箭步上前 直接扑进了秦风的怀中 勾住秦风的脖子 主动送上红唇热吻 吻上了秦风的嘴 这一吻很突然 让秦风有些错不及防 这一吻很热烈 让秦风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王沐南的心情 画面定格 王沐南完全无视周围人的目光 只是忘情地吻着秦风 通过这种方式倾诉着 这些日子以来的心情 当他被家族逼迫与秦风分手 他痛苦地反抗 结果被软禁 当他得知秦风在东北的事情后 他内疚自责 无言与秦风见面 当他心中的钱崩断 选择离开秦风后 他写下告别信 泪流满面 当他被劫持当作人质 逼迫秦风前往日本时 他懊悔的伪装 却被敌人看穿 只能在心中为秦风祈祷 当他被秦风救出 安全返回华夏 得知秦风被日本军方和警方 联手围剿时 他紧张而担心 彻夜难免 因为一个人 爱上一座城 因为一个人 离开一座城 敢爱敢恨的他 为了爱情不求结果 不求未来 将女人宝贵的第一次 给了秦风 选择和秦风在一起 从未后悔 感受着王母男的主动 秦风仿佛能够读懂 王母男的心似的 他放下手中的行李包 捧起王母男的脸庞 回应着热吻 看到这一幕 几乎所有男人脸上 都露出了羡慕嫉妒恨 恨不得取而代之 而女人们同样羡慕 羡慕这种大胆的爱 与此同时 韩国李家青年 和金喜岩也走出机场 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 刹那间 他们不约而同地 停下脚步 满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热吻中的 秦风和王母男 感觉仿佛看到了 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论长相身材气质 金喜岩都完败于王母男 而且他是整容的 秦风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不会再错第二次 吻着吻着 王母男挪开嘴唇 他红着眼 流着泪 看着秦风 一脸坚定 今后 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我也会坚定地 站在你的身边 傻丫头 妆花了 就不美了 秦风抹去 他脸上的泪水 走吧 我们回家 王母男顿时哭得更凶了 秦风拿起手提包 拉着王母男的手离开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去看身旁的 韩国李家青年 和金喜岩一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注定单身狗 望着秦风 望着秦风与王母男离去的背影 回想着之前所说的话 无论是李家青年 还是金喜岩 都感觉自己被人打了一几重重的耳光 这一刻 他们恨不得找个地方 帮我钻进去 和一点点 还好 顶夫 画购的 我被决定了 你 让他放过去 很重要的 没了 他还好